玄天大陆,新魂宗,叶峰一脸茫然地看着周围奇装异服的人群,整个人都傻了。 我是谁?我在哪?我不是在家通宵打游戏呢吗? 哄,就在这时,一股陌生的记忆从脑海涌现,叶峰的脸上也流露出了一丝痛苦之色。 片刻后,叶峰的脸上流露出了一抹苦笑,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特么穿越了,还穿越到了一个以武为尊的玄幻世界。 新魂宗,半个月前在此创立的一个新宗门,宗主实力未知。 今日,就是新魂宗首次招收弟子的日子,哪怕是一个新创立的宗门,仍然吸引了数百名少男少女前来,每个人都想在此踏上修行之路。 想到这,叶峰没有丝毫犹豫,转身便准备离开。 连个金手指都没有,如果毛宗门,肯定得先找个地方苟两年,看看金手指会不会出现。 哄,然而,就在这时,一股摄人心神的恐怖气息轰然降临。 别说走路了,在这恐怖的威压之下,连抖抖手指都是一件奢望之事。 抬头看去,一袭白裙的长发女子和一名身穿黑色道袍的白发老者从上方踏空而来,转瞬间便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我,洛千学乃新魂宗宗主。 今日招收宗门弟子,不看资质,不看年龄,不看修为。 听到这,下方众人眼貌精光,他们最担心的不就是这些吗? 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不管入宗要求有多么严苛,他们感觉也有极大几率可以加入宗门。 更别说,宗主竟然还是一名绝世美女。 冷艳高贵,不惹凡尘。 叶峰看着上方的一身如雪的洛千雪,不禁感叹,不愧是意见,这女子比上一世那些顶流明星不知道强多少倍,不管是容貌还是气质,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想要入我新魂宗,只有一个要求,上交一万枚低品零食。 你们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只要能拿出一万枚低品零食上交宗门,便可加入我新魂宗。 洛千雪看着下方数百名少男少女,直接说出了唯一的入宗要求。 啥? 我没听错吧,上交一万枚低品零食,开什么玩笑,一枚低品零食,都够我家好吃好喝一个月了。 我要有一万枚低品零食,还会来这里碰运气,早就随便找个宗门测天赋,燕灵根了。 走了走了,这新魂宗根本就是个片子宗门,宗主长得漂亮,有什么用,我又没有一万枚低品零食。 随着洛千雪花音落下,下方数百名少男少女,不少人都流露出气氛之色,感觉自己被耍了,但也仅仅是嘟囔一句发发牢骚,根本不敢去质问。 毕竟,在修士眼中,他们这些普通人的命犹如草剑,一个不好,命都可能会留在这。 这是什么入宗要求?一届大佬也都是黑心伤。 叶峰也是被这个入宗要求惊到了,让他不由想到,如果换作试上一试,岂不是进场打工,一分钱还没赚? 还特么得先搭一万,这特么谁干啊,傻子才干呢? 叮! 无敌败家系统激活! 嗯? 就在叶峰准备跟着人群离开的时候,脑海中却是忽然响起了一道冰冷的声音,还想着狗两年,这么快经手指就到账了。 不过,无敌败家系统是什么鬼? 叶峰脚步一顿,直接在心中问道,系统,在不在?说说你的情况。 叮! 宿主,就算您挂了,系统也会一直存在。 嗯? 听到这话,叶峰脸上瞬间挂满了黑线,他感觉这个系统情商有待提高。 叮! 宿主,顾名思义,只要您不断败家,就可以在当前世界不断变强,您只管败家,剩下的全部交给系统。 姓名,叶峰,年龄,十八,境界,凡人,体质,繁体,五纪,五,神通,五,物品,五,败家点,零,今日败家产物,一瓶酒街, 天雷浮服录星号1000,这时,叶峰眼前忽然出现一道光屏,里面清楚显露出了自己目前的情况。 叮! 系统将无限提供各等级零食、零精、线零精等等当前世界的流通货币,请宿主掌控好败家的含义,在任何事上,少了不属于败家,多了属于脑残,只有恰到好处的败家零食、零精等等,才会得到败家点,否则,将会扣除一定败家点。 叮! 完成系统发布的随机任务,也可以得到一定败家点。 叮! 败! 光每日的败家产物,也会得到败家点,如果没有败光,将会扣除相应败家点。 叮! 败家点可用于提升宿主境界,5G熟练度,抽取神通,特殊物品等等。 嗯! 听到系统接二连三的提示,叶峰也是沉思了起来,他意识到,这个系统虽然强大,但也并不简单。 特别是第一个提醒,让叶峰不由想到,上一世的一句名言,我是有钱,但我不傻。 叮! 发布任务,加入新魂宗,任务成功,奖励100败家点,任务失败,扣除100败家点,可拒绝。 啊! 系统忽然发布的任务,打断了叶峰的沉思,但他就想问一句,这任务特么的有颗选择性吗? 高空上,白发老者面露苦笑地看向一旁的骆千雪说道, 小姐,这些孩子都是附近城镇,村落中贫苦家的孩子,别说一万枚低品零食,就算是一枚都不一定拿得出来,这样根本不可能收到宗门弟子的呀。 白老,我一心只想修炼,奈何父亲非要我外出历练,还要创立一个宗门,美名其约是让我磨练心境,但我最讨厌这些琐事。 别说发展宗门了,就算是指导弟子,都会影响我的修炼,总之,没有人加入宗门不是我的错,就算父亲知道,也说不出我什么。 说完,落千雪那冰冷的面容终于流露出一抹笑意,但眼中却闪过一抹杀意。 太虚见宗,彭来仙导,天无宗,你们都给我等着,待我渡截众反上剑,定要将你们围杀我的事情,告知师尊,不灭你们,我落千雪是不为人。 没有人知道,落千雪不仅是玄天大陆星级宗宗主落无名的掌上明珠,更是来自上界无极圣地的圣女。 白老,走吧,不可能有人能拿出一万枚低品零食的,就算有,也不可能为了加入我这刚刚创立的新魂宗而交出来的。 说着,落千雪便转身准备离去。 宗主,宗门刚刚创立,定然资金紧缺,弟子院上交十万枚低品零食。 正准备离开的落千雪和白老,听到下方传来的声音,都瞪大了双眼转头看去。 两人都不敢相信,竟然真有人愿意上交,而且还翻了十倍。 此时,下方聚集的人群早已散去,只剩下叶峰一人。 你说,你愿意上交十万枚低品零食? 落千雪从空中缓缓落下,看着衣着朴素的叶峰,根本不相信对方能拿出十万枚低品零食。 刷! 一枚空间戒指出现在了叶峰的手中,没有回答,而是直接将手中的空间戒指递了过去。 没有绑定神石,落千雪很快就查看了空间戒指, 里面的确有着堆积如山的低品零食,数量刚好十万。 疯了! 落千雪此时真的要疯了,他怎么都没想到,竟然真有这种冤大头送上门,可他根本就不想招收弟子啊。 你确定要加入宗门? 咱们宗门目前可是连个住处都没有。 落千雪怎能真的让叶峰加入宗门,无奈只能开始劝说。 宗主莫慌,弟子可以花钱在附近城镇雇人来打造咱们的宗门。 叶峰流露出一副财大气粗的得意神色,直接说道。 慌! 我慌你妹啊慌,你加入宗门我才慌啊。 落千雪深吸了口气,耐下心来继续劝说道,咱们宗门一穷二百。 你要是加入宗门,一点修炼资源都没有,那才是误了你。 宗主莫慌,缺什么修炼资源? 只要能买到,弟子都给你买来。 叶峰神色平淡地继续回答道,但心中却不解了起来, 他总感觉眼前这个美若天仙的宗主,好像并不想让他加入宗门。 可这不应该啊,不想让他加入宗门,还在这招收什么弟子? 那疯子,我用你买修炼资源,你听不出,我就是不想你加入宗门。 落千雪听到叶峰的回答,感觉心中有一万头神兽奔驰而过,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我先跟你说好,就算加入宗门,我也不会指导,你踏入修行之路, 也不会给予你宗门功法或武技,一切只能靠你自己。 呼! 说完,落千雪也算是松了口气,话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他不认为对方会执着地还想要加入宗门。 宗主莫慌,弟子不需要宗主指导,也不需要宗门功法或武技。 叶峰此时也有些激动了起来,他只需要败家就能变强, 有人指导,反而让他不自在。 而且,他加入新魂宗,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没人管他, 他才能轻松自在,这么好的宗门哪里找? 说实话,叶峰之前还担心自己许诺了宗门这么多好处, 宗门会不会对他极其重视,那对于他而言,才是一件麻烦事。 慌?我慌你妹啊?你能不能别让我慌啊? 看着此时兴奋起来的叶峰,洛千雪整个人彻底疯了, 白白花费十万枚低品临时加入宗门,而且什么都不管, 你还高兴起来了?你确定不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 如果不是有白老在这,洛千雪恐怕早就忍不住一巴掌把叶峰扇飞了, 他不想要弟子啊,他就想安静地修炼啊。 宗主,你不能再继续过分下去了,既然此子愿意加入宗门, 而且也达到了入宗要求,您不能再拒绝了。 这时,一旁的白老也终于看不下去了,人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还想将对方赶走,哪怕他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时也不能再继续沉默下去了。 呼!听到白老的话,洛千雪伸出了口气, 看向激动不已的叶峰出声道, 好,从现在开始,你便是我新魂宗的弟子了。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一百败加点。 叮! 恭喜宿主败加十万枚低品零食, 在此事件中败加数量合理,奖励一百败加点。 随着洛千雪的话音落下, 系统的提示音也接连从叶峰的脑海中响起。 来了来了,老子的败加点迈着嚣张的步伐走来了。 叶峰此时也是兴奋了起来, 一下子拥有两百点败加点, 虽然还不清楚败加点的具体用处, 比如多少败加点提升一个小境界, 多少败加点可以抽取神通等等。 但起码,现在不是穷光蛋了。 系统,还有败加任务吗? 在没有败加任务的时候,我该如何败加? 激动过后,叶峰连忙对系统询问了起来。 叶,败加行为,请宿主自行探索。 叶,提醒,败加销, 好多少零食,零精等跟败加点不挂钩, 只要是败加行为,就可以获得一定败加点。 听到系统的回答,叶峰想了想, 直接看向洛千雪问道, 宗主,我目前应该是宗门唯一的弟子吧? 那算不算是您的清传弟子? 不算,本宗不收清传弟子。 洛千雪现在看到叶峰就来气, 因为他跟他父亲早有约定, 哪怕之前是那么说的, 但以后他也必须负责起叶峰的修行情况。 可现在对方既然还想成为他的清传弟子, 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宗主,你说个数, 弟子有钱,绝不还价。 这一次,就算是一旁的百老看向叶峰的目光都有了一丝异样, 清传弟子还带花钱买的。 有意思。 洛千雪此时看向一脸认真的叶峰却是笑了起来, 直接说道, 好啊,十万上品零食, 只要你拿得出来, 本宗就破例收你为清传弟子。 傻了吧? 刚当那股自信呢? 十万枚上品零精, 就算是三流宗门都不一定拿得出来。 你一介凡人能拿得出来。 看着直接呆着在原地的叶峰, 洛千雪终于流露出了一副胜利者的笑容, 接二连三地被叶峰拿捏, 现在终于拿捏住了对方一次。 这么便宜? 宗主, 这里是五十万枚上品零食, 其余四十万枚算是弟子给师尊的拜师礼。 叶峰这时再次拿出了一枚空间戒指。 叮。 恭喜宿主, 败家成功, 这败家点不又来了。 叶峰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为败家而生的, 反正都加入宗门了, 还差一个清传弟子的身份吗? 如此绝佳的败家机会, 那必须得拿捏住才行。 释放出神识, 当洛千雪茬看到空间戒指中 整整齐齐的五十万枚上品零食后, 嘴角都忍不住抽搐了起来, 看向叶峰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 这可是十万上品零食啊, 只要你不怕被杀人夺财, 拿着这十万枚上品零食去任何一个三流宗门, 从现在开始,你便是本宗的清传弟子了。 这柄玄清剑你拿好, 算是为事给你的贱面礼。 虽然洛千雪已经崩溃, 但她可是上界无极圣地的圣女, 收了一名清传弟子, 竟然还需要弟子给她拜师礼。 这要是以后传出去, 她还有和颜面见人。 木已成舟, 洛千雪也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 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 多了一名清传弟子。 洛千雪表示自己内心苦, 但她不说。 如果叶峰知道对方心中所想, 绝对会极其无语, 莫名其妙地拿走五十万上品零食, 也没见你还回来啊。 叮。 宿主接受玄清剑, 扣除二十点败加点。 叮。 提醒,宿主乃无敌败加神豪, 岂能拿他人之物, 一小时内退还可恢复扣除败加点。 就在叶峰自己观看手中的玄清剑时, 系统的声音却是忽然响了起来。 嗯? 洛千雪看着手中被叶峰塞回来的玄清剑, 整个人都梦了。 什么情况? 这玄清剑可是七品七阶灵器, 放到三流宗门都得是镇宗之宝的灵器。 你给我退回来了。 师尊, 无功不受禄, 这玄清剑弟子不能要, 如果你非要给弟子, 那就开个价吧。 叶峰这时看着洛千雪翼正言辞地说道, 人傻钱多? 不。 叶峰只管将一切都控制在败加范围内, 只要能获得败加点, 他可不会去理会别人如何看他, 只要系统没给出人傻钱多的评判, 那他的所有行为就都只是单纯的败加行为。 开价, 开价, 开价。 你真以为有钱就可以买到一切? 这是为师的一片心意, 既然不要, 那便作罢。 说着, 洛千雪气呼呼地收起玄清剑便朝上方飞去, 将叶峰和白老晾在了原地。 白老, 师尊脑子是不是有点毛病, 有钱不赚? 看着气愤离开的洛千雪, 叶峰也是极其无语地看向一旁的白老吐槽了起来。 呵呵。 然而, 白老听到这话, 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向叶峰的目光也满是好奇。 一个凡人, 为何会拥有如此庞大的财力? 虽, 然不解, 但白老看到就这么一会, 自家小姐的心态不断发生变化, 却是极其的高兴。 如果心态一直没有反应, 心境便犹如一潭死水, 如何去磨练? 走吧, 老夫带你回宗门。 说着, 一柄飞剑出现在白老脚下, 带着叶峰直接冲天而起, 快速朝风顶飞去。 姓名, 叶峰, 年龄, 十八, 境界, 凡人, 体质, 繁体, 武技, 无, 神通, 无, 物品, 无, 败家典, 四百点, 今日败家产物, 一瓶九阶天雷浮浮路新号100000系统。 这世界不是讲究什么灵根, 天赋, 神体啥的吗? 我该如何利用败家典抽取? 还有实力, 该如何消耗败家典提升? 站在飞剑上, 有着白老式放出的灵力守护, 强烈的风流倒是没有破坏到叶峰帅气的发型, 闲着无视便向系统询问了起来。 通过融合这具身体的记忆, 叶峰知道在这玄天大陆, 实力划分为灵海境, 气动境, 熔灵境, 助击境, 神藏境, 子斧境, 元神境, 洞虚境, 渡截境九大境界, 每个境界又分为九重, 现在有了败家典, 他倒是很想先提升一下实力, 毕竟系统都有了, 还是凡人岂不是很丢脸? 灵海境, 每提升一个小境界需消耗十百加点, 气动境, 每提升一个小境界需消耗一百百加点, 熔灵境, 每提升一个小境界需消耗一千百加点, 灵草罐子, 售价一百百加点, 百分之九十几率指定开出一品灵草, 百分之八十率指定开出二品灵草, 几率不会随时力提升而改变, 灵矿罐子, 售价一百百加点, 百分之九十几率指定开出一品灵矿, 百分之八十率指定开出二品灵矿, 几率不会随时力提升而改变, 灵药罐子, 售价一百百加点, 百分之九十几率指定开出一品灵药, 百分之八十率指定开出二品灵药, 几率不会随时力提升而改变, 功法罐子, 五级罐子, 阵法罐子, 俘虏罐子, 神通, 体质, 灵根等, 可在开个类罐子的同时有几率获得, 询问过后, 虽然没有得到系统的回答, 但, 脑海中却涌现出了一股陌生的信息, 就需要一千败加点, 后面的他都不敢想下去了, 至于其他方面, 叶峰倒是很满意, 别的不说, 九品灵草, 绝对是有价无事的好东西, 而他花费一百败加点, 就有百分之十的几率得到, 而且还是可以指定的, 这个几率说实话, 已经不低了, 等等, 我要那些顶级的九品灵草, 九品灵矿, 九品单要啥的, 有啥用? 猛然间, 叶峰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第一, 宿主败加各类罐子开出的特殊物品, 属于败加行为, 级别越高, 获得的败加点越多, 叶 此等败加行为需特殊环境, 比如败加一枚九品几品丹药, 可以在一名九品炼丹师面前采成泥巴丹, 这种行为视为败加成功, 卧槽, 听到系统的回答, 就算是叶峰也是忍不住抱了粗口, 这系统简直狗到极致了呀, 不仅是这种败加方式, 绝对会让别人抓狂, 而且, 这不勾引他去玩几率吗? 不管了, 先提升一波实力再说, 目前叶峰的实力是凡人, 想要提升到灵海境一众, 正式踏入修行之道, 需要十败加点, 直接突破到灵海境九重, 需要九十点败加点, 系统, 消耗九十败加点, 将实力提升到灵海境九重。 哼, 随着叶峰话音落下, 周围的天地灵气瞬间涌动了起来, 随后疯了一般朝他的体内涌去, 这, 这家伙在开辟灵海, 正在急速飞行的白佬此时也停了下来, 正满脸震惊地看着一旁的叶峰,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周围源源不断的灵气仍然在不断地朝叶峰体内涌去, 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反而有一种愈演愈烈的感觉,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不过是开辟灵海而已, 哪里会需要如此庞大的灵气? 这么多的灵气, 开辟数个灵海都够了啊? 一旁的白佬早已被惊得心神俱阵, 像叶峰这种开辟灵海的情况, 他还是第一次见, 怎么回事, 开辟灵海需要这么久吗? 那时下, 叶峰看着体内由灵气凝聚而成的汪洋灵海, 明明已经成形, 但却仍然没有结束, 这让他十分的不解。 嗯? 就在这时, 叶峰终于发现了一丝异样, 那就是, 体内灵海中的灵气忽然变强了, 如果说之前灵海内的灵气威力是一的话, 现在已经达到了二。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开辟灵海就算了, 怎么还突破到了灵海禁二重? 一旁的百老察觉到叶峰体内爆发出的一股突破的气息, 禁得眼珠子差点没直接瞪出来。 开辟灵海, 无异于是打造自身根基, 这对于任何一名修士而言都极其的重要。 不仅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更是需要一些辅助丹药, 竭尽全力地将灵海开辟到最大程度, 而开辟灵海成功, 更是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进行稳固。 他是真的从未见过叶峰这种情况, 说开辟灵海就开辟灵海, 而且开辟灵海的场面还非比寻常, 开辟成功就算了, 既然不稳固境界, 直接突破到了灵海禁第二重。 十米? 百米? 千米? 本就十几米范围内的天地灵气出现波动, 现在近千米范围内的天地灵气都开始剧烈动荡了起来, 随后疯了一般的朝夜风体内涌去。 怎么回事? 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老感受到千米范围内的天地灵气彻底动荡了起来, 整个人都骂了。 灵海禁三重, 灵海禁四重, 灵海禁五重。 一股股突破的气息不断从夜风的体内爆发, 而随着突破的速度越来越快, 天地灵气波动的范围开始再次增加。 十分钟后, 随着夜风顺利突破到灵海禁九重巅峰, 波及数千米范围内的天地灵气也逐渐平静了下来。 十分钟? 老子可是有系统的男人, 消耗败家点突破到灵海禁九重巅峰, 竟然用了十分钟的时间, 不应该瞬息间就完成了吗? 想到这, 夜风面露尴尬之色看向一旁早已傻住了的白老说道, 白老, 开辟灵海在突破到灵海禁九重巅峰, 我竟然用了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师尊知道的话, 会不会认为我是废物? 废物? 你他妈说你是废物? 你他妈当个人吧, 你是废物? 那我们算什么? 白老听到这话, 看着夜风久久说不出话来, 说什么? 说老夫当年可是在修炼资源充足的情况下, 仅仅用了八个月就突破到了灵海禁九重巅峰, 而且, 那还是在有强大功法以及强者指导的前提下, 呼, 伸出了口气, 白老看向夜风笑道, 怪不得你不需要宗门功法, 原来你自己本就有强大的修炼功法, 说完, 白老对于夜风修炼的功法也是极其好奇, 到底是何等逆天功法, 能让对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开辟灵海, 并一路畅通无阻地突破到灵海禁九重巅峰, 什么功法? 我没有功法啊, 甚至我现在连个灵灯都没有, 想要赶制周围天地间的灵气都做不到啊, 夜风却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不可能, 听到这话, 白老神色大变地直接将手放到了夜风的额头之上, 庞大的神识迅速查看起了夜风的身体, 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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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刻后, 白老接连倒退术步, 看向一脸无辜的夜风, 就犹如在看着一个怪物一般, 眼中充斥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没有灵根, 对方真的没有灵根, 这种情况下, 对方根本不可能感知到天地灵气的, 更别说运转功法吸收天地灵气用来修炼了, 就是这种诡异的情况下, 对方不仅成功开辟了灵海, 还特么突突突地突破到了灵海近九重巅峰, 要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他都不敢相信, 世上会有如此惊恐之事, 而且, 对方开辟的是灵海吗? 那特么简直就是汪洋灵海啊! 要知道, 落千雪开辟的灵海足足, 是正常修饰开辟灵海的二十倍有余, 当时就连老祖都被惊动, 而夜风开辟的汪洋灵海, 却足足是落千雪灵海的二十倍左右, 那是一个什么概念, 相当于是正常修饰开辟灵海的四百倍? 咕咚! 想到这, 就算是白, 老也是忍不住猛吞口水, 看着一脸无害的夜风, 他是真的被打击到了, 走吧! 你这种情况, 还是让你世尊亲自看看吧, 搞不明白就甩锅! 白老的想法很简单, 反正又不是他的弟子, 这种诡异的事情, 还是让自家小姐头疼去吧! 几分钟后, 白老, 你们怎么这么慢? 早已在风顶等候多时的落千雪, 看到白老和夜风这才上来, 心中那叫一个气啊, 这些时间都浪费了, 用来修炼不香吗? 小姐, 您的宝贝弟子, 刚刚在下面突破了一下, 不仅开辟的灵海, 是你的二十倍有余, 还顺便突破到了灵海境九重巅峰, 对了, 他体内并没有灵根, 不出意外, 本应该无法踏入修道意图的, 说完, 白老就直接朝前方的宗门走去, 这里可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 护宗大镇, 宗门大殿, 外门弟子居住院落, 修炼场, 内门弟子居住院落等等, 应有尽有, 嗯? 听到白老的话, 骆千雪眉头微皱, 立即查看了夜风的情况, 当查看到夜风体内那汪洋灵海后, 就算是他, 也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 夜风, 你连灵根都没有, 怎么开辟灵海和突破的? 震惊过后, 骆千雪也是满眼, 好奇地看向夜风询问了起来, 这种情况, 恐怕就算是上界他的师尊都无法给出解释, 袁月宗前来拜访, 还请新魂宗宗主出来一见, 就在这时, 一道嚣张至极的声音从风下传来, 很快, 一名黑袍老者带着三名青年从风路上走了出来, 你们前来所为何事? 骆千雪看到来人, 面露不善地直接问道, 莫名其妙, 多个古怪至极的弟子就够麻烦的了, 现在又来其他宗门的人, 这让他如何能安静修炼? 你就是新魂宗宗主骆千雪? 据之前碰到的那些人说, 想要加入你新魂宗, 竟然需要交出一万枚底品零食, 还真是让老夫大开眼见, 此次老夫带宗门弟子前来, 就是想跟贵宗弟子切磋一番, 黑衣老者面带挑衅地看着骆千雪, 直接说明了来意, 三个领海进九重, 有信心吗? 骆千雪没有拒绝, 创立宗门, 本就会引起附近一些宗门的敌视, 前来砸场子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 如果不敢应战, 那刚刚创立的宗门就真的臭了, 如果没有弟子, 那直接拒绝便也无事, 想到这, 骆千雪看向叶峰就更气了, 如果不是叶峰, 哪里会有这么多麻烦事? 师尊, 可以动用福禄吗? 叶峰听后, 想到今天的败家产物, 直接询问了一句, 可以, 不过, 只能是你现在身上的福禄, 不能现在再从宗门索取, 骆千雪还没出声, 对面的黑袍老者, 却是毫不在意地替他回答了, 听到黑袍老者的话, 叶峰开始从系统那里, 不断地拿出一把又一把的天雷浮露,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身前的天雷浮露就堆积到了一米高, 起码有数百张之多, 一瓶九阶, 每一张天雷浮露都散发着一瓶九阶的气息波动, 代表着每一张浮露都能释放出, 林海敬九重的全力一击, 天雷浮露, 给老子炸, 叶峰这时抓起一把浮露, 就朝空中扔去,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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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道手臂促的天雷从天而降, 将一旁的地面轰出一个又一个深坑, 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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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特么好玩, 叶峰此时玩上了瓶, 一把接一把地将天雷浮露扔向天空, 随着一道道轰响, 让他找到了童年放鞭炮的感觉, 然而, 叶峰是玩嗨了, 一旁的洛千雪, 以及不远处的黑袍老者, 以及身边的三名弟子, 却都看傻了眼, 那可是一阶九品的天雷浮露啊, 一张起码价值一千枚低品灵石, 如果是同境界修饰, 就算是一张都当底牌藏着, 你在这扔着玩起来了, 就这么愣神的功法, 叶峰已经将拿出来的三四百张天雷浮露霍霍霍一空, 然后,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叶峰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又掏出来数百张天雷浮露, 来吧, 近亲一战, 叶峰此时, 双手各抓着一把天雷浮露, 看向对面的黑袍老者大喊了起来, 师尊, 咱们走吧, 一截九品的天雷浮露都给弟子随便扔着玩, 咱们惹不起啊, 此时, 黑袍老者身边的三名弟子, 此时是真的慌了, 洛宗主, 此次我袁月宗贸然前来多有打扰, 咱们后会无期, 说着, 黑袍老者就想带着弟子迅速离开, 哼, 你们当我新魂宗是什么,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洛千雪冷哼一声, 一股恐怖的气息微压轰然爆发, 瞬间将想要离开的几人, 镇压在了原地, 原神镜, 你竟然是原神镜强者, 感受到这股恐怖的气息微压, 黑袍老者神色大变的惊呼出声, 看着洛千雪的眼神当中, 满是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他已经修炼百年, 实力不过筑击进八重, 而这股恐怖微压, 他也只是曾在一头大腰的身上感受过, 而他袁月宗宗主, 实力也不过神藏进九重巅峰, 毫不夸张地说, 对方一人足以灭他袁月宗满门, 想到这, 黑袍老者神色惊惧,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一次竟然踢到了铁板, 各自废去一臂, 我放你们离开, 洛千雪神色冷漠地看着黑袍老者几人, 直接冷声说道,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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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千雪花音落下, 黑袍老者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三掌废去三名弟子的左臂, 同时满含灵器的右掌, 直接拍向了自己的左臂, 死, 看到这一幕的夜风, 也是倒吸了口凉气, 看着身旁一脸冷漠的洛千雪, 心惊道, 这娘们也是个狠人啊, 好了, 将这些天雷俘虏都收起来吧, 看着黑袍老者带着弟子离开, 洛千雪这才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夜风, 师尊, 能否帮弟子一个忙? 嗯? 洛千雪听到这话一愣, 随口道, 何事? 帮我扔这些天雷俘虏啊, 还有九千多张呢, 我自己扔不过来, 说着, 夜风就开始再次拿出一把又一把的天雷俘虏, 这一刻, 夜风感觉到败家也是个体力虎啊, 你, 洛千雪满脸黑线, 嘴角抽搐地看着不断拿出天雷俘虏的夜风, 想说这些可都是好东西, 怎能如此败家浪费, 但话, 到嘴边还是憋了回去, 他是谁, 上界无极圣地的圣女, 自己的弟子都不拿这些俘虏当回事, 自己岂能掉了身份, 扔, 使劲地扔, 洛千雪一把接一把地将天雷俘虏扔向空中, 同时看向仍然在不断取出俘虏的夜风心中暗暗想道, 我看你还能拿出多少, 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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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一道道天雷轰击在地面传出巨响, 本已经回到住处休息的白老, 察觉到异样, 也是带着不解重新走了回来, 你, 你们在干什么呢, 当白老回来后, 看着夜风和洛千雪两人坐在俘虏堆上, 随手一把接一把地将身下的天雷俘虏扔向高空, 气得胡子都竖起来了, 一接九品天雷俘虏, 一张就架着一千枚低品零食, 看着两人身下, 起码还有数千张, 又看了看一旁千疮百孔的地面, 白老都感觉心疼了, 就算是星极宗财大气粗, 也不敢这么败家啊, 一万张, 那就是一千枚上品零食, 星极宗身为顶尖宗门, 虽然不差这点上品零食, 可这根本就是在败家啊, 毫无意义, 白老, 来啊, 一起扔着玩啊, 我跟师尊都扔累了, 夜风这时看到从宗门走出来的白老, 连忙招呼了起来, 他现在就想赶紧将这些败家产物给消耗光, 看看系统能给多少败家点, 胡闹, 简直是胡闹啊, 小姐, 你怎么能跟着他胡闹呢, 这可都是零食啊, 嗯, 走过来的白老正想继续说教两人时, 却看到夜风忽然给自己递过来一枚空间戒指, 白老, 你老岁数也大了, 这毕竟是个体力活, 这十万枚上品零食就当是买补品的, 夜风看着白老一脸认真的说道, 一夫当官万夫莫开, 老夫还没老, 你们都让开, 剩余的福禄尽管交给老夫, 嗯, 退到后面的夜风和洛千雪, 看着白老卖力地扔起了福禄, 一时间也是看呆了, 叮,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奖励一百败家点, 嗯, 夜风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先是一愣, 随后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他是真没去想败家, 就心思花点零食让白老来帮忙, 这样看来败家就更容易了, 十分钟后, 特么的, 老夫活了这么大, 从未想过有一天, 竟然会因为扔福禄身心疲惫, 但很快, 白老就一脸笑意地看向夜风说道, 夜风, 以后有这种体力活, 尽管找我, 我还没老, 我有的是力气, 白老, 你可是星级宗八大长老之一, 仅仅十万枚上品零食, 就把自己卖了, 一旁的洛千雪, 是真的听不下去了, 他感觉仅仅只有三个人的宗门, 都要乱套了, 叮, 恭喜宿主拜光今日的败家产物, 奖励一千败家点, 嗯, 夜风此时可没时间理会白老和洛千雪, 他是真没想到, 系统竟然会奖励一千败家点, 这实力, 不就可以直接提升到气动镜九重巅峰了, 现在败家点已经达到1410点, 林海静九重巅峰突破到气动镜一重需要100败家点, 一重突破到二重需要100败家点, 突破到九重巅峰需要900败家点, 想到这, 夜风准备将实力先提升起来, 然后剩下510败家点, 直接开五个罐子玩玩, 不仅如此, 通过刚刚百老的情况, 夜风也有了接下来的打算, 那就是帮助洛千雪将宗门发展壮大, 所有的花费他全包了, 想到这, 夜风感觉获得败家点, 好像也并不是很难, 请问今天是贵宗招收弟子吗? 就在这时, 一名身穿红色道袍的青年从封路上走了出来, 看着前方的三人以及周围千疮百孔的地面, 有些不确定的出生询问道, 不错, 今天是我新魂宗招收弟子的日子, 只要你能上交一万枚低品零食, 就可以加入宗门, 只要你能上交十万枚上品零食, 就可以成为宗主的清传弟子, 我, 夜风乃是宗门第一位弟子, 而且还是师尊的大弟子, 还没等落千雪出生拒绝, 夜风就一脸得意地上前一步, 将一切流程说得明明白白, 这不败家机会又来了, 只要对方说没零食, 夜风绝对二话不说, 全包了, 叮, 提醒宗主, 此行为不符合败家行为, 除非宗主给出合理解释, 然而, 系统的提示音这时却忽然响了起来, 我看到他第一眼, 就感觉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师弟, 为师弟花点钱没毛病吧, 听到系统的提醒, 夜风却是很快就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叮, 宿主解释合情合理, 请合理掌控零食数量, 嗯, 这也行, 夜风也没想到, 自己想帮对方掏所有零食, 系统竟然会判定不符合合理的败家行为, 随口编了一个如此扯淡的理由, 竟然合情合理了, 夜风感觉又找到了一个刷败家点的方式, 不看年龄, 不看资质, 不看修为, 好奇葩的入宗要求, 冷无风其实已经准备离开了, 因为他感觉这个宗门越看越不靠谱, 无风就留在这个宗门吧, 上交一万枚低品零食, 正式成为宗门弟子就好, 等我处理完事情后, 会过来许你的, 待在这个宗门, 我放心,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从冷无风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风底, 一名身穿单袍的老者快步离去, 同时喃喃自语道, 没想到, 竟然是落无名的掌上明珠再次创立的宗门, 而且, 白天红也在这里, 无风那小子在这里, 安全, 风底, 我之前说过, 一个时辰内, 凡是能上交一万枚低品零食, 便可加入宗门, 别怪我没提醒你, 马上就到时间了, 虽然落千雪本想直接拒绝, 但叶峰话都说出去了, 而且, 也的确还没到一个时辰的入宗时间, 他不介意给对方一个机会, 当然, 他也已经看出对方准备离开, 这是一万枚低品零食,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爷爷为何会让自己留在这里, 但冷无风有个优点, 那就是听话, 嗯? 刚刚你不是都准备离开了吗? 慌我一下, 落千雪看着对方拿出一枚空间戒指, 整个人都要疯了, 又一个冤大头, 我不要想说弟子了呀, 丑话说在前头, 就算你上交零食, 但加入宗门后, 宗门不会给予任何修炼资源, 也不会给予宗门功法和武技, 最重要的是, 我并不会指导你修炼, 你确定还要加入? 不甘心, 落千雪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将之前对叶峰的说辞又说了一遍, 希望能将对方劝退, 宗主放心, 那些弟子都不需要, 冷无风感觉这个宗门是真的太不靠谱了, 但想着自己爷爷的话, 又想到自己主修炼单, 所有的东西, 爷爷都给他准备好了, 的确不需要什么, 小姐, 恭喜宗门又多了一名弟子, 这时, 白老看着目瞪口袋的落千雪, 忍不住笑着恭喜道, 呼, 落千雪伸出了口气, 看向叶峰和冷无风说道, 今天休息, 明天正是直到你们修炼, 说完, 落千雪变头也不回地, 直接转身离去, 一个时辰内, 莫名其妙地多了两名弟子, 其中一个, 还成了他的清传弟子, 他需要一个人回去静静, 外门弟子居住院落区, 内门弟子居住院落区, 你们自己选吧, 反正宗门目前除了你们两个, 也没什么人, 今天先好好休息, 白老看了看两人, 也笑着转身离去, 你叫什么? 以后你就是内门弟子了, 我说的, 叶峰最后并没有帮助冷无风, 成为师尊的清传弟子, 自己独享漂亮师尊不香吗? 师兄好, 我叫冷无风, 冷无风感觉, 眼前这个大师兄, 是最不靠谱的, 没有原因, 就是来自男人的第六感, 片刻后, 两人来到了内门弟子居住院落区, 各自挑选了一处幽静的院落住处, 无风试炼, 你是炼丹师? 当叶峰跟着对方来到住处, 看到冷无风从空间戒指当中, 拿出一个一米高的铜色丹炉, 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根据他在这句身体原主人那里得到的记忆, 不管是炼丹师, 炼气师, 俘虏师, 阵法师等等, 在玄天大陆可都是非常吃香的, 叶峰师兄, 我的确是炼丹师, 而且还是一名三品炼丹师, 说到这, 冷无风也是不免流露出了一副得意之色, 不仅是三品炼丹师的身份, 还有就是熔灵静九重巅峰的实力, 足足比叶峰高了两个大境界, 哦, 叶峰听后,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虽然知道对方既然是三品炼丹师, 那肯定有着熔灵静的实力, 但这些对他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只要有足够的败加点, 还不是分分钟超过对方, 什么啊, 知道我是三品炼丹师, 就一个哦, 然而, 对于叶峰的毫不在意, 一旁的冷无风就难受了, 好不容易装个X, 谁曾想直接被对方给无视了, 就算他心态再好, 也有点扛不住啊, 无风师弟, 你说三品灵草当中, 有什么灵草, 是比较珍贵的, 叶峰此时也是动了心思, 并不准备立即突破, 而是想开几个灵草罐子, 然后在冷无风面前败加一波, 没准获得的败加点, 远超自己所花费的, 竹妖草, 白魂花, 紫雷果, 幻灵芝, 冷无风说的这些, 已经不仅仅是三品灵草当中, 属于珍贵的了, 而是稀有, 毫不夸张地说, 随便拿出来一种, 就算是九品炼丹师, 都得眼热, 因为只有这些稀有灵草, 才能炼制一些稀有丹药, 哪怕是三品丹药, 系统, 指定竹妖草, 白魂花, 和紫雷果, 各开四个罐子, 三种指定灵草, 各四个, 总价值1200败加点, 每个罐子70%的几率能开出来, 叶峰也是期待了起来, 叶, 消耗1200败加点, 恭喜宿主获得竹妖草信号2, 白魂花信号1, 紫雷果信号3, 叶, 叶峰此时眼前一亮, 70%的几率还真不是盖的, 除了白魂花只有一株, 紫雷果竟然得到了三个, 竹妖草也有两株, 这种几率, 他很满意, 叶峰师兄, 你不是炼丹师, 就算我说出这些灵草的名字, 恐怕你也不认识, 就算你遇到都不一定能认出来, 冷无风这时看着叶峰笑着说道, 这话并不是冷无风在嘲讽叶峰, 而是事实, 因为这些稀有灵草, 就算是他也只是在爷爷的灵草秘典上 见过图案, 现实当中也从未见到过, 无风师弟, 忙碌了半天, 恐怕你也渴了, 师兄这就去给你倒杯水, 叶峰听到这话, 却是笑了笑, 随后直接离开了冷无风的住处, 虽然这大师兄看着有点不太正常, 但还挺关心人的, 看着离开给自己去倒水的叶峰, 冷无风想着, 以后给这个不靠谱的大师兄, 多炼制几枚修炼用的辅助丹药好了, 三分钟后, 当叶峰拿着水杯走回来后, 冷无风直接闪了, 主妖草, 白魂花, 紫雷果, 热气腾腾的水杯里面, 三种稀有灵草浸泡在其中, 里面蕴含的特殊力量, 正一丝丝的溶于滚烫的热水当中, 刷, 反应过来的冷无风右手包裹灵气, 连忙将三株灵草拿了出来, 眼中满是心疼之色, 如此珍贵的稀有灵草, 竟然用来泡水, 这简直就是在暴殿天物啊, 而且, 这可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几株稀有灵草啊, 叶峰师兄, 这, 这几株, 还没等冷无风说完, 叶峰直接拿起桌上的三株灵草, 扔到了地上, 右脚踩上去, 用力碾压, 同时说道, 我听说灵草泡水对修饰还是很有好处的, 虽然没有担药效果好, 看无风师弟, 你如此不喜欢, 定然是这几株灵草都是垃圾, 都怪师兄了, 我还以为这几株灵草是好东西呢, 不要, 冷无风反应过来, 连忙蹲下身子, 推开了叶峰的右脚, 看着已经彻底被踩烂的三株灵草, 他真的被气哭了, 神特么的垃圾灵草,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数种稀有灵草里的三种好不好啊, 叶峰师兄, 这就是我刚刚说过的, 数种灵草里的三种啊, 你不懂先问我啊, 你可知道, 这三株灵草, 对于我们炼丹师而言, 就是无价之宝啊, 说完, 冷无风更难受了, 这种稀有灵草, 谁能扛得住这种打击啊, 叶, 恭喜宿主败加成功, 奖励一千五百点败加点, 就在这时, 叶峰一直都在等着的系统提示音, 终于响了起来, 一千, 五百点, 那是不是代表败加一株, 就奖励五百败加点, 我一共得到六株, 岂不是就能得到三千败加点, 而我只消耗了一千二百败加点而已, 对于蹲在地上神情崩溃的冷无风, 叶峰已经顾不上了, 此时因为得到的大量败加点, 叶峰感觉自己要起飞了, 没想到这三株灵草竟然就是, 你说的其中三种, 都怪师兄什么都不懂, 好了, 反正都已经踩烂了, 你赶紧收拾收拾好好休息, 我也回住处休息去了, 简单安慰一下冷无风后, 叶峰就直接离开了对方的住处, 五分钟后, 死, 叶峰将双脚放进热乎乎的脚盆当中, 脸上不由地流露出了一副极其享受的神色, 剩余的一株竹腰草和两个紫雷果, 安静地泡在脚盆当中, 其中蕴含的力量一丝丝地融入水中, 叶峰感觉自己的双脚此时极其地酥麻, 这绝对不是普通热水能带来的舒适感, 然而, 叶峰并没有注意到, 他的双脚此时已经逐渐有了发黑, 外面, 不行, 我还是得提醒一下叶峰师兄, 这三株灵草, 但拿出来一株都没有问题, 甚至三株灵草放在一起也没有问题, 但如果只有, 竹腰草和紫雷果放在一起, 却会产生出一种剧毒, 虽不至于要命, 但处理起来也有些麻烦, 冷无风不确定叶峰手中是否还有这种稀有灵草, 所以他感觉有必要提醒一下对方, 卧槽, 怎么回事, 老子的脚怎么变黑了, 而且毫无知觉了, 刚走到叶峰院落, 冷无风听到房屋内叶峰传出的惊叫声, 面色一变, 心中暗道不好, 连忙冲了过去, 砰, 一脚将房门踹开, 当冷无风看到叶峰那已经变得乌黑的双脚放在床边, 又看了看床下脚盆当中的竹腰草和两个紫雷果, 整个人都被气得浑身抖动了起来, 他, 他可是已经对叶峰解释过这灵草的珍贵程度了,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叶峰转手竟然拿这种灵草用来泡脚, 是特么泡脚, 无风师弟, 我这是什么情况, 看到冷无风前来, 叶峰也是连忙询问了起来, 此刻, 他也有些慌啊, 好好拿灵草泡个脚, 谁曾想会把脚给泡废了呀, 叮,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奖励1500败家点, 叮, 提醒宿主可消耗1000败家点, 立即清除双脚当中的毒素, 嗯, 听到系统的声音, 叶峰这才松了口气, 只要能解决那就都不是问题, 败家点而已, 用没了再搞就是, 甚至, 这一次拿来三株灵草泡脚, 叶峰就没准备让冷无风看到, 哪怕到时候获得的败家点会少一点, 但人总得学会享受不适, 他可不想什么都冲着败家点去, 自己该享受也是要享受的, 呼, 冷无风此时伸出了口气, 强忍着想一巴掌扇死叶峰的冲动解释道, 叶峰师兄, 我过来就是想提醒你, 如果将竹窑草和紫雷果放在一起, 会产生剧毒的, 系统消耗1000败家点, 清除双脚当中的毒素, 听到冷无风的解释, 叶峰轻笑一声, 直接对系统下达了指令, 这怎么可能, 冷无风此时双眼瞪圆地看着叶峰那乌黑的双脚, 逐渐恢复成正常颜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知道, 这种剧毒处理起来可是很麻烦的, 死, 叶峰此时当着冷无风的面, 再次将双脚放进了脚盆当中, 那酥酥麻麻的触电感再次来袭, 剧毒又如何, 泡着是真特么爽啊, 大不了就在消耗1000败家点, 但现在那种爽, 却是让叶峰欲罢不能, 系统, 如果别人中了这种毒素, 我能不能用败家点帮别人清除毒素, 叶峰看着对面满脸猛逼冷无风, 直接向系统询问了起来, 叶, 可以, 听到系统的回答, 叶峰连忙招呼冷无风坐过来说道, 无风失地, 还好我这个脚盆够大, 不嫌弃就一起来泡, 绝对让你爽上天, 至于中毒的话, 师兄过后帮你解决, 冷无风听到这话, 脸上瞬间布满了黑线, 剧毒之水, 这个不靠谱的大师兄, 算了吧, 冷无风说完就连忙逃离了叶峰的住处, 要不要将这件事禀告宗主, 离开后的冷无风, 此时内心却陷入了纠结当中, 他不知道, 那些灵草是属于宗门的, 还是属于叶峰个人的, 可不管属于谁, 那都是无价的灵草啊, 算了算了, 我可不是喜欢打小报告的卑鄙小人, 最终, 冷无风还是放弃了状告叶峰, 直接朝自己的院落走去, 系统, 在消耗一千拜加点, 消除双脚上的毒素, 系统, 消耗九百拜加点, 将实力提升到气动镜九重巅峰, 说完, 叶峰就直接躺在床上休息了起来, 宗门大殿内, 白老, 你说那个叶峰到底是什么人, 骆千雪对于神秘不已的叶峰充满了好奇, 不清楚, 不过, 等时间长了, 自然会清楚,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一点点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岂不是很有趣, 白老看着骆千雪笑着说道, 还有一句话, 白老没有说, 这个叶峰简直就是意外之喜, 从入宗到现在, 已经给骆千雪带来了多少心态波动, 要知道, 在星级宗, 骆千雪完全就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式, 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中的冰冷女神, 我感觉那个混蛋, 就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 对了, 还有那个冷无风, 现在有了两个, 我就要花费不少的时间浪费在他们身上, 骆千雪听后, 也是忍不住吐槽了起来, 他是做梦都没想到, 这种苛刻的入宗条件, 竟然都能遇到两个冤大头, 嗯? 就在这时, 两人都察觉到内门弟子居住院落区, 传来了一股突破的气息, 那家伙不是才突破到林海静九重巅峰, 这时又要准备吐吐吐了, 白老此时忽然有了一个极其不安的想法, 哪怕现在只出现了一股突破的气息, 但谁敢保证后面呢? 不出意外, 在接下来的五分钟时间里, 突破的气息不断传来, 彻底让两人傻在了原地, 气动静九重巅峰, 五分钟不到的时间, 直接从林海静九重巅峰突破到气动静九重巅峰, 整整突破了一个大境界, 怪不得他之前那么自信, 看来他真的无需我去指导修炼, 想到这, 骆千雪忽然看向白老问道, 你说, 过几天他会不会直接超越我这个宗主? 不会, 境界越往后越难, 不仅需要一些机缘, 各种修炼资源以及辅助丹药都是必不可少的, 特别是达到助激进, 这些需求会更加明显, 白老这一次回答却是极其的认真, 简单来说, 白老的意思就是, 我允许你在林海静, 气动静和熔灵静肆意突破, 但到了助激进, 你就得老实下来, 当然, 这也仅仅是白老的一厢情愿, 驱逐院落, 冷无风站在叶峰的院落外, 身体完全不受控制地在颤抖, 刚刚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林海静突破到气动静, 随后一路直接突破到气动静九重巅峰, 这是人能办到的, 如果不是亲身感受到, 打死他都不会相信, 世上会有如此不合理的事情, 这还是我自认为那个不靠谱的大师兄吗? 冷无风自认天资无双, 不管是在修炼上还是炼丹上, 可现在, 他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个渣渣啊。 有意思, 接下来的宗门生活, 恐怕不会枯燥无聊了。 冷无风带着一抹笑意, 直接转身朝自己的院落走去。 此时, 叶峰可不知道自己的突破给几人带来了多大的心理冲击, 现在, 他正在梦中跟定住的七仙女玩游戏呢。 一日, 清晨, 叶峰起身伸了个懒腰, 直接查看起了个人界面。 姓名, 叶峰, 年龄, 十八, 境界, 凡人, 体质, 繁体, 武技, 无, 神通, 无, 物品, 无, 败家点, 三百一十, 今日败家产物, 三品清玄丹, 九文, 新号一零零零零, 浪费了, 昨天怎么就抽风的, 非要泡那个毒水呢? 白白浪费了两千败家点, 不然现在败家点绝对富裕啊。 看到昨天突破后, 仅剩下的三百一十点败家点, 叶峰那叫一个后悔。 不过, 这个三品清玄丹是什么丹药? 后面备注的九文代表啥? 不懂就问, 找无风失地去, 早点败光这些丹药, 获得败家点奖励, 再开一波罐子完。 想到这, 叶峰起身离开住处, 直奔冷无风的院落住所。 咦? 人呢? 然而, 当叶峰来到冷无风的院落, 却发现房屋内根本没有人。 叶峰, 你是在找冷无风吧? 就在这时, 屋外却传来了白老的声音。 白老, 你看到冷无风了吗? 叶峰走出房屋, 看向院落当中, 一脸笑意的白老连忙问道。 宗主得知, 冷无风是一名三品炼丹师后, 一大早就带着他, 前往附近的城镇购买灵草去了。 走吧, 我带你去找他们。 白老摸了摸长长的白须, 笑着解释道。 白老, 你听说过竹摇草, 白红花和紫雷果吗? 飞剑上, 叶峰无聊地打开了话题。 咦? 这些你应该是听冷无风说的吧? 这三种灵草, 属于三品灵草当中的, 极其稀有灵草了。 虽然位列三品, 但对于炼丹师而言, 绝对是无价灵草。 白老有些惊奇地, 看向叶峰解释道。 原来真的那么珍贵啊。 怪不得我拿这些灵草泡水和泡脚。 无风师弟看到后, 说我抱天天物。 咯噔! 听到这话, 白老操控的飞剑都晃悠了一下, 那感觉老爽了。 白老, 以后有机会我给你弄点, 你也泡泡。 不过千万不能将竹咬草和紫雷果 这两种灵草放在一起, 会产生剧毒的。 叶峰说着, 还一脸严肃地提醒了起来。 谁肯定在意, 这两种灵草放在一起, 会不会产生剧毒? 那玩意是用来泡脚的吗? 震惊过后, 白老忽然咧嘴笑了起来说道, 叶峰啊, 那以后如果再弄到这几种灵草, 可千万记得给我留点啊。 然后远处终于出现了一座城镇。 叶峰, 你先在城镇逛逛, 我刚好去处理一些事情, 过后我会去找你。 进入城镇后, 白老嘱咐一番后, 就先行离开。 四海阁是什么玩意? 青山铁匠铺, 这肯定是打造武器的地方。 望春楼, 感觉外面站着的众多异姐女子, 应该是个不错的娱乐场所。 天宇拍卖行, 闲逛了一会, 叶峰却是停在了一家拍卖行前。 系统, 你说我这么败家, 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叶峰这时终于问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叶 系统提供神豪护卫军, 一旦宿主出现生命危险, 神豪护卫军便会自行出现解决宿主危机, 但只会解决威胁宿主安危的敌人。 妥了, 既然自己的安全得到了保障, 那必须得让得起飞才行。 想到这, 叶峰直接走进了天宇拍卖行, 既然暂时问不了冷无风, 那拍卖行里肯定有董丹药的鉴定室。 这位公子, 不知道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呢? 刚刚进入拍卖行, 一名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就走了过来, 态度非常好的询问了起来。 我有几枚丹药, 不知道能不能在跪拍卖行进行拍卖。 叶峰看着对方直接说明了此次的来意。 公子, 我们拍卖行有专门负责鉴定丹药的六品炼丹室, 我这就带您过去。 片刻后, 叶峰来到了一间鉴定室, 里面坐着一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公子, 不知道你想拍卖的丹药是极品? 曹安山看到被工作人员带进来的叶峰, 直接开口询问了起来。 就是这枚清悬丹。 叶峰也没有废话, 直接拿出了一颗清悬丹放到了桌子上。 邓。 然而, 让叶峰意外的是, 对面的曹安山看到丹药后, 却是惊得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久闻? 竟然是久闻清悬丹? 带着震惊之色的曹安山拿起丹药仔细查看了一番后, 也是忍不住惊呼出声。 这丹药很强吗? 叶峰看着一脸震惊的曹安山, 满是好奇地问道。 很强? 炼制清悬丹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了, 任何一个小事物都有可能造成丹药的不完整。 虽然只是三品清悬丹, 只能给容林镜、 气动镜和林海镜的修饰服用, 但这毕竟是久闻将丹药的药效达到了最大化。 我以往见过最高的, 也只是在一品清悬丹上看到过, 而且也只是八闻。 曹安山并没有因为叶峰什么都不懂而隐藏什么。 什么八闻? 九闻的? 这都是什么意思? 叶峰听得一个头两个大, 带着不解追问了起来。 公子, 不管是极品丹药, 一闻代表着这枚丹药的药效, 只有完整丹药的一成药效, 两闻便是两成药效。 而完整丹药则是理想状态下的十闻丹药。 距今为止, 也从未听说过有人能炼制出十闻丹药, 也绝对比直接服用灵草强的多。 而到底能炼制出几闻, 也是一个炼丹师的重要考核标准。 听完曹安山的解释, 叶峰直接问道, 那这枚丹药能卖到什么价位? 一颗三品丹药, 正常价位在数十万低品零食左右。 而这枚清悬丹不仅可以清除体内杂志, 更是达到了九闻, 具体价格不好估量, 恐怕只有上了拍卖会才能知晓。 曹安山也没有说得太死, 如果在拍卖会上遇到合适的拍客, 那这枚清悬丹的价值起码能翻几番, 毕竟清悬丹的药效比较特殊。 啥? 这个一颗破丹药价值数十万低品零食。 然而, 叶峰听到这个价钱后, 却是一脸震惊。 他是真没想到, 这么一颗破丹药竟然价值数十万低品零食, 换作是上品零食, 那可就是几十枚上品零食了。 这时候, 叶峰可不记得自己购买的清传弟子, 就花费了五十万上品零食, 雇佣百老扔福禄就花费了十万上品零食。 破丹药? 听到叶峰管这枚他都十分眼热的酒闻清悬丹说成破丹药, 曹安山的嘴角都忍不住抽搐了起来, 他忽然感觉自己有了一种变成乞丐的感觉, 别人眼中的破丹药在他眼里却是薄。 你们拍卖行什么时候有拍卖会? 叶峰看向曹安山直接问道。 少爷, 今天赶巧, 下午便有一场拍卖会。 曹安山连忙笑着回答道。 行了, 这里还有一枚, 你直接联系拍卖行负责人将两枚丹药加到下午拍卖会里吧。 到时候卖了多少零食, 我过后会来取。 说完, 叶峰再次取出一枚清悬丹放到桌子上, 便直接起身离开。 这破丹药竟然这么贵。 我倒要看看有多少大鸢种净拍这两枚丹药。 虽然叶峰说话的声音很小, 但曹安山不仅是六品炼丹师, 更是子辅尽强者。 听到这话, 他感觉整个人都妈了, 如此稀有珍贵的丹药, 净拍的人怎么就变成大鸢种了? 咔嚓! 离开拍卖行后, 叶峰随手就吃掉一颗清悬丹, 既然是清除体内杂质的, 那吃了肯定没事, 反正也是败家产物, 就当临时吃好了。 嗯? 就在这时, 叶峰忽然看到街道朋友一头趴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小野狗, 正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 无奈叹了口气, 直接朝小野狗走了过去。 狗子, 我刚刚掐指一算, 发现咱们人狗有缘,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说完, 叶峰在附近摊位上买了点包子, 吃吧, 多吃点。 看着大吃特吃的小黄狗, 叶峰心中暗道,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人有一天发现自己活得不如一条狗, 会不会崩溃掉。 没错, 叶峰刚刚想到自己吃丹药多累啊, 就算叫上无风师弟, 美女师尊和苦力公百老, 想要将一万颗清悬丹全部吃掉, 恐怕腮帮子用不了多久就得罢工。 但现在好了, 有了小黄狗, 一万颗丹药那还叫是, 就算以后的败家产物再次刷出丹药这种败家物品, 那也无需再担心了。 小黄狗吃饱后, 小脑袋就不断地在叶峰的裤腿上蹭, 显得极其轻敏。 走, 带你去洗个澡, 然后就开始给老子干活。 叶峰大笑一声, 带着小黄狗就朝不远处的一家酒楼走去。 这位少爷, 您的狗不能带进酒楼的。 店小二看到叶峰带着浑身脏兮兮的小黄狗走进酒楼, 连忙上前陪笑地劝说了起来。 多少零食说个数, 给我开一间上等客房, 我要给我家狗子洗个澡。 叶峰倒是毫不在意地直接说道。 最后, 叶峰花费一万低品零食, 直接在酒楼开了一间上等客房, 而且顺利将小黄狗带进了酒楼。 客房呢? 叶峰看着在大浴桶里撒欢的小黄狗, 却是一脸的无奈, 花费了十倍价钱开了监客房, 系统竟然不判定为败家行为。 看什么看, 赶紧洗干净, 洗完给老子抓紧干活, 要不是因为你, 这次妥妥又有一百败家点进账。 看着根本不理会自己的小黄狗, 叶峰感觉以后必须得弄点开启灵智的东西, 不然这狗太特么蠢了。 十分钟后, 看着洗完澡的小黄头, 叶峰直接掏出一把清悬单扔到了地上。 傻狗就是傻狗, 也不管这东西是不是毒药。 看着大吃特吃的小黄狗, 叶峰唯一满意就是找到了免费的苦力狗。 一丝丝的杂质不断从小黄狗体内被担要的药力进化。 随着小黄狗吃的清悬单越来越多, 身体变得越加纯粹, 甚至到最后, 一丝丝天地灵气竟然都开始自行地溶进小黄狗的体内。 这种情况, 怕是在整个玄清大陆都从未发生过。 毕竟, 不是谁都能拥有九文清悬单, 哪怕只是三品, 更没有哪个败家子会将如此珍贵的九文清悬单, 成百上千地喂给一条普通的小黄狗。 一个小时后, 喂, 狗子, 快起来继续吃啊, 才吃了两千多颗就偷懒, 看着直接趴在地上熟睡起来的小黄狗, 叶峰那叫一个气啊, 才吃了两千多颗啊。 而且, 他注意到在小黄狗入睡之前, 看着眼前的一把清悬单, 竟然流露出了一副人性化的鄙夷之色, 就好像是吃够了, 已经看不上眼了的感觉。 算了, 我也懒得继续逛了, 狗子睡了, 我也睡觉去吧, 当个败家神豪真累。 叶峰看了一眼熟睡的小黄狗, 直接躺到舒适的床上也睡了起来, 不睡觉, 他是真不知道干什么了, 也不想出去故意找败家的地方, 那太蠢了, 他要随性而为。 身为修士, 几天几夜不睡觉或睡个几天几夜都不是问题。 叶峰此时很庆幸自己是一名强大的气动镜九重巅峰强者, 起码能做到想睡就睡。 因为叶峰没有灵根, 无法察觉到周围天地间的灵气,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此时小黄狗虽然熟睡, 但周围的天地灵气却是源源不断地缓慢进入他的体内。 这一刻, 小黄狗正在从普通野兽朝着妖兽进化, 没有借助任何血脉, 单凭自身朝着妖兽进化, 而没有强大的妖兽血脉, 他, 未来的上限将取决于叶峰。 当叶峰睡的昏天暗地的时候, 天语拍卖行举办的拍卖会已然开启。 你们这两个小子, 真是够幸运的。 没想到此次带你来购买一些灵草, 用于平常炼丹, 竟然还遇到了从未出现过的九蚊青玄丹。 这两枚三瓶九蚊青玄丹对你们两人有着巨大的好处, 今天无论花费多大的代价, 为师都帮你们拍下来。 二楼包厢内, 落迁雪神色平淡地说着, 但一旁的冷无风却极其感激, 而且极其庆幸自己的实力刚好是熔临镜九重巅峰, 一旦突破到驻基镜, 他就真的跟这三瓶九蚊青玄丹无缘了。 清除体内杂质, 无异于重筑根基, 对于修饰而言极其重要, 但能够炼制青玄丹的炼丹师却并不多, 不是没有丹方, 而是炼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太多太多, 如果无法达到五蚊, 服用效果基本微乎其微。 一处茶楼当中, 老小头,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倒好, 一出去就是一上午, 看到老友回来, 白老也是忍不住笑骂了起来。 老白头, 我跟你说, 刚刚在这紫凤城的拍卖行分行, 收到了两枚特殊的丹药, 三瓶青玄丹, 你可知道是几文, 身穿白色单袍的夏天雨看, 向白天红神秘兮兮地说道, 青玄丹? 能让你折腾一上午, 恐怕应该在气温之上吧, 是那几个老家伙炼制的。 白天红听后, 沉思片刻后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九温? 而且是两枚, 不知道是何人炼制, 但却是一名青年送到拍卖行进行售卖的。 我亲自查看过了, 那两枚青玄丹堪称完美, 极限接近于理想状态的石纹丹。 说到这, 夏天雨也是忍不住流露出了惊叹之色, 他也是一名九品炼丹师, 他真的很想看看, 炼制着丹药之人那神乎奇迹的炼制手法。 嗯? 听到夏天雨的话, 不知道为何, 白天红的脑海中, 却是忽然浮现出了叶峰的身影。 老下头, 你可知道, 那个青年叫什么? 为了确认自己心中的猜想, 白天红也是立即询问了起来。 不知道, 那个青年不仅没有留下名字, 甚至连拍卖行的押金都没有收取, 交给拍卖行的一名鉴定师就直接走了, 只说了一句过后会过来取拍卖款。 根据我所得到的这些信息, 感觉这个青年根本就不在意这两枚丹药, 很可能是某个影视宗门或圣地出来的大哨。 夏天雨的手指敲击着木桌,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老下头, 跟我走一趟,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虽然没有得到那个人的名字, 但白天红仍然感觉那个人就是叶峰, 为了印证心中的猜想, 他准备带夏天雨直接去找叶峰。 谁啊? 夏天雨满脸好奇地问道, 我家小姐不是创立了一个宗门? 我带你见的这个人就是小姐的青传弟子。 说到这, 白天红也不再过多解释, 带着夏天雨就离开了酒楼, 释放出神识便开始寻找起了叶峰。 十分钟后, 白天红和夏天雨终于找到了叶峰, 并来到了他所在的客房门外。 砰! 发现房门在里面反锁, 白天红也是一脚直接踹了过去, 因为他发现叶峰竟然又在睡觉, 一名合格的修士, 怎么能将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睡觉上? 然而, 当踹开房门走进去后, 两人却直接呆滞在了原地。 床上熟睡的叶峰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地面上趴着睡觉的小黄也慢慢睁开了双眼。 而让两人呆滞的, 却是小黄狗身前地面上 洒落的数十颗九文三品清悬丹。 咦? 白老你怎么过来了? 办完事了吗? 看到来人是白老后, 叶峰也是疑惑地询问了起来。 纯狗, 就知道睡, 这些丹药怎么还没有吃完? 紧接着, 叶峰看到一旁地面上那些清悬丹 竟然还没有被小黄狗吃掉, 气得直接大骂了起来。 然而, 这一次却出现了让叶峰意外的一幕, 听到自己的怒骂。 小黄狗竟然流露出了一抹人性化的厌恶之色, 更是用爪子将那些清悬丹推到了一旁。 就好像极其嫌弃, 这些丹药一般。 我, 我特么看到了什么? 那可都是九恩三品清悬的啊。 我现在都恨不得跑过去, 全部聚为己有, 结果竟然被一条狗嫌弃了。 我堂堂九品炼丹师, 天语拍卖行的幕后老板, 竟然还比不上一条狗。 门口站着的夏天语看到这一幕, 感觉自己那引以为傲的强者之心受到了亿万点暴击。 老下头, 这不是一般的野狗。 难道你没有察觉到那条小黄狗周围的天地灵气 这种进度不出一年, 这条小黄狗恐怕就将迈入妖兽的行列。 而一旁的白天红却是面带震惊地说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 嗯? 听到白天红的话, 夏天语的注意力这才从那些青玄丹转移到了小黄狗的身上。 体内毫无杂志。 体内没有妖兽血脉。 它是从普通野兽自行在朝着妖兽蜕变。 走上前去查看一番后, 夏天语说出了一句震惊众人的话。 体内毫无杂志。 体内毫无杂志。 不断重复这句话的夏天语, 目光忽然落在了一旁地面上散落的数十颗青玄丹上, 猛地抬头看向坐在床上一脸猛逼的叶峰询问道。 你? 你和这条小黄狗吃了多少这种酒温三品青玄丹? 多少? 也没多少? 好像也就两千多颗吧。 叶峰回忆了一下, 随口说出了一个大概的数量。 什么? 两千多颗? 然而, 听到叶峰的话, 白天红和夏天语却是一同惊呼出声, 看向叶峰的眼神满是锋芒。 如果可以, 他们的眼神都不知道杀死叶峰多少回了。 白天红, 这就是你们新魂宗的大弟子。 如此珍贵的酒温三品青玄丹, 竟然拿去喂狗。 你们也不管管。 终于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夏天语直接对一旁的白天红大吼了起来。 管? 怎么管? 这小子才大气粗, 有时候老夫还得给他打工, 你让我怎么管? 白天红看着夏天语也是底气十足地, 直接对了回去。 暴怒的, 夏天语听到这话, 整个人直接就愣住了。 白天红是什么人, 星级宗八大长老之一, 杜杰镜三重强者, 甚至随时都有可能突破道杜杰镜, 这等强者, 竟然会给自家宗门的一名弟子打工。 白老, 不知道能否够帮弟子一个忙, 老规矩, 十万枚上品零食。 就在夏天语愣神之时, 叶峰的声音忽然响起。 没办法, 狗子开始挑食了, 叶峰发现已经是下午了, 得抓紧时间把剩下的七千多颗清玄丹败光才行, 那就只能找败家花钱找帮手了。 叶峰, 你,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忙吃这些清玄丹吧? 你, 你手里还有多少? 听到叶峰的话, 白天红就猜到了什么, 但还是询问了一句。 白老, 还剩七千多颗, 晚上之前必须得吃光, 你老不会是牙扣不行了吧? 叶峰这时用一副怀疑的神色, 看向白天红询问道。 哼, 老夫还没老, 牙扣更是没有问题。 听到这话, 叶峰放下心来, 走到客房内的桌子前, 先是拿出了一枚装有十万枚上品零食的空间戒指, 随后便开始一把一把地拿出清玄丹放到了桌子上。 看着将如此珍贵的酒闻清玄丹当零食一把一把塞进嘴里大吃特吃的老友, 又看了看手中不断出现清玄丹的叶峰, 一旁的夏天雨犹如雷击, 待着在原地久久回不过神来。 砰, 狗子, 看什么看, 赶紧把地上剩下那些清玄丹吃了, 用一副嘲讽的眼神看着大吃特吃的白天红, 气得一脚直接踹了过去。 汪汪汪。 小黄狗好像听明白了叶峰刚刚顿了的意思, 从地上爬起来后, 带着一抹不清不愿的神色走回来, 开始默默地吃起了地面上的几十颗清玄丹。 疯了, 他们都疯了, 那是酒闻清玄丹啊。 夏天雨看着这一切, 整个人都要疯了, 他见过败家的, 但真没见过这么败家的啊。 更别说这种从未见过的酒闻丹药, 没想到酒闻清玄丹如此美味。 虽然药效对我毫无作用, 但吃着也是一种享受。 此时, 白天红也是越吃越爽, 以往他也服用过五闻酒品清玄丹, 但仅仅一枚就掏空他十分之一的家底。 虽然药效对自己有一定帮助, 但味道真比不上这酒闻清玄丹, 哪怕只是三品级别。 但, 吃着吃着, 白天红竟然哭了, 这却将叶峰和夏天雨看傻了, 吃个丹药也能把自己吃哭。 如果我能在幼年的时候, 吃到这些清玄丹, 怕是我早已度过九重雷劫飞升上届了, 绝对不像现在这样, 根本看不到丝毫希望。 听到这话, 一旁的夏天雨也是沉默了下来, 两人都是度过三重雷劫达到了目前的度结境三重巅峰, 可多年来, 虽然早已可以冲击度结境四重, 但却一直没有突破, 因为他们不敢保证自己是否可以抗住四重雷劫, 一旦失败便会身陨倒消。 这位前辈, 不知道能否一同帮帮忙? 当然, 晚辈自然不会让您白帮忙, 同样是十万枚上品零食作为报酬。 如何? 叶峰感觉白老一个人吃得太慢了, 直接将一旁的夏天雨给盯上了, 同时也拿出一枚装有上品零食的空间戒指 放在了满是清玄丹的桌子上。 吃如此珍贵的清玄丹, 还真能拿如此丰厚的报酬? 夏天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最重要的是, 他可不是新婚宗的人, 这种好事还能便宜外人。 片刻后, 看着白天红和夏天雨坐在桌子旁不断吃着清玄丹, 叶峰的脸上却仍然有一丝惆怅, 因为速度还是太慢了。 此时, 他甚至想念起了师尊和无风师弟, 如果再有两人加入, 那速度绝对会再次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叶峰啊, 天雨拍卖行那边拍卖的两颗清玄丹也是你的吧? 吃了十多分钟后, 就算是白老也感觉腮帮子有些酸了, 放慢一些速度也是向叶峰问了起来。 嗯, 那两枚清玄丹也是我的, 就这破丹药, 一枚竟然能卖到数十万低品零食, 我就想看看有哪个冤大头会买。 叶峰听后随口回答道, 哭了, 正在吃清玄丹的夏天雨听到这话哭了, 你管着叫破丹药? 别说数十万低品零食, 就算是一百万低品零食一颗, 有多少, 他要多少? 可笑他之前还想着能联系到丹药主人, 自己花费高价直接买下来。 谁曾想, 对方之所以放到拍卖行进行拍卖, 竟然就是想看看有哪个冤大头会买。 三个客房, 你大师兄和百老都在哪? 洛千雪通过神识找到两人后, 就带着兴奋无比的冷无风走进了酒楼当中。 大师兄, 你绝对想不到师尊花费巨资给咱们师兄弟弄到什么好东西? 冷无风双手各拿着一个装有丹药的檀木盒子, 直接踹开房门激动地大声喊了起来。 洛千雪此时也紧随其后走了进来, 虽然面色冰冷, 但他的眼中却闪过一抹玩味, 他很想看看叶峰得知自己给他花费百万以上低品零食拍卖到一枚酒蚊清悬丹会是什么表情。 你有钱又如何? 这种丹药可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到的。 如果不是恰好遇到, 不管多有钱也不可能弄到。 然而, 当冷无风和洛千雪看到房间内那满桌子的酒蚊清悬丹以及一把接一把将那些清悬丹当零食吃的白天红和夏天雨, 两人直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甚至, 冷无风手中装有清悬丹的两个丹荷, 什么时候掉在地上都不知道。 大冤重? 而听到冷无风的话, 白天红和夏天雨两人也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看向了洛千雪。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 叶峰等着出现的那个大冤种竟然是洛千雪。 几分钟后, 当洛千雪知道了来龙去脉后, 气得脑袋充血, 险些昏迷, 自家徒弟随手放到拍卖行里的破丹药, 自己这个当师尊的却跟众多拍客激烈的拍卖争夺。 可笑他还自以为是的认为拍卖到如此丹药能扳回一局, 谁曾想竟然成了叶峰口中的大冤种? 大师兄, 那这些清悬丹我能吃吗? 同样, 知晓一切的冷无风, 此时却死死地盯着满桌子的清悬丹。 他知道, 如果自己可以多服用一些, 自己绝对直接起飞。 当然能吃啊, 想吃多少吃多少, 管饱。 叶峰听到这话, 连忙大笑了起来, 他正愁, 怎么尽快将这些丹药败光呢? 大师兄牛逼! 激动的冷无风, 直接就冲到了桌子旁, 结果因为太过激动, 让桌子稍微晃动了一下, 十多颗清悬丹直接滚落到了地面。 不好, 发现一旁有一头小黄狗, 冷无风心中大惊, 这丹药对这些普通野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那可是十多颗清悬丹啊, 这要是让狗吃了, 它会疯的。 然而, 让冷无风猛逼的是, 有两颗清悬丹滚落到趴在地上的小黄狗眼前, 小黄狗竟然极其嫌弃地伸出前掌, 将那两颗丹药给推开了。 骆宗主, 我拿人钱才替人做事, 有些试本该不说的, 但你身为他的师尊, 真得好好管管他了。 如此珍贵的九文清悬丹, 他竟然给这条野狗吃了两千多颗, 简直是暴殖天物, 暴殖天物啊。 刚将小黄狗推开的两颗清悬丹捡起来的冷无风, 听到这话, 浑身猛地一颤, 看向眼前的小黄狗, 他感觉心都碎了。 可笑他之前还自以为能吃到一颗九文清悬丹, 而沾沾自喜, 结果特么还不如一条狗。 而洛千雪, 听到叶峰竟然将如此丹药给眼前的野狗吃了两千多颗, 面部都不受控制地抽出了起来。 他可是听冷无风说过, 距今为止, 不管是极品清悬丹, 最高的也只出现过八文, 这种九文清悬丹就从未出现过, 这足以证明此丹药的珍贵程度。 一小时后, 叶峰看着白天红, 夏天雨和冷无风都吃撑地摊在椅子上, 但清悬丹还剩下两千多颗, 目光直接看向了一直没有任何动作的洛千雪的身上。 你休想让我去吃? 不过, 我可以花大价钱将剩余的清悬丹买下。 洛千雪也是有自己的目的, 毕竟还剩下两千多颗, 如果拿到这一世的父亲宗门, 绝对可以打造出众多天才。 师尊, 不是我不卖, 是我不能卖。 听到洛千雪的提议, 叶峰却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拒绝。 败家产物? 那妥妥是败家物品, 拍卖的几颗没关系, 但两千多颗都用来正常服用, 叶峰感觉肯定会出问题, 最后会影响到自己获得的败家点。 我出十倍价钱。 嗯? 刚刚说完, 洛千雪忽然发现房间内的几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向了自己, 随后猛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瞬间尴尬无比。 自己这莫名其妙多出来的清传弟子, 根本就不是一个差钱的主啊。 师尊, 这丹药的味道可是很不错的。 你真的不尝尝? 叶峰看向洛千雪再次询问了起来, 如果洛千雪仍然不为所动, 恐怕他就得再去外面剪条野狗回来了。 两小时后, 有着洛千雪的加入, 再加上白天红、夏天宇和冷无风三人休息了一会, 又接着吃了一些, 这才将剩余的清旋丹全部吃光。 叶! 恭喜宿主雇佣白天红败家成功, 奖励一百败家点。 叶! 恭喜宿主雇佣夏天宇败家成功, 奖励两百败家点。 叶! 恭喜宿主败光今日的败家产物, 奖励一千败家点, 奖励九品, 九叶回魂草星号三, 奖励九品, 金蚕星要十星号五。 叶! 获得奖励物品以败家方式消耗, 不会获得大量败家点, 宿主可随意使用。 叶! 叶峰没想到, 这一次败光荡日的败家产物, 不仅得到了败家点, 竟然还得到了其他的奖励。 哎! 白老, 你说, 我这个宗主或师尊干的有意思吗? 一旁的洛千雪此时, 却叹了口气, 看向一旁的白天红询问了起来。 这, 白天红听到这话,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修炼不用指导, 也不需要给予修炼资源, 没事还能在自己青传大弟子身上赚点外快。 别说洛千雪此时有这种感受了, 他都感觉叶峰根本就不是宗门的弟子, 反而更像宗门的财神爷, 只不过这个财神爷有点推败家了。 夏老, 听说你是九品炼丹师, 不知可听说过九品九叶回魂草。 不懂就问, 叶峰此时看向夏天宇, 直接询问了起来。 九叶回魂草? 那可是传说中的灵草, 俗称回魂草, 每一叶都代表着回魂草的药效, 别说九叶回魂草, 就算是一叶回魂草我都从未见过。 而回魂草, 更是炼制回魂救生丹最为重要的灵草, 没有之一。 回魂救生丹, 一旦服用, 在24小时内, 就算神魂被灭, 其中的药效都能将神魂给救回来。 毫不夸张地说, 回魂救生丹绝对是任何杜结境强者最为迫切想要得到的丹药, 有着丹药护魂, 就算杜结失败肉身被毁, 起码神魂还能留下, 以后想办法重铸肉身。 夏天宇听到叶峰提到这个灵草, 也是详细地介绍了起来。 而夏天宇毕竟是第一次认识叶峰, 对方有多败价, 他根本就不知道。 但白天宏知道, 而且, 虽然才不到两天的时间, 但以他对叶峰的了解, 如果对方手中没有, 绝对不会询问。 老夏头, 竹妖草, 白魂花和紫雷果, 你可知晓, 白天宏这时深吸了口气, 看向一旁的夏天宇忽然问道, 嗯? 这三种灵草虽然极其稀少, 但很多大势力手中还是有一些的, 哪怕数量并不多, 怎么了? 夏天宇疑惑地问道, 这小子昨天拿这三种灵草泡脚了? 什么? 听到这话, 夏天宇经地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这三种灵草虽然没有灭绝, 但放眼整个玄天大陆, 已知的数量也是极少极少的。 竟然有人拿如此稀有的灵草泡脚? 叶峰, 你手中应该九夜回魂草吧? 如果你手中没有, 恐怕不会出声询问。 别的不说, 这种灵草绝对属于传说中的灵草。 你, 你可千万别再拿去泡脚了啊。 白天宏此时毫不在意精湛而起的夏天宇, 而是连忙对叶峰劝说了起来, 可我有三桌啊, 拿出来一桌泡脚应该没什么的。 叶峰这话可不是在逗白天红, 而是他真准备这么干, 虽然是败家神豪, 但毕竟是神豪, 该享受必须享受, 三品灵草泡脚都那么爽, 九品灵草怎么能不试试? 不可。 叶峰, 你, 你手中真的有三株九夜回魂草? 那你说个假, 无论什么代价, 这三株九夜回魂草我都要了, 哪怕亲近所有。 夏天宇终于反应了过来, 此时更是许诺一切, 不仅是九夜回魂草可以炼制的回魂救生丹, 对他自己就极其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根本无能忍受如此灵草被拿去泡脚。 这已经不能算是暴殿天物了,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师尊, 这株九夜回魂草算是弟子孝敬您的。 这第二株九夜回魂草我肯定是要拿回去泡脚的, 谁来都不好使。 至于这第三株九夜回魂草, 白老, 只要你以后帮我多干点体力活, 他大概率就是你的。 叶峰直接将三株九夜回魂草拿了出来, 并直接决定了三株九夜回魂草的命运。 这, 看着被叶峰塞进手里的一株九夜回魂草, 骆千雪整个人都梦了。 先是十万枚上品零食购买了自己的青传弟子身份, 然后直接给了自己四十万枚上品零食当拜师礼。 现在又送了一株无价的九夜回魂草, 鬼知道以后还会从自己这个青传大弟子手中得到什么。 再这么下去, 骆千雪甚至生出了一种自己被对方包养的感觉。 想到这骆千雪下的猛地晃了晃脑袋, 甚至想立即将手中的九夜回魂草还回去, 但想到自己以后渡劫恐怕也可能需要回魂救生丹。 这一刻, 他犹豫了。 叶峰, 只要帮你干点苦力活, 就能得到那株九夜回魂草, 是不是? 而夏天宇听完叶峰的话, 直接就盯上最后一株九夜回魂草了。 老下头, 你什么意思? 那株九夜回魂草是老夫的? 你还想抢不成? 白天红此时却急了, 他也需要回魂救生丹啊。 听到叶峰竟然准备将最后一株送给自己, 现在看到夏天宇来抢, 急得直接大骂了起来。 冷吴峰此时却极其地安静, 满脑子都在想一件事, 那就是, 叶峰拿九夜回魂草泡脚的水, 他能不能沾点光, 到时候也跟着泡一泡。 骆宗主, 我想加入贵宗当个荣誉长老, 不知道可否行个方便。 见争吵不过白天红, 夏天宇眼珠子转了转, 直接将主意打在了骆千雪身上。 夏老, 你说要加入我这小小的新魂宗? 骆千雪看着一脸严肃的夏天宇,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方是什么人? 不仅是九品炼丹师, 自身还有着度洁净三重的强悍修为, 最重要的是, 对方的天宇拍卖行遍布玄天大陆近五分之一地狱, 这种大佬要加入他的宗门。 千雪丫头, 你小时候老夫可还抱过你呢? 你要是不同意, 我可就找你父亲去了。 看到骆千雪半天没有回应, 夏天宇是真极了, 不管叶峰到底是什么人, 但连这种传说中的灵草都有。 而且一拿出来就是三猪, 甚至说送就送, 说炮脚就炮脚, 足以证明这三猪灵草对人家根本就不重要, 保不准对方手中还有更多传说中的灵草。 这要不抓紧跟上队伍, 他以后绝对会后悔。 可以是可以, 不过夏老你的拍卖行产业该怎么办? 骆千雪也是猛了, 他没想到夏老想要加入他宗门的决心如此之大。 拍卖行产业是时候交给我那不成器的儿子了。 说完, 夏天宇流露出一抹得意的神色, 看向一脸怨气的白天宏笑道, 老白头, 谁能得到那猪酒叶回魂草, 就看各自的表现了。 你狠, 白天宏听到对方的挑衅, 两个字表达了自己的所有情绪。 完了, 我不想发展宗门啊, 莫名其妙多了两个弟子, 就算了, 怎么又多了一名酒品炼丹师? 骆千雪此时的心态却彻底崩了, 这让他还怎么好好修炼? 他想修炼, 他想度劫非生, 上界报仇啊。 对了, 你们可有人知道, 金蚕心药石。 叶峰这时, 却再次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炸得几人脑袋瞬间嗡嗡作响。 你有金蚕心药石? 这一次, 骆千雪, 白天宏和夏天宇三人, 却是一同满眼炽热地看向叶峰大喊了起。 哎, 没, 没有, 我就是随便问问。 看着三人那炽人的眼神, 叶峰连忙否认, 但他却知晓, 这金蚕心药石绝对比九夜回魂草药牛逼多得多。 呵呵。 然而, 听到叶峰的回答, 三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叶峰冷笑了起来。 他们可不相信叶峰这话, 他们敢保证, 叶峰手中绝对有金蚕心药石。 我, 我这大师兄,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财神呀? 怎么什么好东西都有? 一旁漠不作声的冷无风, 此时, 看向叶峰的眼神也是充满了震惊。 查看一番后, 直接出声道, 立即返回宗门。 小姐, 出什么事了吗? 白老面露冷色地问道。 没事, 我父亲来了, 说是有钥匙香上, 但我感觉, 他就是来视察我宗门的。 落千雪面露苦笑地说道。 五小时后, 五人一狗终于回到了新魂宗, 而在月光的照应下, 一名神色威压的中年男子却是站在宗门前, 就好像在等着众人一般。 千雪, 你还真是让为父失望, 昨天是你新魂宗招收弟子的日子, 宗门弟子呢? 看着从空中缓缓落下的众人, 洛无明心中那叫一个气, 本想着会看到新魂宗热闹的场面。 谁曾想来了之后, 竟然连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这让他如何不怒? 父亲, 这两个就是我新魂宗招收的弟子, 其中这个叶峰, 还是我的清传大弟子。 落千雪看到暴怒的洛无明, 也是连忙解释了起来, 此时, 他反而庆幸有这么两个弟子来当挡箭牌。 上一世无父无母, 众活一世, 洛千雪对于极其疼爱自己的父母, 倍感珍惜。 哦, 洛无明听到这话, 却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清传大弟子, 自己这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不在意, 整天只知道修炼的宝贝女儿, 竟然会收下一名清传大弟子, 这却是让他有些吃惊。 他什么灵根? 他什么天资? 他什么修为? 洛无明看着洛千雪, 直接展开了三连问。 人就在旁边, 你会用神识查看吗? 虽然这么想, 但洛千雪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没有灵根, 没有天资, 修为目前事, 还没等洛千雪说完, 洛无明就直接打断, 瞪大了双眼看着他惊呼道, 这特么不就是个废人吗? 他是怎么成为你清传大弟子的? 五十万枚上品零食, 买的清传大弟子。 这时, 叶峰上前一步洋洋得意地解释道, 什么? 清传大弟子, 还带买的? 洛无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算是个不入流的宗门宗主, 想要收一名清传弟子, 也不会如此敷衍啊。 砰, 就在这时, 夏天宇蕴含灵力的一脚猛然下榻, 一块半米高的方形石块破土而起。 叶峰, 站累了吧? 快, 坐下歇会。 夏天宇亲自将这块方形石块搬到了叶峰的身后, 一脸羡媚地笑着说道, 夏天宇, 你他妈是不是太过分了? 一旁的白天红看到这, 暗骂自己反应太慢, 但也毫不客气地被夏天宇怒骂了起来。 天气入凉, 可不能让叶峰凉坏了身子。 白天红右手放在叶峰身下的石块上, 直接释放出自己的火属性灵气, 瞬间就将冰冷的石块提升到了一个合适的温度。 邓! 看到这一幕, 骆无明睛的眼珠子差点没直接瞪出来, 这特么还是我心急踪的长老吗? 还有, 夏天宇,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我女儿的宗门? 宗门大殿内。 当骆无明听几人大概说了一些叶峰的情况后, 骆无明整个人都傻了, 特别是看到趴在叶峰脚下的那条小黄狗, 他感觉自己活得都不如狗, 久闻清旋搭, 他都没吃过, 一条狗特么吃了两千多颗。 又想到对方还送给自己女儿一株传说中的酒叶回魂草, 再次看向叶峰的眼神都变了, 这哪里是清传弟子, 这特么是财神爷啊。 别说在这新魂宗, 就算是放到他的心急宗, 那他也得当祖宗一样供起来啊。 千雪, 这次我过来, 主要就是看看你的宗门情况。 既然你这边一切安好, 那我也就放心了。 接下来, 骆无明和骆千雪妇女二人辽家常、 叶峰、 白天红等人也都离开宗门大殿。 大师兄, 泡脚水我给你端来了, 温度绝对合适。 冷无风将脚盆放到床下后, 就站在一旁等待了起来。 你也想泡。 叶峰看着站在一旁并没有离开的冷无风, 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大师兄, 你泡完我再泡就行。 冷无风略显尴尬地笑着说道, 行了, 大师兄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去再端一个脚盆过来, 那株酒品回魂草, 咱们两个一人一半。 无敌。 当白天红和夏天宇发现房屋内的叶峰 真的将酒叶回魂草白成两半, 分别放进两个脚盆当中后, 两人的心都在滴血。 他们仍然抱有一丝希望, 认为叶峰之前就是在装, 如此灵草, 怎么舍得用来泡脚。 结果, 人家真拿来泡脚了。 第二日清晨, 叶峰坐起来伸了个懒腰, 却发现自己的精气神出奇的好。 不愧是酒品灵草, 仅仅是用来泡脚, 都让我的灵魂得到了一些改变。 叶峰此时不得不承认, 酒叶回魂草的确不凡。 要知道, 泡脚吸收的药效, 怕是不足千分之一。 然而, 叶峰不知道的是, 酒叶回魂草原不是其余 普通酒品灵草能够相比的, 更别说药效更是极其特殊。 败家点目前有2510, 暂且先留着。 今日败家产物, 黄泉剑一碎片, 新号1000。 黄泉剑一碎片是什么玩意? 叶峰有些疑惑, 意念一动, 一块拇指头大小, 通体白色的碎片结晶 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狗子, 过来。 搞不明白, 那就呼叫狗子。 小黄狗已经诞生了一丝灵质, 以为叶峰又要给他什么好吃的, 听到喊声就迅速地跑了过来。 这玩意, 碰下额头就行了。 叶峰根据系统给出的提示, 拿着手中的黄泉剑一碎片就, 放到了小黄狗的额头之上。 咔! 一股无形的力量从碎片当中 涌入小黄狗的体内, 碎片结晶瞬间碎裂, 随后直接气化消失在了叶峰的手中。 同时, 一股微弱的剑意 从小黄狗的体内逐渐散发了出来。 叶峰猛了, 当中好像多出了一些东西。 系统, 如果败家产物不是以败家的方式消耗掉会怎么样? 虽然没有发现小黄狗有什么变化, 但上一世熟读各类玄幻佳作, 仅仅是名字, 叶峰就知道这东西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 叶! 将会扣除大量败家点。 卧槽! 听到系统的回答, 叶峰也是忍不住抱了粗口。 要知道, 从激活系统到现在, 系统可是从未说过大量这个词。 看来这东西不能找别人帮忙了, 万一被他们私藏麻烦可就大了。 想到这, 叶峰拎着一脸猛逼的小黄狗的脖子, 就朝自己的房屋走去。 宗门大殿。 千雪, 有没有考虑过让那两个小家伙去天道战场历练一番? 洛无明看着洛千雪询问了起来。 天道战场吗? 我的确知道不了他们什么。 叶峰我倒是放心, 就是冷无风。 我怕他会出现意外。 两天时间, 洛千雪也算是彻底认可了这两名弟子。 不如我派几名熔临镜九重巅峰的内门弟子过来。 到时候, 他们结伴行, 想来会安全不少。 不过那个叶峰你, 怎么那么放心? 洛无明也是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虽然叶峰财大气粗, 手中更是有着他们这个级别都眼红的宝物, 可毕竟是一个废人啊。 就算普通人去了天道战场, 也会直接安排到第一重天道战场, 那里最弱的修士或妖兽, 也都是林海靖一众, 最强的更是林海靖九重巅峰, 面对一个普通人还不是随意抹杀。 父亲, 因为叶峰没有林根, 所以无法判定他的资质, 但他可不是废人。 现在, 他已经有了气动, 近九重巅峰的实力, 前往天道战场, 那也会直接传送到第二重天道战场。 不可能。 听到这话, 洛无明直接摇头, 他根本不相信没有林根的人还能修炼。 没有林根, 那就根本不可能感知到天地灵气, 就算能仓物顶级功法, 也根本无法修炼。 对了, 他不仅没有林根, 修炼到了气动静九重巅峰。 他开辟的林海, 足足是我的二十倍有余。 看到父亲并不相信, 洛千雪并不在意, 因为当时他听到白老所说, 也并不相信, 最后还不是认清了现实。 这更不可能。 当年, 你开辟的林海, 不仅打破了心急中的历史, 更是都惊动了老祖。 这种废人, 怎么可能开辟出, 比你还要大二十倍有余的林海?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洛无明说到最后,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哪怕他如此争辩, 但看着对面一脸淡然的女儿, 感觉对方根本就不像是在开玩笑。 哄。 就在这时, 一股冲天剑意, 瞬间席卷整个宗门。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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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千雪, 洛无明, 白天红, 夏天雨, 冷无风, 一众人都第一时间朝着剑意方向冲去。 黄泉落! 渡魂桥! 越是靠近剑意位置, 众人就越加深陷着恐怖的黄泉剑意的意境当中。 除了冷无风, 其余众人都凭借着强大的神魂硬抗黄泉剑意, 终于来到了剑意爆发的地方。 狗子! 去! 叶峰用力地将手中的木盘扔向远处, 随后命令小黄狗跑过去叼回来, 一人一狗玩得不亦乐乎。 然而, 赶来的四人发现散发着那恐怖黄泉剑意的 竟然是一条狗后, 全部都傻了。 一条狗, 竟然领悟了剑意。 而且还是极其强大, 感悟起来却极其困难的黄泉剑意。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这你敢信。 咦? 你们怎么来了? 叶峰看到出现在这里的四人, 也是满脸疑惑地询问了起来。 叶峰, 你, 你这条狗领悟剑意了? 听到叶峰的询问, 还是骆千雪率先反应过来, 并询问了起来。 他那么蠢, 怎么可能领悟? 我手里刚好有一些黄泉剑意碎片, 就顺便给他用了。 叶峰随口解释道, 他也不知道, 这个世界的人是否可以理解, 黄泉剑意碎片这种系统产物。 什么? 黄泉剑意碎片? 然而, 让叶峰意外的是, 众人听到自己这话后, 却是一同惊呼出声, 看向自己的眼神, 再次变得不友善了起来, 完全就是一副恨之入骨的眼神。 黄泉剑意本, 就是剑意当中极其强大的一种, 就算在天道战场, 想要得到黄泉剑意都绝非一事, 完全要看自己的运气。 可, 可你竟然, 将如此珍贵的黄泉剑意碎片给狗用了。 洛泉剑此时指着叶峰说, 这些的时候, 身体都不受控制的抖动, 他是真没想到, 叶峰竟然已经败家到, 如此丧心病狂的程度。 天道战场? 那是什么地方? 然而, 叶峰听到天道战场, 却是流露出了一抹好奇之色, 这名字, 听着就绝对有意思啊。 跟你说说也无妨, 本来也准备, 让你去天道战场去历练一番。 咱们所在的玄天大陆, 会进入不同的天道战场区域。 没有人知道天道战场是如何出现的, 但里面却有着众多修炼资源, 机缘, 传承, 宝物等等。 当然, 除了需要面对其他下界生灵的威胁, 里面本土的强大妖兽也需要注意, 一个不好, 就很可能陨落在天道战场当中。 第一, 发布随机任务, 请宿主前往第二重天道战场, 击杀一百头气动进九重巅峰妖兽, 任务成功, 奖励大量败家点, 任务失败, 扣除大量败家点, 可拒绝。 就在骆千雪刚刚说完天道战场的一些基础情况后, 系统的声音便从叶峰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惊了, 叶峰此时是真的被惊到了, 之前发布的随机任务还是加入新魂宗, 而且也只是奖励一百败家点, 这一次却没有具体数值, 而是大量, 那数量绝对超出他的想象啊。 不过该如何击杀一百头同境界妖兽确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现在空有灵力, 但却根本不会任何武技。 叶峰, 我能否问一下, 你给这条狗用了多少黄泉剑翼碎片? 骆无名此时忍不住询问了起来, 他可以察觉到, 这条小黄狗的黄泉剑翼已经很强了, 恐怕已经达到了剑翼之境的极致, 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到剑星之境。 要知道, 就算是星级宗老祖, 数百年来潜心修炼, 再加上以往获得的无数机缘, 也才感悟到了剑星之境。 而感悟的天寒剑星, 远远比不上强大的黄泉剑星。 一万块黄泉剑翼碎片吧。 听到骆无名的询问, 叶峰暂时放弃了思考, 目前没有武器的窘境, 反正任务没有时间限制, 直接看向对方随口回答道。 哼, 然而, 听到叶峰的话, 周围四人终于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狂暴的恐怖气息席卷四周, 肆意狂虐着周围的花草树木。 一万块黄泉剑翼碎片, 那可是一万块啊, 而且, 这东西就算是他们都眼热啊, 结果竟然给了一条狗, 暴天天物, 丧心病狂。 他们知道叶峰败家, 但却怎么都想不到, 对方已经败家到如此丧心病狂的程度。 还好我没有找他们帮忙, 不然绝对会出大事。 看着彻底暴走的四人, 叶峰极其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那就是, 没有找他们帮忙。 而是自己一个人, 不辞辛苦地完成了今日败家产物的消耗。 父亲, 你快点将他带走吧, 我得缓一缓, 否则我真怕自己控制不住一巴掌拍死这个只知道败家的弟子。 洛千雪深吸了口气, 努力让自己的心态平复下来, 连忙让洛无明尽快将叶峰带走。 等历练结束, 我会将他尽快给你送回来的, 我怕我也扛不住。 说完, 洛无明寄出飞剑, 直接带上一脸猛逼的叶峰冲天而起, 几个呼吸间便消失在了几人的视线之中。 师公, 咱们去哪? 叶峰此时满是疑惑地看向洛无明问道。 心魂宗不过是我让千雪磨练心境创立的一个宗门。 你真正的宗门是心急宗。 咱们现在就赶往心急宗。 到时候你跟着其他师兄弟一块前往天道战场, 到时候也好有个照应。 洛无明随口解释道, 师公, 咱们心急宗强不强? 师公, 你是什么境界? 咱们宗门连个逮捕的妖兽都没有吗? 师公, 咱们宗门是不是太穷了? 要不要我支援一点? 师公, 我那些在心急宗的师兄弟们是不是都快吃不饱饭了? 听着叶峰喋喋不休的话语, 洛无明终于爆发。 大吼道, 够了, 你快住嘴吧, 咱们宗门覆强得很。 夜晚降临。 洛无明带着叶峰在就近的一座城镇稍作休息, 准备明日一早继续赶路。 躺在客房的床上, 叶峰喃喃自语道, 也不知道明天的败家产物是什么, 想赚到这一千败家点是真不容易啊。 想着想着, 叶峰也是逐渐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叶峰醒来后, 就立即查看起了个人属性版面。 姓名, 叶峰, 年龄, 十八, 境界, 凡人, 体质, 繁体, 武技, 无, 神通, 无, 物品, 无, 败家点, 三千五百一时, 今日败家产物, 上品零食, 星号一零零零零零, 这一次的败家产物, 竟然是上品零食, 还好只有十万枚, 处理起来应该不是很麻烦。 看到今日的败家产物, 叶峰的脑海中已经有了如何败光的想法, 绝对的简单粗暴。 系统, 购买5G罐子, 指定人级上品5G, 不管开多少个, 一直开到开出来为止。 玄天大陆, 不管是功法还是5G, 分为天级、 地级和人级, 同时还得分为下品、 中品和上品。 根据5G罐子的介绍, 百分之九十几率, 指定开出人级下品5G, 百分之八十几率, 开出人级中品5G, 以此类推, 功法也是如此。 对于人级上品5G, 几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相当于开指定的三品灵草。 叮! 消耗一百百加点, 恭喜宿主获得人级上品5G, 火龙拳。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火龙拳的一切, 也都从叶峰的脑海中涌现。 火龙拳? 需要火属性灵气才能施展? 可我没有火灵根啊, 上哪有火属性灵气去? 一脸猛逼的叶峰想着, 一股灵气加持到右手之上, 炽热的火灵气瞬间将右手完全覆盖。 心念一动, 炽热的火灵气瞬间化为水灵气, 清凉之意瞬间弥漫整个右手。 锐利至极的金灵气, 森寒无比的冰灵气, 满寒生机的木灵气, 浑厚至纯的土灵气, 激荡如风的风灵气。 叶峰不断转化着灵气属性,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毫无灵根, 但却可以将体内灵海内纯粹的灵力 转化为各个属性的灵气。 不如先试试火龙拳? 搞不明白, 叶峰也懒得再去想, 反而现在很想试试刚刚获得的武技, 火龙拳。 叶峰, 赶紧起来下楼吃早饭, 随后咱们还得继续赶路。 就在这时, 洛无明的声音却是从门外响了起来。 来了! 叶峰应了一声, 暂时放弃尝试火龙拳, 穿好衣服后, 迅速走出房门朝楼下走去。 半小时后, 吃饱喝足, 洛无明寄出飞剑, 带着叶峰再次朝着星级宗方向赶去。 嗯? 没过一会, 洛无明忽然看到叶峰双手之中出现了数枚上品零食, 这却是让他疑惑不已, 不知道对方拿出上品零食要干什么。 而当洛无明看到叶峰将双手中的上品零食随手全部扔了出去后, 整个人都傻了。 人在高空送福利, 天降横财。 看到叶峰不加收敛, 反而开始源源不断地扔了起来, 洛无明的嘴角也是忍不住抽搐了起来。 虽然他身为无极宗宗主, 更是一名度竭尽巴仲强者, 这点上品零食他并不会放在眼里, 可看到如此败家行径, 他受不了啊。 这是纯纯的败家啊。 叶峰, 虽然不知道你手中到底有多少零食和好东西, 但也不能如此败家啊。 等到有一天, 什么都没有了, 就算那时你才凡然醒悟也迟了, 明白吗? 深吸了口气, 洛无明也是强忍着暴怒的脾气, 劝说了起来。 师公, 那您知道人活一世, 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吗? 听到洛无明的劝说, 叶峰也是直接反问了一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所以, 每个人这一世最痛苦的事也各不相同。 专修剑道的剑痴, 最痛苦的恐怕就是临死之际无法领悟到剑的真谛。 专修丹道的炼丹师, 最痛苦的恐怕就是临死之际没有炼制出足以让自己名流千世的绝世丹药。 专修正道的阵法师, 最痛苦的恐怕就是临死之际没有创出自己理想中的最强阵法。 太多太多了, 哪怕是我说的这几种也有些片面。 听到叶峰的反问, 洛无明却是极其认真的回答了起来。 师公, 别人的情况我不知道, 但我最痛苦的是, 绝对是人死了, 但钱还没花完。 说完, 叶峰就再次开始扔起来上品零食, 无数上品零食犹如天女散花般不断被叶峰扔出, 那叫一个豪横。 这, 这个败家子。 洛无明此时已经气得彻底说不出话来, 索性不再理会, 他倒要看看叶峰到底要扔到什么时候。 临近傍晚。 洛无明带着叶峰终于来到了星级宗, 而叶峰此时也终于扔完了十万枚上品零食, 感觉双手和双臂都快废掉了, 酸痛无比。 这就是星级宗。 进入宗门后, 风鸾叠起的山峰, 清澈如尽的溪流, 恢红无比的大殿, 叶峰感觉星魂宗简直就是个破山头, 完全没有可比性。 因为没有灵根, 叶峰更是不曾察觉, 这里的灵气浓度比星魂宗内的灵气浓度 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 宋直士, 此子乃是小女的清传弟子, 此次带回来也是准备跟着童宗师兄弟 一同前往天道战场, 这两天就先交给你了。 很快, 洛无明就带着叶峰来到了内门, 并将他交给了一名内门直士, 临走时提醒道, 叶峰, 这两天你安分一点, 三天后, 咱们就将前往天道战场。 叶峰也是一脸谦逊地看向了一旁的中年男子。 小事, 这两天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对我说。 宋昌颜也是笑着连忙说道, 毕竟叶峰可是洛千雪的清传弟子, 就这个身份, 就算是他也不敢得罪。 宋直士, 那边怎么那么热闹? 叶峰察觉到, 不远处的练舞场不断传来震震惊呼声, 也是极其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今天是外门弟子前来跟内门弟子切磋的日子。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过去占据一个擂台发起挑战。 宋昌颜笑着解释道, 叶! 发布随机任务, 请宿主成为擂主, 战胜百名同境界对手, 任务成功, 奖励五百败加点, 任务失败, 扣除五百败加点, 可拒绝。 就在这时, 系统再次发布了随机任务。 现在我的败加点已经积攒到了4410点, 再得到这500点, 那就小五千了, 等攒够九千, 我就再突破一波实力。 想到这, 叶峰就直接朝练无常走去。 咦? 那个人是谁? 穿的也不是咱们星级宗的宗袍啊? 他竟然也上了一个擂台, 是准备发起挑战吗? 该不会是其他宗门前来挑衅的吧? 随着叶峰走上一个无人的擂台, 不少内外门弟子看到后, 也都小声议论了起来。 我, 叶峰, 气动进九重巅峰, 落千雪师尊的清传大弟子, 今日想在这里守累, 还请诸位师兄弟多多关照。 叶峰站在擂台之上, 看着下方数千名内外门弟子, 也是大声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意图。 他是圣女的清传大弟子, 真是一个幸运的家伙, 早就听闻圣女外出独自创立宗门, 就是不知道他是如何被圣女看中的。 如果我能成为圣女的清传大弟子, 就算折寿数十年也愿意啊。 得知叶峰的身份后, 众多男弟子都流露出了羡慕极度的神色, 毕竟落千雪不仅是宗门圣女, 更是众多男弟子心中的冰冷女神。 我来! 很快一名内门弟子就跳上了擂台, 看着对面的叶峰眼中满是战役。 是梦阳! 这家伙据说悟性极其恐怖, 加入宗门不到三年时间, 修为便突破到了气动镜九重巅峰。 是啊, 听说他上来修炼的就是地级中品功法, 就连武技修炼的也是地级下品, 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领悟的。 我现在领悟人及上品功法都费劲, 有好戏看了, 我倒要看看这个叫做叶峰的家伙, 凭什么能成为圣女的清传大弟子? 也都低声议论了起来。 看来你在宗门挺有名气的呀。 听到附近之人的议论, 看着对面的梦阳, 叶峰也是有些吃惊地说道。 还行吧, 我修炼到气动镜九重巅峰不足三年, 不知道叶峰兄用了多久。 梦阳此时到不着急立即战斗, 他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我呀! 从开辟领海一路突破到领海镜九重巅峰, 大概用了十分钟。 之后从领海镜九重巅峰, 一路突破到气动镜九重巅峰, 大概用了二十分多分钟。 叶峰想了想, 倒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时间, 前后加起来应该用了三十分钟左右。 静! 此时的练武场, 哪怕聚集了数千名内外门弟子, 但随着叶峰的话音落下, 却是安静了足足有十秒钟之久。 哈哈, 笑死我了! 这家伙是不是在做梦? 就算是孟阳师兄都用了近三年时间, 他三十分钟完事了。 三十分钟? 我闹肚子, 上个茅厕都得三十分钟, 怎么的? 大家都是人, 我上个茅厕的功夫, 你突突突的就直接突破到气动镜九重巅峰了, 完呢? 该说不说, 叶峰兄这个牛皮吹得有点大了, 狂妄自大, 如此星星真不知道圣女为何会收他为清传弟子。 众人震惊过后, 却是大肆嘲讽了起来, 实在是叶峰吹得太凶了, 根本无法让人相信。 厉害! 叶峰兄, 如果是这样的话, 恐怕玄天大陆无数, 妖孽及天骄都得被你踩在脚下。 废话不多说了, 站吧。 对于叶峰这种狂妄自大, 口出狂言的人, 孟阳已经没心情跟对方继续聊下去了。 水云墨, 地级下品身法。 看到孟阳师展出一道玄妙身法, 快速朝叶峰冲去, 下方有眼尖的人瞬间惊呼出声。 火龙拳? 看到身法飘逸的孟阳快速朝自己袭来, 叶峰调动体内汪洋领海中的庞大灵力汇聚在右拳之上, 没有任何花里胡哨, 一拳猛然轰出。 哄。 庞大的火属性灵力从叶峰体内疯狂涌现, 随着叶峰一拳轰出, 一道数十米长的火龙瞬间凝聚成形, 带着一股恐怖威势直接朝冲来的孟阳轰去。 这他妈是什么? 对面的孟阳看到如此巨大的火龙精的眼珠子, 差点没直接瞪出来, 来不及多想。 雪白长剑瞬间出现在手中, 一道有火灵力加持的灵力剑气瞬间斩出。 哄。 三米长的烈焰剑气和巨大火龙撞击传出一声巨响, 狂躁的灵气波动瞬间席卷四周, 数十名熔灵精弟子释放出强大的灵力屏障, 这才替众多内外门弟子挡住了这波灵气冲击。 众多灵海精弟子早已下的浑身战力, 刚刚那恐怖的灵气冲击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了的。 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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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一声声一响从擂台上传来, 众人抬头看去, 这才发现烈焰剑气竟然开始出现裂痕, 最后瞬间碎裂, 庞大的火龙威势不减地再次朝孟阳轰去。 火龙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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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就在孟阳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抵挡这蕴含恐怖灵气凝聚而成的火龙时, 对面的叶峰却再次出手。 三头数十米长的火龙再次出现, 带着霸绝天下的威势, 直接封锁了孟阳在擂台上可以躲避的所有空间。 草。 这家伙到底是哪跑回来的怪物? 他体内的灵海到底蕴含多少灵气? 看到这一幕, 孟阳暗骂一声, 带着布甘直接跳下了擂台, 但心中却久久无法平静, 毫不夸张地说, 对方一头火龙号, 废的灵力就在自己十倍以上, 结果对方竟然又打出三道火龙, 这得多少灵气? 这是人能拥有的灵气?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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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孟阳跳下擂台, 四头由庞大火灵力凝聚而成的火龙, 全部轰击在了擂台之上, 传出一道道巨大轰响。 阎晨四起。 随着一股微风吹过, 众人这才惊恐地发现, 大半擂台都已经消失了。 爽。 这就是战斗的感觉吗? 来来来, 一百个人一起来, 我还能轰出一百拳。 叶峰此时霸气无边的扫尸擂台下, 数千名内外门弟子, 直接大声叫嚣了起来, 没办法, 他此时的心情已经彻底点燃。 这才是热血的玄幻事件。 虽然败家很爽, 但绝对无法享受到这种战斗的快感。 所有弟子立即后退, 让出战斗场地。 所有气动进九重巅峰那外门弟子一起上。 就在这时, 宋昌岩忽然飞到了空中, 对着数千名弟子大声喊道。 仅仅三分钟, 练武场便空出了一片巨大的场地, 两百余名气动进九重巅峰弟子聚在一起。 哪怕对面只有叶峰一人, 但每个人此时的脸色都极其的凝重。 疯了疯了, 这个叶峰今天要一战成名了。 怪不得能被圣女说为清传弟子, 简直恐怖啊。 她开辟的灵海到底有多大? 她体内到底还有多少灵力? 恐怖如斯, 一人对战两百余名同境界对手。 如果这一战要是赢了, 一旦她成长起来, 乾隆绑必有她的一个位置。 远处围观的众多弟子, 此时也都凭住呼吸, 接下来的战斗, 绝对是毕生难忘的一场战斗。 所有弟子听令, 释放灵力, 凝聚灵力屏障。 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宋昌岩在此时, 却是对二百余名弟子下达了一个命令。 这样的话, 哪怕我体内灵气充足, 但凭借人级上品武技, 恐怕也很难打破对方那恐怖的灵力屏障。 想到这, 叶峰查看了一下自己目前剩余的4410点败加点, 直接在心中默念道, 系统, 抽取地级上品武技。 叮。 消耗700败加点, 恭喜宿主获得地级上品武技, 九要雷连。 继续抽, 不要雷灵力的武技。 叮。 消耗900败加点, 恭喜宿主获得地级上品武技, 水龙银。 继续, 再来一个, 不要水灵力武技。 叮。 消耗700败加点, 恭喜宿主获得地级上品武技, 风卷狂杀。 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 叶峰再次看向对面由数种属性灵力凝聚而成的强大灵力屏障, 眼中满是无穷战意。 九要雷连。 没有多余的废话, 叶峰直接出手, 庞大的雷系灵力从体内宣泄而出, 在空中迅速凝聚成一朵闪烁着雷光的巨大雷连。 雷灵力? 它竟然还拥有雷灵根? 这恐怖的雷连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武技? 还没等众人震惊结束, 随着一道龙影响彻天地, 一条数十米长, 栩栩如生的水龙也出现在了空中。 水灵力? 它到底是哪里跑出来的怪物? 竟然拥有三种灵根? 这又是什么级别的武技? 紧紧散发出的鱼威就难以让我抵挡。 怎么回事? 风! 起风了? 随着再次出现的一股十余米高的飓风 朝着对面二百余人凝聚的零力屏障席卷去, 空中的水龙和雷连也狠狠地撞击了过去。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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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三道强大武技疯狂攻击零力屏障之时, 叶峰则是继续施展三种武技, 一条条水龙, 一朵朵雷连, 一道道飓风犹如春笋般不断出现, 带着恐怖的威势疯狂轰击着对面的零力屏障。 疯了? 傻了? 呆了? 远处围观的数千名内外门弟子已经全部都看傻了。 那一道道恐怖武技蕴含的零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四龄根? 而且最后施展的三种不同属性武技绝对达到了D级。 自身拥有的零力更是达到了让所有人都无法猜测的恐怖程度。 这一刻, 他们再次看向远处霸绝天下的夜风, 就感觉对方的身影在自己内心越来越大。 啊, 将是他们永远都无法跨过的一座高山。 噗! 随着时间的流, 是, 零力屏障内的弟子有人因为耗尽体内灵气, 狂喷一口鲜血, 神色萎靡地退了下来。 第二个? 第三个? 哪怕一道道恐怖武技也在不断消失, 但有二百余名气动进九重巅峰弟子凝聚的零力屏障, 也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此刻? 就算是站在高空之上看着这一切的宋昌颜, 也早已经的说不出话来。 哪怕夜风是洛千雪的清传大弟子, 但之前, 夜风太嚣张了, 他的本意可是想挫挫对方的锐气, 谁曾想去变成了现在这种情况。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夜风体内的灵气竟然恐怖到如此程度, 而且, 竟然还领悟了三种地级上品武技, 乾隆绑天骄, 前时的存在。 这就是宋昌颜此时对于夜风的评价, 只要夜风能顺利成长起来, 以后必定能登上乾隆榜, 而且绝对能挤进前时。 砰。 不多时, 随着灵力屏障彻底碎裂, 剩余的数十名弟子全部瘫倒在地, 面色苍白, 神色虚弱无比。 年少不狂妄为人? 老子就问, 还有谁? 夜风仰天狂笑, 体内剩余的灵力轰然爆发, 一道道雷连, 水龙, 飓风在周身环绕, 无敌之姿, 霸气净险。 他, 他竟然还有余力。 看到这一幕的众人, 此时心中只有这一个想法。 一战成名, 绝世妖念。 夜风之名, 无敌之姿, 在这一刻, 深深地烙印在了所有内外门弟子的心中。 宗门大殿内, 三男两女, 五名年轻小辈聚集在这里, 都在好奇, 宗主忽然将他们召集在这里, 所为何事? 今日, 召集你们五个过来, 就是想通知你们一件事。 你们, 马上就要多一位小师弟了。 不过他目前境界只有气动进九重巅峰, 以后需要你们多加照顾。 洛乌明看着下方五人笑着说道, 核心弟子, 宗门根基。 这五人, 都是乾隆榜榜上有名的妖孽天骄, 未来成长起来, 也是星集宗最有威慑里的力量。 嗯? 多个一个小师弟。 五人听后, 互相对视一眼, 每个人的眼中都流露出了一抹痴, 精致色。 这里是什么地方? 星集宗, 玄天大陆顶尖宗门? 想要成为宗门核心弟子, 天赋, 悟性, 林根等等, 每一样都必须是顶尖的才行。 宗主, 能跟我们说说, 这个小师弟有何过人之处吗? 最为年长的陈浩宇带着好奇之色询问道, 有钱, 很有钱, 非常有钱。 然而, 听到洛乌明的回答后, 五人全部都傻了, 这也是过人之处。 别的不说, 就算是那些散修大佬, 个人财富也比不上星集宗皮毛吧。 那对方的多有钱, 才能让宗主给出如此评价。 对了, 他还有一个过人之处。 嗯? 听到这话, 五人立即伸长了脖子, 他们就感觉不对劲吗? 这算什么过人之处, 肯定还有真正的过人之处。 败家? 很败家? 非常败家。 听到这话, 五人彻底傻眼, 这特么也算过人之处。 此时, 五人都带着猛逼的眼神看向了洛乌明, 意思就好像是在说, 宗主, 你是不是在逗我们玩呢? 你们现在不懂, 但等你们跟他接触一段时间后, 你们自然会懂的。 等他此次前往天道战场历练结束后, 你们就跟着他一同前往圣女所创立的新魂宗,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没事的时候多有点眼立架。 你们这个小师弟只夹缝里掉出来点东西, 都够你们用了。 洛乌明说完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感觉自己简直是太聪明了, 这五个核心弟子跟在叶峰身边, 还担心以后不能再起飞一波。 想到这, 洛乌明不由地想到了叶峰养的那条狗。 你们连条狗都不弱啊。 如果你们任何一人得到了那黄泉剑意, 还不直接起飞一波。 洛乌明看着下方一脸猛逼的五人, 认为没必要再解释了, 有些事情只有真正经历了才能懂。 走吧, 我先带你们去见见这个小师弟, 记住我说的话, 他就是你们的财神炎, 以后在相处过程中多有点眼立架。 此时, 洛乌明仍不忘再提醒一下五人。 四系林根, 叶峰师兄恐怖至极。 三种地级上凭五计, 叶峰师兄悟性堪称大恐怖。 一人对战二百余人, 叶峰师兄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打击我的。 别人叫嚣, 就算不敌我也得站上一场。 叶峰师兄叫嚣, 我必须呐喊助威。 走在内门的路上, 听着周围众多弟子的议论声, 五天骄和落无名都傻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感觉错过了什么一半。 宗主, 你确定那个小师弟除了有钱和败价, 真的没别的过人之处了。 陈浩宇此时忍不住再次询问了起来, 我不知道啊, 我就知道他又有钱又败价, 看来他在刚刚好像干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咱们抓紧过去看看。 落无名此时也来了兴趣, 他真的很好奇, 就这么一会, 叶峰到底干了什么, 竟然让整个内门的弟子都在议论他。 然而五天交听道落无名的话, 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还是他们的宗主吗? 连对方的情况都不了解清楚, 就想着给予对方宗门核心弟子的身份。 当几人来到满目创仪的练武场后, 全部都看傻眼。 我记得今天应该是内外门弟子切磋的日子吧? 可看这场面, 难道这个月换风格了? 改成外门弟子和内门弟子大乱战了? 站在陈浩宇身边的一名身穿红裙的年轻女子, 看着眼前的一切, 一脸猛逼地说道, 宗主! 这时, 宋昌颜赶了过来, 神态恭敬地出声喊道, 宋直视,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洛无名看着对方一脸好奇地问道, 一战成名, 无敌之之! 宗主, 您带回来的叶峰以一己之力, 对抗二百余名同境界宗门弟子大乘。 宋昌颜说这话的时候, 神情也是激动不已, 回想到叶峰大喊的那一声年少不狂妄为人, 他都有一种想要猖狂一次的冲动。 听到宋昌颜的话, 五天骄和洛无名, 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人独占二百余名同境界弟子, 竟然还赢了, 而且还是大胜。 很快, 宋昌颜就将详细的情况说了一遍。 这一刻, 洛无名忽然想到了洛千雪之前跟他说过的一句话, 那就是叶峰体内开辟的灵海, 足足是他的二十余倍, 那就相当于是普通修士的四百余倍。 这么看的话, 叶峰一人就相当于四百名同境界修士。 想到这, 洛无名也是忍不住倒吸了口了凉气, 可笑他因为不相信这件事, 哪怕回来的两天路程, 他都没有去查看过叶峰体内的灵海。 而一旁的五天交听后, 眼中也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 一个人体内的灵气, 真的能达到那般恐怖的程度吗? 不仅如此, 风, 火, 水, 雷似灵根, 更是还领悟了三种地级上品武技, 这等天资, 这等悟性, 妥妥的核心弟子啊。 有钱, 败家, 都是幌子。 五天交此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 看向了洛无名, 心中都在想, 宗主什么时候这么皮了, 我小师弟人呢? 急了。 陈浩宇此时急了, 他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见这个恐怖如斯的小师弟了。 他已经先回住处了, 主峰内门111号院落。 宋昌颜听到陈浩宇询问, 直接说出了安排给叶峰的住处。 宗主, 我们先去找小师弟了。 陈浩宇跟洛无名说一声后, 就带着其余四人朝着目前所在的主峰内门居住院落区跑去。 宗主, 刚刚陈浩宇喊叶峰为小师弟, 您是准备将他收为宗门的第六位核心弟子吗? 当五天交离开后, 宋昌颜也是看向洛无名询问了起来。 宋直是, 你可不要想着将叶峰的情况通知三祖老, 他是我女儿的清传弟子, 谁都不能抢。 洛无名此时也有点慌了, 他只知道叶峰有钱败家, 但真不知道他这么猛啊。 恐怕这个消息很快就会被五大祖老知晓, 这不是把自己宝贝女儿的清传弟子往外面送吗? 呵呵。 宋昌颜听后却是笑了笑道, 宗主,就算我不通知三祖老, 这个消息现在也已经传开了, 那几个家伙恐怕已经前往后山了, 其余四大祖老知晓, 三祖老也就知道了, 我通不通知已经不重要了。 麻烦了呀。 这可是我女儿破天荒收下的清传弟子啊, 就看他如何抉择吧。 洛无名此刻不再想了, 五大祖老出山是铁定的了, 剩下的就只能看叶峰最终会做出什么决定了。 虽然怎么变, 叶峰也肯定是心急中的人, 但他还是不希望叶峰离开自己的女儿, 从而拜五大祖老其中一人为师。 你们是? 刚躺下没一会的叶峰看到破门而入的五人, 特别是发现这五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盯着自己, 直接给自己看毛了。 小师弟, 我是你大师兄陈浩宇。 小师弟, 我是你二师姐夏天天。 小师弟, 我是你三师兄赵天明。 小师弟, 我是你四师兄行妃。 小师弟, 我是你五师姐杜天悦。 听到五人自爆家门, 叶峰猛了呀。 他不是师尊的清传大弟子吗? 怎么回了一趟本宗, 直接多出来这些师兄师姐? 很快, 当陈浩宇将宗门核心弟子的情况说了一遍后, 叶峰这才明白了过来。 可以说, 两种身份并不影响, 他既是洛千雪的清传大弟子, 也是心急中第六位核心弟子, 自然也就有了这五位天交级的师兄师姐。 系统, 身为小师弟, 第一次见面给师兄师姐们一点零食, 不过分吧? 叶峰本想着休息几天, 奈何败家的机会自己送上门,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 系统, 我这几位师兄师姐都是天交级的妖孽天才, 初次见面, 每人给了十万上品零食一丝一丝, 不过分吧? 没等系统回答, 叶峰就再次说了起来。 叶! 数量在败家范围内。 成了! 叶峰也是突发奇想, 就想试试他在某败家事件上说出一定零食, 然后看系统是否会给出提醒。 现在看来, 不仅这次败家成了, 还发现了系统的一个新能力。 看看, 哪怕小师弟天资无双, 再知晓了我们的身份, 还不是被震住了。 这小师弟真可爱, 我身为二师姐, 以后一定要将他保护好。 我终于不是最小的了, 以后我也有可以欺负的小师弟了。 看到愣了半天也没说话的叶峰, 五天交心中也都有了各自的想法。 师兄师姐们, 咱们第一次见面, 这是小师弟的一点心意。 然而, 当叶峰手中出现五个空间戒指, 并分别塞进他们手中之后, 特别是查看到里面的十万枚上品零食, 五天交瞬间梦了。 他们这些师兄师姐, 还没给小师弟礼物, 却收到了小师弟的礼物。 而且上来就是十万枚上品零食, 这些零食对于他们而言都是一笔巨款。 有钱, 很有钱, 非常有钱。 此时, 骆无名之前所说的话, 不由地从五天交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叮。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获得两百败家点, 获得顿务丹星号一百。 咦? 听到系统的提醒, 叶峰眼前猛然一亮。 他没想到, 败家行为竟然也能够获得特殊奖励。 顿务丹, 无品级, 任何圣灵吞服都可立即进入顿务之境, 持续时间二十分钟, 无法用于获得败家点。 看来是无法利用这些顿务丹败家了。 想到这, 叶峰直接拿出五枚顿务丹, 分给了眼前这些师兄师姐。 小师弟, 这是什么? 陈浩宇看着手中黑不溜秋的丹药, 满是好奇地问道。 顿务丹, 只要吃了, 就能立即进入顿务之境, 持续时间二十分钟, 你们抓紧试试。 叶峰看着五人笑着解释道, 嗯? 顿务丹, 吞服就能立即进入顿务之境, 世上还有, 如此丹药。 说实话, 五天骄并不是很相信叶峰所说的药效, 顿务讲究的是机缘, 就算是天道战场, 也不曾出现过如此逆天丹药。 不过五天骄对誓一眼后, 还是将顿务丹吞了下去, 起码他们相信叶峰绝对不会害他们。 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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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将顿务丹吞服, 五人面色猛然一变, 随后全部盘膝坐地, 双眼紧闭地修炼了起来。 咦? 你们这是在, 这时, 洛无明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到盘膝而坐的五人, 带着不解刚想说什么, 却被叶峰伸出手指, 放到嘴边阻止了下来。 叶峰, 他们是你的一些师兄师姐, 不过怎么在这个时候修炼起来了? 当叶峰带着洛无明离开住处后, 洛无明这才满是不解地询问了起来。 我给他们一枚顿务丹, 刚刚进入顿务之境, 施工, 你可别坏了他们的机缘。 叶峰看了看里面五位师兄师姐, 没有受到影响, 这才看向洛无明解释了起来。 还有如此担要? 叶峰, 能不能给施工几枚? 哪怕顿务丹的药效超出了洛无明的认知, 但他信啊, 因为这话是叶峰说出来的, 只要是叶峰所说, 他也得回去给我家狗子吃呢。 叶峰拿出五枚顿务丹递给洛无明后, 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是让洛无明浑身猛地一颤。 顿务丹啊, 能够立即进入顿务之境的顿务丹啊, 你竟然要拿去给那条狗吃, 你丧心病狂吧? 洛无明双眼血红地盯着叶峰, 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败家也不带这么败家的啊。 看着双眼血红死死盯着自己的洛无明, 叶峰倒是没什么反应。 虽然他也知道这顿务丹很猛, 但他可是要成为败家神豪的存在, 就算不能借助顿务丹获得败家点, 那该败家也得败家, 这习惯不能破啊。 最重要的是, 叶峰知晓败家行为也可以获得特殊奖励, 那以后根本不缺好东西, 难道都留着? 叶峰, 能不能商量商量? 你手里有多少顿务丹? 不管什么代价, 我代表宗门全买了。 深吸了口气, 洛无明直接提出了一个交易, 他是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如此恐怖的顿务丹拿去喂狗的, 那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不行, 叶峰听到后, 却是不假思索地直接拒绝。 行吧, 知道劝说无果, 洛无明也放弃了, 但他心里还是难受啊。 走吧, 五大祖老想要见你, 甚至很有可能享受你为徒, 至于如何决定, 我不会左右你的想法。 说着, 洛无明就带着叶峰冲天而起, 朝着宗门后山急速飞去。 后山, 闭关洞府前, 五名鹤发童颜的老者早已等候多时, 看到空中飞来的洛无明和叶峰, 眼中都流露出了一抹期待之色。 一人独占二百余名同境界弟子, 身距四灵根, 领悟三种地级上平五界。 灵根, 天资, 悟信等等, 全部碾压同辈, 如此妖孽及天骄, 他们自然享受为弟子, 倾尽所有的权力培养。 五大祖老, 这位就是小女新收的清传大弟子叶峰。 缓缓落在地面后, 若无明的话刚刚说完, 五大祖老就直接来到叶峰身旁, 伸出手释放出神识查探了起来。 气动进九重巅峰。 好恐怖的汪洋灵海。 无灵根? 嗯? 没有灵根? 五大祖老正震惊于叶峰体内那恐怖灵海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件让他们大惊失色的情况。 那就是, 叶峰体内竟然没有灵根, 说好的似灵根呢? 叶峰, 你体内怎么会没有灵根? 没有灵根? 你是如何感知到天地灵气, 从而开辟灵海进行修炼的。 大祖老落天行带着不解的神色, 看向叶峰询问道。 不知道, 想突破的时候, 周围的天地灵气就自动往我身体里钻, 然后我就突破了。 虽然没有灵根,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体内的灵气可以转化为各个属性的灵力。 说到这, 叶峰伸出手, 一股灵气汇聚在右手之上, 雷灵力, 火灵力, 水灵力, 风灵力等等不同属性灵力开始不断转换, 直接将五大祖老看傻了。 同一股灵气不断转化为各属性灵气, 如此诡异的情况, 他们这辈子都未曾听闻过。 系统, 这可是宗门五大祖老, 不管是实力, 身份都非同一般, 我身为宗门核心弟子, 送给他们每人一百万上品零食, 没毛病吧? 叶峰此时可没时间里会全部傻住了的五大祖老, 身为败家神豪, 自然得抓住每一个败家的机会才行。 叮! 数量太少, 不在败家范围内, 宿主, 格局小了。 呃, 叶峰本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 谁曾想, 竟然被系统嘲讽了。 一百万几品零食? 叶峰这次直接将零食品级提升了一个级别, 要知道, 一百万几品零食可是相当于一亿上品零食。 叮! 数量在败家范围内。 死! 叶峰也是大胆地提了一下, 根本没想到竟然成了, 再次看向五大祖老, 眼神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敢肯定, 眼前这五大祖老, 绝对不简单。 五位祖老, 弟子前来太过匆忙, 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这百万几品零食, 还希望五大祖老不要嫌弃。 说着, 叶峰就拿出五枚各自装有一百万几品零食的空间戒指, 塞进了五位祖老的手中。 什么情况? 五大祖老看着手中的空间戒指,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人一百万, 那就是五百万。 而且还是几品零食, 这是一个只有气动进九重巅峰弟子, 能拥有的财富。 古东! 而一旁的洛无名更是不由自主地吞了吞口水, 看向叶峰的眼神也满是震惊。 这可是几品零食啊, 上来就送出去五百万枚。 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零食啊? 毫不夸张地将, 洛无名他身为星级宗宗主, 自己能动用的几品零食数量也绝对不超千万枚, 再多就必须得请示五大祖老了。 谁曾想, 叶峰随手就拿出五百万, 洛无名是越加相信, 叶峰就是上天送给星级宗的财神爷了。 五老, 你们不是卡在瓶颈数十年了吗? 这里有五枚顿悟丹。 你们什么都别问, 只要吞服就能立即进入顿悟之境。 看到全部愣住的五大祖老, 洛无名却是直接将叶峰送给他的五枚顿悟丹拿了出来。 顿悟丹? 从未听说过, 但五大祖老却极其信任洛无名, 没有多问, 结果顿悟丹便吞服了下去。 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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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顿悟的气息从五人身上涌现, 看着五大祖老立即盘息而坐, 紧闭双目修炼了起来, 洛无名直接带着叶峰走到一旁安静地等待了起来。 二十分钟后, 五大祖老顿悟结束, 全部都睁开了双眼,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们无法理解, 一枚丹药怎能让人瞬间进入顿悟之境。 洛无名, 这种顿悟丹尼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还有多少? 洛天醒起身后, 直接对洛无名询问了起来。 这小子给我的, 他那应该还有不少, 不过准备拿回去喂狗。 洛无名指了指身旁的叶峰, 一脸坏笑地直接把叶峰给卖了。 师公, 过分了吧? 叶峰一脸黑线地看向洛无名说道, 过分个屁, 我可以不要, 你可以不给, 但你想拿如此恐怖的顿悟丹去喂狗, 我根本忍不了。 呃, 看着满是怒火的洛无名, 叶峰也是苦笑了起来, 败家这习惯不能丢啊, 他可是败家神豪啊。 什么? 拿去喂狗。 而一旁的五大祖老听到这话, 金的眼珠都快瞪出来了, 最后审视的目光更是都落在了叶峰的身上。 叶峰? 我们不会以备份和身份压你, 顿悟丹是你的。 你想给谁就给谁, 这无可厚非, 但也不能拿去喂狗啊。 你可知道, 这顿悟丹有多珍贵。 仅仅二十分钟的时间, 五大祖老感觉瓶颈都有些松动, 如果再多有几枚顿悟丹, 他们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手里还剩下九十枚顿悟丹, 要不我就拿出来五十枚喂狗, 剩下的四十枚留着, 这总想了吧? 看着五大祖老那要吃人的眼神, 叶峰感觉九十枚顿悟丹都拿去给小黄狗吃, 好像的确有一点点浪费。 索性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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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叶峰这话, 五大祖老气的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感情劝了半天。 你还要拿顿悟丹去喂狗? 洛无名, 你身为宗主, 门下弟子如此败家? 你也不知道管管。 不好继续对叶峰发脾气, 看戏的洛无名身上。 洛无名没想到, 五大祖老的怒火, 竟然还烧到了自己的身上, 带着一抹苦笑解释道, 大祖老, 这小子就是个败家子啊。 传说中的九夜回魂草都拿来泡脚, 强大的黄泉剑一碎片都给了一条狗, 最重要的是, 那些好东西都是他自己的呀, 他铁了心要败家, 我能怎么办啊? 五大祖老听到这话, 全部都傻了。 九夜回魂草, 就算是他们以往进入天道战场都想要得到的传说灵草, 对方不仅有, 竟然还拿去泡了脚, 黄泉剑一碎片, 竟然给了一条狗。 猛啊! 五大祖老此时看向人畜无害的叶峰, 惊得是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妥妥的败家子啊, 这不是玄幻事件吗? 这个宗门的人是不是都太好了, 都这样了, 也不准备对我强取豪夺? 此时, 叶峰也是惊奇不已, 根据上一世他熟读的那些小说当中的剧情, 自己拿出这么多让他们眼红的宝贝, 不应该立即抢取豪夺吗? 回想了一下, 承诺不进行任何指导, 也不给予任何修炼资源的落千雪, 最后还不是带着冷无风外出购买炼丹灵草, 而且还买了自己的那两枚清玄丹, 整天都笑呵呵的白老。 星级宗这个本宗的众多内外门弟子, 根本没有出现那种嚣张跋扈的人, 自己一战成名, 没有一人心生怨恨, 反而都以他为荣, 对待自己极其友善的施工, 对自己极其友好的五位师兄师姐, 哪怕是眼前的五大祖老, 目前来看也极其的不错。 说实话, 叶峰感觉待在这样的一个宗门里, 还真的舒服得很, 根本没有什么尔虞我诈。 既然如此, 我就在宗门舒舒服服地当个败家子吧。 想到这, 叶峰也知道, 自己想舒舒服服地, 肯定也要拿出一些东西才行。 叶峰, 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 如此珍贵的顿物丹拿去喂狗, 真的是抱天天物。 哪怕你一直留在手里也行啊。 半想后, 洛天行也是一脸苦笑地看向叶峰商量了起来, 根本没有拿祖老的身份来压叶峰。 欺压同门, 就是在违背祖训。 心急宗能发展到如今, 传承下来的几道祖训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大祖老, 这是七十枚顿物丹, 我自愿上交给宗门, 但剩下的二十枚, 我得给我家狗子留着, 还希望五位祖老不要再劝阻。 叶峰这时, 拿出装有七十枚顿物丹的空间, 戒指放在了洛天行的手中。 既然想在宗门里舒舒服服地当败家子, 那自然是宗门越强越好, 他并不介意拿出一些好东西, 上交给宗门。 好, 好, 好。 洛天行小心翼翼地, 将装有七十枚顿物丹的空间戒指收好, 忍不住大声喊了三声好, 再次看向叶峰是越看越喜欢, 宗门能有叶峰这种弟子, 只要叶峰不触犯祖训, 在宗门当中, 他想怎样就怎样。 甚至, 除了我们五个老家伙, 就算是你都没有资格处罚叶峰, 明白了吗? 洛天行这时, 一脸严肃地看向洛无名大声说道。 吴明明白。 洛无名听后连忙说道, 同时心中暗道, 这可是我认定的财神爷, 就算你不说, 我也得把他供起来啊。 砰。 就在这时, 一声一响, 忽然从叶峰身边响起, 五大祖老和洛无名的目光, 也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过去。 金蚕星钥匙。 当众人看到叶峰脚下, 那在阳光下散发着耀眼金芒的灵框后, 全部瞪大了双眼惊呼出声, 甚至呼吸都跟着急促了起来。 破石头, 一块破石头而已。 看着众人此时一脸惊骇的样子, 叶峰暗笑着, 将拳头大小的金蚕星钥匙捡起, 直接收进了系统空间。 顿无丹给你们了, 但我还得让你们知道我有好东西。 身为败家审好, 身上没有让别人眼馋的东西怎么能行? 这臭小子手里真的有金蚕星钥匙啊。 你们三个还真猜对了。 洛无名此时也是苦笑了起来, 之前他在新魂宗的时候, 洛千雪就跟他说过一嘴。 而且还是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 既然叶峰敢说出金蚕星钥匙, 手里就绝对有。 后来他也询问过白天红和夏天雨, 两人也证实叶峰的确说过。 且他们两人也相信叶峰手里绝对有。 叶峰, 那, 那块金蚕星钥匙能否, 五族老楚云山因为激动, 浑身颤抖地看向叶峰, 想着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只希望叶峰能将金蚕星钥匙卖给他。 毕竟, 身为炼气师, 金蚕星钥匙绝对是每个炼气师 最想得到的炼气灵况之一。 不行, 这玩意我目前也不多, 我还想着以后拿他带个茅厕吗? 没等楚云山说完, 叶峰直接拒绝, 并且还给出了理由。 金蚕星钥匙, 带茅厕。 五大祖老以及洛无明听到这话, 气得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这简直比顿悟丹拿去喂狗, 还要丧心病狂。 呼! 楚云山伸出了口气, 努力堆起一抹笑容问道, 叶峰, 你可知道, 这金蚕星钥匙对于一个炼气师有多重要吗? 五祖老, 这我倒是不知, 不过我只知道, 用这玩意盖出来的茅厕, 在阳光的照应下, 金光夺目, 在里面蹲坑, 绝对非常的爽。 呼! 听到这话, 众人一口老血, 差点没喷出来, 那是金蚕星钥匙, 是能吸收雷洁力量的强大灵矿, 任何一名渡劫境强者, 做梦都想得到一件, 由金蚕星钥匙打造的灵器, 怎么到你这, 满脑子都是用它来盖茅厕, 难道等渡劫的时候, 躲到茅厕里去吗? 嗯? 楚云山想到这的时候, 神色猛然一愣, 连忙看向叶峰问道, 你是说, 你以后还能获得更多的金蚕星钥匙。 是啊, 这玩意我以后多的是, 到时候肯定是要盖一个茅厕的, 如果有剩余的话, 我绝对给五长老留着。 叶峰不明白, 对方为何忽然问这么一句, 但还是直接回答了对方。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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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金蚕星钥匙盖茅厕好啊! 听到叶峰的话, 楚云山却是忽然仰头大笑了起来, 不仅将叶峰看愣了, 就连其余四大祖老以及洛无名都看愣了, 一度怀疑楚云山是不是受不了这个刺激, 直接疯掉了。 老五, 你是不是疯了? 那可是金蚕星钥匙啊! 你竟然还鼓励这败家子, 拿如此灵矿去盖茅? 咋! 洛天行一把将楚云山拉过来后, 就询问了起来, 你们是不是傻? 如果这小子真有足够多的金蚕星钥匙用来盖茅厕, 等咱们真的想彻底度劫飞升上剑, 到时候完全可以躲到茅厕里硬抗雷劫啊! 一个茅厕的需要多少金蚕星钥匙, 到时候得吸收多少雷劫的力量,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它的茅厕够猛, 咱们躲在茅厕里, 没准雷劫的力量都能被全部吸收, 咱们在茅厕里蹲大号都可以。 想想, 外面雷云涌动, 雷劫哄响, 一道道雷劫屁下, 却根本轰不破那由金蚕星钥匙打造的茅厕, 咱们蹲个坑的功夫就渡劫成功了, 那多爽啊! 说到最后, 楚云山的眼中满是期待之色, 而其余几人听完后, 也都反应了过来, 如果真能蹲个坑就渡劫成功, 那其实是爽啊, 简直特么爽上天了呀! 卧槽! 还能这么晚? 一旁听着的洛无名此刻也是忍不住抱了粗口, 随后更是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看向了不远处的叶峰, 如果真能成的话, 岂不是说, 以后心急中的人, 只要到了渡劫境, 根本就无需再担心, 每突破一重都需要面对的雷劫了。 九夜回魂草? 回魂救生蛋? 特么的, 要是有了这能硬抗雷结的黄金茅厕, 巨特么的回魂救生丹, 谁特么需要那破玩意? 他们在谋划什么呢? 不远处的叶峰, 看着围居在一起的六人在那里窃窃私语, 而且, 每个人还时不时地用奇怪的目光看自己几眼, 脸上也是挂上了一个大写的问号。 叶峰又怎么会想到, 五大足牢以及洛无名, 此时已经盯上他准备败家的金蚕心要时茅厕了。 十分钟之后, 洛无名, 此次叶峰前往天道战场不容有失, 集结宗门内所有气动境内外门弟子, 一旦在天道战场遭遇危机,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也要保证叶峰的安全。 洛天行得知, 叶峰此次回到本宗是准备前往天道战场历练, 直接就对洛无名下达了命令, 这可是宗门的财神也啊, 必须要做好万全准备。 师公, 大足牢, 其实我想一个人进入天道战场去历练, 如果有那么多师兄弟跟我一同前往, 我这历练毫无意义啊。 而且, 在天道战场当中, 不管遇到其他界面生灵还是妖兽, 凭借我的实力, 自保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叶峰这时却是忽然出声, 想到自己带着一大群师兄弟前往天道战场, 到时候是众人保护他, 还是他保护众人都不一定, 毕竟, 聚集的人群越多, 虽然安全系数增加, 但遇到危险的系数也是成正比的。 如果遇到危险, 他也不能看着宗门师兄弟死在那里, 更别说他还有着这败家护卫队, 安全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嗯? 听到叶峰的想法, 大祖老也是沉思了起来。 好吧, 不过你一个人定要万事小心, 绝对不能轻信任何一个人。 这两天你先在宗门好好休息, 第三天一早就出发前往天道战场传送他。 最终, 大祖老还是同意了叶峰的提议。 等叶峰回到主峰的住处后, 发现五位师兄师姐竟然还在自己的住处, 满是惊奇地问道, 师兄师姐, 你们还没走啊? 小师弟, 你, 你之前给我们吃的那个顿物丹, 还有吗? 看到叶峰回来, 陈浩宇连忙上前询问了起来。 哪怕顿物结束已经许久了, 五天交都没有从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中清醒过来。 一枚丹药, 竟然可以让人瞬间进入顿物之境, 那无异于是一场莫大机缘。 一枚丹药, 一场机缘, 他们也不要脸了, 只求能在叶峰手里再弄到几枚。 不多了, 之前剩下九十枚顿物丹, 不过已经将其中的七十枚交给了大祖老。 听到这话, 夏天天连忙追问道, 那剩下的二十枚顿物丹, 能不能再给师姐一枚, 一枚就好。 说到最后, 夏天天已经开始撒娇了, 对自己刚认识的小师弟撒娇, 夏天天也真的是什么都不顾了。 不行, 叶峰这时连忙后退几步, 看着五天交一脸认真地说道, 剩下二十枚顿物丹是给我家狗子吃的, 大祖老药我都没给, 这是我最后的底线了。 败家, 很败家, 非常败家。 听到叶峰的话, 五天交的脑海中不由地想起了洛乌明队叶峰的另外一种评价, 可败家也不能败家到如此程度吧。 这种不弱于机缘的顿物丹, 竟然要拿去喂狗, 而且还是二十枚。 小师弟, 是我们唐突了, 能得到一枚顿物丹, 已经算是我们的机缘了。 机缘这东西, 抢求不得。 陈浩宇这时面带尴尬地说道, 大师兄, 为何强求不得? 大祖老那里可是有七十枚顿物丹, 那是我上交给宗门的。 你们身为宗门五大核心弟子, 顿物丹不给你们用给谁用?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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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峰话音落。 下, 五人各自施展拿手的身法, 一个接一个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了房间。 小师弟, 我们先去要顿物丹了, 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们几个随叫随到。 很快, 陈浩宇的声音从房间外传了过来。 唉。 叶峰此时叹了口气, 喃喃自语道, 败家神浩的悲哀莫过于此, 他们费尽心思得到一枚顿物丹的激动和喜悦, 我是根本感受不到啊。 等一下。 系统, 我之前不是给五大祖老每人一百万几品零食吗? 怎么没有奖励? 猛然想到了什么, 叶峰连忙对系统询问了起来。 叮。 因为五大祖老并没有真心接受并准备退还给宿主, 该败家事件仍处于进行时并没有结束。 卧槽。 不是吧, 这五大祖老是不是老了, 脑子都不好使了, 有钱都不要。 听到系统的解释, 叶峰的脸上瞬间布满了黑线, 他怎么都没想到五大祖老竟然还准备给他退回来。 叶峰, 没有打扰你休息吧。 说曹操, 曹操道。 大祖老骆天行此时满脸笑意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不打扰, 不打扰。 对了, 我给祖老们的极品灵石随便用, 千万不要跟弟子客气, 那玩意我多的是, 既然已经知晓对方前来的目的, 叶峰怎么能让对方将灵石给自己退回来。 俗话说得好, 断人财路无异于杀人父母。 呃, 正准备退还灵石的骆天行听到这话, 也是直接傻在了原地, 这还怎么拿出来? 可不还给叶峰, 这要是被传出去, 他们五个老家伙的老脸可就算是丢尽了。 大祖老, 你现在过来, 该不会是想将灵石退还给我吧? 说句实话, 虽然我不知道星级宗的灵石储备, 但整个宗门内所有灵石加起来, 怕都不够我的一个灵头, 我真的不在乎那点极品灵石。 对了, 大祖老, 如果宗门需要灵石的话, 尽管跟我说, 叶峰最后也不忘给自己打一个广告, 虽然他也对洛千雪说过, 奈何洛千雪根本就不对他提啊。 那, 不知道你手中是否有灵精? 刚好宗门的灵精有些不太充足, 而灵精又是维持护宗大阵的主要力量来源。 试探? 虽然说的是事实, 但洛天行也算是在试探。 他想知道, 叶峰到底还有多少家底, 如果真能拿出一些灵精, 那还真的解了星级宗的燃眉之急。 虽然星级宗乃是玄天大陆的顶尖宗门之一, 但玄天大陆广袤无垠, 同等级的势力也不在少数, 数千年的发展, 也有很多的死敌。 最近几百年, 在天道战场获得的灵精数量非常的少, 这的确是星级宗目前需要处理的问题之一。 灵精? 叶峰听后眼前一亮, 这不又来活了? 系统, 你看这宗门的人对我多好, 现在宗门就跟我家一样, 我给自己家贡献个一百亿枚几品灵精, 不过分吧? 出乎叶峰预料的是, 在自己说完后, 系统竟竟然出奇地沉默了起来。 第一, 宿主, 你能不能要点脸了, 一百亿枚几品灵精, 就您目前所在的宗门一直开启护宗大阵, 都足够支撑数百年, 数量超标。 系统, 你这话就不对了, 宗门是我家, 我保护好自己的家有什么问题? 十亿枚几品灵精, 不能再少了, 还是说你认为我活不过数十年? 没错, 叶峰不仅讨价还价, 还把时间建立在了一直开启护宗大阵的基础上, 而这也是他想要尝试的新方向, 就想看看系统是不是死板的系统。 如果不是, 那以后就好玩了。 在枯燥无聊的败家之路上, 没事跟系统讨价还价, 岂不是别有一番乐趣? 爹, 一亿枚几品灵精, 守护宿主的一节之家, 不能再多了。 嗯, 听到系统的回答, 叶峰也是流露出了极其吃惊的的表情, 竟然真的可以讨价还价, 而不是无视他的理由, 直接拒绝。 灵精可是天道战场独有的, 看来他应该是没有了。 看到叶峰半天没有回答, 洛天行倒是没有太大的反应, 本来他也只是试探, 并不是真的想从叶峰手中得到灵精。 大祖老, 这是一亿枚几品灵精, 想来有了这些几品灵精, 就算咱们星级宗一直开启护宗大阵, 也足够支撑数年之久。 然而, 让大祖老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认为叶峰根本拿不出灵精时, 对方却忽然拿出一枚空间戒指, 塞进了他的手中。 一亿枚几品灵精, 看着手中的空间戒指, 洛天行一度怀疑自己的耳朵, 刚刚是不是出现了幻听? 也弄不到这么多的极品灵精。 咕咚! 吞了吞口水, 洛天行直接释放出神识, 查看起了手中的空间戒指。 一望无际! 密密麻麻! 数不尽的极品灵精, 安静地躺在空间戒指当中。 看到这数不尽的极品灵精后, 洛天行的呼吸都瞬间急促了起来, 抓着空间戒指的右手, 都不受控制地抖动了起来。 这个空间戒指, 价值远超新极踪。 哪怕是洛天行在这一刻, 都有点慌了。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获得200败家点。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获得300败家点, 获得九星剑阵加强版 阵法秘点星号1。 奖励来了。 听到系统接连响起的两道提示音, 叶峰也是笑了起来, 不仅是刚刚的败家行为成功了, 之前赠送给五大足佬百万极品灵食的 败家行为也成功了, 证明洛天行此时已经接受了那些极品灵食。 不过, 让叶峰好奇的是, 这一次获得的特殊奖励, 却是一本加强版的阵法, 可他不懂阵法呀。 叶, 叶峰, 这些极品灵精, 你真的愿意上交给宗门? 洛天行此时, 问话多带着颤音, 哪怕他是杜杰镜九重巅峰强者, 更是扛过了五道天道雷杰, 只需要再抗四道天道雷杰就能顺利飞升, 可面对一亿枚极品灵精, 仍无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大足佬, 我当然愿意了, 这点都是小意思, 用没了就跟我说, 其实我建议, 咱们宗门没事, 就一直把护宗大镇开着吧。 这话叶峰说的可是真心话, 哪怕一直开着护宗大镇, 仍然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将这些极品灵精耗光, 但用没了, 他就可以继续给, 反正系统无限量提供, 他需要的是败加点。 不可, 极品灵精本就极其珍贵, 而且宗门没有遭遇危机, 怎能如此败, 浪费呢? 洛天行却是直接拒绝了叶峰的提议。 大足佬, 小了, 你的格局小了呀, 区区一亿枚极品灵精而已, 在我这就是毛毛雨。 你不用光, 我怎么继续为宗门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叶峰却是连忙劝说了起来, 一亿枚极品灵精是毛毛雨, 一亿枚极品灵精是微薄之力。 你这话说的还让别人活不活了? 洛天行真的快被叶峰的财大气粗 以及豪横的败加方式干崩溃了。 你当真还有? 这一次, 洛天行却是极其认真的询问了起来。 哟, 多的是, 宗门用没了, 尽管找我要。 听到这话, 洛天行一咬牙, 做出了这辈子最为疯狂的一个决定, 直接道, 好, 那从今日起, 星级宗的九星剑阵将永久开启。 嗯? 九星剑阵? 宗门的护宗大阵是九星剑阵。 听到洛天行说出九星剑阵, 叶峰也是一愣, 这不刚得到一个加强版。 宗主, 我这有一套阵法, 你看看。 说着, 叶峰就直接将刚刚得到的九星剑阵加强版阵法秘典拿了出来。 这, 这是, 越看越心惊, 看到最后, 洛天行看向叶峰的眼神就犹如在看着一个怪物一般。 九星剑阵? 星级宗传承数千年的护宗大阵, 而手中的阵法秘典竟然是改良过的九星剑阵, 虽然消耗将会提升十倍, 但阵, 法威力也同样会提升十倍。 大祖老, 别问, 问就是不知道。 叶峰看到洛天行想询问自己什么, 本就无法解释, 索性先堵住了对方的嘴。 好, 不问了。 从先开始, 你就是我星级宗的荣誉长老, 在宗门的身份地位完全不弱于我们五大祖老, 就算是洛无名这个宗主以后见到你, 也得恭敬地喊一声叶长老。 洛行天神色极其严肃地看着叶峰, 直接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身份。 弟子, 何星弟子, 那都算个屁, 那些身份简直就是对叶峰的羞辱。 不是, 大祖老, 你这完蛋了吧, 我对那个什么荣誉长老, 没什么兴趣啊, 就当个何星弟子, 就成。 而且, 我还是师尊的清传大弟子, 等从天道战场回来, 我还得回新魂宗呢。 叶峰听后, 却是连忙拒绝, 他可不想要那么高的身份。 活过一世的叶峰非常清楚, 身份越高, 责任越大, 他就想在宗门里安静地当个败家子, 可不想惹一堆事情在身上。 不行, 那样的话, 宗门根本对不起你贡献的这一切。 这样, 你仍然是宗门的第六位核心弟子, 过后也可以回到新魂宗, 但你仍然是新极宗的荣誉长老, 这个身份, 只有洛无明和我们五大祖老知道就行了, 不会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 唉, 看到洛无明态度如此坚决, 叶峰也无奈叹息, 出声道, 大祖老, 那咱们先说好, 宗门缺灵时, 灵近我有的事, 其他事, 我可一概不管。 叶峰, 休息了没有, 想不想去咱们宗门关押妖兽的妖兽峰看看。 这时, 洛无明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叶峰现在就是洛无明心中的财神爷, 什么事工不事工的, 现在怕叶峰太过无聊, 这才过来准备带他去妖兽峰逛逛。 大祖老。 而进入房间后, 看到洛天行也在这里, 洛无明也是一脸猛。 胡闹? 叶峰也是你叫的, 叫叶长老。 然而, 还没等洛无明明白洛天行为何会在这里的时候, 就得到了对方的一顿训斥。 什么叶长老? 谁是叶长老? 洛无明不由地将目光看向了叶峰, 这里姓叶的, 好像就只有叶峰了吧? 可叶峰不是核心弟子吗? 从现在开始, 叶峰便是咱们星级中的荣誉长老, 身份和地位跟我们五大祖老持平, 以后你见到叶长老, 态度给我放端正点。 洛天行这时, 看着洛无明继续训斥道。 荣誉长老? 跟五大祖老平起平坐? 疯了。 洛无明此刻整个人都要疯了, 他无法理解大祖老为何会忽然做出这种决定。 大祖老, 我能知道叶峰是怎么成为荣誉长老的吗? 不敢反驳, 不敢质问, 但洛无明还是很想知道, 怎么这么会攻法叶峰就变成了宗门的荣誉长老? 买的? 他给的太多了, 就算是荣誉长老, 我都感觉委屈了叶峰。 说完这话, 洛天行便直接离开了叶峰的住处, 毕竟这种大事, 他还是需要回去跟其余四大祖老说一声的。 买的? 洛无明听到这话, 却是感觉极其的耳熟。 自己宝贝女儿的清传大弟子名额, 不也是被叶峰买下来的? 可这是心急中的荣誉长老啊。 叶峰, 能不能跟我说说, 你花费了多大的代价, 才买下的这个荣誉长老? 看到洛天行离开, 洛无明也稍微放松了一些, 毕竟还是叶峰的施工, 大祖老都离开了, 他也没有那么死板地喊叶峰为叶长老。 我还是心急中的核心弟子, 同时也是师尊的清传大弟子, 这个荣誉长老就是个名头, 除了你和其余几大祖老知晓, 是不会对外公开的。 至于花费了什么代价, 其实也没什么, 无非就是一亿枚极品灵精 和一本九星剑镇升级版的镇法秘典。 叶峰随口回答道, 哼, 哼哼, 听到叶峰的话, 洛无明面不僵硬的, 除了傻笑还是傻笑? 一亿极品灵精, 那是极品灵精啊, 把星级宗卖的都不值这个钱啊。 九星剑镇, 哪怕数千年来宗门出现过庶民正道强者, 想着是否可以将九星剑镇改良, 但最后都失败了, 道你这直接就是改良好的九星剑镇。 如果说之前洛无明还不太认可大祖老的话, 那现在绝对是极其的认可, 甚至也认为只是一个荣誉长老的确委屈了叶峰。 师公, 你刚刚说什么妖兽风, 咱们去看看。 叶峰来到这个世界还没有遇到过妖兽, 对于这个世界独有的妖兽, 他的确很有兴趣。 另一边, 当洛天行回到后山的修炼洞府, 直接就召集了极其四大祖老。 老大, 将灵石还给叶峰没有, 咱们可丢不起那个人啊。 二祖老将豪宇连忙询问起了此事, 洛天行听后, 却是直接摇了摇头。 四大祖老看到这, 脸色都是一变, 他们没想到, 最为稳重的大老哥洛天行竟然没还回去。 大哥, 糊涂啊, 你糊涂啊, 怎么能不还呢? 我直接忍不住喊了起来。 诸位, 我不仅没还, 反而又在叶峰那拿了一些好处, 虽然我很不想要, 但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我根本无法拒绝。 说完, 洛天行不等四人出声, 直接就将那没装有一亿极品灵精的空间戒指拿出来, 放在了身前的石桌之上。 其余四大祖老虽然还想说什么, 但都立即释放出神识, 查看起了石桌上的空间戒指。 几秒钟后, 当四大祖老看完空间戒指, 里面那密密麻麻的极品灵精后, 之前想说的话不仅全部都憋了回去, 更是都傻在了原地。 大哥, 一共是多少? 不知道过了多久, 五族老楚云山声音打战的出声问道, 一亿? 死! 听到这个数字, 四大祖老当即倒吸了口凉气。 现在, 他们终于明白洛天行刚刚那句他给的太多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如果换作是他们, 他们也同样拒绝不了。 有了这一亿极品灵精, 足以保证心集中千百年无忧了。 半想后, 楚云山再次出声, 毕竟宗门也不会一直遭受强敌来袭, 说句不好听的, 只要星集中继续昌盛下去, 护宗大阵开启的次数微乎其微, 那这个安全时间将会更久。 不! 从今日起, 咱们星集中的护宗大阵将会永久开启, 不管是否遭遇宗门危机, 每时每刻都要保持在开启状态。 叶峰说了, 我的格局太小了, 区区一亿极品灵精而已, 用没了, 尽管找他要便是。 听到前面两句话, 四大祖佬感觉落天行绝对是疯了, 而听到后面那句话, 却都再次沉默了下来。 宗门有一个神豪弟子, 他们能怎么办? 唉, 这小子才来一天啊, 我怎么感觉自己就跟个乞丐一样。 沉默许久后, 四祖佬成心非面带苦笑地自嘲了起来, 而这话, 也同样直击其余四人的内心。 那可是一亿极品灵精啊, 随便给个杜杰进九重巅峰大佬, 绝对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打造出一个一流宗门, 甚至是顶级宗门。 对了, 叶峰还给了我一个阵法秘点, 里面正是加强版的九星剑阵, 虽然消耗增加了十倍, 但威力也同样增加了十倍。 十倍的九星剑宗, 就算是扛过九道天道雷洁的杜杰进九重巅峰强者, 不死也得中创。 这时, 洛天行却是再次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 将其余四大祖佬的脑海阵的嗡嗡作响。 宗门内不知道有多少弟子死在疯妖洞中, 但, 不管是离开宗门外出历练, 还是前往天道战场历练, 都会遭遇强大的妖兽, 想要离开宗门, 就必须经历封妖洞的生死历练, 起码在这里, 你还有极大的生还机会, 但到了外界, 那些妖兽可不会给你任何活命的机会。 洛无明看着极其不解的叶峰, 也是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原来如此。 听完后, 叶峰这才明白了过来。 师公, 我过两天不就要前往天道战场吗? 要不要也进去试试。 很快, 叶峰就带着跃跃欲试的神色询问了起来。 听到这话, 洛无明满脸黑线地看着叶峰说道, 这些妖兽, 都是从外界或天道战场抓回来的, 还是将机会留给其他师兄弟吧。 想到叶峰的实力, 200头同境界妖兽, 也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那根本就是在白白浪费妖兽资源, 就是在败价。 可惜了, 看来只有去了天道战场, 我才能跟妖兽交手了。 听到洛无明的话, 叶峰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失望之色。 施工, 一头气动进九重巅峰的妖兽值多少钱? 叶峰还是很想见识一下妖兽, 索性准备施展败家大法。 今天这阳光真好啊。 看着洛无明无视自己的询问, 自顾自地朝前方走去, 叶峰的脸上也是逐渐布满黑线。 逛了一圈, 除了看一个有一个封印妖兽的乌黑洞口, 根本没有任何能引起叶峰感兴趣的事情出现, 这让他极其后悔前来。 两小时后, 败家点只有2810点, 他准备攒一波, 到时候直接将实力突破到熔灵境九重巅峰。 第二天一早, 叶峰起床后, 就立即查看起了今天的败家产物。 一具紫雷狂尸的妖兽尸体。 紫雷狂尸? 什么级别的妖兽? 一具尸体而已, 怎么合理地败掉? 带着疑惑, 叶峰也是直接找到了大师兄陈浩宇。 妖兽尸体吗? 咱们修饰可以耗费灵力从妖兽尸体当中提炼出纯粹的妖兽精血。 这种妖兽精血对咱们这些正常修饰而言并不重要, 但对于体修而言却极其的重要。 体修便是修炼淬炼肉身的功法, 吸纳天地间的灵气不断淬炼肉身, 让肉身不断发生蜕变, 战斗力也是极其的恐怖。 而妖兽精血对于体修者而言, 绝对是最好的辅助修炼资源。 陈浩宇听到叶峰的询问, 也是耐心地讲解了起来。 大师兄, 那要是不用灵力淬炼, 而是直接将妖兽的肉质接烤着吃呢? 叶峰听后, 再次询问了一个新的问题。 哦…… 听到这话, 陈浩宇也是一愣, 更是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向了叶峰, 他搞不懂叶峰哪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 越是强大的妖兽尸体, 提炼妖兽精血就越加的困难。 而如果直接烤着吃, 恐怕吸收的力量都不足妖兽精血的1%, 低级境界的妖兽无所谓, 但如果是实力强大的妖兽尸体, 不去提炼妖兽精血, 而是直接烤着吃的话, 那就真的是有点败家了。 虽然无法理解叶峰的想法, 但陈浩宇还是进行了解释。 那怎么宗门有体修吗? 现在除了不清楚子雷狂尸的级别, 叶峰也基本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直接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有, 五足佬便是一名强大的渡截境体修, 这跟他是一名强大的炼气师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问题, 陈浩宇却是直接给出了答案。 嗯? 看着听完后直接离开的叶峰, 陈浩宇眉头忽然紧皱, 随后猛然瞪大了双眼, 行惊道, 小师弟手中该不会有一头境界极高的妖兽尸体吧, 而且, 不会是准备直接烤着吃吧。 想到这个小师弟的豪横败家性格, 陈浩宇越加感觉自己的猜测是真的。 内门练武场? 叶峰直接从系统当中取出了子雷狂尸的尸体, 一股恐怖的气息微压, 瞬间笼罩整个练武场, 那恐怖的压迫感, 让所有内外门弟子感觉到了一种死亡般的窒息感。 砰! 小山般的子雷狂尸的巨大尸体, 重重地砸落在地面, 直接发出了一道轰响。 师兄师弟们, 今天先别比试了, 赶紧过来帮我切肉, 今天我请大家吃烤肉。 数千名内外门弟子, 硬扛着窒息般的威压, 走到了子雷狂尸的巨大尸体前, 每个人的眼中都面带惊骇之色, 虽然不知道眼前这头妖兽是什么级别的妖兽, 但级别绝对恐怖。 而叶峰非但没有将这妖兽尸体提炼成妖兽精血, 反而准备请他们吃烤肉, 这让他们兴奋不已。 这种级别的妖兽肉, 这一次错过了, 恐怕这辈子都不一定有机会能吃到了。 叶峰师兄, 这头妖兽身上的灵甲太硬了, 我的剑都砍断了, 但都无法伤害丝毫啊。 叶峰师兄, 我找到了几个没有灵甲覆盖的薄弱点, 可我加持锐利精灵力的常见都无法剖开这妖兽的皮肉啊。 叶峰师兄, 吃不到啊。 小山般的紫雷狂尸的身体上到处都站着宗门弟子, 但无论众多弟子动用什么手段, 都无法对紫雷狂尸的尸体造成任何伤害, 这简直让他们崩溃。 系统, 有没有可以轻松切割这头妖兽的刀器, 借用一下没问题吧? 不然这个败家产物我没办法解决啊? 搞不懂, 匕首过后需要归还, 否则将扣除大量败家点。 系统, 好像猜到了叶峰过后想要不归还的想法, 直接就给出了不归还的严厉处罚。 呃。 听到不归还的后果, 叶峰也只能暗骂系统太过小气, 随后取出一百柄匕首发给了周围的弟子。 叶峰师兄, 这匕首太猛了, 妖兽那坚硬无比的灵甲在这匕首之下, 犹如宝纸啊。 叶峰师兄, 这妖兽的皮肉也被轻松切割, 这个匕首太恐怖了。 随着紫雷狂尸的尸体被快速切割, 一块又一块血肉堆积在一起, 围惧在一旁的其余弟子也都拿起木签子, 开始认真地串起了大肉串。 堆起木柴, 叶峰释放出一丝火灵力, 瞬间将木柴点燃。 负责烤串的众多弟子拿过串好的大肉串, 围惧在一个又一个火堆四周, 开始认真烤了起来。 站在一旁的叶峰, 看着各司其职的数千名内外门弟子, 感觉这简直就是一场篝火盛宴。 呲呲呲啊! 随着紫雷狂尸的血肉, 开始呲呲冒游, 射人心神的浓郁肉香, 瞬间飘荡整个练武场, 这让众多弟子都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心急踪踪十里外, 一名身材魁梧, 但满身是血的中年男子, 从虚空当中踏出, 看了眼心急踪的方向, 咧嘴笑道, 落无名。 这一次, 老子在天道战场赚大发了, 足足得到了八十枚极品灵精, 可不是低品, 而是极品, 真期待你接下来那羡慕到发子的眼神。 想到这, 魁梧男子带着一抹笑意, 直接朝心急踪的方向快速飞去。 怎么回事啊? 心急踪遇到危险了? 当魁梧男子来到心急踪附近, 察觉到护宗大阵开启的阵法气息, 脸色也是猛然一变, 眼中杀鸡暴涨。 不对啊, 是外面也没有敌人啊, 不就我自己吗? 但很快, 魁梧男子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因为这里哪有什么敌人, 就他这么一个老朋友。 正好多年没有见识九星剑阵的威力了, 看看我的肉身现在能抗住多少道九星剑吗? 没有喊落无名出来, 魁梧男子准备先进入护宗大阵尝试一番。 卧槽! 然而, 刚刚踏进九星剑阵范围, 一股窒息感瞬间弥漫心头, 没有任何犹豫, 魁梧男子以最快的速度逃出了剑阵。 呼! 呼! 逃出剑阵的魁梧男子站在原地不断地喘着粗气, 眼中的惊恐之色却是越加的浓郁。 必死! 魁梧男子敢保证, 如果不是刚刚他速度够快, 此时怕是已经死在剑阵当中, 一道九星剑芒都足以将他随意抹杀。 星级中最为强大的护宗大阵, 九星剑阵竟然得到了改良, 威力不知道是以往的多少倍, 到底是何人将剑阵改良到如此恐怖的程度? 魁梧男子此时也是沉思了起来。 罗凯, 你是不是疯了? 察觉不到护宗大阵开着呢吗? 就在这时, 洛无明急切的声音从宗门内响起。 看着从宗门飞出来的洛无明, 罗凯的脸上除了苦笑还是苦笑, 谁他妈知道, 你家的护宗大阵是加强版啊? 走, 里面说。 看到罗凯并没有出事, 洛无明这才松了口气。 洛无明, 你们宗门开启, 那护宗大阵? 难道是, 最近有强敌来犯? 跟在洛无明的身边, 罗凯也是神色认真地询问了起来。 没有, 就是最近宗门内的灵精有一点多, 所以决定将宗门大阵永久开启。 对了, 现在九星见证的威力, 你刚刚应该感受到了吧? 足足比以前增强了十倍, 虽然消耗也增加了十倍, 但那都是茫茫语了。 洛无明流露出一副财大气粗的神态, 笑着解释道。 这必让你装的? 那你说说, 你们宗门现在有多少灵精? 看到洛无明此时那装笔的样子, 罗凯却是不太相信地询问了起来。 不过, 刚刚进涨一亿枚极品灵精, 虽然消耗增加了十倍, 但也足够支撑数月的时间。 对了, 看你的样子是刚从天道战场回来吧? 跑我这来有什么事吗? 洛无明看着浑身是血的罗凯, 也是好奇地问了起来。 听到这问话, 罗凯的脸色瞬间尴尬了起来, 他跟洛无明是数十年的老朋友, 他清楚对方不会跟自己开这么大的玩笑。 既然说有一亿极品灵精, 那就绝对是有, 灵精过来装逼, 他现在哭死的心都有了, 恨不得立即找个地方钻进去。 没事, 这不是好久没找你喝酒了吗? 就寻思过来, 跟你好好喝一杯。 罗凯随便编了个理由, 不过倒也没有让洛无明多想, 毕竟两人的确有几年, 没有好好地聚一聚了。 嗯? 什么味道? 这么香? 就在路过内门区域时, 一股浓郁的肉香, 随着微风飘进了两人的鼻中。 片刻后, 当两人顺着香味, 来到内门练武场, 看到那只剩下一半的紫雷狂尸的尸体后, 瞳孔紧缩地一同惊呼道, 紫雷狂尸, 这气息! 这头紫雷狂尸, 绝对是扛过九道天道雷劫, 随时都能飞升上界的恐怖大妖。 哪怕只是尸体, 但感受到紫雷狂尸身上散发着的, 让两人心机的气息微压, 让两人再次面色大变。 等等, 下面那数千名弟子, 在干什么? 拿这等恐怖大妖的血肉烤着吃, 洛无明。 你心急踪都已经富裕到如此程度了吗? 这时, 罗凯终于注意到, 下方数千名弟子都在拿着肉串大吃特吃的场面, 忍不住看向洛无明惊呼出声。 富裕个屁啊! 绝对是叶峰那个败家子干的啊! 恐怖大妖, 这等恐怖大妖的血肉提炼的妖兽, 惊血的多珍贵! 他, 他竟然拿来烤肉, 而且还给了这些弟子吃。 想到这, 洛无明都差点昏厥。 这要是五族老看到, 不得直接气吐血。 那是! 就在这时, 罗凯忽然到了让他心惊肉跳的恐怖一幕, 一名只有气动尽实力的弟子, 竟然拿着一柄看似普通的黑色匕首, 随手割断紫雷狂尸身上覆盖的灵甲。 那得是什么神兵利器, 才能无视如此境界的紫雷狂尸的灵甲? 说切断就切断! 疯了! 多年没过来, 罗凯在这一刻, 甚至对星级宗都有了一种陌生感。 什么时候, 自己这老友的宗门变得如此恐怖了。 五族老, 你快点过来吧。 叶峰那小子又特么开始败家了, 扛过九道天道雷杰的紫雷狂尸的尸体啊。 他竟然在烤洛串给宗门数千名弟子吃, 你再不过来, 一会就被他们吃磨了。 嗯? 听到一旁的洛无明用传音玉佩给自家祖老传音, 看到此时洛无明那崩溃的神色, 罗凯忽然感觉好像自己猜错了。 现在这种情况, 好像洛无明自己都有点猛逼啊。 洛无明, 你刚刚说的叶峰是谁? 何必让五族老过来劝阻? 你直接上去劝阻不就行了? 罗凯此时满脸疑惑地看向洛无明问道, 你以为我不想啊? 这个叶峰本来是宗门的第六名核心弟子, 结果他昨天送给宗门一亿极品灵精 和加强版的九星见证秘典, 直接破格成了宗门的荣誉长老, 地位跟五大祖老一样, 就算是我都得恭敬地喊一声叶长老, 我怎么去劝阻? 对于罗凯, 洛无明倒是没有隐瞒什么? 后山? 楚云山听到洛无明的传音, 面部肌肉瞬间抽出了起来, 这让一旁的四大族老满是疑惑。 老五, 怎么? 洛天行不解地问道, 大哥, 你说一头扛过九道天道雷杰的大妖尸体, 对我重不重要? 楚云山听到洛天行的询问, 犹如委屈的小寡妇, 带着忧怨, 委屈的神色, 直接问道, 那还用说, 那种级别的大妖尸体, 对你而言, 恐怕比顿务丹还要重要吧? 洛天行也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一旁的三大族老也都跟着点了点头, 毕竟五人当中只有楚云山是体修, 他们也知道妖兽精血对体修有多么的重要, 现在咱们宗门当中就有这么一头大妖尸体, 而且已经被内外门数千名弟子烤着吃掉一半了。 什么? 听到这话, 洛天行, 江豪宇, 曹明峰和程兴飞四人全部精湛而起,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那你还等什么? 还不赶紧去阻止他们? 反应过来后, 洛天行气急败坏地朝楚云山喊道, 就算我现在过去又如何? 洛无明刚刚给我传音了, 恐怕这头大妖是叶峰那小子拿出来的, 他想分给宗门数千弟子烤着吃, 我能怎么办? 听到这话, 洛天行, 江豪宇等四人却是直接沉默了下来, 毕竟已经从叶峰手中得到了那么多好处, 你总不能将大妖的尸体抢过来吧? 毕竟那是人家叶峰的东西, 而且, 哪怕是烤着吃, 毕竟是如此境界的大妖, 恐怕数千名内外门弟子都会受益无穷, 总的来说, 对宗门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苦了楚云山, 罢了, 不如咱们也去吃点吧, 能吃点总比吃不到强, 这种级别的大妖的肉, 我都没吃过。 最终, 洛天行提出了一个建议, 随后五大祖老用最快的速度, 立即朝内门练无常赶去。 而此时, 洛无明和罗凯早已加入到了吃肉串大军当中, 更是吃得不亦乐乎, 实在是紫雷狂狮的肉质太好了, 再加上是烤出来的, 味道上更是提升到了一个顶点。 片刻后, 五大祖老也赶到了练武场, 跟叶峰打了个招呼, 也加入到了吃穿大军当中。 一小时后, 随着楚云山将紫雷狂狮的骨架带走, 烧烤盛宴也彻底结束, 重新进入修炼当中的数千名弟子, 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身体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叶长老, 这位是我的老友罗凯, 是一名杜杰进四重的体修。 洛乌明此时也带着罗凯给叶峰认识了一下, 听到洛乌明管自己叫叶长老, 叶峰也是有些无奈, 谁叫一旁除了楚云山, 其余四大祖老还没有离开。 晚辈叶峰见过罗前辈, 叶峰也是极其谦逊地喊了一声, 不渴不渴, 罗凯听到这一声前辈, 却是连忙劝阻, 随后连忙说道, 叶长老, 前辈不敢当, 不敢当啊, 你是我施工的朋友, 那自然是晚辈的前辈。 嗯? 然而, 听到这话, 却是给罗凯正不会了。 洛乌明管你叫叶长老, 你管他叫施工, 这特么多什么关系? 罗凯, 叶峰这小子是千雪的清传大弟子, 所以我也算是他的施工, 反正他的身份现在有点多。 解释了一句, 想到还要解释更多, 洛乌明索性不再多讲。 叮! 恭喜宿主成功消耗今日败家产物, 奖励一千败家点, 奖励扛过九道天道雷劫的 杜杰镜九重巅峰紫雷狂狮 妖兽精血, 星号200。 系统, 扛过九道天道雷劫, 是什么意思? 看到这一次得到的特殊奖励, 前坠有一点复杂, 叶峰也是不解的问了一嘴。 叮! 宿主所在的玄天大陆, 不管是修士还是妖兽, 实力达到杜杰镜九重巅峰, 想要飞升上界, 就需要抗住九道天道雷劫, 天道雷劫不同于杜杰镜需要面对的普通雷劫。 听到系统的解释, 叶峰也大概明白了过来, 这应该是杜杰镜九重巅峰之后的一个实力划分, 每扛过一道天道雷劫, 实力都会有所不同。 叶峰贤直, 虽然借你的光吃到了如此美味的大妖血肉, 但该说不说, 糟蹋了, 这大妖的尸体, 真给糟蹋了呀。 你可知, 这大妖尸体提炼出的妖兽精血, 对我们这些体秀而言, 有多珍贵。 虽然沾了叶峰的光, 但不吐槽这么一句, 罗凯憋得难受啊。 谁让他是一名体秀, 虽然烤肉美味, 但香在嘴中, 痛在心里呀。 罗前辈, 你说的是这玩意吗? 听到罗凯的吐槽, 叶峰摊开手, 一滴通体血红的血珠, 便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中。 这气息, 没错, 绝对是刚刚那头紫雷狂尸尸体提炼出的精血。 感受了一下精血的气息, 罗凯恨不得立即将这滴精血抢过来吞下。 这玩意我现在倒是有一些, 但不能都给你们, 我得给我家狗子留点。 对于这种妖兽精血, 叶峰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他现在习惯性地将什么东西都准备给自家狗子留一点, 身为败家神好养的狗子, 必须得什么都吃过才行, 这样以后才能不给他丢脸。 哭了, 听到叶峰这话, 落无名的心在流泪, 他忽然感觉自己堂堂心急宗宗主, 竟然还不如一条狗, 甚至他都羡慕起叶峰养的那条狗了,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真的是跟了叶峰, 一条狗都直接起飞了, 别人做梦都渴望得到的东西, 一条狗却全都有, 你说气不气? 狗子, 是你朋友的外号吗? 罗凯此时满是羡慕地问道, 对于叶峰的这个朋友, 他是真的羡慕了。 罗凯, 狗子不是人, 就是叶峰养的一条普通野狗, 不过因为吞附过两千多颗九文三品清悬丹, 已经朝着妖兽进化了。 狗子不是人? 一条狗吃了两千多颗九文三品清悬丹, 以往最高的不就是一枚八文清悬丹, 什么时候出现九文的了? 而且还能有那么多? 最重要的是, 如此珍贵的大妖精血, 竟然要喂一条狗? 想到最后, 罗凯要疯了, 这种败家行径, 他根本接受不了啊。 你们是在跟我开玩笑的, 对吧? 终于, 罗凯问出了一句自认为极其合理的话来, 他不相信这世上能有人败家到如此丧心病狂的程度。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呀。 叶峰没有回答, 只是看向罗凯笑了笑, 就朝练武场外走去。 罗凯, 跟我来吧, 我送你一场机缘。 洛无明说完, 也朝着练武场走去。 你们怎么都走了, 倒是回答我的问题啊。 什么机缘? 在你宗门能送我什么机缘啊? 带着不解, 罗凯还是朝离开的洛无明追了过去。 不多时, 当来到了无明的住处后, 直接拿出一枚顿物丹递给了罗凯, 一脸严肃地说道, 如果不是咱们关系那么好, 这东西我绝对不给你。 这什么玩意, 不会是毒药吧? 罗凯看了看手中黑不溜秋的顿物丹, 直接打趣地笑了起来。 顿物丹, 吞服过后可以立即进入顿物之境, 持续时间大概在二十分钟左右。 卧槽, 真的假的? 看着一脸严肃的洛无明, 罗凯也是忍不住抱了粗口。 顿物那玩意, 可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啊。 吞服这枚丹药, 就能进入顿物之境。 虽然有些难以置信, 但看着一脸严肃的洛无明, 罗凯感觉对方并不是在逗他。 呼! 伸出口气, 罗凯直接将手里的顿物丹吞了下去。 随着一股顿物的气息涌现, 罗凯面色一变, 连盲盘吸坐地, 双眼紧闭地修炼了起来。 二十分钟后, 这顿物丹也是叶峰那小子的, 除了贡献给宗门的, 他手里还有二十枚, 也是准备回去给他家狗子吃的。 看到罗凯修炼结束, 睁开了双眼, 洛无明没等对方说话, 直接说了这么一句。 对了, 夏天宇那家伙你知道吧? 叶峰说过, 要是在平时帮他干点体力活, 如果表现好的话, 就将一株酒液回魂草当作奖励。 他现在连拍卖行都不管了, 直接跑到我女儿的新婚宗当长老去了, 还有白天红那家伙, 也彻底赖在了我女儿的宗门。 看到罗凯听到这话转身, 就要走, 洛无明一脸猛逼, 连忙喊道, 你干什么去? 咱们还没喝酒呢? 喝个屁! 我一个孤家寡人, 整日以孤独为伴。 你女儿创立了宗门这种大事, 都不早点告诉我。 我这就去你女儿的宗门当个长老去, 也是时候有个家了。 听到这话, 看着直接冲天气, 快速离去的罗凯, 洛无明整个人都傻了。 这, 这家伙是真特么不要脸啊。 当初是谁说, 这辈子都不会加入任何一个势力的, 说不喜欢条条框框, 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多舒服, 还特么想有个家了。 我看你是盯上叶峰手里的那些大妖精血了吧。 洛无明一个人疯狂吐槽, 但最后不得不承认, 如果换作是他的话, 恐怕也会做出跟罗凯相同的决定, 谁让叶峰手中的东西, 拥有致命的吸引力。 扛过九道天道雷洁的大妖啊。 对于他们这种连度洁净九重巅峰都没有达到的修士而言, 根本就是仰望的存在。 不行, 虽然跟他是兄弟, 但这种好东西, 怎么能都便宜了他? 我得赶紧去通知五族老权。 想到这, 洛无明也冲天而起, 快速朝后山方向赶去。 砰, 刚躺下准备继续睡觉打发时间的叶峰, 却被忽然撞破的房门声惊扰, 看到是大师兄陈浩宇, 满是无奈道, 大师兄, 你要稳健啊, 凡事不要晃。 你看把我的房门都给撞坏了。 小师弟, 我知道你败家, 可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败家到如此丧心病狂的程度啊。 呃, 听到这话, 叶峰也是一脸猛, 他干什么了? 而看着此时一脸无辜, 人畜无害的叶峰, 陈浩宇的心态瞬间炸了。 刚刚, 他可是前往宗门藏经阁, 凭借何欣弟子的身份, 查阅了一些记载顶级大妖的书籍, 结果真被他找到了紫雷狂狮的信息。 紫雷狂狮, 妖兽一族当中极其强大的妖兽, 不出意外, 基本都能顺利突破道度洁净的恐怖大妖, 而且自身的身躯也会随着实力不断变大。 结合之前他们吃掉的那小山一般大小的紫雷, 狂狮, 足以证明那是一头渡洁净的大妖。 对于陈浩宇而言, 凭借书记记载能推算出那头紫雷狂狮在渡洁净已经非常不错了。 算了, 跟你这种败家神豪说不明白的。 最终, 陈浩宇放弃了, 毕竟他也知晓了一些叶峰以往的败家事迹。 就算他说了, 对方怕事也根本不会放在心上, 两人根本就不在同一个大气层。 宗主说, 以后让我们五个跟着小师弟前往圣女所创立的新魂宗, 看来我得努力适应小师弟的豪恨败家方式了。 无奈摇了摇头, 陈浩宇直接转身离开了叶峰的住处。 走了? 干什么啊? 把我房门撞碎了, 又说了一句稀奇古怪的话就走了。 你是故意来搞我房门的吧? 看着直接离开的陈浩宇, 叶峰也是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呼! 几分钟后, 叶峰擦了擦没有汗水的额头, 看着修好的房门, 也是忍不住流露出了一抹得意之色。 这回可以好好睡觉了。 躺到床上, 叶峰闭上双眼准备再去找被定住的七仙女玩会游戏。 砰! 然而, 就在叶峰即将进入梦乡的时候, 房门被猛力撞开的声音再次将他惊醒。 看着彻底散架了的房门, 又看了看满是激动之色的五族老楚云山, 叶峰要疯了。 你迈就来, 非他妈跟我房门过不去干什么。 五族老, 傻也别说了, 我知道你爱干什么。 这十滴大妖精血, 算是弟子孝敬你的。 叶峰也不傻, 五族老忽然起来, 而且还带着激动的神色, 不用想都知道, 施公落无名又把他卖了, 索性直接拿出了十滴大妖精血。 哎呀, 这也多不好意思啊。 虽然这么说, 但楚云山接过大妖精血的速度, 却是要多快有多快, 唯恐慢一秒就会被叶峰收回去一般。 叶长老, 那你好好休息, 要是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说完, 楚云山就满是喜色地转身离开了叶峰的住处。 这门? 算了, 我还是换个院落吧。 看着彻底碎掉的木门, 叶峰已经放弃了修理的打算。 接着睡觉吧, 明天再混一天, 后天就可以前往天道战场了。 换了一个院落, 叶峰关上房门, 躺在床上, 终于安稳地休息了起来。 一日, 清晨, 叶峰从床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 直接查看起了今天的败家产物。 败家产物, 净神香星号100。 净神香, 由万年名神悬术制作而成, 点燃后, 散发出的香气有着心安神定的效果, 在此状态下进行修炼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很快, 今日败家产物的信息就从叶峰的脑海中涌现了出来。 有点意思, 竟然还会有这种东西。 不知道点燃这净神香, 能不能让我睡得更舒服一点。 叶峰此时也是沉思了起来, 毕竟只有一百根净神香, 早点祸祸完就可以早点获得败家点奖励。 院落外。 根据我这几天的观察, 叶峰这小子每天早上总会拿出一些好东西, 用来败家。 最初在新魂宗, 他大早上就用了一万个黄泉剑衣碎片给他养的狗子用了。 之后再回本宗的路上, 大早上他就开始扔上品铃石, 起码在十万左右。 昨天他弄出来一头恐怖的紫雷狂尸大妖尸体, 也是在上午。 所以我怀疑这个败家子每天早上起来, 要是不败家点好东西, 那一天的心情都不会好。 洛乌明此时也是对一旁的五大阻老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叶峰绝对想不到, 自己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想先解决掉当天的败家产物, 但却被洛乌明注意到了, 反而将他这种行为当成了一种败家习惯。 嗯? 什么味道? 就在这时, 几人忽然闻到了一股特殊的香气, 而源头就在叶峰目前所居住的院落房屋内。 卧槽! 镜神香! 而且绝对不是普通的镜神香! 几秒钟后, 当洛天行察觉到自己心神的一些变化, 忍不住地直接抱了粗口, 更是直接朝院落内的房屋冲去。 砰! 正在点燃第三十三根镜神香的叶峰, 却是忽然被猛力撞破房门的声音吓了一跳。 看到被撞成碎片的木门, 叶峰心态崩了。 这帮人特么总跟木门较劲干什么? 死! 冲进房屋, 吸了一口房屋内浓郁的镜神香的香气, 洛天行那焦急, 暴躁的心态却是瞬间平静了下来。 后面跟进来的洛乌明和其余四大祖老, 在进入房屋的那一刻, 脸上各种各样的神色也都逐渐消, 是! 看到进来的六人, 叶峰也是一脸猛逼, 大早上的跑他这来干什么? 果然是镜神香! 叶峰, 你这些镜神香是有什么灵木制造的? 洛天行神态极其平静地看着叶峰问道, 万年名神悬术。 叶峰听后直接回答道, 哦, 万年名神悬术啊, 不错, 还真是不错。 洛天行听后神色平淡地说着, 但内心早已疯狂, 只不过是被镜神香的力量所压制着心神, 让他生不起各种情绪。 只是不错嘛。 看来, 那什么万年名神悬术, 也不算什么好玩意啊。 回想到之前施工以及五大祖老, 不管是顿武丹, 金蚕星药石, 紫雷狂尸大妖尸体, 还是紫雷狂尸大妖的精血, 知道自己想败家, 那神情, 那情绪, 根本无法和现在平静的样子相提并论, 所以他感觉今天的败家产物有点差了。 叶峰哪里知道, 房屋内的六人现在的心神情绪, 都在被镜神香的力量所压制, 单凭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 这由万年名神悬术打造的镜神香, 有多么恐怖。 好玩意, 这他妈是好玩意啊。 而听到叶峰这话, 六人都流露出了一抹苦笑, 但很快就又恢复到了平静的神态, 不管是表情, 还是内心情绪波动, 只要出现异样, 马上就会被镜神香的力量所影响。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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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是破玩意, 叶峰自然更加地不在乎了, 开始飞快地, 将早已摆好的剩余67根镜神香, 全部点燃。 一根起码能燃烧一个小时以上, 而一根产生的效果就足以覆盖整个房屋, 可以让十多人在这种心安神定的状态下修炼。 可叶峰竟然点燃了一百根, 这简直就是在败家啊。 一根和一百根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这不是败家是什么? 焦急, 心痛, 抓狂。 种种情绪不断地在六人心中出现, 但却不断地被镜神香的力量压制, 看着一百根镜神香不断在燃烧, 对于六人而言, 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这个败家子, 点燃一百根如此珍贵的镜神香后, 竟然跑床上睡觉去了, 他是想气死我吗? 看到叶峰躺到床上继续睡觉去了, 落天行那叫一个气啊, 可刚有, 产生气氛的情绪就又被镜神香的力量给压制了下去。 我受不了了。 最终, 落天行顶不住这种折磨, 直接跑出了房屋, 更是退到了离房屋三百米外地方, 这才终于摆脱了镜神香的效果压制。 叶峰, 你个败家子, 你是真败家啊。 终于能发泄压抑的情绪, 落天行朝着叶峰的住处直接怒吼了起来。 呼, 发泄过后, 落天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而一同退出来的落无名和其余四大足楼, 此时也都苦笑了起来。 别说万年的名神悬术, 在天道战场, 我连超过五千年的都没见过。 而且, 感受到那镜神香的恐怖效果, 我猜测, 那些镜神香很有可能是万年名神悬术的树星制造而成, 那珍贵程度就要再次提升数个等级。 对于灵草、灵矿、灵树等等既有经验的二祖老江豪宇, 此时眼中也流露出了极其肉痛的神色。 笑也叶峰, 哭也叶峰。 罢了, 毕竟都是叶峰自己的东西。 而且, 咱们还拿了不少的好处, 眼不见心不烦, 以后, 绝对不会再来了。 说了这么一句, 落天行直接转身快速离开。 走了走了, 宗美有了叶峰感觉是彻底转运了, 可他这豪横败家的习惯。 哎, 江豪宇叹了口气也转身离开。 真不知道这小子哪来得这么多, 让我等多眼热的宝贝。 羡慕啊。 其余三大祖老此时嘟囔了一句后, 也转身离开了这里。 五大祖老, 如果改变不了, 不如闭上眼睛好好享受算了。 嗯? 听到洛无明这话, 五大祖老的脚步都是一顿。 很快, 五大祖老以及洛无明 就都来到了叶峰所在房屋的外墙 墙角下一个挨一个的盘系而坐, 在静神香的力量下, 心安神定地开始了修炼。 五十分钟后, 六人从修炼状态当中醒来, 互相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流露出了一抹喜色, 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十分钟, 但他们也都受益匪浅。 叮。 恭喜宿主完成今日败家产物消耗, 奖励万年名神悬术打造而成的 静神香信号二百。 咦? 刚和和完一百根又奖励了我两百根。 系统是真狗啊, 这破玩意连大祖老他们都看不上, 怪不得会双倍的奖励给我。 想到这, 叶峰就想着找个地方将这二百根静神香给扔掉, 他可是败家神豪, 这种破玩意怎么能留在手里? 嗯? 叶峰离开房屋, 看到墙角做成一排的洛无明以及五大祖老, 神色也是一愣, 反正也是扔, 让大祖老他们帮我处理吧。 想到这, 叶峰走到几人身前, 随后就将二百根静神香扔到了骆天行身前的地面上, 随后直接回屋继续睡觉去了。 什么情况? 众人看着骆天行身前的二百根静神香都愣在了原地。 诸位, 我怎么总有一种变成乞丐了的感觉呢? 还有, 叶峰这臭小子扔下两百根静神香, 但却什么都没说, 这是什么意思? 骆天行反应过来后, 一脸猛逼地看着其余几人问道。 等一下, 一直在思考的骆无明此时却忽然惊呼出声。 看到, 都看向自己的五大祖老, 骆无明忽然压低声音说道, 大祖老, 还记得之前你因为静神香的效果违背本心, 说过这镜神香一般, 叶峰听后就说了一句破玩意, 那是不是说, 他把这镜神香真当破玩意了, 所以直接扔给咱们随意处理了? 听到骆无明的大胆猜想, 五大祖老也是浑然一阵, 因为他们感觉这个猜想还真有几分道理。 要不, 我去试试。 想到这, 骆天行直接起身走到房门口, 看着躺在床上的叶峰, 神色平淡道, 叶峰, 这些静神香我帮你处理掉。 大祖老, 有劳你了, 赶紧把这些破玩意给我处理了吧, 不然我也是找个地方就扔了, 这些破玩意, 简直就是掉了我败家神豪的身份。 说完, 叶峰就不再理会骆天行, 抱着舒适的被子再次睡了起来。 隔几个, 快跑! 骆天行听后, 带着兴奋的神色对墙角的几人喊了一声后, 就快速朝后山方向跑去。 后山, 修炼洞服! 骆天行分别给其余四大祖老个二十根静神香后, 看着眼巴巴看着自己的骆无名, 却是直接将剩余的一百二十根静神香都收了起来, 一脸严肃道, 骆无名, 你看什么看, 没有你的份。 听到这话, 骆无名哭了, 明明是大家一块在那乞讨, 怎么就没我的份了, 比我十根也行啊。 大哥, 要不咱们以后每天早上就去叶峰那小子的房子墙角蹲着乞讨去吧, 不管他问什么, 一律都按破完一处理, 到时候不就都是咱们的了? 五族老楚云山这时好像找到了发家致富的流量密码。 虽然乞讨听着非常别扭, 但如果能得到这种宝贝, 老子宁可当一个乞丐啊。 四族老成心飞看着手中的二十根静神香, 眼中满是跃跃欲试的神色, 恨不得现在就跑去叶峰住处的墙角蹲着。 原来乞讨真的能发家致富啊。 三族老曹明峰和二族老江豪宇, 此时也是不由心生感叹。 听到几人的话, 骆天行倒是没什么反应, 因为他知道这就是几人随口说说而已, 不可能真的会去谎骗叶峰, 毕竟叶峰有好东西, 可都是会给他们的, 根本不需要以如此卑鄙的手段去获取。 至于这一次, 也并非本意。 而且, 他们可没说这东西破玩意, 也没承认是破玩意, 是叶峰自己认为的, 反正叶峰也给他们了。 其实他们最担心的是说出实情, 叶峰没准就会来一句, 那我得留一百根回去给我家狗子闻闻, 那简直比杀了, 他们都难受。 好了, 叶峰明天就要前往天道战场传送塔了, 骆吾明, 明天你亲自带队, 必须保证叶峰的安全。 对了, 就不要跟着宗门大部队了。 你单独带着他, 前往天道战场传送塔。 骆天行此时一脸严肃地看着骆吾明说道, 大左老, 我知道了, 骆吾明连忙回答道, 一天时间, 在叶峰强行睡眠下, 也算是终于熬了过去。 当叶峰再次醒来, 眼神终于不再涣散, 反而充满了期待的神色, 因为今天就要前往天道战场了, 他也终于不用无聊地天天强行睡觉了。 看看今天的败家产物是什么? 叶峰熟练地查看起了今天的败家产物。 败家产物, 二平九阶求土劳福禄新号1000, 求土劳福禄, 可凝聚一道土劳将敌人困困其中。 有意思, 虽然不是攻击福禄, 但也不着急祸祸, 没准到了天道战场, 还能给我带来一些乐趣。 叶峰了解到今天的败家产物后, 更加期待起了天道战场, 毕竟他到时候传送到第二重天道战场, 全部都是清一色的气动静修士或妖兽。 房屋外, 叶峰这个败家子今天就走了,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混点好处。 蹲在墙角的骆天行满是期待的想到, 而此时脸上也是带着一抹得意之色, 因为他今天悄悄过来, 可没有告诉其余四大祖老, 这种乞讨丢脸的事, 让他这个当大哥的来承受就行了。 然而, 就在骆天行还在洋洋得意的时候, 不远处却是出现了二祖老江豪雨的身影。 当两人都看到对方后, 脸色都略显尴尬了起来。 老二, 过分了。 看着默默蹲在自己身旁的江豪雨, 竟然从怀里掏出一个崭新的碗, 放在了身前, 骆天行的面部都不受控制地抽动了起来, 甚至心中极其后悔, 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 反正都拉下脸来乞讨了, 还差一个碗吗? 大哥, 要不要达成一个协议? 今天要是能在叶峰的手上弄到点东西, 咱们两个不管谁得到, 都分给对方一半。 江豪雨此时忽然出声提议道, 就在骆天行准备点头答应的时候, 不远处却是再次出现了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 看到走来的三祖老曹明峰, 两人也是捂住, 额头满是无奈, 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大哥, 二哥, 不介意三弟, 来凑个热闹吧。 看到两人, 曹明峰也是一愣, 神色有些尴尬地在江豪雨身边蹲了下来, 更是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缺角的破碗。 老三, 过分了吧? 看到那缺角的破碗, 骆天行和江豪雨一口同声地质问道。 不多时, 四祖老程兴飞和五祖老楚云山也来到了这里。 江豪雨带了一个崭新的碗, 曹明峰带了一个缺角的破碗, 程兴飞不仅带了一个缺角的破碗, 身上穿的道袍还是打着补丁的。 楚云山不仅有缺角的破碗和打着补丁的道袍, 头发都搞成了鸡窝头, 脸上更是脏兮兮的样子。 看到四人的情况, 骆天行风了, 一个乞讨而已, 要不要这么卷啊? 叶峰那家伙整天就知道睡觉, 今天就是前往天道战场传送塔的日子了, 我得让他早点起来。 然而, 当骆无名快到叶峰住处时, 看到蹲在墙角排成一排且形色各异的五大祖老后, 却是猛地转身迅速朝远处走去。 没看见, 骆无名脑海中回想到刚刚五大祖老的样子, 特别是五祖老楚云山那似毫不若于真正乞丐的装扮, 感觉五大祖老真的被叶峰给玩坏了。 十分钟后, 当叶峰在房屋内洗漱完毕走出门, 看着一旁墙角蹲成一排的五大祖老, 特别是从二祖老开始到五祖老, 身前更是都摆着一个碗, 看得他也是一脸猛逼。 干什么呢? 五大祖老这是干什么呢? 体验乞丐生活磨练心境? 除此之外, 叶峰根本想不出其他的的原因。 不过, 磨练心境为什么都跑到我这来了? 难道是想让我评选出最合格的一人? 想到这, 叶峰就在五大祖老的身上来回查看了起来, 最后走到五祖老楚云山的身前, 拿出十滴子雷狂尸精血, 放入了破碗之中。 真累啊! 五大祖老磨练心境, 我不仅得配合他们演出, 还得自掏腰包让他们感受到真实乞丐的感觉, 像我这么好的弟子上拿找去。 随后, 叶峰就直接离开了院落, 准备找到洛无明, 然后尽快赶往天道战场, 这几天可把他无聊坏了。 哈哈, 成了, 成了, 这种方法果然行得通啊。 当叶峰离开后, 看着破碗当中的十滴子雷狂尸的大妖精血, 楚云山忍不住直接放声大笑了起来, 看得其余四大祖老那叫一个羡慕。 失策了, 这一次的确失策了, 不过下一次就得个平本事了。 看着一脸得意的楚云山, 洛天行心中暗自想到。 不多时, 叶峰刚好找到了闲逛当中的洛无明。 叶峰, 你出来的时候, 看到五大祖老了吗? 洛无明看到叶峰出现在了这里, 也满是好奇地寻, 问了起来, 他也很想知道, 五大祖老那情况, 是否真能从叶峰手中起到点好东西。 看到了, 五大祖老不愧是杜杰境九重巅峰强者, 为了磨练自己的心境, 竟然都装扮成乞丐, 想要感受一下乞丐的生活。 虽然他们什么话都没说, 但我都明白, 而且也很好地配合了他们, 在最像乞丐的五祖老的碗中, 自掏腰包给出了十滴大腰精血。 听到洛无明的询问, 叶峰也是笑着解释了起来, 哼, 听到这话, 洛无明一口老血, 差点没喷出来, 神特么的磨练心境装乞丐, 他们本来就是在跟你乞讨啊, 谁叫你手里的东西, 对他们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不然他们怎么能拉下脸面? 结果, 你却认为他们在磨练心境, 然后还配合了他们, 你知不知道, 你自认为的配合会让他们误会, 会让他们以后变得更加疯狂啊。 呼, 伸出了口气, 洛无明没有进行任何解释, 这事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他已经不去想了, 反正都是晚。 师公, 宗门弟子都准备好了吗? 咱们什么时候前往天道战场传送他? 叶峰这时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什么时候走都行, 咱们不跟着队伍走, 有我亲自带你单独前往天道战场传送他。 嗯?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说完, 洛无明发现叶峰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盯着自己, 都有点给他看毛了。 师公, 那你倒是寄出飞剑啊, 我都准备好了, 咱们现在抓紧走啊。 叶峰一副明知顾问的神色, 直接说道, 那你直接说啊, 用那种眼神盯着我干什么, 都特么给我看毛了。 洛无明也是疯了, 不再多说, 直接寄出飞剑, 带着叶峰冲天而起, 直接离开了宗门。 走了呀, 虽然这小子才来了几天, 但他这一走, 我还怪想他的。 是啊, 这小子能加入咱们星级宗, 简直就是咱们宗门之幸。 他这一走, 恐怕到时候, 就会直接回圣女, 创立的新魂宗了吧。 护宗大阵的威力提升了十倍, 而且还保持着一直开启的状态, 不如咱们也去新魂宗。 听到四大祖老的话, 洛天行的脸色是越来越黑, 最后终于忍不住大骂倒。 你们四个老家伙, 能不能要点老脸, 在本宗乞讨就算了, 还想追到新魂宗去乞讨不成。 大哥, 我们四个走后, 宗门就交给你了。 大哥, 不愧是你, 真为我们这些小弟着想。 大哥, 等我们乞讨到好东西, 到时候绝对会给你留点的, 你就放心在这里镇守本宗吧。 大哥, 大恩不言谢, 都在碗里。 哼, 听到四人这话, 洛天行瞬间暴怒, 狂暴的气息席卷四周, 盯着四大祖佬怒吼道, 都给我留在本宗, 谁都别想去新魂宗, 我说的, 否则后果自负。 看到暴怒的洛天行, 四大祖佬对视一眼, 都无奈地叹了口气, 跟叶峰分别一天, 他们都感觉自己, 就像丢了什么宝贝一样。 另一边, 石宫, 玄天大陆上的妖兽, 跟天道战场内的妖兽, 有不同之处吗? 从新魂宗来到这星级宗, 赶了两天的路, 也没遇到一头妖兽, 他们都在哪? 飞剑之上, 叶峰此时无聊地询问了起来, 天道战场内的妖兽 比玄天大陆上的妖兽强, 而且强很多, 哪怕是同种族同境界妖兽, 但天道战场内的妖兽 足以轻松对抗三头玄天大陆上的妖兽, 对于咱们修士而言, 也同样如此。 所以, 在天道战场, 如果遇到同境界妖兽, 起码要三人联手才能对抗。 至于为什么一直没遇到妖兽, 咱们不也一直没遇到修士, 玄天大陆很大很大, 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 洛无明听到叶峰的询问, 也是耐心地解释了起来。 半天之后, 洛无明将叶峰护在身后, 看着对面面露笑意的白衣青年, 神色却凝重至极。 大妖! 最低也是杜杰进九重的大妖。 叶峰, 一会我拖住他, 你全力逃走。 洛无明压低声音, 对身后的叶峰说道, 你认为能拖住我? 你认为他能从我手中逃得掉? 白衣青年此时看着洛无明, 却是面露不屑之色, 直接出声嘲讽。 这样, 咱们做一个有趣的交易如何? 只要你们能拿出让我心动的东西, 我就放你们安然离开。 没有立即动手, 白衣青年好像想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看着洛无明和叶峰继续出声说道, 哼,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这种大妖的话吗? 洛无明听后却是冷哼一声, 妖兽可从不讲究言而有信, 这不过是对方细刷两人的手段而已。 刷! 然而, 就在洛无明准备出手, 同时让叶峰什么都不要管, 拼命逃亡的时候, 十滴大妖精血化为十道红色流光, 从他的身后暴射而出, 直奔对面的白衣青年。 叶峰! 你是不是疯了? 怎能轻信这种大妖的话? 他们的话根本就不能相信, 这不过是细耍咱们的手段。 而且, 看到你手中竟然有如此宝物, 他更加不可能放过你的。 大妖精血, 就算是对妖兽, 也是极其重要的。 洛无明转身看向叶峰, 整个人都要疯了, 现在对方更加不可能放过叶峰了。 师公, 我要是骗咱们就更好了, 到时候, 我自会将斩杀, 区区一头妖兽, 根本就不用放在心上, 一切由我。 看着急切不已的洛无明, 叶峰拍了拍他的肩膀, 直接给了对方一个定心丸。 嗯? 洛无明听后一愣, 随后那焦急的神色逐渐化为平淡, 别人说得不信, 但叶峰的话, 他信, 没有为什么。 反观对面的白衣青年, 感受到手中十滴大妖精血, 散发出的无上妖气, 早已吓得浑身站立了起来。 他的确是一名渡截近九重巅峰的大妖, 甚至还是一名扛过两道天道雷洁的大妖。 可越是到了他们这种层次, 对于一些东西, 就越加的恐惧。 对面两个人类都是什么垃圾, 特别是叶峰, 区区气动进九重巅峰。 可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手中竟然有十滴大妖精血。 而且, 这大妖还是扛过九道天道雷洁的大妖, 那可是, 他都得仰望的存在啊。 偶然所得, 他不信, 因为他不敢赌。 你们走吧。 最终, 白。 一青年还是决定放两人离开, 他不想给自己带来危险, 哪怕只是可能。 听到白一青年的话, 叶峰和洛无明神色都是一愣, 妖兽竟然会言而有信。 两人的眼中都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走, 不管他说的是真是假, 先走了再说。 洛无明死死地盯着白一青年, 伸手往后面抓去, 就想着带叶峰立即逃离这里, 谁曾想去抓了个空? 走? 怎么可能走? 叶峰好不容易遇到了一头妖兽, 不见识一下大妖的风采, 怎么能走? 而且, 叶峰也想想看看, 在自己遭受危险的时候, 败家护卫队会以怎样华丽的方式出场? 你看, 我这里还有五十地大妖惊醒哦。 只要你杀了我, 这些都是你的。 你不杀我, 那我就拿出足以让你疯狂的宝贝逼你动手。 堂堂一个玄幻世界, 自己败家也有些日子了, 一场危机都没有遇到, 好不容易遇到一场, 叶峰必须得珍惜才行。 邓, 邓, 邓。 然而, 看着叶峰再次拿出的五十滴大妖精血, 白衣青年却是吓得接连倒退术步, 甚至眼中都流露出了一抹惶恐。 猜对了, 对方绝对不是普通人, 甚至很有可能附近就有超级恐怖的大佬, 正在暗处看着这一切。 只要他敢动手, 对方就会直接出手, 刺激他动手的叶峰, 白衣青年吓得将手中的十滴大妖精血扔了回去, 随后身上的衣服瞬间撑裂, 化为本体直冲云霄,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两人的视线之中。 好大的螳螂啊。 看着白衣青年, 化化为一头高三米, 且浑身血红的巨大螳螂的本体样子, 叶峰也是不禁感叹了一句, 这么大的螳螂他, 还是第一次见。 那修长的身躯, 前肢上那两把帅气的血色大刀, 强劲有力的双腿, 血薄如玉的扇形赤叶, 叶峰瞬间就喜欢上了这个帅气的大妖。 唯一不同于上一世螳螂的就是, 对方只有双前肢和双后足, 并没有前世螳螂那么多条腿, 简直就是行走的血色螳螂。 是血螳螂? 而一旁的洛无名, 也是惊呼出声, 说出了大妖的名字。 师公, 你认识这妖兽? 叶峰听到这名字, 更加想将对方说为宠物了, 名字都这么帅气。 是血螳螂, 妖兽血脉及其强大, 修炼方式唯一, 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强大血液, 就能不断变强, 是一种及其难缠的强大妖兽。 洛无名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是血螳螂的情况。 师公, 能追上对方不? 了解了是血螳螂的情况, 叶峰连忙询问了起来, 没办法, 败家护卫队, 只能在他危险的时候才能出现, 而且只能帮他解决危机, 这种追宠物的苦力活, 还得靠洛无名才行。 我倒是有一种秘法, 可以让我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得到暴涨, 不仅需要庞大的灵石, 持续秘法的时间越长, 结束秘法后, 我遭受的反噬也会越大, 虽不致命, 但却需要一段时间休养。 等等, 你问这个干什么? 说完, 洛无名猛地看向了叶峰, 不知道为何, 心中忽然生出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师公, 灵石交给我, 你赶紧带我追上去, 我要把他抓回去当宠物, 不对, 是战宠。 叶峰听到洛无名有办法, 脸上一洗, 直接拿出数十枚极品灵精, 催促了起来。 疯了, 这是真疯了, 竟然想要将这等大妖收为战宠。 罢了, 这臭小子肯定有所依仗, 既然如此, 师公就陪你疯一次。 结果数十枚极品灵精, 洛无名寄出飞剑, 带着叶峰直接施展秘法, 两人一剑化为一道白色剑光拔地而起, 带着一道道破空生, 全力朝是血螳螂逃走的方向追去。 我是不是有点太小心谨慎了? 万一对方真的是偶然所得呢? 这种级别的大妖, 那可是随时都能飞升上界的存在, 怎么可能会被轻易击杀? 逃了一会的是血螳螂, 逐渐放慢了速度, 甚至开始自责了起来。 追上了, 终于追上了。 大妖, 咱们大战一场, 你要是输了, 就给老子当战宠。 然而, 当叶峰兴奋不已的大喊声从后方传来后, 是血螳螂却是浑身猛然一震, 扇形赤叶猛然挥动, 再次化为一道血色流光极速奔逃。 仅剩个屁, 人家特么都追上来了。 是血螳螂此时慌的一体, 眼中满是无尽的惶恐。 是血螳螂, 别跑了, 咱们真道真枪地干一场, 我们输了。 你随意, 叫我们斩杀。 你要是输了, 就给我当战宠, 怎么样? 凭借秘法以及源源不断的灵精, 哪怕实力差距巨大, 洛无明愣是追上了急速奔逃的是血螳螂, 而叶峰也一脸认真地看向身旁并排飞行的是血螳螂, 说出了自己的笔动。 不打, 那十滴大妖精血已经还给你们了,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看着旁边一脸认真的叶峰, 是血螳螂都要疯了, 对方要是没有底气, 敢追上来向他发起挑战。 哪怕他现在可以直接对洛无明出手, 可他根本不敢啊。 叶峰, 快点想办法, 我快支撑不住了。 洛无明此时压低声音, 连忙提醒, 施工, 尽全力超过对方, 然后直接将我一个人扔下, 对方这么快的速度, 绝对不能立即停下, 到时候我就会出现危机, 那就一切都解决了。 叶峰听到这话, 沉思三秒, 也连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没有危机, 自己创造危机也要上。 而洛无明也开始再次加速, 同时心中记住了一件事, 那就是叶峰出现危机, 很可能会出现超乎他想象的大事。 叶峰, 你小心了。 超过是血螳螂十米距离, 洛无明直接来到了是血螳螂的一条直线方向上, 随后就将叶峰推出飞剑, 自己脚踏飞剑, 迅速下坠。 十米距离? 是血螳螂目前的恐怖飞行速度, 也不过是眨眼尖罢了, 根本不等叶峰身体坠落, 一脸猛逼的是血螳螂已经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恐怖的前冲之力, 足以让他直接将叶峰那脆弱的身躯撞成一团血舞。 羞伤无主! 就在这危机关头, 大方急速下坠的洛无明, 在这一刻, 全部都静止在了原地, 除了眼珠子能转动, 整个身体都无法在动弹丝毫。 一名身穿金色战甲的魁梧大汉撕裂空间, 直接出现在了两人一腰的眼前。 随着金甲大汉一步步朝叶峰走来, 所过之处的空间尽数崩塌, 恐怖至极。 看到这一幕的是血, 螳螂早已吓破了胆, 眼中满是悔恨的泪水, 他为什么要来招惹这个恐怖人类? 如果没招惹到对方, 哪里会遭遇眼前这绝命危机? 哄,哄,哄。 就在此时, 空中雷鸣乍响, 散发着无尽天威的雷劫在空中迅速凝聚。 郭噪! 金甲大汉猛地抬头看向空中凝聚成形的劫云, 怒吼一声, 手中金光一闪, 挥舞金色战刀猛然朝空中的劫云斩去。 哄! 一道数百丈长的金色刀器撕裂空间, 带着一往无前的威势, 直接将杰云斩成了两半。 引动雷劫! 撕裂空间! 这金甲壮汉是上界强者! 疯了, 下方看到这一幕的落无明睛的眼珠子, 差点没直接瞪出来, 甚至他现在都不敢去揣测叶峰的身份了。 别的不说, 单单眼前这个能一刀斩破杰云的金甲壮汉, 放到上界恐怕也是一名极其恐怖的存在。 哭了! 距离最近的是血螳螂, 此时已经被吓哭了, 刚刚那杰云的气息, 特么地比第九道天道雷劫都要恐怖, 结果特么竟然被人一刀给劈成了两半。 他到底招惹到了多么恐怖的一位存在啊? 无主, 是否将眼前的威势抹杀? 金甲壮汉来到叶峰身前, 单膝跪地, 神态恭敬至极地询问道。 你就是败家护卫队成员? 只有你一个吗? 叶峰看着眼前身穿金色战甲, 霸气无双的护卫队成员, 也是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无主, 根据您目前遭遇的危机, 我一人足以解决。 败家护卫队成员千千万万, 会根据您的危机情况, 决定不同数量的成员前来。 金甲壮汉恭敬地出声解释道, 疯了, 疯了, 眼前这恐怖的金甲壮汉, 竟然还有千千万万名, 你他妈不过就是个气动静的娄娄, 身份要不要这么恐怖啊? 我他妈已经快被吓死了。 一旁听到两人对话的是血螳螂, 已经快被吓疯了。 这样啊? 行了, 这里的危机已经解除, 你可以先回去了, 如果他在想杀我, 你再过来, 不麻烦吧。 叶峰看向金甲壮汉直接问道, 不麻烦, 能为无主笑了, 是我等荣幸。 说完, 金甲壮汉起身怒视了一眼, 是血螳螂后, 便直接徒手撕裂空间, 消失在了两人一腰的眼前。 现在,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当我的战宠, 要么死, 机会只有一次。 叶峰这时, 看向跪在身前的是血螳螂, 直接给出了选择, 他可没心情惯着对方, 大不了以后再抓个别的是血螳螂, 又不是非对方不可。 嗯? 看着眼前忽然凭空逐渐浮现的诡异血纹, 叶峰也是一脸猛逼, 完全看不懂这是什么。 天道穴器? 只要你滴一滴鲜血, 在这天道穴器上, 这头大腰的一切, 就都将掌控在你手中了。 此时, 脚踏飞剑重新飞上来的洛无明, 直接出声解释了起来。 看着叶峰很快完成了天道血气的认主, 洛无明反而有些羡慕起了眼前这头是血螳螂, 能跟在叶峰这个败家神豪身边, 对方的成就将不再有上限。 重新赶路, 只不过这次叶峰和洛无明都坐在了是血螳螂的身上, 毕竟洛无明施展了秘法, 现在需要好好修养才行。 更别说是血螳螂的速度, 不知道比他遇见快上多少倍。 叶峰, 你到底是什么人? 片刻后, 洛无明还是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看向叶峰询问了起来。 师公, 我就是我呀, 师尊的清传大弟子。 听到这话, 叶峰也不想过多解释, 因为也解释不清, 还不如一句话表明自己的身份。 洛无明听后一愣, 随后就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不再继续追问叶峰的身份, 但他知道, 有叶峰在, 心急中真的要起飞了。 时间流逝, 当天色逐渐暗淡下来后, 两人一邀终于来到了距离心急中最近的一座天道战场传送塔前。 此时, 是血螳螂早已化为人形, 叶峰可不想在这边引起太大的轰动。 师公, 这里的人还真是够多的啊。 看着聚集在传送塔前密密麻麻的人群, 叶峰也是有些吃惊地说道。 那是自然, 天道战场虽然凶险至极, 但每个境界都有一个单独的战场空间, 危险系数还是降低了很多, 特别是拥有当前境界巅峰的实力, 安全系数更是大大增加, 前去天道战场寻找机缘和获取修炼资源的人自然是数不胜数。 洛无明笑着解释道, 叶峰听后也是点了点头, 就像他这种怪物, 去了第二重天道战场, 不说无敌的存在, 那也妥妥是顶尖大佬, 毕竟他的实力已经是第二重天道战场当中的天花板, 除非遭受数百上千的同等境界对手的围攻。 系统, 如果我去了天道战场, 遭遇危险的时候, 败家护卫队能否出现? 叶峰这时想到了什么, 直接对系统询问了起来。 叶! 败家护卫队完全无视天道战场法则, 可随时降临。 牛批! 听到系统的回答, 叶峰也是毫不吝啬地夸赞了起来。 小显, 一会你护送施工回宗门, 不需要在这里等我。 叶峰这时看向是血螳螂直接出声说道。 好的主人, 是血螳螂神太恭敬地回应道。 一旁的洛无名此时也是百感交集, 扛过两道天道雷杰的大妖护送, 这种待遇他想都不敢想。 要知道, 就算是宗门实力最强的大祖老, 也不过才扛过五道天道雷杰, 而五族老楚云山也不过才扛过三道, 仅比这大妖多上一道。 看叶峰跟着人群走进了天道战场传送塔, 洛无名也直接招呼是血螳螂直接返回星级宗。 他现在恨不得马上将这个消息通知五大祖老, 毕竟有了是血螳螂的加入, 对于宗门而言,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实力提升。 当叶峰进入传送塔入口, 随着一阵恍惚过后,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处陌生的空间。 血色圆越悬挂高空, 整个空间带有一丝荒凉的味道, 而空气当中都像是有一股蛋, 但的血腥气让人感觉极其的不舒服。 这里就是天道战场吗? 叶峰查看了一下陌生的环境, 感觉就是这里环境很差, 呆着让人很不舒服。 兄弟, 第一次来天道战场。 就在这时, 一道玩味的声音忽然从叶峰的身后响了起来。 没错, 我是第一次来天道战场。 转过身, 看到对面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名身材肥瘦的胖子青年, 叶峰倒是并没有隐瞒自己第一次进来的事情。 呃, 然而, 这话却是直接将对面的胖子干梦了。 你第一次来就第一次来, 我不过就是炸你一下, 你还真承认啊, 就不怕被别人知道后坑死你。 应该说你单纯还是傻。 胖子李飞此时也是极其的无语, 接下来准备说的好多话, 因为叶峰的坦诚愣是都被憋了回去。 你什么失恋, 要不要根本代代你, 我可是天道战场的熟客了。 缓了缓, 李飞看向一脸单纯的叶峰再次询问了起来。 气动静九重巅峰。 叶峰根本不在意对方是人是妖, 也不在意对方是否来自玄天大陆。 他就想看看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如果没什么敌意, 那一块碗碗也没事, 要是有什么敌意, 那杀了便是。 想到在这玄幻世界也有一段时间了, 竟然连个人都没杀过, 叶峰感觉自己给穿越着大军丢脸了。 嗯? 李飞本来是准备杀人夺宝的, 但知晓了对方的实力, 脸色却是微微一变, 虽然他也有着相同的实力, 但他也不敢保证对方是否有强大的底牌。 没想到你第一次来天道战场, 竟然没有老人带着, 要不咱们组队一同闯荡。 凡是获得的任何资源, 全部对半分如何。 李飞此时也是立即改变了方案, 准备先跟对方暂时组队, 顺便看看对方的真实实力, 如果不愤伯众, 那一同组队闯荡也不错, 如果不如他, 让他自信可以成功击杀对方, 那他也不介意杀人夺宝。 好啊。 叶峰并不在意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 但有个熟悉天道战场的人在身边, 却可以让他更快地了解天道战场。 五分钟后, 妖兽铁背鼠, 实力在气动近五重至八重之间, 数量大概在三百头左右, 叶峰兄, 要不要比一比? 看着远处的铁背鼠妖兽群, 李飞笑着发起了鄙视, 实际却是想看看叶峰的实力情况。 好啊。 说着, 叶峰手中瞬间出现了一大把的囚图牢符露。 干什么? 比事而已? 你拿出这么多的符露干什么? 而且还全部都是清一色的二瓶九阶符露。 感受到那些符露散发出的气息, 一旁的李飞直接看傻了眼。 随着叶峰将手中的囚图牢符露全部扔出去, 手中再次出现一把, 然后再次扔出。 接连扔了数次, 不远处的三百多头铁背鼠, 全部都被土灵力凝聚的土牢困在其中, 无论如何挣扎都根本无法撼动土牢丝吼。 叶峰熟练地从系统当中借出来一把锋利至极的长剑, 一步一步地直接朝远处被土牢全部困住的铁背鼠妖兽群走去。 噗哧! 噗哧! 不远处的李飞看到叶峰手持长剑, 一剑接一剑地抹杀着土牢当中的铁背鼠, 整个人都骂了。 大哥, 那些铁背鼠的实力, 最高的财气动静八重啊, 最低的财气动静五重, 就这种垃圾妖兽, 你竟然用了三百多张价值昂贵的控制类俘虏, 你是在猎杀妖兽还是在败价? 不多时, 当叶峰将所有铁背鼠全部抹杀后, 一脸得意地看向李飞笑道, 李飞兄, 看来这一场比试是我赢了。 赢了? 赢你妹啊! 你那土牢我特么刚刚试了一下, 除非全力出手, 否则根本轰不破, 合着你弄出这些土牢就是在防我跟你抢怪, 目的就是为了赢我, 切磋鄙视又没有堵住, 你要不要玩得这么好? 李飞兄, 还愣着干什么? 走啊! 看到李飞站在原地没有要走的意思, 叶峰也是催促了起来, 走? 这些妖兽体内的妖和不要了? 这些妖兽尸体体炼的妖兽精血虽然不是很值钱, 但也是一笔收入啊, 不要了? 李飞一脸猛逼地看着叶峰直接发出了三连问, 这样吗? 没想到李飞兄你这么困难, 那这些妖兽就都给你吧? 说着, 叶峰手持锋利质级的常见, 犹如切豆腐一般, 将一个又一个土牢全部切成了两半, 主要是他不想浪费时间, 如果没有外力, 这些土牢的灵力想要自行耗尽, 起码还得需要一两个小时。 哼! 装吧! 你继续装, 大家都是来获取资源的, 这些妖兽变卖的钱财, 对于咱们这个境界的修饰,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看着毫不在意的叶峰, 李飞却是开始迅速清理所有妖兽, 没一会就将所有铁背鼠尸体, 收进了空间戒指当中。 喂! 你们两个小家伙, 不想死, 就将刚当的铁背鼠尸体都交出来。 然而,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之际, 一名手持青色长棍的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却是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打劫的意思显而易见。 砰! 说完, 男子手中的青色长棍猛然落在地面, 一股气动进九重巅峰的灵力波动瞬间四散开来。 看来, 赶来天道战场的, 处于这个境界极限的人还是在大多数啊。 感受到对方的灵力波动, 叶峰心中也是有了一个猜想, 随后手中就出现了一大把的囚土劳福禄, 好不容易碰到个打劫的不杀他杀谁。 叶峰可不想跟对方废话, 直接将手中的十多张囚土劳福禄扔了出去。 一股谷土凌厉的灵气波动从男子周身涌现, 随后一道接一道土劳瞬间凝聚, 直接将男子困在其中。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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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神色微变, 来不及多想, 手持青色长棍释放出全力, 开始疯狂攻击围困自己的十多道土劳。 一道土劳, 醉! 两道土劳, 醉! 三道土劳, 醉! 当男子接连轰碎十三道土劳, 气喘吁吁地看着最后一道土劳, 脸上那紧张的神色终于得到了一丝缓解。 不! 然而, 当男子看到对面的夜风再次拿出数十张球土劳服录后, 心神崩溃, 神色猙獰地直接大吼了起来。 哭咚! 看到在, 自被十多道土劳困住的男子, 后方的李飞也是惊得猛吞口水, 更是庆幸自己之前并没有对夜风表露出什么不友善的行径。 混蛋! 靠这种外力算什么本事? 有种就放我出去, 咱们真真正正地站上一场。 贪婉在土劳当中的男子气急败坏地朝着走来的夜风再次怒吼了起来。 哭! 走到土劳前, 夜风没有任何的废话, 手中那禀风励志极的长剑直接刺穿了对方的胸口。 哪怕是死, 男子的眼睛都瞪得滚圆, 他死都不相信自己堂堂气动进九重巅峰, 在第二重天道战场当中竟然会死得如此憋屈。 这, 这特么也是个狠人啊! 看着杀掉男子的夜风, 李飞就像重新认识的地方一般, 虽然接触的时间很短, 但夜风给他的印象就是那种非常和善, 极其单纯的人。 现在看来, 他完全是被对方故意伪装出来的外表给骗了, 可笑, 他还一直认为对方是个小白, 怕是对方把自己卖了, 自己都不知道。 李飞兄, 这些符路你拿着, 在遇到这种人, 直接用符路困住对方, 然后直接一键解决对方。 夜风可不知道, 李飞此时的心理活动有多么的丰富多彩, 走过来后, 直接就塞给了对方一大把的囚土劳符路, 就到晚上十二点了, 而他还有九千多张符路没有败光呢。 看着手中起码数百张的囚土劳符路, 哪怕是李飞, 此时的面部肌肉也是忍不住抽搐了起来, 他现在终于知道, 夜风为什么不要那些铁背鼠妖兽的尸体了, 因为人家是真特么不差那点钱啊。 二十分钟后, 在遇妖兽群, 夜风和李飞两人直接站在远处不要钱地扔起了囚土劳符路, 然后夜风借给了李飞一柄从系统当中借出来的不知品级的长剑, 两人直接开始了最为简单的屠杀妖兽之旅。 四个半小时后, 叮! 恭喜宿主败光今日的败家产物, 奖励一千败家点, 奖励顿务丹星号一百。 躺在地上休息的夜风,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嘴角终于泛起了一抹笑意, 看着远处的李飞手持长剑机杀着一头又一头被困在土牢当中的妖兽, 喃喃自语道, 还是有人帮忙省事啊。 可以说, 后面剩余的六千多张符录都是李飞帮忙用掉的, 他只管在后面躺着休息就行。 呼! 带着一丝疲惫, 李飞解决掉所有妖兽后走了回来, 满脸笑意地将手中那长剑归还给了叶峰, 然后就犹如小弟一样站在一旁, 等着叶峰吩咐接下来的行程。 他现在是真符了, 一万张符录! 就这么半个晚上的时间, 他们两人就足足霍霍了一万张二瓶九阶级别的符录, 他是真的被叶峰好横败家的手段干服了, 心里哪里还敢再有不好的想法。 毫不夸张地说, 就今天半个晚上的收获, 恐怕都抵不上一万张二瓶九阶服录价值的二十分之一。 小飞啊, 我也不让你白忙活, 这枚顿物丹你拿去服用, 我替你护法。 叶峰看了看这几个小时任劳任怨的李飞, 不管对方之前接近自己有什么目的, 但现在老老实实地替自己做事, 那要是都不给点奖励, 他都对不起自己败家神豪的身份。 顿物丹? 李飞看着手中黑不溜秋的丹药, 特别是这丹药的名字, 心中却是有些发慌。 什么狗屁顿物丹? 难道吃了就能顿物? 怎么办? 会不会是毒丹? 可不吃的话, 这个豪横到丧心病狂的家伙会不会直接干掉我? 虽然内心在激烈地挣扎, 但也不过一两秒的时间, 李飞最后还是眼睛一闭, 直接将手中的丹药吞了下去。 哼! 随着一股顿物的气息涌现, 李飞猛然睁开双眼, 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看向了叶峰。 顿物了! 他现在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进入到了顿物之境, 而更加恐怖的是, 自己现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想说话就说话, 根本不会打破自己的顿物之境, 就好像这股顿物强行降临在他的身上一般。 你是不是傻了? 这顿物之境只能维持20分钟, 还不抓紧修炼? 看着瞪大双眼盯着自己的李飞, 叶峰感觉对方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这种情况不抓紧顿物修炼, 一直盯着他干什么。 听到叶峰的提醒, 李飞猛地反应了过来, 连盲盘稀作地修炼了起来。 要不是又得到了100颗顿物弹? 我可不会给你这东西, 毕竟手里剩下的20颗都是我给狗子留着的。 看到进入修炼状态的李飞, 叶峰也是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19分钟后, 李飞慢慢睁开了双眼, 眼中满是无尽的后悔之色, 顿物之境啊, 哪怕是一分钟都是无价的。 而他竟然白白浪费了一分钟, 日后若有什么需要, 你尽管吩咐。 李飞此时来到叶峰身前, 神色认真的出声说道, 你来自哪个世界? 听到李飞的话, 叶峰满是好奇地问道, 叶哥, 我来自天火剑。 说完, 李飞就满含期待地看向了叶峰, 他此刻是多么希望叶峰会流露出大喜之色, 大喊一声, 我也是来自天火剑。 天火剑,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我来自玄天剑。 叶峰无奈摇了摇头, 不是来自同一个界面, 哪怕约定好下一次大家什么时候进入, 但对于广袤无垠的天道战场, 想要相遇都得靠缘分。 而李飞听到叶峰来自玄天剑, 脸上也是不由地流露出失望之色, 他也清楚, 这一次历练结束, 下一次恐怕就不一定会再遇到了。 天道战场内没有昼夜变化, 那一轮血色圆月一直悬挂高空, 叶峰也不知道还有多久会刷新荡日败家产物, 索性不再理会, 带着李飞继续在天道战场内闲逛了起来。 嗯? 十多分钟后, 李飞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猛地朝不远处一块高达两米的岩石跑去。 荡!荡!荡! 拿出一柄匕首, 李飞带着激动的神色开始疯狂敲击岩石。 叶峰,咱们这儿,波转大发了。 灵精,是低品灵精, 而且数量起码有二百枚左右。 敲击了一会, 随着岩石,外表碎裂, 里面的灵精逐渐显露出来, 李飞直接带着兴奋的神色潮, 慢慢走过来的叶峰大喊了起来。 这可是低品灵精啊, 一枚低品灵精就相当于是一百枚极品灵石, 两百多枚低品灵精, 那就相当于是两万多枚极品灵石, 要是换作是低品灵石, 将是恐怖的两百多一枚。 长这么大, 李飞都不曾拥有过一枚极品灵石, 现在忽然得到两万多枚, 他如何不激动, 这对于他而言, 简直就是天降横财。 低品灵精, 两百多枚。 叶峰看着激动不已的李飞随口道, 都给你吧。 听到这话, 这都不要。 叶峰, 你什么都不要, 我能知道, 你来天道战场到底是干什么来的吗? 李飞满是认真的看着叶峰问道, 晚安啊, 败家呀。 我手里好东西多的是, 至于灵石, 灵精什么的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这里面的什么修炼资源啥的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 叶峰倒是没隐瞒什么,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听到这话, 李飞却是沉默了起来。 叶峰, 如果你想败家的话, 为什么不去天道城? 半想后, 李飞却是说出了一句让叶峰极其不解的话来。 天道城? 那是什么地方? 不懂就问, 叶峰感觉那可能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天道城, 天道战场当中最为特殊的存在, 里面有着数不尽的天才地宝, 修炼资源, 功法武器等等。 只要有钱, 在那里好像什么都可以买到。 而那里是由天道法则所掌控, 根本不会出现厮杀抢夺的情况。 但想要进入天道城, 必须凭借天道令才能进入。 我手中刚好有一个天道令, 不过只能在天道城停留一天时间。 说着, 李飞的手中就出现了一块通体黑色的令牌, 令牌上道运环绕, 仅仅看上一眼, 就知道这令牌绝非凡物。 你是如何得到的? 叶峰看着李飞手中的天道令, 满是好奇地问道。 我是曾经在一处遗迹中偶然得到的, 虽然我也没去过天道城, 仅仅是听闻过一些天道城的传闻, 而且也很想去看一看, 但就我身上那点家底, 感觉去了就真的浪费这个天道令了, 所以一直都留着, 说不定哪天他就能保我一命。 说完, 李飞就直接将天道令放到了叶峰的手中, 继续说道, 你送我顿物单, 对于我无异于是一场机缘, 日后恐怕我也没有机会偿还, 这天道令就送叶峰了, 我可不喜欢白拿别人东西。 说着, 叶峰随手就将一把顿物单塞进了李飞的手中, 数量起码有十余颗, 抵血刃拙。 随着叶峰的身体被天道令中暴射而出的黑色光芒笼罩, 当黑芒逐渐散去, 叶峰也跟着消失在了原地。 我就知道叶峰不是小气之人。 看着手中十三颗顿物单, 李飞那肥瘦的身体因为激动而疯狂颤抖。 他知道天道令极其珍贵, 但对于他而言, 无用。 所以, 他刚刚就是在赌, 赌叶峰不会白拿他的天道令, 现在看来, 他赌赢了, 不管那个天道令会给叶峰带来多大的好处, 但这十三颗顿物单, 却相当于是他的十三个底牌, 稳赚不亏。 叶峰感觉这些人脑子都不正常。 走出传送阵就开始在天道城闲逛了起来。 老弟, 坐不坐车, 五个天道点起步。 走在宽敞的大陆边缘, 一辆极具现代化的出租车却是停在了他的身旁, 里面一名中年男子直接招呼了起来。 这一刻, 叶峰都有些恍惚, 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地球一般。 老哥, 天道点是什么? 不懂就问, 叶峰看向司机老哥直接询问了起来。 靠! 连天道点都不知道, 新来的吧, 耽误老子时间。 看着骂骂咧咧的司机老哥一脚油门直接开车走了, 叶峰整个人都傻了, 不就回答一下他的问题, 至于吗? 几十层高的豪华酒店? 武馆! 超市! 丹药店! 武器店! 镇法店! 住宅小区! 博彩店! 逛有了半天, 叶峰也不知道这天道城到底有多大, 但一路看到的众多店铺、建筑等等, 却是让他感觉极其的熟悉, 就好像再次穿越回地球一般。 而此时, 他却是停在了一栋高楼前, 一楼大门上挂着一个牌匾, 天道银行。 你好, 请问想办理什么业务? 刚刚进入一楼大厅, 一名身穿正装的中年男子就走了过来, 微笑似的看着叶峰询问道, 这里有天道点吗? 叶峰看着对方直接问道, 刚来的新人吗? 中年男子听到这话, 带着一抹惊奇之色, 看着叶峰反问了一句。 看着叶峰点了点头, 中年男子这才笑着解释道, 在天道城, 一枚极品灵精可以兑换成一点天道点。 而在天道城, 一切的衣食住行, 吃喝玩乐, 全部都需要天道点。 这么便宜? 听到这话, 叶峰也是有些吃惊, 同时, 他还发现了一个情况, 那就是, 眼前这个身穿正装的中年男子身前, 却是带着一个身份牌。 姓名, 前虎, 见面, 水灵界, 实力, 杜杰镜七重, 虽然信息简单, 但也让叶峰吃惊不已。 堂堂一个杜杰镜七重强者, 竟然在这里打工, 哪怕面对自己这么一个小小的气动镜, 都要恭恭敬敬的, 这不正常啊。 发现叶峰的目光, 一直盯着自己身前的身份牌上, 前虎的脸色也是有些尴尬, 连忙出声解释道, 在这里工作, 可以得到报酬, 也就是天道点。 而工作时间不计算在天道令的时间当中, 那时间不都浪费在这里了吗? 你不用修炼的吗? 而且, 需要灵精可以在天道战场内获取啊。 听到对方的解释, 叶峰却是更加不解了起来, 毕竟天道战场里就有灵精, 刚刚他和李飞不就捡到二百多枚, 虽然是低品灵精。 不好意思, 如果你不办理业务, 那就不算是顾客, 所以我不能继续负责您了。 哪来的傻子? 那可是极品灵精, 就算是天道战场, 想要碰到极品灵精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更别说在这里的花费是难以想象的, 不工作, 哪里有足够的天道点挥霍? 看着只有气动进九重巅峰的叶峰, 前虎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要不是因为职责所在, 一旦引起顾客的不满会遭受天道惩戒, 他怎么会对叶峰如此客气? 这里有一枚极品灵精, 帮我办理一下, 全部兑换成天道点。 叶峰这时拿出一枚空间戒指, 直接递给了前虎。 死! 当前虎查看到空间戒指当中, 那密密麻麻的极品灵精后, 当即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 再次看向叶峰的眼神都变了。 您稍等, 我马上为您办理。 说完, 前虎就连忙朝柜台方向跑去, 唯恐跑慢了会被叶峰投诉一般。 星魂宗, 星级宗, 天道战场, 天道城, 这世界真好玩。 回想一下自己这些天的过往, 叶峰对这个玄幻世界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甚至已经在想, 等回到星魂宗后, 一定得想办法再弄到两个天道令, 到时候带着落千雪过来享受享受。 这位少爷, 这是你的天道卡, 在任何地方需要付款的时候, 只需要刷天道卡就行了。 您对于天道城, 还有什么疑问尽管提, 我绝对给你最好的解答。 财神爷啊, 眼前这位简直就是财神爷啊, 这要是伺候好了, 对方从指甲缝里抠出来点给自己, 都够自己工作好久的了。 不用啊, 看你这么忙, 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叶峰看着前虎冷笑一声后, 接过天道卡, 就离开了天道银行, 他又不傻, 之前你看不起我, 现在溜须拍马又有什么用? 嗯? 就在这时, 叶峰的身后忽然出现一道空间裂缝, 随着一股恐怖犀利的出现, 一脸猛逼的直接被吸了进去。 卧槽, 李飞你个王八蛋, 说好的一天, 怎么半天就到时间了? 发现自己重新出现在了第二重天道战场当中, 叶峰反应过来后, 直接破口大骂了起来。 那么的, 老子一个天道点都没花你啊。 看着手中的天道卡, 叶峰那叫一个气, 起码先让他在酒店吃口饭, 再传送出来啊。 一记? 对了, 李飞那家伙说天道令是在天道战场当中的遗迹偶然得到的, 看来我得努力寻找了。 想到这, 叶峰随便找了个方向就冲了出去。 星级宗外, 一名身穿红色道袍的老者看着开启的九星剑阵, 眼中也满是惊奇, 宗门外除了他哪里还有敌人, 他不明白为何星级宗会一直开启着护宗大阵。 不多时, 大祖老若天行关闭护宗大阵从中走了出来, 看到红袍老者大笑道, 你个老家伙, 怎么有时间上我这来了? 唉, 听到洛无名的询问, 红袍老者却是叹了口气, 甚至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对方。 整整三十年, 他在天道战场意外得到了一个天道令, 去了之后在天道城整整工作了三十年, 省吃俭用的终于买下了两个能够抵挡天道雷洁的防御型宝物。 谁曾想, 回到天道战场后, 却发现外界只过了一秒钟, 只不过出现的位置不是他使用天道令前往天道城的位置, 这让他震惊不已。 离开天道战场, 他就直接来到了老友洛天行的宗门, 现在听到对方的询问, 一时间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 碧刚, 有什么事你就说, 磨磨叽叽的, 这可不像你啊。 说着, 洛天行也是带着碧刚朝宗门走去。 嗯? 就在即将走进宗门的时候, 碧刚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猛地看向洛天行问道, 你, 你宗门维持护宗大阵的灵精, 可是极品灵精? 看到对方一脸震惊的样子, 洛天行也不免流露出了一抹得意之色孝道, 不错, 维持护宗大阵的的确是极品灵精, 你还没见过极品灵精吧, 一会我给你那几枚, 疯了, 你是不是疯了, 咱们混迹在天道战场多少年了, 可曾遇到过极品灵精, 明明低品灵精就足以支撑护宗大阵, 你怎么能用极品灵精呢? 你可知晓极品灵精的真正价值, 看着暴怒不已的老友, 洛天行也是被吓到了, 不就是用极品灵精维持护宗大阵了吗? 至于这样吗? 再说, 那玩意叶峰随手就给了一亿枚, 他根本就不缺啊, 看看, 这两个小塔乃是极其强大的防御型宝物, 每一个小塔都能抵挡住一道天道雷劫, 只要我想, 现在就可以凭借这两个小塔, 再硬抗两道天道雷劫, 那我将达到七道天道雷劫, 距离飞升上界就只剩下两道, 就是如此强大的宝物, 我也不过才花费了三百多万枚极品灵精, 随着碧刚的花音落下, 手中也浮现出了两个金色的小塔, 嗯? 然而, 洛天行听后却是眉头微皱, 看着一脸激动的碧刚说道, 碧刚, 这世上哪里有能抵挡天道雷劫的宝物, 那根本不可能, 你知道个屁, 你可知道, 天道战场当中有一种特殊物品, 名为天道令, 凭借天道令可以进入一个神秘的天道城, 在那里, 只要你有极品灵精, 你就是爷, 就算是杜杰进九重巅峰, 并扛过九道天道雷劫的强者, 都得第三下四地给你服务, 邓, 听到这话, 洛天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天道战场, 他也闯荡了不知道多少年, 可从未听说过天道令或天道城啊, 而看老友的样子, 感觉并不像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也就是说, 在你所说的那个天道城, 这极品灵精才是通用货币, 洛天行沉默许久, 才终于再次出生, 没错, 那里只认极品灵精, 如果你没有极品灵精, 可以留在那里工作, 我足足在那里工作了三十年, 才赚了三百多万枚极品灵精, 而且, 你可知道我出来后发现了什么, 我在天道城待了三十年, 外界竟然只过去一秒钟, 死, 听到这, 洛天行终于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 随后想到了什么, 连忙出声道, 毕刚, 那还想什么呢, 我赶紧将所有极品灵精收起来, 咱们赶紧去天道城, 不敢想象, 洛天行根本不敢想象, 竟然还有天道城那种地方的存在, 更是无法想象, 里面有多少超乎他想象的宝物, 而凭借现在剩下的九千多万枚极品灵精, 绝对可以大肆搜刮一番, 到时候, 心急中还不得直接起飞, 你没听到我刚刚说的话吗, 想要进入天道城, 必须拥有天道令才行, 我之前也是偶然所得, 这东西, 也算是一种机缘, 说到这, 毕刚随口问道, 对了, 你这里有多少极品灵精, 你是在哪弄到的? 亏死了, 如果早知道天道城是这种情况, 你拿着天道令, 先来找我多好啊, 我这里还有九千多万枚极品灵精呢, 洛天行苦笑不已地说道, 现在空有极品灵精又如何, 还不是买不到任何宝贝, 什么? 然而, 毕刚听后, 却是惊得直接张大了嘴巴,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你是不知道, 我宗门收了一个神豪弟子, 出手就是一亿极品灵精, 说这玩意, 他多的是, 让我将护宗大阵永久开启, 又没了再找他, 傻了, 听到这话, 毕刚整个人都傻掉了, 还有这种神豪弟子, 一亿极品灵精, 那可是极品灵精啊, 就算是, 他跟洛天行在天道战场闯荡多年, 也都没见到过一枚极品灵精啊, 你说那个神豪弟子, 也去了天道战场, 不知道他是否有那个机缘得到天道令, 如果他, 要是得到了天道令, 怕是就真的起飞了, 鬼知道他到底有多少极品灵精, 根本不敢想象, 他能带回来多少好东西, 说完, 毕刚和洛天行两人, 甚至都幻想起了, 叶峰进入天道城的画面, 另一边, 第二重天道战场内, 叶峰寻找了三个多小时, 都没有发现什么遗迹, 但妖兽却没少遇到, 到最后都给他杀烦了, 李飞, 你的王八蛋, 千万别让我再遇到你, 否则我绝对饶不了你, 找不到遗迹, 找不到天道令, 想到自己去了天道城闲逛了大半天, 结果刚冲置完天道点, 就被强行传送了出来, 心中那叫一个气, 叶峰, 想曹操, 曹操道, 就在叶峰慢慢咧咧生闷气的时候, 李飞满是惊讶的声音, 便从不远处传了过来, 什么, 只有半天时间, 这不可能啊, 然而, 当李飞听到叶峰的埋怨后, 却是流露出了猛逼之色, 叶峰,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只有半天时间, 当初我发现那处遗迹, 进去后, 发现里面尸横遍野, 只有一名重伤捶死的人还活着, 而他手里死死握着的, 正是天道令, 说到这, 李飞停顿了一下, 神色有些尴尬地继续说道, 然后我就用了一些特殊手段, 从他嘴里套出了一些有关天道城的消息, 随后便将对方直接杀死, 并拿走了天道令, 现在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就是当初那个人骗了我, 要么就是他自认为这个天道令, 可以维持一天时间, 而他知晓很多天道城的消息, 想来很可能是去过, 我怀疑是第二种, 就是每个天道令能维持的时间不一样, 而他之前曾得到过的一个恰好维持的一天时间, 所以认为所有天道令都能维持一天, 听着李飞头头是道地分析, 叶峰也没心思去思考了, 但他感觉李飞应该没有骗自己, 否则刚刚看到自己绝对不会激动地, 立即朝自己跑来, 而是直接找地方躲起来了, 叶哥, 那这半天你都干什么了? 那个天道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李飞满是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要知道, 他拥有那块天道令都快一年了, 可以说一直都备受煎熬, 一直都想去看看天道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有没有那个人说得那么神奇, 不过, 虽然没去城, 但换到了13颗顿物丹, 他仍然感觉自己赚了, 你们所在的界面, 有科技吗? 听到李飞的询问, 叶峰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反问了一句, 毕竟他也不清楚, 对方的界面是不是跟玄天大陆一样, 是一个纯粹的玄幻世界, 而天道城既然出现了科技产物, 那万千下界当中, 肯定有界面存在科技, 科技? 什么是科技? 李飞摸了摸脑袋, 完全不明白这个词的含义, 既然你不知道科技, 有些东西, 我也没办法解释清楚, 但你要记住一件事, 如果以后你想去天道城, 那从现在开始, 如果得到极品灵精就好好留着, 那东西在天道城极其重要, 而且, 必须是极品灵精, 就算是上品灵精都没有任何用处, 必须是极品灵精, 叶峰一脸认真的对李飞提醒道, 极品灵精? 听到这话, 李飞却是苦笑了起来, 这一次能侥幸得到二百多枚下品灵精, 他都已经快幸福地晕过去了, 更不用说得到极品灵精了, 那玩意, 他也就是听说过, 嗯? 就在这时, 叶峰忽然发现当日败夹产物刷新了, 败夹产物, 死亡剑一碎片, 信号1000, 竟然又是剑一碎片, 想要败光不难, 但得找一个合适的目标才行, 不如抓一头妖兽, 想到这, 叶峰忽然注意到了一旁的李飞, 随口问道, 李飞, 你是剑修吗? 剑修? 叶峰, 我不是剑修啊, 我就是正常的修士, 而且我也不喜欢修剑, 不明白叶峰为何问这么一句, 但李飞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笑了, 听到这话, 叶峰咧嘴直接笑了起来, 你不喜欢剑修, 那这剑一碎片给你不正合适, 这不, 就是败家吗? 咕咚, 看到叶峰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自己并诡异地笑着, 这让李飞有些不安地吞了吞口水, 叶峰的手中就出现了一大把剑一碎片, 而仅仅察觉到那些剑一当中散发出的意境波动, 就让李飞浑身站立了起来, 那是死亡的味道, 虽然只有气动进九重巅峰的实力, 但李飞大大小小也经历过数次生死危机, 这种死亡的味道, 他还是可以辨别出来的, 死亡剑一碎片, 在死亡阴霾的笼罩下, 李飞猛然想到了什么, 瞪大双眼的惊呼出声, 一个, 两个, 三个, 李飞已经麻木了, 叶峰将一个, 接一个死亡剑一碎片的力量, 融于他的体内, 而因为之前叶峰的警告, 他根本不敢动, 也不敢反抗, 虽然这东西, 李飞知道绝对是好东西, 可, 可他不是剑修啊, 现在强行将死亡剑一加持在他的身上, 他现在已经麻了, 这让他以后该往哪个方向修炼, 不是李飞不知好歹, 是他真的对剑修不感兴趣啊,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叶峰将一万个死亡剑一碎片的力量, 全部都加持在李飞身上后, 算是彻底败光了今天的败家产物, 顺利得到了一千败家点的奖励, 不过却没有得到其他的特殊奖励, 现在他的败家点已经积攒到了五千八百一十点, 恐怖的死亡剑一波动, 笼罩方圆数千米范围, 而主人公李飞此时已经完全傻住了,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死亡剑意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他只知道一件事, 很猛, 他现在的死亡剑意超级猛, 可特么他不修建啊, 这死亡剑意给他简直就是浪费啊, 一旦回宗门被师尊发现, 那不得逼着他改修建宝, 想到这, 李飞简直要疯了, 他是打心眼里不喜欢剑修啊, 李飞兄, 千万不要感激我, 这都是你的机缘, 而且我跟你说, 现在你的死亡剑意已经达到了极致, 随时都可能突破到剑心之境, 只要你稍微努力修炼一下, 我感觉没问题, 看着李飞脸上那幽怨无比的神色, 叶峰也是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剑心, 剑心之境, 而听到叶峰这话, 李飞都快哭了, 他记得宗主修炼了百年之久, 而且还被誉为宗门数千年来, 悟性最强之人, 前段时间也才将自己感悟的剑意, 突破到剑心之境啊, 完了, 李飞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黑暗, 除非不回宗门, 可就算去其他宗门, 察觉到他身上这恐怖至极的死亡剑意, 那也绝对会让他改修建宝, 而他也不想成为散修, 这便直接成了一个死局, 他还能怎么办, 自然还得感谢叶峰的一番好意, 所有的委屈, 也只能憋在心中默默承受, 叶哥, 我能知道, 为什么你不自己吸收这些死亡剑意碎片的力量吗? 虚伪的感谢过后, 李飞也是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这可是死亡剑意啊, 哪怕不是剑修, 他都知道, 这绝对是剑意当中极其强大的一种, 我又不是剑修, 我要他干什么? 听到李飞的询问, 叶峰也是不假思索地直接回答道, 嗯? 你不是剑修不需要, 我他妈也不是剑修啊, 听到叶峰的回答, 李飞更加崩溃了, 不带这么玩人的啊, 无论是万千下界的哪一个, 不管是什么境界的修饰, 但凡是剑修, 如果看到叶峰和李飞两人都如此嫌弃, 这强大至极的死亡剑意, 怕是会直接被气吐血, 走吧, 接下来, 你必须有任何顾虑, 就释放着强大的死亡剑意, 咱们从现在开始, 在这第二重天道战场横着走, 说着, 一股极其庞大的雷灵力, 从叶峰体内疯狂涌现, 在身后直接凝聚出了十朵, 闪烁着雷光的九要雷连, 地级上品武器, 九要雷连, 而李飞看到这十朵巨大的九要雷连, 却是直接惊呼出声, 他乃是雷火双灵根修饰, 曾经也妄图修炼这个强大的武器, 结果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入门, 深知这武器想要领悟极其困难, 可他没想到, 叶峰竟然已经领悟了这强大的武器, 你竟然认得这个武器, 听到李飞的惊呼声, 叶峰也是一愣, 要知道, 在星级宗虽然他施展过这个武器, 但不管是宋执氏还是宗主等人, 也只是能判定这是一个地级上品武器, 连名字都说不出来, 都认为是他自创的武器, 我认的, 不过, 这可是我雷连宗独有的武器, 叶哥你怎么会的? 李飞此时也反应了过来, 眼中满是不解之色, 因为他知道, 叶峰跟他可不是一个界面的人, 更别说这个武器是宗门的独有武器, 看来, 武器罐子当中容纳的武器, 包含了万千下界当中的所有武器, 并不仅限于玄天大陆, 听到李飞的话, 叶峰也是有了一个猜想, 走吧, 接下来的目标, 击杀87头气动进九重巅峰的妖兽, 叶峰可没有忘了, 在星魂宗触发的随机任务, 在第二重天道战场, 击杀100头气动进九重巅峰妖兽, 可以获得大量败家点, 而一直到现在, 他不过才击杀了13头, 实在是遇到这个境界的妖兽, 数量太少了, 卧槽, 这两个家伙是来自哪个界面的, 太特么嚣张了吧, 我还是躲远点吧, 我刚刚看了他们一眼, 他们不会认为我是在挑衅吗, 我好慌, 我想回家, 这两个王八蛋变态的有点过分了吧, 气动进就如此恐怖, 这两人绝对是天之骄子的存在啊, 一路上, 凡是遇到的修士, 在感受到李飞那窒息般的死亡剑意, 以及叶峰身后悬浮着的十夺恐怖至极的九要雷连, 全部都躲得远远的, 根本没有一人胆敢上前挑衅, 甚至唯恐两人会随手将他们抹杀, 至于两人的嚣张, 他们根本不敢有丝毫不满, 这就是强大实力带来的威慑力, 爽, 真爽, 真特么爽, 看着周围满是畏惧的修士, 李飞心中那叫一个爽, 虽然来天道战场已经好多次了, 但绝对没有一次能如此的爽, 我本嚣张, 谁特么敢看不惯我, 叶哥, 下次你什么时候再来天道战场, 咱们约一下, 没准好能遇到呢, 不过李飞也没有被力量迷失了自己, 他知道, 现在能如此嚣张, 跟一旁的叶峰也有极大的关系, 否则, 就算他拥有强大至极的死亡剑意, 真要惹极了, 被围杀, 怕是也难逃一死, 约一下倒是可以, 不过我下次再来, 恐怕就要前往第三重天道战场了, 嗯? 突破的迹象, 回去后直接冲击熔灵境吗? 突破的迹象? 那是什么东西? 我想突破就突破呀, 而且我要么不突破, 突破就直接一个大境界, 不仅是突破到熔灵境, 而是一鼓作气, 直接突破到熔灵境九重巅峰, 叶峰一脸认真的说道, 嗯, 叶哥, 吹牛逼不是这么吹的呀, 这特么让我怎么见? 听到叶峰这话, 李飞也是尴尬地笑了起来, 他是真没想到, 叶峰竟然吹得如此之猛, 让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了, 叶哥牛逼, 最后, 李飞只憋出了这四字真言,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敬佩之心, 二十分钟后, 那五头气动进九重巅峰的妖兽交给我, 其余的交给你, 发现前方出现了一个妖兽群, 叶峰直接盯上了其中的五头妖兽首领, 身后十朵九药雷连, 直接化为雷光朝着那五头妖兽轰去, 一朵九药雷连重伤, 第二朵九药雷连抹杀, 五头妖兽刚好被十多九药雷连直接抹杀,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李飞也是被金的嘴角抽搐, 那些可都是天道战场当中的妖兽啊, 每头妖兽都足以对抗三名同等境界的修饰啊, 最初叶峰击杀的十三头同境界妖兽, 都是用数十张囚土牢困住, 然后用那不知名的锋利长剑直接抹杀, 李飞并没有见识到叶峰的真正战力, 现在见识到叶峰的恐怖战力, 真是将李飞吓到了, 还来, 当李飞看到叶峰再次凝聚出十朵闪烁着雷光的九药雷连后, 金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越是高级的武技, 虽然威力强大, 但消耗的灵力也是成倍增加, 之前叶峰凝聚出十朵九药雷连, 李飞自认为那已经是叶峰的极限了, 而且已经将他下垢呛了, 认为叶峰体内的灵海绝对是自己的数倍, 可现在看来, 对方灵海绝对不只是自己数倍那么简单, 毕竟每一朵九药雷连蕴含的力量, 无异于一名修士的全力一击, 不远处的数十名来自各界的修士, 看到刚刚叶峰轻描淡写的, 直接轰杀五头气动进九重巅峰妖兽, 被吓得都是浑身一哆嗦, 术法修士, 而看到李飞施展各种灵力武技, 开始大肆击杀其余众多妖兽, 但却根本不动用死亡剑影, 甚至手中连剑都没有, 众人更是傻眼, 你一个剑修, 不用剑杀敌, 不用剑类武技, 是那些妖兽还不配让你出剑吗? 如果李飞知道众人所想, 绝对会大吼一声, 老子特么不是剑修, 只是剑意的搬运工。 接下来两天时间, 叶峰和李飞两人疯狂游走在天道战场当中, 不断寻找气动进九重巅峰级别的妖兽, 到后来遇到妖兽群都懒得杀了, 认为那是浪费时间。 至于那些妖兽的收益, 叶峰本就不在乎, 而李飞不仅侥幸得到了200多枚低品灵精, 更是还得到了13枚顿武丹和恐怖的死亡剑意, 再加上跟在叶峰身边有点被传染, 也已经看不上那点收益了。 叶! 恭喜宿主在第二重天道战场成功击杀100头气动进九重巅峰妖兽, 获得5000败加点。 砰! 随着叶峰将第100头气动进九重巅峰妖兽轰杀, 系统的提示音也随之响了起来。 破万了。 随着获得的5000败加点, 叶峰目前的败加点终于破万, 达到了10810点。 系统, 你看这小胖子在这两天给我跑前跑后的, 我是不是得一丝一丝给了10万枚几品零食不过分吧? 好久没有触发败加行为了, 而且, 叶峰也的确想给李飞一点报酬, 这两天时间切割腰瘦肉, 烤腰瘦肉, 寻找零食住所等等小事可都是对方干的, 他就跟得大爷似的, 基本什么都不需要操心。 叮! 数量过多, 不符合标价标准。 一万极品零食呢? 这种事, 叶峰也懒得跟系统太过讨价还价, 直接降了10倍。 叮! 对方拥有极限死亡建议, 数量合理。 嗯? 难道说, 根据不同修饰的实力情况以及事件, 是评判零食数量的一个标准? 叶峰此时也有了这么一个猜测。 叶峰, 此次前来天道战场已经快两个月了, 根据宗门规定, 我得回天火界了。 此时, 李飞的脸上满是不舍, 实在是跟叶峰在一起的日子, 太爽了。 你们宗门还规定日子啊? 叶峰对于这件事倒是有些不解。 叶峰, 两个月为期限, 如果没有离开天道战场重返宗门, 宗门会认为你死在了天道战场, 来自各界的修士, 其实大部分都会有一个实现, 除非是散修。 李飞看到叶峰不解, 也是开口解释了起来。 原来如此, 相遇便是圆, 这两天你也没少帮我忙活。 这一万极品零食拿好, 咱们日后有缘再见。 将装有一万极品零食的空间戒指 放到李飞手中后, 叶峰便洒脱地直接转身离开。 叶峰, 你就是我李飞的恩人, 咱们日后有缘再见。 看着叶峰的背影, 李飞紧握手中的空间戒指, 心中默念离开, 周身的空间开始扭曲, 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原地。 叮! 恭喜宿主败夹成功, 奖励200败夹点, 奖励死亡建议碎片, 新号100000。 卧槽! 叶峰也是忍不住抱了粗口, 刚获获完一万个死亡建议碎片, 又来一万个。 这是系统奖励, 就算以败家的方式消耗掉, 也不会获得败家点。 既然如此, 自己用了吧。 想到这, 叶峰从系统空间取出一把又一把死亡建议碎片, 开始自己融合了起来。 而在叶峰东侧几百米远的地方, 却是聚集着数百名修士。 那个拥有恐怖死亡建议的胖子已经走了, 现在就剩下那个嚣张的家伙了。 而且这两天, 他可是消耗了极大的灵气。 说实话, 体内蕴含的灵气量真的太恐怖了, 但却从未见他修炼恢复损耗的灵气。 我认为这是咱们的一个机会。 不管他来自哪个界面, 绝对是那个界面的天之骄子, 咱们很多都是普通修士, 眼前就有一个能斩杀天骄的机会。 你们就真的想错过吗? 一名白发青年此时神色阴狠地 对数百名出声提议道, 斩杀天骄。 众人听到这, 心神东猛的一阵, 他们在各自界面, 不仅自身实力低微, 像如此恐怖的天骄, 那绝对是他们仰望的存在。 现在有一个可以斩杀天骄的机会, 说不心动, 绝对是假的。 最重要的是, 这里可是聚集着三百余人, 其中气动进九重巅峰的修士, 就足有一百多人, 一个人再强。 难道还能对抗得了一百多名同境界对手吗? 想到这, 众人的神情都有了一丝激动, 他们不是天骄, 但却可以斩杀天骄, 这将是他们一生的荣耀。 一句话, 白发青年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一年前, 他在第一重天到战场, 获得了一个机缘, 从此在宗门一飞冲天, 现在看到叶峰和李飞, 自认不如, 但他不能容忍, 还有比他强的天骄存在, 那是一种扭曲的心理。 杀! 众人听到白发青年的话,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面露激动之色地给出了答案。 另一遍! 此时的叶峰, 正在疯狂融合死亡建议碎片, 而且融合得到的死亡建议, 也都被他压制, 并没有释放出来, 他准备全部融合结束后, 再全部释放, 好好感受一次。 呼! 终于全部融合了, 让我来感受一下, 极致的死亡建议到底有多强。 哼! 心念所想, 一股庞大的死亡建议, 从他体内冲天而起, 恐怖的死亡意境, 更是疯狂朝四周席卷。 此时, 三百余人已经来到了距离夜风不足八十米的位置, 随着这股窒息般的死亡意境将他们笼罩, 每个人的脸色都猛然俱变, 眼中瞬间被恐惧所填充。 死亡建议! 仅仅是死亡意境, 就让他们身临其境, 就好像自己稍有异动救, 会死亡一般, 根本生不起丝毫反抗的战役。 对方一箭展来, 他们都只能眼睁睁地站在原地等死。 不仅是离开的那个胖子, 拥有如此恐怖至极的死亡建议, 那个一直带着十多恐怖雷连的青年, 竟然也拥有相同的死亡建议。 悔意, 此时弥漫在了每个人的心头。 体内蕴含庞大的灵气, 拥有D级上品5G, 深具恐怖的死亡建议, 对方是否还有底牌, 没有展现出来。 这种绝世天骄, 根本就不是他们能招惹的。 你们, 想杀我? 这时, 叶峰转身看向众人, 眼神冷漠至极。 一朵接一朵九药雷连, 开始不断从叶峰身后凝聚出现。 一个, 五个, 十个。 当九药雷连的数量达到230多朵后, 小山一般的极品灵石凭空出现在了叶峰的身边, 疯狂吸收极品灵石当中纯粹的灵气, 叶峰开始继续凝聚九药雷连。 出手! 再不出手, 咱们都得死在这里。 随着白发青年的一声大喝, 身陷死亡恐惧当中的众人也猛然一震, 努力抵抗着死亡意境带来的无尽恐惧, 全部朝叶峰出手, 但发挥出来的战力不足正常的一半。 都给我死! 叶峰冷笑一声, 身后的200多朵闪烁着雷光的恐怖雷连化为一道道雷光, 直接朝着对面的300余人轰了过去。 同时, 叶峰也仍然在疯狂吸收极品灵石当中的纯粹灵力, 没有灵根, 察觉不到天地间的灵气又如何, 只要有足够的灵石, 它就可以不断补充体内消耗的灵力。 只要吸收灵力的速度够快, 它就是一个恐怖的涌动机。 水龙? 巨峰? 火龙拳? 其余两种地级上品武器和人级上品武器火龙拳, 叶峰此时也疯狂施展, 完全不在意消耗的灵气。 四系灵根? 三大地级上品武器, 拥有庞大的极品灵石随时补充体内损耗的灵气。 对面的众人看到这一幕, 眼中除了绝望还是绝望, 他们根本不可能赢, 甚至还会被对方单方面屠杀。 后悔? 他们后悔, 为什么要来招惹这个绝世天骄? 身为凡人, 怎敢去挑战神灵? 片刻后, 看着满地尸横遍野的尸体, 叶峰却没有太大的反应。 这, 才是他认识当中的玄幻事件。 他是败家神豪, 但可绝对不是圣武, 既然是敌人, 那杀了便是。 火龙拳, 你是玄天界的人吗? 就在叶峰收起剩余的极品灵石准备离开时, 一名身穿紫色衣裙的小萝莉, 却是拦住了他的去路, 盯着他满是好奇地问道。 没错, 你是谁? 看着对面模样可爱的小萝莉, 叶峰直接反问道。 我叫洛瑶瑶, 来自万花谷。 说完, 小萝莉就笑了起来, 甚至已经看到了叶峰满是震惊的神色。 万花谷? 没听过。 然而, 叶峰的回答, 却让小萝莉的笑容瞬间僵硬在了脸上, 眼神中更是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身为玄天界的人, 竟然会没听过万花谷。 你确定是玄天界的人? 那你来自哪个宗门? 洛瑶瑶满是好奇地看着叶峰再次问道。 你在这查户口呢? 我凭什么告诉你? 说完, 叶峰便不再理会对方, 直接转身朝远处走去。 四系灵根? 体内灵海, 极其恐怖。 气动进九重巅峰, 便领悟了三种地级上品武器, 物资爆炸。 死亡剑已达到了极致, 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到死亡渐兴之境。 想到对方这些情况, 洛瑶瑶也是倒吸了口粮气, 一旦对方成长起来, 闭上前龙榜, 而且绝对前五的存在, 甚至前三也有可能。 想到这, 洛瑶瑶眼珠子转了转, 直接就朝叶峰追了上去。 我都告诉你我的名字了, 你还没说你叫什么呢? 对了, 你是不是没有宗门, 所以刚刚才忽然生气的。 你来天道战场想寻找什么? 没准我知道呢。 听到洛瑶瑶在身边喋喋不休地说着, 叶峰感觉脑袋都快炸了。 你再不走, 我真的会杀了你的。 忍无可忍, 叶峰满含杀机地盯着对方直接威胁, 而他也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同时来自玄天界的人又如何? 可你杀不死我啊。 我真实修为可是原神境九重巅峰, 不过是凭借一件秘宝压制了修为。 如果你对我出手, 我释放出真实修为, 绝对可以再被传送出去的同时将你抹杀的。 洛瑶瑶歪着小脑袋, 一脸得意地看着叶峰说道。 系统, 这小萝莉说的是真是假, 这天道战场不是很牛的存在吗? 还有那种秘宝? 叶峰听后也是吃了一惊, 索性询问了系统。 叶。 对方所说是真, 秘宝乃是对方头发上戴着的紫色发拆。 很快系统就给出了回答, 并指出了对方的秘宝。 竟然是真的? 叶峰此时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对方的年纪才多大, 竟然已经有了原神境九重巅峰的修为, 这份实力完全不弱于他的师尊落千雪啊。 我叫叶峰, 来自新魂踪。 现在你想知道的都知道了, 别再烦我了。 说完, 叶峰便不再理会小萝莉。 心魂踪? 没听说过呀。 叶峰, 这名字还挺好听的。 你为什么忽然回答我了? 我刚刚是逗你玩的。 你该不会真以为, 我有原神境九重巅峰的强大修为吧? 小萝莉此时故作夸张地看着叶峰打去道。 那你把头上戴着的紫色发拆扔掉试试。 叶峰戴着一抹玩味之色, 看着洛瑶瑶直接说道。 嗯。 洛瑶瑶听到这话, 神色一变, 看着叶峰的眼神满是震惊。 他无法理解对方怎么会知晓压制修为的秘宝, 就是头上的那只紫色发拆。 倒是我小看了你。 你所说的心魂踪, 我根本从未听说过。 想来肯定是一个不入流宗门。 心急踪你总该听说过了吧? 绝对的顶尖宗门。 只要你离开心魂踪, 我保证你可以加入心急踪。 而且还可以保证你成为宗门的核心弟子。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此时, 洛瑶瑶却是一改之前俏皮的样子, 神色认真的看着叶峰询问道。 心急踪? 核心弟子? 洛瑶瑶? 姓洛? 卧槽! 不是吧? 想到这些, 叶峰忽然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猜想。 洛千雪是你什么人? 叶峰此时盯着洛瑶瑶直接问道。 你认识我姐姐? 洛瑶瑶听到叶峰直接说出了自己姐姐的名字, 脸上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卧槽! 洛千雪是我师尊? 那你岂不是我小师姑? 叶峰听到洛千雪竟然是对方的姐姐后, 整个人都傻了。 小师姑? 你是我姐姐的徒弟? 心魂宗是我姐姐创立的宗门? 不只是叶峰傻了, 洛瑶瑶此时也傻了。 十分钟后, 当叶峰说明了一些情况后, 洛瑶瑶再次傻了。 姐姐的清传大弟子, 心急宗第六位核心弟子。 心急宗荣誉长老, 身份、地位、辈分都跟五大祖老平起平坐。 身份要不要这么复杂? 那我是管你叫师侄, 还是叶长老? 嗯, 看着洛瑶瑶那可爱的萝莉模样, 叶峰沉默片刻直接说道, 咱俩各论各的, 你管我叫叶长老, 我管你叫师姑? 我管你叫师姑可以, 但你一个小萝莉管我叫师侄? 不行, 太别扭了。 此时, 叶峰却极其庆幸自己还有个长老的身份, 谁又能想到洛千雪竟然还有这么一个天资卓越的萝莉妹妹呢? 来, 师姑, 让本长老捏捏你的脸蛋。 说着, 叶峰的双手就捏起了洛瑶瑶那可爱的萝莉脸蛋, 看着对方犹如喷火的眼神, 叶峰心情那叫一个舒服, 之前被对方缠着的烦躁心情瞬间一扫而空。 第一次见面, 该送给小师姑点什么呢? 捏了一会, 叶峰拖着下巴看着小萝莉师姑, 却是沉思了起来, 总给零食也没什么意思啊, 虽然会触发败家行为, 但他都给够了呀。 顿物丹, 那玩意肯定得给一些, 但当做礼物还是有点不合适, 毕竟那玩意就相当于灵嘴。 金蚕心药石? 看小萝莉师姑的体型, 也不像得练起师啊。 九夜回魂草就剩下一株了, 说好当做奖励的, 白老和夏老还在宗门日思夜盼地等着呢。 紫雷狂狮大妖精血, 人形怪物小萝莉, 应该不能吧? 回想了一下自己现在拥有的东西, 叶峰看向洛瑶瑶直接问道, 小师姑, 你可是体修? 没错, 我就是体修,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发现的。 听到叶峰的问话, 本还因为刚刚被叶峰捏脸, 而生闷气的洛瑶瑶, 内心却是再次一惊,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他站在叶峰面前, 忽然有了一种根本藏不住任何秘密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他有些发慌。 还真是体修, 人形怪物小萝莉。 听到洛瑶瑶的回答, 叶峰也是一惊, 这太不可思议了。 叶长老, 我告诉你, 我最讨厌别人捏我脸蛋了, 刚当你捏我脸蛋, 这件事没完, 等我回去后, 一定要让姐姐替我主持功。 还没说完, 当洛瑶瑶看到叶峰手中一滴散发着强大妖气的妖兽精血后, 话音瞬间戛然而止, 那犹如会说话般的灵动双眼, 此时却死死地盯在了妖兽精血上。 扛过九道天道雷洁的子雷狂施大妖精血, 捏一次脸蛋给一滴。 既然你不喜欢别人捏你脸蛋, 那就算, 还没等叶峰说完, 洛瑶瑶就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叶峰身前, 抓起叶峰的另一只手就放到了自己那可怜的脸蛋上。 别人不行, 但你可是叶长老啊, 捏捏晚辈的脸蛋有什么的? 看着流露着可爱笑容的洛瑶瑶, 叶峰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随手又捏了捏对方吹弹可破般的小脸蛋, 直接将手中的大妖精血给了对方。 既然是体羞, 那小诗姑是否也是一名炼气师? 这个小诗姑古灵精怪的, 不一举彻拿捏住, 以后我怕是会有大麻烦。 想到这, 叶峰演技极其拙劣地将一块金蚕星钥匙掉在了地上。 金蚕星钥匙? 不出意外, 当洛瑶瑶看到掉在叶峰脚下的金蚕星钥匙后, 直接惊呼出声, 甚至整个身体都因为激动而剧烈颤抖了起来。 小诗姑你认得? 想要?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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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叶峰的询问, 看着对方手中捡起来的金蚕星钥匙, 洛瑶瑶的小脑袋犹如波浪鼓一般的疯狂点头。 不给。 叶峰迅速将金蚕星钥匙收进系统空间, 看着直接傻住了的洛瑶瑶, 没忍住, 直接发声大笑了起来。 这时候要是还没意识到叶峰就是在耍自己, 洛瑶瑶就真的是大傻子了。 可明白又如何, 叶峰不给她, 她还能抢夺不成。 没什么关系也就罢了, 现在对方不仅是叶长老, 更是她的小失职, 她怎么可能动手抢夺? 想到这, 洛瑶瑶快疯了, 这简直是被叶峰彻底拿捏死死的了。 她不明白, 叶峰手里怎么能有这么多好东西? 叶长老, 你是怎么成为我姐姐的清传大弟子的? 还有, 你是如何成为星级宗荣誉长老的? 为了缓解此时尴尬的处境, 洛瑶瑶直接转移了注意力。 而且, 这两个问题, 她也的确很想知道答案。 从小到大, 什么都不在意, 每天都痴迷于修炼的姐姐, 怎么会收下一名清传大弟子? 星级宗毕竟是一个顶尖宗门, 除了极小一部分超然势力, 绝对是巨无霸的存在, 就叶峰目前这点实力, 怎么就能得到荣誉长老的身份? 因为我有钱啊, 五十万枚上品零食, 在你姐姐那买了一个清传大弟子的身份, 一亿枚极品零金, 加上强化后的九剑见证阵法秘典, 在宗门买了个荣誉长老的身份。 啊? 听到叶峰的话, 洛瑶要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清传大弟子还能满, 宗门荣誉长老还能满, 可笑至极, 你可见过极品零金, 张口就是一亿极品零金, 你可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在这时, 一道满含不屑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紧接着, 一名风韵游存的中年女子从远处走来, 看向叶峰的目光当中满是不屑, 师尊! 而洛瑶瑶看到来人, 却是立即神态恭敬地喊了一声, 我乃万花谷谷主, 你不是喜欢用零食、零金购买特殊身份吗? 只要你能拿出一亿枚极品零金, 本谷主就拜你为师, 让你再多一个显赫的身份, 如何? 花与梦看着叶峰满是不屑地继续说道, 看到火药味十足的花与梦, 洛瑶瑶也是连忙, 看向叶峰解释道, 叶长老, 我师尊这个人生评最看不惯的, 就是别人说大话, 你别介意, 他没有恶意的, 一个是师尊, 一个是自己的小师职, 但是洛瑶瑶现在感觉极其头痛, 对于师尊这个不算毛病的毛病, 他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别人吹牛就吹牛呗, 听到就不行, 他一度认为这是一种病, 叶峰看着咄咄逼人的花与梦, 脸色也逐渐变得难看了起来, 虽然他很想给自己小师姑这个面子, 但对方这种强势的态度, 却让他极其的不爽, 小师姑, 是你师尊欺人太甚, 这个面子, 我给不了, 说着, 叶峰直接拿出一枚, 装有一亿极品灵精的空间戒指, 朝花与梦扔了过去, 带着一抹冷笑说道, 好图儿, 这一亿极品灵精, 就算是师尊给你的见面礼了, 叮, 恭喜宿主, 装逼打脸成功, 奖励金蚕星药十星号十, 紫雷狂尸精血星号一百, 渐星进阶, 碎片星号五, 卧槽, 这也能获得奖励, 这可不算什么败家行为, 所以, 哪怕动用一亿极品灵精, 叶峰都没有询问系统, 反正系统无限供应, 而不是败家行为, 他不管用多用少, 既不会扣除败家点, 也不会获得败家点, 可他没想到, 竟然还能触发装逼打脸奖励, 时间太短了, 从重生到这个玄幻世界, 到现在的时间还是太短了, 他感觉, 系统还有很多隐藏功能, 没有被他挖掘出来, 而当花与梦查看到手中的空间戒指当中, 密密麻麻的极品灵精后, 整个人直接傻在了原地, 极品灵精, 就算是传承了数万年之久的万花骨, 储量也不足千万, 毕竟就算是在天地战场当中, 想要找到极品灵精, 也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 哪怕一枚极品灵精, 可以兑换一百枚上品灵精, 但你想用一百枚上品灵精, 兑换一枚极品灵精, 根本没有人换,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多的极品灵精, 哪怕一亿极品灵精, 已经摆在眼前, 但花与梦仍然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万花骨可是超然势力, 就算如此, 也只有千万左右的极品灵精, 叶峰一个气动进九重巅峰的小修士, 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庞大的极品灵精, 别以为我, 只有那些破灵精, 说着, 叶峰就将十五块金蚕星药石, 二百七十九滴紫雷狂尸大妖精血, 一株九叶回魂草, 五个剑星进阶碎片, 全部拿了出来, 至于顿物丹他并没有拿出来, 因为拿东西, 除非亲自尝试, 否则根本没人相信, 这, 当花与梦看到叶峰拿出来的这些, 就算是万花骨都拿不出的宝物, 整个人直接被惊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玩意叫做剑星进阶碎片, 只要你感悟的剑意达到了极致, 只要吸收里面的力量, 就可以直接突破到剑星之境, 说着, 叶峰直接将一个剑星进阶碎片, 放在了自己的额头之上, 随着一股清凉之意涌现, 极致的死亡剑意轰然爆发, 而且剑意节节攀升, 最后轰然爆发, 一柄肉眼可见的黑色剑胚虚影浮现在了叶峰的头顶上空, 剑星之境, 剑胚雏形, 看到这一幕, 不管是花与梦还是洛瑶瑶, 全部都瞪大双眼惊呼出声,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片刻后, 哼, 花与梦伸出了口气, 看向叶峰满是忧愿地说道, 愿赌服输,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花与梦的师尊了, 但这只代表我个人, 不代表万花谷, 说完, 花与梦面露苦笑, 百年来, 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栽在一个气动镜的小家伙手中, 但他现在对叶峰也充满了好奇, 他无法理解, 叶峰怎么会拥有如此多的宝物, 完了, 完了完了, 一旁的洛瑶瑶, 此事已经彻底迷糊了, 叶峰现在成了他师尊的师尊, 那岂不是成了他的师祖, 那自己现在管他叫师职, 叶长老, 还是师祖, 洛瑶瑶从来都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的身份会变得如此复杂, 师尊, 你的毛病快改一改吧, 你现在, 把身份搞得都快乱死了, 洛瑶要此时看向满是不甘的花与梦, 心态真的崩了, 叶, 恭喜宿主拥有第一位弟子, 根据弟子情况, 奖励鬼迷草星号100, 酷魂之星号100, 五毒百香花星号100, 灼魂灵煮水星号100, 叶, 提醒宿主, 宿主乃是败家神豪, 定要将这个优良传统, 让门下弟子传承下去, 鼓励门下弟子努力败家, 根据弟子败家情况, 系统也会给予一定奖励, 听到系统忽然响起的提示音, 叶峰梦啊, 收徒弟, 有奖励, 鼓励徒弟败家, 还有奖励, 之前还在猜测, 系统肯定有很多隐藏功能, 没有挖掘出来, 谁曾想, 这么快就发现了一个, 不过给的那些奖励, 都是什么玩意, 听名字怎么都像是剧毒之物呢, 叶峰此时却对那些奖励产生了疑惑, 万花谷难道是一个研究毒的势力, 这玩意, 你们认识吗? 说着, 叶峰便从系统空间取出了一株鬼迷草, 鬼迷草? 而花与梦和洛瑶瑶看到叶峰手中出现的毒性灵草, 却是一同惊呼了起来, 因为鬼迷草, 他们仕途二人也仅仅是从万花谷的不传秘点当中看到过, 激动! 花与梦和洛瑶瑶此时彻底激动了起来, 如果有鬼迷草, 他们修炼的万毒肢体就可以进一步增强了, 花与梦, 今日你成为我门下第一位弟子, 也就是未来的大师姐, 咱们的门规, 你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说着, 叶峰便将剩余的九十九株鬼迷草全部都拿出了出来, 死! 本以为叶峰只有一株, 毕竟这可是传说中的毒性灵草, 除了数万年前万花谷的前三任谷主曾在天道战场遇到过, 之后的数万年间却再也没有发现过一株, 可谁曾想, 叶峰竟然会有这么多, 门规? 叶峰, 你还有宗门? 而震惊过后, 反应过来的洛瑶瑶却一脸猛逼地询问了起来, 算是吧, 不过我不会开山立宗, 以后我败家门的弟子将会遍布整个玄天大陆, 甚至遍布到万千下检, 叶峰此时也是有了一个极其疯狂的想法, 第一, 恭喜宿主创建败家门成功, 奖励十万败家点, 开启宗门传音功能, 开启宗门传送功能, 宗门传音功能, 凡是宿主的弟子, 不管身在何处, 都可以通过神识对宿主传音, 宿主也可以通过神识给门下弟子下达命令, 宗门传送功能, 凡是宿主的弟子, 不管身在何处, 宿主都可以直接传送到弟子身边, 每天每名弟子可传送一次, 维持时间一小时, 过后会自行传送回初始位置, 我累个大曹, 叶峰此时直接报了粗口, 这奖励简直爆炸啊, 直接就是十万败家点啊, 他辛辛苦苦这么久, 积攒的败家点也才一万多一点点啊, 而且宗门的两个功能也十分强大, 等等, 如果我收的弟子是其他界面的, 岂不是说我也可以前往其他界面, 猛然间, 叶峰又想到了一个关键点, 特么的, 老子要让万千下界都流传着老子的败家传说, 叶峰此刻竟然充满了干劲, 就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一般, 败家门, 还要让门下弟子遍布整个玄天大陆, 甚至遍布到万千下界, 听到叶峰的话, 不管是花与梦还是洛瑶瑶, 此时脸上都流露出了尴尬至极的神色, 甚至花与梦出去都不敢自爆第二宗门的名字, 还败家门, 这名字说出去岂不是会让人笑得大牙, 花与梦, 你身为宗门大师姐, 必须透彻领悟宗门门规, 我且问你, 这一百株鬼迷草交给你后, 你准备如何处置? 叶峰这时一脸严肃地看着花与梦直接问道, 怎么处理? 这还用问怎么处理吗? 师尊, 除了我跟洛瑶要修炼所需, 其余的鬼迷草, 在没有师尊的允许下, 弟子绝对不会私自用在万花谷, 绝对会替师尊保管好, 不管怎么说, 花与梦此时也算是认清了自己已经有了第二宗门的情况, 而这些本就是叶峰的东西, 就像他之前所说, 拜师是他的个人行为, 那从师尊手中得到的东西, 自然也属于他, 全部都不会涉及到万花谷, 这点他分得很清楚, 全部保管好, 咱们可是败家门, 你怎么如此愚钝, 连宗门名字的精髓都理解不到, 然而, 听到这话的叶峰瞬间气炸, 看着暴怒的叶峰, 花语梦梦了, 他自认为自己的处理方式没有任何不对, 虽然是什么败家门, 难道还真要去败家不成? 而且, 他是谁? 堂堂万花谷谷主, 年龄都一百多岁了, 现在被叶峰这种小家伙训斥, 脸上那叫一个气, 心中那叫一个委屈, 这鬼迷草里的毒素, 你怕不怕? 叶峰这时盯着花语梦直接问道, 我跟洛瑶瑶修炼的, 乃是万毒谷独有的万毒肢体, 鬼迷草内蕴含的毒素极其恐怖, 如果是一点点, 洛瑶瑶应该没什么问题, 至于我, 就算是这一株鬼迷草内的毒素, 我都完全不拒, 甚至全部吸收掉, 对我还有莫大的好处, 说到自己的拿手的领域, 花语梦却是极其的自信和狂傲, 因为它有那个资本, 这样的话, 我就告诉你, 该如何处理这些鬼迷草, 晚上睡觉前, 不应该拿出来一株鬼迷草泡泡脚吗? 修炼了一天身心疲惫, 不应该拿出来几株鬼迷草放进浴盆来泡浴吗? 枯燥乏味的修炼, 肯定会有兴起不顺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撕碎十来株鬼迷草来发泄烦躁的心情不好吗? 哎, 说完, 叶峰看着一脸呆滞的花语梦也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感觉收下的这个大师姐想要调教出来, 怕是要花费一些功夫了, 疯了, 师尊绝对是疯了, 这可是鬼迷草啊, 用一株就少一株的鬼迷草啊, 用没了都不知道上哪找去的鬼迷草啊, 它竟然让我如此败家, 它简直丧心病狂啊, 师尊, 这鬼迷草可就一百株啊, 如果按你所说, 根本不够活活几天的呀, 虽然内心已经崩溃, 但花语梦还是努力保持着心平气和的神态劝说道, 活活没了, 就继续活活别的呀, 说着, 叶峰就将一百株枯魂枝, 一百株五毒百香花, 一百滴灼魂灵煮水, 全部都拿了出来, 再次说道, 你看看这些破烂玩意有没有用, 破烂玩意, 你竟然管这些传说中的毒性灵草和毒灵, 水叫破烂玩意, 花语梦和洛瑶瑶, 看着地面上的这些毒灵草和毒灵水, 已经彻彻底底地傻住了, 而听到叶峰的话, 气得差点气血上, 涌狂喷而出, 这些毒灵草和毒灵水, 的确都在天道战场上出现过, 但出现的次数和数量都太过稀少了, 虽然比鬼迷草出现的次数和数量多一点, 但数万年已过, 就算是万花谷都没有任何存货, 只能在传承下来的不传秘典当中看到过, 这些都是为师送给你的, 你可千万别留着, 该怎么霍霍就怎么霍霍, 虽然现在我手里没有了, 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再有一大堆, 还有我给你的一亿极品灵精, 回到万花谷该花就花, 别管什么那外门弟子, 所有弟子的待遇, 全部提升个十倍, 缺什么修炼资源, 功法, 武技, 俘虏等等东西, 该买就买, 千万别降价, 咱们败家门的人丢不起那个人, 但有一点你记住了, 咱们败家门的人, 该败家的时候败家, 但不能当冤大头, 明白吗? 叶峰看着满脸茫然的花与梦, 气得快抽搐了, 他怎么就收了这么一个愚钝至极的弟子, 特么败家都不会, 亏你, 还是什么万花谷谷主, 虽然这么想, 但毕竟是自己手下的第一位弟子, 叶峰还是得给对方留点面子, 只能在心里, 自己发发牢骚了, 加持宗门传音功能, 加持宗门传送功能, 这时, 叶峰将右手放在了花与梦的额头之上, 系统的两个功能, 直接绑定在了花与梦的身上, 邓, 当叶峰的右手拿开后, 花与梦却猛然双眼瞪圆, 看着叶峰的目光当中, 充斥着无尽的惊骇之色, 花与梦根本不知道叶峰对她做了什么, 但她知道, 不管叶峰在什么地方, 两人都可以凭借神识直接交流, 不仅如此, 叶峰更是可以随时出现在她的身边, 诡异至极, 本来叶峰就给她一种极其神秘的感觉了, 现在那种神秘感更加浓厚了, 咱们做门的宗旨是什么? 叶峰看, 这花与梦再次问道, 败家, 使劲的败家, 想尽一切办法, 使劲的败家, 他没想到, 花与梦竟然会忽然开窍了, 而一旁的洛瑶要听到这话, 看向认识了五年的师尊, 在这一刻, 竟然有了一种陌生感,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铁母鸡一毛不拔的师尊吗? 师尊放心, 弟子必定会铭记宗门宗旨, 将败家发扬光大, 因为叶峰的神秘和莫大神通, 花与梦彻底释放了天性, 有这种神秘恐怖的师尊, 那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 更别说, 败家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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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峰听到花与梦这话, 心情那叫一个高兴, 多一个弟子帮他败家, 他获得败家点, 以及其他特殊奖励的速度, 可就能加快了, 最主要的是,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以后他的败家门弟子, 不求多, 只求精, 而之前遇到的那个李飞, 就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就是不知道是否还有缘遇到了, 李飞啊李飞, 就看咱们两个还有没有缘分了, 如果有缘, 日后相遇我便将你收入我败家门门下, 如若无缘, 那便是咱们仕途有缘无缘了, 叶峰此时心中暗自想到, 疯了, 全都疯了, 师尊疯了, 试者也疯了, 我该怎么办啊, 洛瑶瑶此时都快哭了, 两个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都疯了, 他距离疯还远吗, 小师姑, 这是一亿枚上品零食, 只要将这些上品零食败光, 我就给你十滴子雷狂尸大妖精血, 而败家的要求, 寒泪收下了这一亿上品零食, 他能怎么办, 只能想办法开始败家了, 实在是试制给的太多了, 我堂堂败家神豪的小师姑, 怎么能没有豪横败家的英子, 看着洛瑶瑶收下了一亿上品零食, 叶峰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啊, 师尊, 我跟瑶瑶可能要先行离开了, 我们身上的秘宝, 每次压制修为的时间只有十天, 今天已经是第九天了, 花语梦此时说出了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离开吧, 反正我继续留在这里, 也没什么意思啊, 想着自己已经得到了十万败家点, 索性回去浪一波再说, 顺便把自身实力也提升到熔林境, 师侄, 在星际宗等着我哦, 小师姑很快会去找你的, 离开之际, 洛瑶瑶做了个鬼脸, 带着俏皮的笑容跟着花语梦, 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师侄? 卧槽, 身份越来越乱了呀, 想到洛瑶瑶是师尊的亲妹妹, 自己现在好像又成了对方的师公, 或称呼为师祖, 辈分跟着起来了, 那师尊的辈分岂不是也会受到影响, 更别说自己还是星级宗长老, 辈分都被拉到跟五大祖老一个位置了, 苦笑地摇了摇头, 叶峰心中默念离开, 随着周身空间扭曲, 也很快消失在了天道战场当中, 重新出现在玄天大陆, 叶峰也不知道自己被传送出来的地方是什么位置, 但根据士公落无名所说, 应该在他所进入的天道战场, 传送塔方圆千公里范围内, 先找个城镇确定下位置, 再赶往星魂宗吧, 也不知道当师尊知道我离开这段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事, 会是什么表情, 想到这, 叶峰随便选了一个方向, 直接开始了赶路, 星魂宗, 罗叔, 你怎么来了? 宗门大殿内, 骆千雪看着自己父亲的好友也是有些疑惑, 对方不去跟自己父亲叙旧, 跑到他这来干什么? 千雪啊, 你小时候需要不少修炼资源, 可都是罗叔帮你弄来的, 叔就问你一句, 叔对你好不好? 嗯? 看到罗凯这山秦的桥段, 骆千雪却是更加好奇了起来, 点头直接说道, 罗叔, 你对我当然好了, 当初我修炼需要一些比较稀有的修炼资源, 那可都是你帮我弄到的, 那你, 叔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现在就想有个家, 不想再继续过着那种流浪的日子了, 你能不能给叔在宗门弄个长老当当? 嗯? 听到这话, 骆千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孤苦伶仃, 你不想再流浪了, 这不就是你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吗? 就算你忽然有了一些其他的想法, 你想找个家, 怎么还跑我这来了? 我这才刚刚创立的宗门, 一共才几个人啊, 罗叔, 你可是堂堂的杜结晶四众强者, 我这小宗门怕是会委屈了你啊, 骆千雪此时也是苦笑地劝说了起来, 他不想发展宗门啊, 本来多了夏天宇这个长老和两名弟子, 已经让他感觉够麻烦了的, 怎么可能再让罗凯加进来? 哄, 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妖气, 威压笼罩整个新魂宗,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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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千雪, 罗凯, 白天红和夏天宇四人, 全部都面带凝重之色, 朝着宗门外冲去, 而弱小的冷无风, 在这恐怖的妖气威压之下, 根本动弹不得, 圣女大人, 我们来了, 然而, 当四人来到宗门外, 陈浩宇, 夏天天, 赵天明, 行妃和杜天月, 五天骄却是带着激动的神色, 直接朝一脸猛逼的骆千雪冲了过去, 你们怎么来了? 还有, 那个恐怖大妖室, 骆千雪看着心急宗的五天骄, 以及后面散发着恐怖妖气的白衣青年, 满是疑惑地询问了起来, 圣女大人, 我们是奉宗主之命过来的, 以后我们五个就留在你的新魂宗了, 陈浩宇看着骆千雪满是喜色地解释道, 从现在开始, 他们五天骄就可以天天跟小师弟叶峰在一起了, 依照叶峰那豪横败家的脾气, 什么顿务丹, 大妖尸体烤肉, 啥的, 会少吗? 毫不夸张地说, 跟在叶峰身边, 没准每一天都是一个大纪元, 你们要留在我这新魂宗。 然而, 听到这话的骆千雪瞬间炸了, 刚来一个罗凯还没解决完, 本宗的五天骄竟然也跑来了, 这宗门岂不是彻底乱套了, 他还怎么安静地修炼啊? 不行, 你们五天骄可是新集中的未来, 留在我这里, 没准什么时候就会遇到危险, 这个损失, 新集中根本承受不了, 你们还是赶紧回新集中吧。 骆千雪只能再次劝说了起来, 他快疯了, 一个罗凯还没劝说完, 又来了五天骄, 他现在就想有一个人来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这么多人都往他这跑? 他不想发展宗门, 他不想发展宗门, 他只想安静地修炼, 到底是谁在乱他道心, 坏他修道。 圣女, 这我们就不能决定了, 反正宗主说了, 小师弟在哪, 我们就在哪。 陈浩宇看到, 是要将他们赶走的骆千雪, 也是一脸的无奈, 不明白圣女为什么一定要赶他们走。 小师弟? 谁是小师弟? 骆千雪听到这话, 却是一脸猛逼地问道, 叶峰小师弟啊。 圣女大人, 你是不知道, 叶峰小师弟去了本宗后, 一人独占二百余名同境界内外门弟子, 一战成名, 更是被五大祖老定为宗门的第六位核心弟子。 说到叶峰的傲人战绩, 陈浩宇也满是激动, 就好像那个人是他一般。 圣女大人放心, 有我在这里, 应该无人敢来招惹。 这时, 浑身散发着恐怖妖气的是血螳螂上前一步, 极其自信地说道。 你是? 骆千雪神色凝重地看着对方直接问道。 圣女大人, 她的本体是是血螳螂, 扛过两道天道雷洁的渡截境九重巅峰的恐怖大妖。 据宗主所说, 她是在宗主带着小师弟前往天道战场传送塔的路上顺手抓的, 有她在, 应该没有什么人敢来宗门闹事。 陈浩宇这时直接解释了起来。 听到这话, 骆千雪的脸部已经不受控制地抽出了起来。 不说, 你此次前来, 恐怕也跟我那败家徒弟有关吧。 骆千雪此时好像终于明白了些什么, 转身看向一旁的罗凯, 直接出声问道。 这个, 这个, 听到骆千雪的询问, 罗凯也是面露尴尬之色, 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叶峰? 看到罗凯此时的样子, 骆千雪已经明白了一切, 心中直接疯狂嘶吼起了叶峰的名字。 就离开几天, 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 那败家弟子到底都做了什么。 罗凯, 杜杰晶四重的强大体修跑过来要当长老, 说是想有个家。 本宗五天骄也都跑了过来, 一定要跟在小师弟的身边。 前往天道战场传送塔的路上, 还顺手抓了的大妖。 这等大妖, 是特么顺手能抓的。 本就应该只有他和白老两人的宗门, 从将叶峰收入宗门后, 情况彻底不受控制了。 天宇拍卖行的幕后老板来了, 身为散修的罗凯来了, 本宗五天骄来了, 杜杰晶大妖也来了, 接下来还会不会有人和妖来? 骆千雪已经完全不敢去想了, 甚至他准备等叶峰回来后, 绝对不再放对方出去了, 出去一趟就带回这么多人和妖兽。 这要是再出去几次, 他感觉自己这宗门都特么地炸窝了。 圣女大人, 你来一下。 虽然不知道骆千雪为何会如此暴怒, 但他感觉骆千雪好像将所有的问题都怪在了叶峰的身上。 这时候, 他感觉得赶紧告诉那个消息才行。 什么事? 跟着陈浩宇走到一旁后, 骆千雪强忍怒火地问道。 圣女大人, 你到时候可千万不能怪罪小师弟啊。 毕竟, 他虽然还是你的清传大弟子, 但他不仅是本宗的第六位核心弟子, 更是被五大祖佬授予了宗门的荣誉长老一职, 不管是身份, 地位, 辈分都跟五大祖佬持平, 就算是您父亲都得恭敬地喊一声叶长老。 陈浩宇此时连忙将宗主临走前, 只告诉他一人的这些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什么? 骆千雪听后, 看着陈浩宇就感觉对在跟自己开玩笑一般, 星期宗什么时候有荣誉长老这个位置? 我不信。 那你说, 叶峰那家伙是怎么获得荣誉长老职位的? 骆千雪看着陈浩宇直接问道, 他根本不相信叶峰去了一趟本宗, 而且就气动尽的实力, 竟然还能成为什么荣誉长老, 甚至身份, 地位还能跟五大祖佬持平。 宗主说了, 小师, 不是, 叶长老是花钱买的, 但到底给了宗门多少零食? 我就不知道了。 陈浩宇将最后知道的一点消息, 也都说了出来。 听到这话, 骆千雪瞬间气炸, 他怎么都没想到, 叶峰竟然败家到如此程度, 竟然去了本宗, 还买了一个荣誉长老, 虽然不知道到底用了多少零食, 但能让五大祖佬一致通过, 绝对是一个让他无法想象的数字。 嗯? 就在这时, 骆千雪拿出了传音玉佩。 你个小丫头, 还知道有我这么一个姐姐啊。 神识进入传音玉佩后, 骆千雪就直接笑骂了起来, 对于这个古灵精怪的妹妹, 她可是一直很喜欢的。 姐姐, 你说我管我师尊的师尊教师祖, 你管他叫什么? 这是什么问题? 你都快三个月没联系我了, 好不容易联系我了, 就问个这儿, 你是我的妹妹, 既然是你的师祖, 那自然也是我师祖。 瑶瑶, 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太无聊了? 骆千雪感觉古灵精怪的妹妹, 不应该问出这么无聊的问题才对。 姐姐, 你那个清传大弟子, 就是我的师祖, 他已经说我师尊为徒了, 现在关系就是有点乱, 我提前给你打个招呼, 想来师祖他还没回去, 你还是先想想, 怎么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吧。 别问我哪个师尊, 花与梦, 万花谷谷主, 对了, 他还自创了一个败家门, 我师尊是清传大弟子, 不过他不准备开宗立派, 他那个败家门也就是有名无实, 过段时间, 我和师尊会去找师祖, 姐姐记得先给我准备好吃的哦。 说完, 骆瑶瑶就笑着直接结束了传音, 骂了, 骆千雪听完这些话后, 整个人都骂了, 招惹了一堆人回来不说, 还自己弄了个败家门, 你自立门呼问过我这个师, 遵了吗? 可想到叶峰竟然将万花谷谷主收为大弟子, 骆千雪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跟叶峰将自己父亲收为弟子有什么不同? 堂堂万花谷谷主竟然会拜一个气动静的晚辈为师尊, 这你敢信? 乱了, 彻底都乱了, 骆千雪此时回死的心都有了, 当初他就不应该将叶峰收入宗门, 否则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么多麻烦事, 甚至有很多事都超出了他的想象。 平息了一会, 骆千雪努力将忽然得到的这么多信息整理了一番, 这才带着陈浩宇重新走了回去, 看向罗凯笑道, 罗叔, 既然你想留在我这小小的心魂宗, 那就留下吧, 不过我这宗门可什么都资源都没有。 无妨, 只要叶峰那小子在这里就行。 罗凯大笑的直接说道, 圣女大人, 我们也什么都不需要, 只要小师弟在这里就行。 看到骆千雪看过来, 陈浩宇也是率先给出了回答。 夏长老, 麻烦你安排一下他们吧。 骆千雪揉了揉额头, 有气无力地对夏天宇说道, 小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当所有人都离开了, 白天红这才走了过来, 满是不解地问道, 乱了, 全都乱了, 等叶峰回来再说吧, 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有关, 真不知道他离开的这些天, 到底都干了什么。 说着, 骆千雪就满脸愁云地朝宗门内走去。 另一边, 叶峰在野外行走了大半天的时间, 终于看到, 远处出现在了一座城镇, 面色一喜, 加快速度朝远处的城镇赶去。 片刻后, 当叶峰进入城镇, 通过询问得知, 这里距离星极宗有着三百多公里的距离, 也就放弃了回星极宗的想法, 准备直接回星魂宗。 但想到自己又不会遇见飞行, 单凭两条路, 怕是没有个二十多天的时间, 根本无法回到星魂宗。 而且, 那还是在不走错路和路上不遇到特殊情况的前提下。 得想个办法呀。 思考着这个问题, 叶峰便在这个城镇闲逛了起来。 算命算命, 本人乃是天机阁长老, 精通天玄秘术。 只要请老头子吃一顿饱饭, 喝一顿美酒, 就送你一场造化。 只限一人, 错过可就真的错过了。 嗯? 闲逛当中, 叶峰听到这话, 也是顺着声音看了过去。 一名衣着破旧, 头发凌乱蓬送的老头, 拿着一个破肝, 正在脉里地吆喝着, 破肝上挂着一幅字, 天下第一神算。 玄幻世界, 还有这种招摇撞骗的老神棍。 带着好奇之色, 叶峰准备过去, 让对方给自己算上一挂, 被不被骗无所谓。 主要是叶峰就喜欢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 上一世虽然是个加班狗, 但要听说, 哪个地方有算得非常准的人, 也不介意花了一二百, 让对方给自己算一算。 小兄弟, 你可别上了那老头的当, 这些天他可骗了不少人了。 看到他那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了吗, 都是被人给揍的。 当叶峰距离老神棍不足十米的时候, 一名一脸正气的壮汉, 却是拦住了他并劝说了起来。 谢了大哥, 不过我就是让他随便算算, 也不求他算得有多准。 感谢一番, 叶峰则是继续朝老神棍走了过去。 小兄弟, 我就感觉咱们两人有缘, 但我也是有着自己的规矩, 先吃饭后算命。 看到叶峰走了过来, 老神棍流露出一副世外高人般的神色, 直接说道, 没问题, 酒楼你挑。 嗯? 看到叶峰如此直爽, 老神棍也是一愣, 随后看着叶峰笑了笑, 直接带着他朝不远处的一家酒楼走去。 进了酒楼, 叶峰直接让叶小二开了间客房, 更是吩咐叶小二酒楼有什么好酒好菜, 全部都上一遍, 将财大气粗显露的淋漓尽致。 小兄弟豪气, 那老头子, 我可就不客气了。 看到叶峰点了这么多好酒好菜, 老神棍笑的嘴巴都歪了。 半小时后, 酒足饭饱, 老神棍直接让叶峰挤出一滴鲜血, 随后释放出一丝灵力将这滴鲜血包裹, 双眼紧闭, 开始掐指算了起来。 这跟我脑子里的老神棍是他们一模一样。 看着对面的老神棍, 叶峰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别管人家一会算得准不准, 这一套装模作样的架势绝对满分。 叮。 系统扫描道, 有特殊力量正在查看宿主命运轨迹, 杀毒功能自动开启。 叮。 杀毒成功? 破。 听到系统接连响起的提示音, 整个人都傻了。 谁特么说, 这个老神棍是个骗子的? 人家特么是有真本事啊, 都特么自动激活了系统的杀毒功能啊。 不得不说, 叶峰还得感谢一下眼前这个老神棍, 让他又知晓了系统的一个隐藏功能。 你。 老神棍此时擦掉嘴角的鲜血, 面色苍白地抬起头看向叶峰, 却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眼神当中满是无尽惊恐。 因为叶峰是这些天真正, 请他好吃好喝一顿的人, 周通这才准备帮对方算上一算。 谁曾想, 正当他准备通过天旋秘术, 查看叶峰接下来一个月的浮原和凶运的时候, 却忽然遭受到了一股霸道至极的力量, 仅仅一击就差点让他神魂俱灭, 哪怕如此, 此时他的神魂也受到了严重的重创。 前辈, 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一些特殊原因让你的神魂遭受到了重创。 我这里刚好有一株灵草, 想来应该能够帮助前辈尽快恢复受创的神魂。 叶峰看到此时老神棍的样子也是有些过意不去, 毕竟人家可真没骗他, 是真的想要帮他算一算浮原凶运的。 谁曾想系统的处理太快了, 他都没反应过来。 九叶回魂草? 而周通看到叶峰拿出来的灵草后, 却是直接惊呼出声。 小兄弟, 你, 你可知这九叶回魂草有多珍贵。 虽然对我恢复神魂有着极大的帮助, 但却太过浪费了他的药效。 更别说这种灵草可是极其稀少的。 如果你卖给一名九品炼丹师, 获得的报酬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还有, 如果你没有自保之力, 千万不要将他拿出来, 否则很有可能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震惊过后, 周通却是没有接过九叶回魂草, 而是直接劝说叶峰尽快收起来。 虽然神魂重创, 但服用其他一些治愈神魂的丹药, 有了两三年的时间足以完全恢复, 并且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但这九叶回魂草, 真的是用一珠少一珠了, 更别说还是九叶的回魂草, 这老神贵人还不错啊。 叶峰没想到, 这个老神贵明知道九叶回魂草的珍贵, 非但没有收下, 反而跟他讲明了这灵草的珍贵。 前辈, 这九叶回魂草的情况我都知道, 你尽管服用便是, 要不然, 指不定哪天我就拿来泡脚了, 你是不知道, 这玩意泡脚老舒服了。 说着, 叶峰直接将九叶回魂草塞到了周通的手中, 那九叶回魂草泡脚, 还特么老舒服了, 玩呢? 然而, 周通听到, 叶的话, 却是摇头笑了起来, 他认为叶峰就是在跟他开玩笑, 或者以这种说辞, 让他安心地收下如此珍贵的九叶回魂草。 不过, 想到叶峰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黑幕, 周通想了想, 还是收下了九叶回魂草, 并立即摘下一叶放进了嘴中。 既然选择收下, 那便用来恢复受创的神魂, 不必再去想是否浪费, 否则, 收下后却用其他方式恢复受创神魂, 他周通丢不起那个人。 叶! 恭喜宿主成功挖掘出两个系统隐藏功能, 奖励一万败家点, 奖励九叶回魂草信号100, 天玄秘术顿物单信号100, 这也给奖励, 不知道以后发掘出更多的隐藏功能, 还会给出什么奖励? 天玄秘术顿物单, 看来这个天玄秘术并不简单, 不然不会单独出现这么一种顿物单, 恐怕我之前的那些顿物单, 是无法顿悟这天玄秘术的。 通过得到的奖励, 叶峰对于眼前这个老神棍的天玄秘术, 也是有了一个新的了解。 一小时候, 不愧是九叶回魂草, 要是被那几个老家伙知道, 我生吃传说及的灵草, 怕是打死我的心都有了吧。 看着只剩下根筋的回魂草, 周通感觉, 这绝对是自己这辈子, 做过最奢侈的一件事。 嗯? 难道一株九叶回魂草的药效, 并没有将他受创的神魂完全治愈。 看着面色惆怅的周通, 叶峰直接从系统空间取出了二十株九叶回魂草拍在了桌子上说道, 前辈, 是不是受创的神魂还没有完全治愈, 那就继续吃, 这玩意, 我管饱。 嗯? 看着桌子上的二十株九叶回魂草, 周通整个人都骂了, 满脑子都在回荡着一句话, 这玩意管饱。 这玩意, 是特么管饱的玩意。 几分钟后, 死。 双脚放入浸泡着九叶回魂草的脚盆当中, 不管是叶峰还是周通身子都猛的一颤, 感受到一股清流从神魂当中流淌而过, 那种舒爽感简直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前辈, 还是你看得开啊, 管他什么传说不传说, 不过就是一株灵草, 人活一世, 自然是该享受, 就要好好享受不是。 叶峰看着, 直接就接受了自己要拿九叶回魂草泡脚的周通, 就好像遇到了知己一般。 通透, 小有你活得通透啊。 大笑过后, 周通将头扭到一边后, 却是流露出了肉痛无比的神色, 他以为叶峰就是开玩笑的, 所以也就随口硬了下来, 谁曾想对方特么来真的啊? 生吃一株九叶回魂草, 他都感觉自己罪孽深重。 现在竟然还用九叶回魂草来泡脚, 他这双脑臭脚根本就不配啊。 周老, 你真的是天机阁长老吗? 可以说, 天机阁绝对是玄天大陆最为神秘的势力之一, 所以对于老者的身份, 叶峰也是极其的好奇。 如果是真的, 堂堂天机阁长老, 身怀天玄秘书, 为何要当的老神棍到处招摇撞骗? 如果是假的, 那对方为何会天玄秘书? 不错, 我的确是天机阁长老之一, 此次前来封叶城, 也是有任务在身。 至于, 是什么任务, 就不方便跟小有说了。 周通直接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但叶峰却忽然对周通所说的任务,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系统, 能查到这个周通的任务是什么吗? 既然周通已经这么说了, 哪怕再好奇, 叶峰也不能再继续追问人家的任务, 那就只能尝试着询问一下系统了。 第一, 窥探天机功能激活, 满足条件, 窥探天机功能开启。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叶峰的脑海中, 也涌现出了一股, 有关这个功能的信息。 原来如此, 因为我的询问, 虽然激活了窥探天机功能, 但想要激活, 必须遭受一股窥探天机的力量, 才能将此功能成功开启。 而之前周通动用天玄秘术, 正是窥探天机力量的一种, 直接满足了这个功能的开启条件。 看着身旁的周通, 叶峰也是流露出了一抹苦笑, 虽然对方什么都不知道, 但确确实实帮助到了自己, 身为败家神豪, 怎么能不给对方点好处? 周老, 大恩不言谢, 这五枚天玄秘术顿悟单收好。 嗯? 低头看着手中半黑半白的丹药, 周通也是一脸的猛逼。 什么大恩不言谢? 我干什么了? 你有什么可谢我的? 你又送我九叶回魂草, 治愈受创的神魂, 又大方地用九叶回魂草请我泡脚。 这辈子, 我都没感受过如此奢靡的生活, 不应该是我感谢你吗? 等等, 周通此时猛地看向叶峰问道, 你刚刚说丹药叫什么? 周老, 可能你感觉很不可思议, 但这丹药, 算是非常特殊的一种丹药, 吞付后就可以立即进入顿物之境, 但只能顿悟天玄秘术, 限制性比较大。 限制性比较大? 你可知道, 整个玄天大陆数千亿人口当中, 想找到一个适合修炼天玄秘术的人有多难吗? 你可知道, 天玄秘术有多玄妙, 领悟起来有多困难吗? 如果这丹药是真的, 那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限制性, 放到天机阁都得当成最顶尖的宝物来守护。 结果, 你竟然还嫌弃起来了? 看这一脸嫌弃的叶峰, 周通都快气, 哭了, 这是能被嫌弃的东西吗? 最终, 周通含泪吞下了一枚天玄秘术顿悟丹, 是真是假, 一世变之。 哄, 随着一股顿悟的气息从周通体内涌现, 周通带着惊骇之色, 看了叶峰一眼后, 就连忙闭上双眼修炼了起来。 系统, 使用窥探天机功能, 查询周老此次, 前来封叶城到底有什么任务? 窥探天机功能每天可是使用三次, 而且次数不会累计, 叶峰也在考虑, 剩下两次要不要也用在周通的身上。 叮。 周通此次, 前来封叶城, 是受天机格格主之命, 前来寻找天机格圣女。 嗯? 听到系统的声音, 叶峰神色微变, 他没想到, 周通此次前来的任务, 竟然这么猛。 叮。 发布随机任务, 找到天机格圣女, 并将对方拐骗成为败家门弟子。 任务成功, 奖励大量败家点, 任务失败, 扣除大量败家点, 可拒绝。 正当叶峰有些吃惊于周通此次任务的时候, 没想到, 系统竟然发布了随机任务。 卧槽! 系统, 你特么玩得这么花吗? 看像正在顿物天玄秘书的周通, 叶峰也是苦笑了起来, 这不是挖人家墙角吗? 系统, 使用窥探天机功能, 查询天机格圣女的名字和位置。 叶峰此时, 直接动用了今天的第二次窥探天机功能。 二十分钟后, 小友, 这种顿物单你手中还有多少? 无论什么代价, 我天机格都买了。 顿物结束, 周通便迫不及待地询问了起来, 实在是这顿物单对于他们这些修炼天玄秘书的人而言, 效果太恐怖了, 远超他的想象。 我手里的确还有点, 但不能卖给你们。 叶峰摇了摇头, 直接拒绝了周通的购买请求, 毕竟这些天玄秘书顿物单他还有大用处。 为什么? 周通无法理解, 这东西你不是很嫌弃吗? 现在我们天机格花费大代价购买你嫌弃的东西, 你不是应该非常高兴才对吗? 因为我要给叶灵雪留着。 叶峰此时直接摊牌, 而且也想好了如何跟天机格合作, 一同培养叶灵雪的想法。 什么? 听到这话, 周通脸色一变, 看向叶峰的目光瞬间充满了敌意。 叶灵雪? 这个名字正是天机格格主亲口跟他说的圣女之名。 周老, 你不必紧张, 也不用对我抱有那么大的敌意。 其实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提议, 那就是让叶灵雪同时加入咱们各自的势力。 你们负责指导他修炼天玄秘书。 而我负责给他提供天玄秘书顿武单。 看着满是敌意的周通, 叶峰不紧不慢地笑着说道, 不可能, 我天机格圣女, 绝不可能再加入其他势力。 然而, 周通听后却是直接出声拒绝, 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咱们就个平本事吧。 笑了笑, 叶峰将双脚从脚盆当中拿出来后, 穿好鞋直接离开了客房。 你, 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想要抢夺我天机格圣女? 看着离开的叶峰, 周通的神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如果是别人, 他早就一巴掌拍死了, 但对于神秘不已的叶峰, 他根本不敢出手。 不行, 我也得抓紧出去寻找圣女, 绝不能让这小子抢先一步找到。 穿好鞋后, 周通也是连忙跑出了客房。 没一会, 叶峰便来到了枫叶城东城城门。 根据系统的提示, 叶峰雪很快就将来到枫叶城, 而且是在这东城城门进入。 那个周通也够可怜的, 白白找了好几天, 结果人家还没来到这枫叶城呢? 连这都算不出来, 这天机格看样子也不咋地啊。 叶峰此时也不禁对天机格的实力产生了怀疑。 两小时后, 随着一名身穿黑色道袍的年轻女子从东城门出现, 叶峰的目光很快就落在了对方的身上。 精致的五官, 修长的大腿, 傲人的身材, 风韵犹存的女弟子, 年轻貌美的女弟子。 李飞, 如果咱们有缘能在天道战场再次相遇, 怕是我不能将你收入败家门了, 因为已经不配了, 注定是个当小弟的命啊。 想到这, 叶峰带着一抹帅气的笑容, 直接朝叶灵雪走了过去。 嗯? 有事? 看到一名帅气俊朗的青年拦住了自己的去路, 叶灵雪眉头微皱地, 直接出生智问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叶峰, 乃是败家门门主, 今日你我有缘, 想要将你收为门下弟子, 不知你可愿意。 噗哧。 听到叶峰的话后, 叶灵雪没忍住直接笑喷, 他没想到, 竟然会有人给宗门起这么一个可笑的名字。 幼稚, 自大, 不自量力。 这就是叶灵雪对叶峰的第一印象。 叶门主, 你好像只有气动进九重巅峰的实力吧? 当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 哪怕这个实力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宗门, 也无可厚非。 但我就想问一句, 你凭什么, 想将我收入门下成为你的弟子? 你可知道, 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助激进八重。 叶灵雪眼中满是嘲讽地看着叶峰直接问道, 助激进八重? 那你这个实力的确有点低了, 毕竟你的大师姐可是有着度竭进九重巅峰的实力, 差距却是有点大了。 不过你也不必太过自卑, 毕竟咱们败家门不讲究实力, 慢慢提升就可以, 不着急。 叶峰听后, 却是一脸严肃地沉思了起来, 最后说出了这么一番话, 助激进八重还低, 都快高你两个大境界了好不好? 还有一个度竭进九重巅峰的大师姐, 你看我很像傻子吗? 自卑? 我自卑你妹啊, 人长得倒是俊俏, 但就是脑子有点毛病。 叶灵雪感觉自己停下来, 跟一个大傻子说了这么半天, 简直就是自讨没趣。 你问我, 凭什么将你收入门下? 那我就告诉你, 为师有的是灵石, 数不胜数的灵石, 以后你修炼所需要的所有修炼资源, 为师都可以帮你解决。 说完, 叶峰也是流露出了一抹自信的笑容, 毕竟他用财装逼孩从来没失败过。 喂, 喂, 你没听到我刚刚说的话吗? 卧槽, 你特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是在对我欲擒故纵吗? 本来准备直接离开的叶灵雪, 听到这话, 猛地停了下来, 眼中满是无尽的怒火。 欲擒故纵? 我对你欲擒故纵? 你一个大傻子, 有什么值得我欲擒故纵的? 好, 你说, 你有数不胜数的灵石, 我叶灵雪就败入为师, 加入你所创立的败家门。 装逼啊! 你继续装逼啊! 听到一亿枚极品灵石傻了吧? 别说一亿枚了, 恐怕你连极品灵石都没见过吧? 看着直接愣在原地的叶峰, 叶灵雪流露出了一抹冷笑, 眼中满是不屑之色。 骆千雪, 这剧情我熟啊, 妹子, 你可千万别上当啊, 她不是被吓傻了, 绝对是在想怎么会开价这么少? 我清传大弟子的身份, 就是被对方这么买去的。 小了, 你的格局小了呀, 跟你大师姐相比, 真是差得太远了。 而愣神过后, 叶峰看着叶灵雪, 却满是失望之色, 她可不敢保证, 叶灵雪也能跟花语梦一样, 忽然开窍。 拿去, 拿去吧, 就当是为师给你的见面礼。 看着叶峰满是失望的, 递给自己一枚空间戒指, 叶灵雪猛了。 当通过神识, 查看到空间戒指当中, 密密麻麻的极品零食后, 叶灵雪哭了。 她不想加入什么败家门, 她也不想败这个, 比自己修为还要低很多的青年为师。 可现在怎么办? 她做梦都没想到, 对方真能拿出如此多的极品零食啊。 这么多极品零食, 她做梦都不敢梦。 谁特么能想到一个气动劲的小家伙, 能随手拿出来啊。 要不, 一巴掌拍死, 拿着一亿极品零食跑路。 想到这, 叶灵雪猛的摇头, 如果真这么做了, 绝对会影响到她的道心, 除非以后甘愿一直卡在洞虚境, 否则, 一旦突破道度捷径, 蕴含心境攻击的雷劫她, 绝对挡不住。 等等, 叶灵雪此时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 叶峰不断提起的大师姐。 难道门内真有一个度捷径九重巅峰的大师姐? 如果是真的, 那大师姐都能加入, 她还有什么不能加入的? 这没准, 还是自己的一个莫大机缘呢。 叶门主, 你说, 我跟大师姐差得很远。 那不知道大师姐当初要了多少零食? 叶灵雪此时看向叶峰, 满是好奇地问道。 同样是一亿, 但你大师姐要的是一亿极品零精, 零精你知不知道? 极品零精? 说句实话, 就算是你大师姐要的一亿极品零精, 我都感觉格局小了。 听到叶灵雪的询问, 叶峰却是极其认真的进行了回答, 这毕竟关乎她败家神豪的身份。 死! 叶灵雪听到一亿极品零精后, 就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 一亿极品零食都是她做梦都不敢梦的, 更别提一亿极品零精了, 那种东西。 她也就听说过, 据说就算是玄天大陆众多大势力, 各自储存的极品零精都极其有限, 可见极品零精的稀有程度。 叶门主, 口说无凭, 只要你能拿出一亿极品零精给我看看, 我就同意加入败家门并拜你为师。 足足用了三分钟, 叶灵雪这才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随后看向叶峰,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给你! 结果叶峰扔过来的空间戒指, 释放出神识茶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零精, 感受到里面蕴含的纯粹零气, 叶灵雪彻底服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 一亿极品零精, 足以让一个度结尽九重巅峰强者疯狂。 弟子叶灵雪, 拜见师尊! 叶灵雪也是个信守承诺之人, 将装有一亿极品零精的空间戒指, 还给叶峰后, 就丹西归地喊了起来, 完全无视周围路人的诧异目光。 叶! 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 奖励三万败加点。 叶! 恭喜宿主拥有第二位弟子, 根据弟子情况, 奖励天玄秘书顿武丹, 星号1000, 奖励因果道文星号1。 因果道文, 融合后, 可一定程度抵挡, 因为窥探天机加持在自身的因果。 卧槽! 当叶峰了解到因果道文的效果后, 直接就报了粗口, 实在是这个因果道文太特么猛的, 竟然能抵挡因果。 身为小说迷, 因果绝对是极其恐怖的。 叶灵选, 虽然你加入为师的败家门, 但咱们宗门没有山头。 你只需要记住这个身份便可。 天机阁的人一直在找你, 因为他, 门窥探天机。 你命中注定的身份, 便是天机阁圣女, 我也并不会阻拦你, 因为你需要学习他们的天玄秘书。 这里面有一万颗玄天秘书顿武丹, 吞服后就可以立即进入顿武之境, 不过只能顿武天玄秘书。 一旦你在修炼途中遭遇瓶颈, 就直接服用, 不用太过节省, 没了为师再想办法给你梦。 说到这, 叶峰的右手忽然放在了叶灵雪的右臂之上, 在黑袍中的右臂开始逐渐出现一道道玄妙无比的金色符纹。 而叶灵雪此时也感受到自己的右臂多出了一股不知名的力量。 这是为师赐予你的因果道文, 亏天天机必定沾染因果。 这因果道文能一定程度上帮你抵挡因果, 以后动用天玄秘书窥天天机, 一定要小心。 傻了。 听到叶峰所说的这一切, 叶灵雪整个人直接傻在了原地。 天机阁圣女。 修炼天机阁的天玄秘法。 玄天秘法顿武丹。 因果道文。 足足过了十分钟的时间, 叶灵雪终于理清了一切。 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叶峰给他的天玄秘书顿武丹和因果道文有多恐怖, 但他知道绝对是好东西。 师尊放心, 弟子一定会在天机阁努力修炼, 早日将天机阁掌控在手中, 让天机阁成为咱们败家门的附庸势力。 叶灵雪就好像猜透了叶峰的计划一般, 神色坚定地看着叶峰说道。 嗯? 掌控天机阁, 将天机阁成为败家门的附庸势力。 自己这弟子的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啊? 老子他妈不是这意思啊。 叶灵雪, 为师并不是, 就在叶峰想解释的时候, 叶灵雪却直接打断, 一脸认真地问道, 师尊, 大师姐是不是也在某个强大的势力之中, 身居高位? 啊? 嗯? 想到花与梦是万花谷的谷主, 而万花谷更是在星际宗之上的超然势力。 的确符合叶灵雪的问题, 叶峰也是在愣神之中, 直接点头承认。 看到叶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叶灵雪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就好像看透了叶峰正在下一盘, 操控整个玄天大陆的棋局一般, 直接说道, 师尊放心, 弟子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而且, 我绝对会比大师姐做得还要好。 嗯? 什么? 你大师姐可是万花谷谷主, 他做什么了? 你要比他好什么? 叶峰猛了, 他感觉自己的脑子好像完全跟不上节奏了。 师尊, 天机阁的人在什么地方? 你告诉我他的位置, 我悄悄接近他, 然后故意制造一个机会让对方发现我, 然后我就可以跟他前往天机阁了, 只要我顺利成为天机阁的圣女, 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一半了, 剩下的你就交给弟子吧。 叶灵雪此时越说越激动, 就好像找到了人生目标一般。 什么啊? 你在这拍叠战片呢? 听着叶灵雪的一系列计划, 叶峰听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你只需要记住是败家门的弟子就行了, 剩下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没事多败家就行了, 到时候我也能得到奖励。 可你总想着掌控天机阁, 然后将天机阁成为败家门的附庸势力。 你这是要搞哪样啊? 不行, 必须得给他解释清楚才行。 想到这, 叶峰看向叶灵雪出声道, 灵雪啊, 我感觉你好像是误会了什么。 其实, 还没等叶峰说完, 叶灵雪再次打断了叶峰的话, 伸出右手时只放在嘴前做出噤声的手势说道, 师尊, 弟子都明白, 还请师尊相信弟子。 你特么能不能别给自己加戏了? 你特么明白什么了? 听到叶灵雪这话, 叶峰彻底抓狂。 这是收了个弟子还是演员? 奥斯卡特么都欠你一个小惊人啊。 来了, 看到那个拉里拉他的老神棍了吗? 他就是天际阁长老。 就在这时, 叶峰看到远处出现的周通,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感觉松了口气, 就好像看到了救星一般, 实在是他进不去叶灵雪自导自演的戏里, 然后对方还根本不听自己的解释。 天下第一神算, 师尊, 老天都帮咱嘛, 我去找他算一挂, 他不就知道我是谁了? 师尊, 弟子去了, 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说完, 叶灵雪就快步朝远处的周通走去。 不管了, 他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让天际阁头疼去吧, 我是整不了了。 看着离开的叶灵雪, 叶峰也是彻底放弃了。 没一会, 当叶峰看到远处的周通, 犹如做贼一样, 看了自己一眼, 随后就带着叶灵雪飞快离开后, 整个人都骂了。 这是真被叶灵雪带戏里去了啊。 至于叶灵雪会不会被天际阁洗脑, 最后被叛败家门, 背叛他, 说实话他根本就不在意, 毕竟他是对方的损失, 在人群的周通和叶灵雪, 叶峰一拍脑门暗骂道, 特么的, 忘了给叶灵雪开启宗门传音功能和宗门传送功能了。 算了, 以后有机会遇到再说吧。 想到细经上升的叶灵雪, 叶峰感觉暂时还是先离对方远一点比较好。 看了看不远处的东城门, 叶峰沉思片刻, 直接朝城门方向走去, 不管用多久的时间, 最后还是得靠自己的双腿回心浑踪, 城门数百米外。 哼, 你个臭小子, 还想跟我们天机阁抢圣女。 还不是被我先找到了? 通过强大的神识, 发现叶峰离开枫叶城后, 周通也是一脸得意了起来。 这老神棍真是白活这么大年纪了, 被我师尊玩得团团转, 竟然还以为自己占了上风。 可笑你刚刚还说, 在这里寻了我好几天, 看来这天机阁也并没有传闻当中那么神秘强大, 还没有我师尊厉害。 起码我师尊都算到我会在今天来到枫叶城, 并早早在东城门等着了。 此时, 叶灵雪也才意识到叶峰的诸多强大之处, 感觉能拜叶峰为师, 简直就是自己的莫大福源。 不知道赶了多久的路, 但随着天色逐渐暗淡下来, 叶峰也开始寻找起了灵石住处, 他可不喜欢夜晚赶路。 终于在天色彻底暗淡下来后, 叶峰找到了一个山洞, 虽然里面有些昏暗潮湿, 但叶峰也已经很满意了。 十分钟后, 看着自己用极品零食堆积起来的零食床, 叶峰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身为败家神嚎, 哪怕环境再恶劣, 那也绝对不能委屈了自己。 舒服啊! 躺到宽敞的零食床上后, 在浓郁的灵气龙, 照下, 叶峰很快就有了一丝倦意, 没一会就睡着找被定住的七仙女玩游戏去了。 山洞外, 晦气! 又白忙活了一天, 竟然连一头妖兽都没遇到。 一名衣着华贵的青年, 脸上满是不悦之色, 而一旁跟着的肥硕老者听到这话, 看向青年的眼神中, 也是闪过一抹厌恶和不屑之色。 少主, 不行, 咱们就回山庄吧。 肥硕老者此时对青年出声劝说, 要不是庄主有令, 他才不屑于成为青年的护道者, 天资愚钝, 灵根烈等, 嚣张跋扈, 整日只知道吃喝玩乐, 根本不用心修炼, 妥妥就是一个废物, 要不是有着这一层身份, 鹰冷地盯着肥硕老者, 出声质问道, 不敢, 胖老连忙低头道歉, 但眼中却闪过一抹凶光, 恨不得直接出手, 将对方一巴掌拍死, 但理智告诉他不能那么做, 否则绝对会遭受到庄主的无尽追杀。 咦, 那边有一个山洞, 今天就在那里休息了, 不杀几头妖兽回去, 那些王八蛋, 还真以为我张行是废物, 说着, 张行就朝不远处的山洞方向走去, 哼, 你区区领海径八重的实力, 就算遇到妖兽, 还不是让我出手, 就算你带着强大的妖兽尸体回去, 真以为有人会信你, 可笑至极的掩耳盗铃, 没了你父亲, 怕是山庄都没有你容身之处, 愤愤不平地发泄一番后, 胖老这才连忙追了上去, 咻, 然而, 当走到山洞门口, 张行却忽然示意胖老不要出声, 随后又指了指山洞里面, 借助微弱的月光, 当胖老看到山洞中高半米, 长两米, 宽一米五左右的临时床后, 心中也是一惊, 随后嘴角也是不受控制地抽出了起来, 毫无疑问, 里面躺在极品临时搭建而成的临时床的青年, 绝对也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 学到了, 这波真是学到了, 里面那哥们绝对是个牛人啊, 我怎么就想不到用临时搭建临时床这种点子呢, 想到, 自己这两天不是睡在野外, 就是昏暗潮湿的山洞, 感觉自己跟对方的境界差得太远了, 学到了, 这特么算什么学到了, 你倒是学点好的呀, 听到张鹤的话, 胖老心中那叫一个气, 甚至被气得满是肥肉的肥瘦身躯都不受控制地抖动了起来, 不过, 学到归学到, 那些可都是极品临时啊, 想到这, 张行直接对胖老命令道, 立即杀了他, 今晚我要睡那个临时床, 少主, 对方的身份派并不简单, 没准附近就有对方的护道者, 现在咱们是还没表露出任何敌意, 但如果想过去击杀对方, 没准对方隐藏在暗处的护道者就会出手, 而我用神识查看了四周千米范围,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要么对方没有护道者, 要么对方的护道者实力在我之上, 为了保险起见, 咱们还是离开吧, 虽然出现的危机几率并不大, 毕竟胖老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自信的, 但他必须保证百分百安全才行, 一旦张行出现点意外, 到时候庄主可不会轻饶他, 老来得子, 庄主对张行的溺爱远超他人的想象, 我说杀他, 今晚我要睡那个零食床, 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张行看到胖老再次忤逆自己的决定, 脸色变得越加阴沉了起来, 好, 看到张行彻底生气了, 胖老无奈直接走进山洞, 蕴含庞大灵气的一掌, 直接朝熟睡的夜风打去, 刷, 幽暗之中, 一道金色刀芒一闪而过, 不仅粉碎了胖老的灵力一掌, 更是直接将胖老河山洞口的张行拦腰斩断, 好险, 差点就让这两个混蛋打扰了吴主的休息, 这是什么? 金甲壮汉一把抓住从死去的张行体内暴射而出的一抹红光, 看着手中想要挣脱的红色虫子, 一甩手, 直接朝夜风扔了过去, 能够追踪的子母虫, 这倒是有点意思, 刚好给吴主制造点麻烦, 这样的话, 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再出来偷偷疯了, 看着那只红色小虫咬了叶峰的胳膊一口后直接死去, 金甲大汉也直接踏碎虚空, 消失在了山洞之中, 第二天一早, 叶峰从临时床上醒来后, 自语道, 以后必须得在系统空间准备一些舒适的褥子了, 不然这临时床舒服是舒服, 就是太个的慌了, 姓名, 叶峰, 年龄, 十八, 境界, 气动镜九重巅峰, 体质, 繁体, 武技, 人级上品武技, 火龙拳, 地级上品武技, 九要雷连, 地级上品武技, 水龙银, 地级上品武技, 风卷狂杀, 一镜, 死亡渐星之境, 神通, 无, 物品, 顿物丹, 星号120, 九叶回魂草星号95, 金蚕星药石星号15, 紫雷狂尸精血星号280, 渐星进阶, 碎片星号4, 天玄秘术顿物丹星号95, 败加点, 十四万一千零一时, 今日败加产物, 六瓶九阶天雷浮露星号100000, 对了, 天玄秘境顿物丹, 我这还剩下95颗呢, 不过给叶灵雪那一万颗, 短时间内, 应该也够用啊, 六瓶九阶的天雷浮露, 这岂不是相当于紫辅境九重修士的权力一击, 败加点已经达到十四万多, 是时候提升一波实力了, 想到这, 叶峰直接对系统说道, 消耗九千败加点, 将实力突破到熔灵境九重巅峰, 哄, 随着叶峰的话音落下, 周围的天地灵气瞬间剧烈动荡了起来, 而叶峰的身体犹如化为恐怖的黑洞, 开始疯狂吸扯, 吞噬周围的天地灵气, 十秒钟后, 叶峰的气息顺利从气动境九重巅峰, 突破到了熔灵境一重, 三十秒后, 熔灵境二重, 一分一十秒, 熔灵境三重, 不知过了多久, 叶峰感受到自己的修为, 顺利突破到熔灵境九重巅峰后, 再次对系统出声说道, 消耗九万败加点, 将实力突破到驻击境九重巅峰, 方圆百米, 方圆千米, 随着叶峰继续突破, 波及的范围也开始疯狂扩张, 内视之下, 叶峰发现此时自己那汪洋灵海也在剧烈地震荡, 波涛汹涌, 灵海滔天, 源源不断地灵力开始疯狂汇聚, 一朵由纯粹灵气凝聚而成的九半连台正逐渐成型, 随着连台彻底成型, 汪洋灵海中的灵气以及外界天地灵气仍然源源不断地融入其中, 成型的连台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越变越大,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汪洋灵海中的最后一滴灵气融于巨大的连台之中, 外界的天地灵气也不再出现后, 九半连台瞬间绽放, 而一股突破的气息也从叶峰的体内轰然爆发, 灵连开, 驻击城, 接下来, 便是势如破竹的疯狂突破, 驻击境二重, 驻击境三重, 呼, 当修为终于稳固在驻击境九重巅峰后, 叶峰也是尝出了口气, 这种接连突破两个大境界的感觉, 一个字, 爽, 可惜了, 我如此震朔古今的突破, 竟然没有一个见证者, 卧槽, 这特么什么情况啊, 睡一觉多了两具尸体, 此时, 叶峰终于发现了洞口附近的胖老和张行被拦腰斩断的尸体, 我尼玛震朔古今的突破, 竟然是在两具尸体的见证下完成了, 敢不敢再苟一点, 要是早发现这两具莫名其妙出现的尸体, 叶峰并不介意离开这里后再进行突破, 没有理会那两具尸体, 叶峰将地面上的搭建零食床的所有几品零食收进系统空间后, 就直接离开了山洞, 至于那两具尸体, 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想杀他, 结果被败家护卫队的金甲大汉直接解决了, 除了这个, 叶峰可想不到第二种情况, 而也只有败家护卫队才会顾及自己正在睡觉, 杀掉对方的同时并不会惊扰到自己, 那是, 伤患, 离开山洞后, 叶峰忽然发现前方有着一个百余人左右的伤会队伍, 特别是看到队伍当中还有好几个马车后, 叶峰感觉自己必须得混一部伤队了, 停, 伤队首领看着前方拦住去路的一名青年, 哪怕察觉到对方只有驻击进九重巅峰的修为, 但仍然面露凝重之色的释放出神石朝四周查看了起来, 你是何人, 为何要拦住我们的去路, 查询无果, 孟唐宇的目光重新落在叶峰身上, 直接询问道, 大人, 我想加入商队, 而且我, 没等叶峰说完, 孟唐宇直接打断道, 你认为我会让一个不知底细的人随意加入商队吗? 继续赶路, 说完, 孟唐宇大手一挥, 带着商队继续朝前方走去, 商队, 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看来到了下一个城镇后, 我得想办法临时组建一个商队了, 到时候弄个马车, 再雇佣一大批修士开刀, 怎么都比我自己一个人苦逼赶路强啊? 看着逐渐远去的商队, 叶峰倒是没什么太大的反应, 毕竟这里是玄幻世界, 人家凭什么将你加入商队? 万一, 你是哪个强盗团派来的奸细呢? 嗯? 这是什么情况? 当叶峰走了一会, 看到之前拒绝了自己的那个商队, 竟然在前面等着自己, 这让他有些疑惑不解。 有事? 走到商队前, 看着直接朝自己走来的梦堂雨, 叶峰也是好奇地问了起来, 不知道对方到底想干什么? 我家公子说了, 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能打赢他, 你就可以跟在我们商队当中。 梦堂雨看着叶峰, 直接说明了来意。 好啊。 叶峰听后也是来了兴趣, 而且对方既然提出了这种要求, 想来实力应该跟他差不多, 同境界下, 他叶峰就是无敌的, 根本无拘任何人的挑战。 很快, 商队数百人就围成了一个大圈, 流出了一个非常宽阔的战斗场地。 叶峰, 注击进九重巅峰, 看着对面走出来一名黄毛青年, 叶峰怎么看都感觉对方不像一个商会的少主。 黄小飞, 神藏进九重巅峰? 哥们, 别说我黄小飞欺负你, 我可以让你三招, 而且允许你使用任何外力, 丹药, 俘虏, 阵法等等, 只要你身上有, 就可以随意使用。 听到对方的话, 叶峰也是大为震惊, 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了。 谁曾想, 今天竟然遇到的如此强劲的对手, 特么足足高了老子一个大惊剑, 然后还在这装逼, 那可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 少主小心! 当叶峰拿出一把六瓶九阶天雷浮路后, 一旁的孟唐宇一把将黄小飞拉到了身后, 看向叶峰的目光满是杀鸡。 六瓶九阶天雷浮路, 相当于子府进九重的全力一击, 一张浮路便可以要了黄小飞的命。 我家少主不过是想, 跟你切磋一场, 不管输赢都准备让你加入商队。 你现在拿出如此强大的俘虏, 有些过分了吧? 说完, 孟唐宇也是深感无力, 在外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危险, 更是不能轻信任何人, 谁曾想自家少主非要让这个陌生青年加入商队。 嗯? 听到孟唐宇的话, 叶峰也是一愣, 直接对系统说道, 动用一次窥探天机功能, 辨别对方的话是真是假。 叮! 对方所说为真。 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系统就直接给出了叶峰想要的答案。 我过分? 这些俘虏是我拿出来玩的, 又不是用来比斗的。 叶峰眼珠子转了转, 看向对面的孟唐宇, 直接反将了义军。 哈哈! 孟唐宇听后, 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看着叶峰说道, 这八张六瓶九阶的天雷符路 恐怕是你全部的底牌吧? 这种底牌, 你说拿出来玩, 你认为我会相信吗? 身为商队大管家, 孟唐宇非常清楚, 这种六瓶九阶的攻击性符路, 一张骑马价值一亿低品零食, 如此昂贵的符路拿来玩, 真当他是傻子。 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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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当他看到叶峰随手就将手中的 八张价值昂贵的天雷符路 全部扔出去后, 整个人瞬间傻在了原地。 看着周围八个深五六米的深坑, 不仅是孟唐宇和黄小飞, 周围围惧着的百余名商队成员 也都看傻了眼。 八亿低品零食, 没了, 这就是每个人此时心中的想法。 败家, 败家, 就算你想证明, 你扔一张符路就行了, 根本用不着将八张符路全部扔出去啊, 我他妈信还不行吗? 孟唐宇此时已经快被欺诈了, 他没想到, 叶峰为了证明自己的说辞, 竟然能做出如此败家之事, 那可是价值八亿低品零食的符路。 啊, 来来来, 还请诸位能帮帮忙。 说着, 叶峰就将一把接一把的六瓶九接天雷符路 塞进了孟唐宇的手中, 数量大概在一百张左右。 接下来, 又开始给黄小飞的手中赛天雷符路。 足足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叶峰终于将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二张天雷符路 都分发给了整个商队的人手中。 傻了。 此时整个商队的人看着手中的八九十张的天雷符路, 都用一种猛逼的神色看向了叶峰。 不明白叶峰这是什么意思? 来吧, 来一场天雷盛宴吧。 将你们手中的天雷符路都扔出去, 让天雷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叶峰看着猛逼的众人, 激动地大声喊了起来。 这不分分钟就可以将今天的败家产物全部败光了。 而且, 这些人肯定不能无偿地帮我吧, 过后还可以给他们一点好处, 那不就可以触发败家行为了? 我简直就是败家鬼才啊。 叶峰感觉自己, 简直就是为了无敌败家系统生的。 败家啊? 这家伙太特么败家了吧。 如此多的六瓶九阶天雷符路, 这得价值多少零食啊? 无法理解。 梦汤宇根本无法理解叶峰的想法。 而且也震惊于, 身份显赫, 随身也不会携带如此多的高品阶符路啊。 更别说会将如此庞大数量的符路拿出来扔着玩。 大哥, 你认真的? 那我可就真的扔了。 而黄小飞此时却极其兴奋地看向叶峰询问了起来, 眼中满是跃跃欲试的神色。 当然是认真的, 赶紧扔啊。 叶峰听到黄小飞的问话, 连忙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所有人听令, 扔符路。 随着黄小飞一声令下, 百余名商队成员都咬了咬牙, 一丝丝神识不断加持在符路之上, 最后全部扔了出去。 一道道天雷在空中凝聚成形, 因为所有人都是一同扔出的天雷符路, 数千道天雷在空中一同凝聚, 这种场面, 看得每个人都心神俱正, 甚至感觉这辈子都不可能再看到如此震撼的一幕。 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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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雷浩荡, 雷音滚滚! 当九千多道天雷从天空轰然落下, 地面瞬间动荡了起来, 烟尘四起, 大地震动。 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 被百余人围巨着的宽阔区域, 早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叮! 恭喜宿主拜光, 今日败加产物, 奖励一千败加点, 奖励神通, 善恶佛陀。 傻了! 叶峰听到系统的提示音后, 整个人都傻了,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的奖励, 竟然奖励了一个神通。 不仅如此, 系统甚至都没有给出这个神通的任何信息, 就好像需要他亲自施展才能了解一般。 该说不说, 这一次能得到神通, 都是托了这些人的福啊。 系统, 每个人给个一亿极品零食, 不过分吧? 叶峰此时是真的高兴, 身在玄幻世界, 他最想要的便是独一无二的神通, 虽然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但仅仅是名字, 就感觉这个神通绝对不简单。 叮! 数量过高, 不符合败加标准, 但系统却给叶峰浇了盆冷水。 一千万? 一百万? 终于, 在叶峰降低到一万几品零食后, 系统终于给予了通过。 不过, 叶峰总感觉, 这个零食数量系统仍不是很满意, 但耐不住自己的软磨硬泡, 这才勉强同意了下来。 老张, 快点丢一巴掌, 我总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价值八九十一枚低品零食的服录, 竟然就这么, 让我当垃圾一样丢出去了, 太特么虚幻了。 这次回去, 我看谁还敢瞧不起我, 这特么绝对是老子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了。 这就是败家的感觉吗? 真特么爽啊。 此时, 百余明商队人员的精神都有些恍惚, 实在是刚刚这一票玩得太爽, 太刺激了。 孟管家, 以后父亲要是再敢骂我败家子, 你必须给我作证。 跟这家伙相比, 我简直就是玷污了败家子这三个字, 他是真败家啊, 我以往做过的那些, 算个屁啊。 黄小飞此时看向叶峰的目光当中, 充满了崇拜之色。 听到自家少主的话, 孟唐宇也是无奈苦笑, 因为他根本无力反驳。 一万张六瓶九阶俘虏, 那可是价值一万一枚低品零食啊, 如此庞大数量的零食, 砸都能砸死他了。 败家, 这家伙是真特么败家啊, 可笑我之前还嘲讽了对方, 可也用不着拿出这么多的俘虏来打我的脸啊。 看这不远处神色平淡的叶峰, 孟唐宇也是开始猜测起了对方的身份, 到底有多大的家底, 才能让对方如此肆无忌惮地败家。 感谢主委刚刚帮我扔掉那些破福路, 这些极品零食还希望大家不要嫌弃。 此时, 整个商队的人已经在一旁的空地上重新集结完毕, 但看到叶峰开始一个接一个地送空间戒指, 所有人再次傻眼。 一万? 竟然是一万枚极品零食, 是极品零食? 疯了, 我是不是在做梦? 刚刚让我经历了人生的高光时刻, 我还没有点表示, 竟然又送给我如此多的极品零食? 这么多的极品零食, 当最先的一些人查看到空间戒指当中的一万枚极品零食后, 接连惊呼出声, 看向叶峰的眼神就犹如在看着一个财神爷一般。 每人一万枚极品零食, 一百零八人便是一百零八万极品零食。 这到底是从哪跑出来的败家子? 有钱也不带这么败家的吧? 看着继续给人发空间戒指的叶峰, 孟唐宇是真的被吓到了。 败家子? 我算特么哪门子败家子? 等回去后, 我必须将这件事告知父亲, 必须让父亲知道。 十余年间, 我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委屈。 看着疯狂散菜的叶峰, 黄晓飞服了。 今天他算是见识到了什么才叫真正的败家子。 孟管家, 我张海感谢商会多年来的照顾, 但此次运送货物路途遥远, 凶险未知, 我不想拿自己的命去赌了。 有了这一万枚极品零食, 足够我购买数年内需要的修炼资源了。 孟管家, 你是知道我的, 之所以选择危险系数最大的运送物资, 就是想多赚点零食。 我这辈子算完了, 但我不想, 我儿子也像我一样, 现, 再有了这一万枚极品零食, 足够我给我儿子购买所需的修炼资源了。 此时, 随着第一个人站了出来, 其余人也都不再顾忌什么, 全部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几分钟后, 看着整个商队, 就剩下黄晓飞和孟唐鱼两人后, 夜风傻了。 特么还能这么晚? 我给你们一万枚极品零食, 就是想触发的败家行为而已, 你们直接撩杆子全走了。 呼! 孟唐鱼努力压制着心中即将爆发的怒火, 这种情况他都没有预料到, 而且也从未出现过。 叮!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奖励两百败家点, 奖励血参丹丹方星号一。 孟管家, 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夜风没有在意得到的奖励, 而是走到孟唐鱼的身前, 一脸无辜的出声解释了起来。 听到这话, 孟唐鱼的身体都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刚刚压制下去的怒火, 再次有了要爆发的征兆。 不关你事,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句话呢? 要是你不给每人一万枚极品零食, 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也没想到, 这些人竟如此贪财妄义, 本来准备每个人给一亿极品零食的, 还好只给了一万极品零食, 他们根本就不配得到我那一亿枚极品零食。 没有注意到, 此时处于爆发边缘的孟唐鱼, 叶峰拍了拍胸口, 一脸庆幸地继续说道, 破! 终于, 听到叶峰这话后, 孟唐鱼气血攻心, 一大口鲜血喷溅而出,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 大哥, 别说话了, 你都快把孟管家气死了。 看到被气吐血的孟唐鱼, 黄小飞神情崩溃地朝着叶峰大喊了起来。 别说孟唐鱼被气吐血了, 他在一旁听得都气血上冲, 最重要的是, 他根本无力反驳。 一万张六品, 九阶天雷俘虏扔着完了。 一百零八人, 每人一万几品零食, 随手给了。 人家说, 本来准备给每人一亿几品零食, 别人说不信, 可叶峰说出来, 黄小飞是真特么信啊。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黄小飞感觉叶峰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败家子了, 而是丧心病狂的败家子, 正常人谁特么能干出这么败家的事? 我把孟管家气吐血, 这特么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就说了几句实话吗? 但看到神色为你的孟唐语, 叶峰也知道, 还是跟自己有一点点关系的, 就一点点, 那自然也要负一点点的责任。 孟管家, 你现在是什么情况? 需要什么天才地宝, 能治愈伤势? 说着, 叶峰就开始在系统空间当中寻找了起来。 九夜回魂草, 金蚕星药石, 紫雷狂狮大妖精血, 顿悟丹, 剑星进阶碎片, 天学秘术顿悟丹。 当叶峰将系统空间当中, 目前所有的东西都取出来一点后, 却悲催地发现, 好像没一个能用得上的。 而一旁的黄小飞和孟唐语, 看着叶峰不断拿出来的东西, 眼睛都看直了。 九夜回魂草, 他们也仅仅是在灵草秘点上见过, 谁曾想现在, 竟然看到了食物。 而且上来就是一把, 起码有食余猪。 金蚕星药石, 他们商会创建数千年, 也就曾经拥有过一块啊。 对方随手就拿出来, 五块像扔破烂一样, 扔在了地上。 紫雷狂是大妖精血, 虽然他们不认的是什么妖兽精血, 但孟唐语身为洞虚近期重强者, 在那五滴大妖精血上, 却感受到了一股窒息般的压迫感。 顿武丹, 玄天秘术顿武丹, 剑星进阶碎片, 虽然他们也不认得, 但能跟其余三样放在一起的, 能是凡物。 此时黄小飞和孟唐语,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你到底是想帮忙疗伤, 还是特么故意在炫富? 手里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关键时刻一个顶事的都没有。 听到叶峰不满地嘟囔了一嘴, 随后便将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后, 黄小飞和孟唐语两人彻底麻了。 这特么完全就是在装逼炫富啊。 而且, 这炫富炫得是一点都不遮遮掩掩啊。 两人此时算是彻底看明白了, 再次看向叶峰的目光当中满是怒火, 不带这么刺激人的啊。 你就不怕我们出手抢夺。 你的心得多大啊。 孟管家, 你自己的情况肯定自己非常清楚。 说吧, 需要什么丹药, 不管是极品丹药。 你现在的伤势, 我肯定负责到底。 叶峰看向孟唐语一脸认真的问道, 他已经准备动用败家点开丹药罐子了。 又要开始炫富了吗? 看着一脸认真的叶峰, 孟唐语想了想, 嘴角微微上扬, 带着一抹玩味的神色说道, 我是气血攻心, 需要一枚八瓶血参丹方可治愈。 而且, 必须是五文以上才行。 让你炫富! 让你装逼! 血参丹的丹方早已失传, 别说五文, 就算是一文的血参丹, 放眼整个玄天大陆, 都不一定能找到。 终于能让你吃别一侧。 看着愣住了的叶峰, 孟唐语的脸上满是得意之色。 还是孟管家会娃啊? 血参丹丹方早已失传, 这个丧心病狂的败家子, 怎么可能拿得出来? 一旁的黄小飞也是看向了叶峰, 很好奇叶峰该如何化解这个尴尬场面, 毕竟他刚刚可是放出豪言, 不管几品丹药都可以的。 血参丹? 我刚刚得到的丹方奖励, 好像就是血参丹丹方吧。 听到孟唐语说出血参丹后, 叶峰这才想起刚刚完成败家行为后得到的丹方奖励。 不管了, 有丹方也没什么用, 系统, 无限消耗败家点, 开丹药罐子, 指定八瓶血参丹, 数量10克。 叶峰不再多想, 直接对系统下达了命令。 虽然指定八瓶丹药的几率只有20%, 但他现在还有4万多败家点, 每一个丹药罐子不过100败家点而已, 绝对可以开出来。 至于为什么开出来10克, 这种开罐子得到的东西, 可是能够触发败家奖励的, 而且获得的败家点非常可观, 他自然得想办法把损失的败家点弄回来才行。 第一, 共开启80个丹药罐子, 消耗8000败家点, 获得十颗九文八瓶血参丹。 不到三秒钟的时间, 系统的提示应便从叶峰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这位公子, 拿不出来也没关系, 我刚刚就是开个玩笑, 毕竟血参丹早就是失传的, 看到叶峰半天没什么反应, 梦唐宇也感觉自己好像玩得有点过了, 毕竟叶峰除了败家炫富, 其他方面并没有让人生厌的地方。 然而, 就在梦唐宇话说到一半的时候, 就见叶峰的手中出现了一颗通体血红的丹药, 丹药之上更是有着肉眼可见的丝丝气血缠绕其中。 九文? 九文血参丹? 当梦唐宇仔细查看后, 发现这颗血参丹竟然是一颗九文血参丹后, 瞬间失声惊呼,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梦管家, 别愣着了, 赶紧服用血参丹啊。 看着愣住了的梦唐宇, 叶峰却是直接催促了起来, 毕竟对方不赶紧吃下第一颗, 剩下九颗怎么开始败家? 公子, 其实, 其实我的伤势并不严重, 恢复个一天时间差不多就可以痊愈了, 根本不必服用如此珍贵的丹药。 梦唐宇此时连忙推辞了起来, 别说仅仅是气血攻心, 就算真的遭受到了严重创伤, 他也根本舍不得服用这颗九文血参丹, 因为这丹药堪称无价。 说句不好听的, 把他卖了都布置这枚丹药。 珍贵? 就这破丹药还珍贵? 听到梦唐宇的话, 叶峰表示不理解, 毕竟丹药都有, 要是他会炼丹, 准备好需要的灵草, 那还不是随便炼制。 说着, 叶峰就直接朝身旁马车前的那头野马走去。 破丹药? 别说是传说中的九文, 就算是一文, 放眼整个玄天大陆都不一定能找出来一颗。 你管这叫破丹药? 听到叶峰的话, 黄小飞和梦唐宇两人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抹深深的无奈。 人家是丧心病狂的败家神豪, 人家说破丹药, 你能怎么办? 不要。 然而, 当两人看到叶峰竟然将那无价的九文血餐丹 放到了野马的嘴边后, 全部神色大变得惊呼出声。 但也已经为时已晚, 野马舌头一伸, 直接就将叶峰手中的血餐丹 吞进嘴中咀嚼了起来。 丧心病狂, 这简直就是丧尽天良啊。 看到自己都舍不得吃的九文血餐丹 竟然被一头野马吃掉, 梦唐宇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 叮! 败家方式符合标准, 目击者符合标准,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奖励三千败家点。 咦? 听到系统忽然响起的提示音, 叶峰也是脸色一喜。 他没想到, 仅仅败家了一颗九文血餐丹 就奖励了三千败家点。 这要是九颗全部败光, 岂不是能够获得两万七千败家点, 扣除开单要罐子消耗的败家点, 直接就白嫖了一万九千败家点。 不要啊。 黄小飞和梦唐宇 还没从刚刚叶峰 桑尽天良般的败家行径当中 缓过神来, 却看到对方再次拿出一颗九文血餐丹 喂给了野马, 这让两人神情崩溃地 再次大喊了起来。 叮! 败家方式符合标准, 目击者符合标准,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奖励三千败家点。 无视两人的叫喊声, 听到脑海中再次响起的系统音, 叶峰果断地拿出了第三颗九文血餐丹。 第四颗, 第五颗, 到最后, 不远处的黄小飞和孟唐宇 已经彻底麻木了。 甚至, 两人都产生了一种幻觉, 九文血餐丹, 不过就是用来喂野兽的破丹药而已。 孟管家, 这九文血餐丹你看, 还没等叶峰说完, 孟唐宇直接接过叶峰递过来的 九文血餐丹吃了下去,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根本看不出内心有丝毫挣扎的迹象。 别说, 味道还挺不错的, 感受到九文血餐丹的药效 开始在体内涌现, 孟唐宇随口就给出了一番评价。 哎, 孟管家, 你终究还是变成了 自己曾经最为厌恶的那种人了。 听到孟唐宇随口说出的评价, 一旁的黄小飞再次看向叶峰的眼神中 却是充满了恐惧。 孟唐宇, 那可是在自家商会被称为铁公鸡的存在, 生平最看不惯的便是败家行径, 甚至抵制败家都早已成为了一种病态的信仰。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竟然被叶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变到如此程度, 这怎能不让黄小飞感觉到恐惧? 叮 败家方式符合标准, 目击者符合标准, 恭喜宿主败家成功, 奖励三千败家点, 奖励九文血参单星号一千, 此单要败家不会获得败家奖励。 嗯? 叶峰本以为这一次不会触发败家奖励, 谁曾想不仅再一次触发了败家奖励, 竟然还意外得到了一千克八瓶血参单。 看来, 孟管家的伤势的确不怎么严重, 否则吞服九文血参单肯定不会触发败家奖励的。 想到这, 叶峰忽然注意到了一旁的黄小飞, 看着对方眼巴巴地看着吃了九文血参单的孟唐语, 暗自想到, 看来黄小飞也是缠着九文血参单了吧。 黄少主, 你是不是也缠着九文血参单了? 叶峰看向黄小飞说着, 手中就出现了一把九文血参单递了过去, 直接说道, 吃吧, 这破单药, 我多的是, 管宝 邓 听到这话, 别说黄小飞了, 就算是已经心态大变的孟唐语都忍不住瞪圆了双眼, 吃可以, 但管宝特么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真香 几分钟后, 三人坐在马车车厢内, 大口大口吃着九文血参单, 脸上流露着极其幸福的神色。 血参单属于治愈性丹药, 如果体内没有伤势, 就算吃再多, 也不会对身体有其他任何影响, 无非就是, 口感的确不错。 片刻后, 当三人都各自吃了两百多颗九文血参单后, 这才停了下来, 因为真的吃饱了。 叶哥, 以后你就是我黄小飞的大哥了, 以后只要有用的这小弟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小弟绝对全力相助。 叶峰以丧心病狂的败家方式, 彻底干负了黄小飞。 虽然他家的商会已经发展了数千年, 有了极其浑厚的底蕴, 但说句不好听的话, 真不一定能干过刚刚三人吃掉的六百多颗九文血参单。 原因无他, 只因血参单单方早已失传, 哪怕玄天大陆有着炼制血参单所需的众多领草, 但没有单方, 一切都毫无意义。 小飞, 等这次回去后, 我会亲自跟你父亲解释的, 就你十余年来干的那点事, 根本就称不上是败家, 会长的格局小了, 让你白白遭受了十余年的委屈。 孟唐宇此时却是看向黄小飞, 极其认真的开口说道, 没办法, 见识到叶峰豪横至极的败家行径后, 不管孟唐宇愿不愿意承认, 他的心态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要是达不到叶峰十分之一的败家程度, 他真的不认为是败家了。 至于自家少主认了叶峰当大哥, 孟唐宇更是不会阻止, 说句不好听的, 叶峰能认自家少主当小弟, 那都是自家少主的福源, 是他们高攀了叶峰。 对了, 你们一直在说, 这血参单是什么珍贵丹药? 他珍贵在哪了? 叶峰这时带着好奇之色, 终于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丹方? 叶峰, 这血, 参单, 不管是炼制还是所需灵草都不算是难事, 但唯独丹方早已失传, 这就导致了血参单成了极其珍贵的丹药, 而且, 血参单也是治愈丹药中排名极其靠前的一种。 听到叶峰的询问, 孟唐宇也是立即解释了起来, 失传的血参单单方? 说着, 叶峰就顺手从系统空间当中将得到的血参单单方拿了出来说道, 血参单单方唯有啊。 看着叶峰递过来的单方, 孟唐宇看了又看, 但也无法确定单方的真实性, 只有按照单方进行炼制才能确定单方的真实性。 我孟唐宇这辈子没有清醒过任何人, 但我姓叶绍。 叶绍, 这单方真的是真的吗? 孟唐宇此时神色严肃地看向叶峰开口询问道, 真的? 而且, 我可以交给你们商会。 不过, 如何将这份单方利益最大化, 那是你们商会需要考虑的, 但以后凡是售卖血参单获得的利润, 我要一成。 想着这份单方留在手里, 也没什么用, 还不如拿出来交给黄小飞他们, 到时候所有获得的收益都投进新魂宗当中。 师尊, 你创立的新魂宗正是起步阶段, 弟子为了帮你发展壮大宗门, 可是煞费苦心, 劳心劳财啊。 师尊能有我这么一个清传大弟子, 真是他的福气。 叶峰此时极其自恋地想到。 好, 如果这单方是真的, 我代替父亲答应了。 黄小飞此时极其果断地答应了下来, 说实话, 叶峰只要了一成利润, 其实已经是很照顾他们商会了。 别说一成, 就算是两成或三成的利润, 只要单方是真的, 他们也会同意。 单方肯定是真的, 你们回去一试便知, 不过那一成利润不需要给我。 你们每个月, 只需要派人送到我师尊的宗门便可。 对了, 你们这次运送的货物价值多少, 我全部买了, 然后就都扔在这吧。 孟管家, 不如你带着我和小飞, 先去一趟我的宗门, 刚好也算是任人们。 叶峰这时, 看向孟唐宇, 直接出声提议道, 叶绍, 这些货物不值几个钱, 不要就不要了, 我带你先回宗门。 孟唐宇怎能让, 叶峰真的出钱买下。 而且他也听出, 叶峰想要尽快回到宗门, 索幸豪放了一回, 毕竟, 如果单方是真的, 以后, 他们商会, 就是整个玄天大陆, 唯一出售写餐单的商家, 到时候赚取到的财富, 将是这批货物的无数倍。 终于不用再用脚赶路了。 站在孟唐宇驾驭的飞舰之上, 叶峰感觉回到宗门后, 必须得尽快学会遇见飞行才行, 不然赶路就是一件麻烦事。 而孟唐宇和黄小飞两人, 此时也都在猜想着, 叶峰所在的宗门,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庞然大物。 赶了大半天的路, 随着夜幕降临, 三人也在就近的一座城镇当中 进行了短暂的休息。 哪怕有孟管家带路, 想要赶到新魂宗也需要三天的时间, 希望这三天时间刷新的败家产物正常一点吧。 想着想着, 躺在床上的叶峰便进入了孟乡, 并不厌其烦地 继续去找被定住的七仙女玩游戏去了。 另一间客房内, 黄小飞通过传音玉佩 也结束了跟他父亲的通话。 少主,会长怎么说? 孟唐宇满是兴奋地询问了起来。 孟管家, 父亲说我疯了, 还说等回去后饶不了我。 对了, 父亲说你也疯了, 回去后也饶不了你。 听到黄小飞这话, 孟唐宇脸上的笑意瞬间僵硬了起来, 这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啊。 不管了, 反正我是绝对相信叶哥的, 等咱们回去后, 看我不用这单方狠狠打父亲的脸。 很快, 黄小飞的眼神就变得坚定了起来, 叶峰就是他最大的底气。 陈海商会总部, 孟老, 还, 得劳烦你亲自过去一趟, 这次遇到的事情很棘手啊。 不仅是我那不成器的儿子疯了, 就连你儿子都疯了, 甚至连此次运送的货物都给扔了。 他们所说的什么夜哨, 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已经彻底让两人迷失了心智。 我现在最担心的, 便是他们两人的安危。 黄大海满是担忧的, 对身旁的灰袍老者出声说道。 放心吧会长, 他们不会出事的, 我这就前去找他们。 说完, 灰袍老者在夜色当中冲天而起, 夜风醒来后, 第一时间就去查看了今天的败家产物。 今日败家产物, 斗战圣体碎片, 型号100000。 斗战圣体, 一种极其强大的战斗体质, 受到的伤势越严重, 就能爆发出越加强大的力量, 越战越勇, 斗战八荒。 卧槽, 这玩意特么猛啊。 系统, 我给我自己使用算不算败家, 这种好东西, 哪怕是夜风都有点舍不得败掉了。 而且他现在还是繁体, 的确需要一个如此强大的特殊体质。 叮。 宿主使用会扣除无法想象的败家点, 请宿主不要做傻事。 叮。 提醒宿主, 斗战圣体虽然强大, 但还配不上您的身份, 不必太过在意这种垃圾体质。 听到系统接连响起的两道提示音, 夜风也是苦笑了起来, 介绍得这么猛, 竟然还是垃圾体质。 既然不能自己使用, 该怎么败掉呢? 思考着这个问题, 夜风也穿上衣服, 离开了客房。 酒楼一层, 夜风下来后发现黄小飞和孟唐宇正吃着早餐, 猛然想到, 在第二重天到战场, 将死亡建议以败家的方式, 给了极其不喜欢修建的李飞。 不由地将目光直接看向了黄小飞和孟唐宇两人。 夜哥快来, 你的早餐我们都给你准备好了。 而看到夜风从楼梯间下来后, 黄小飞也是连忙招呼了起来。 坐到餐桌上, 夜风直接看向了黄小飞问道, 小飞啊, 你对于战斗当中冲在最前线的修士, 有什么想法? 嗯? 听到夜风问了如此奇怪的一个问题, 黄小飞也是一愣。 沉思片刻后, 流露出认真的神色, 看向夜风说道, 夜哥, 我虽然为人顽固, 而且还没有一颗专注修道之心, 但对于那种敢于冲锋到最前线的修士, 却抱有极大的敬意。 哎。 这时, 一旁的孟唐宇也是叹了口气, 开口解释道, 夜少, 少主在功法和武器上的悟性极差, 是有些东西并不是, 你努力就可以改变的。 系统, 斗战圣体对于悟性, 灵根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要求? 听到两人的话后, 夜风直接询问起了系统。 叮! 斗战圣体, 无视悟性, 灵根, 也无需修炼任何功法和武器, 只要不断地进行生死战斗, 自身实力便可以自行提升, 而且在战斗之中, 可以领悟最合适自己的超强武器, 斗战圣体, 玄妙至极。 死! 听到系统的解答, 夜风也是忍不住倒吸了口凉气, 如此恐怖的斗战圣体, 竟然被系统说是破体质。 小飞, 那你可愿意成为那种, 冲锋在最前线的修士? 嗯? 问完, 夜风神色一愣, 随后猛地苦笑了起来, 如果黄小飞真想成为那样的人, 这强大的斗战圣体, 可就给不了他了。 夜哥, 玩归玩, 闹归闹, 可不能拿小弟的生命开玩笑啊! 不是小弟自夸, 战斗我可能不行, 但逃跑绝对一流。 看着一脸得意的黄小飞, 一旁的孟唐宇, 默默地将身子往旁边挪了挪, 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啊。 身为修士, 本就是逆天行, 不管什么原因, 自家少主这心性, 根本就不适合成为修士。 当真! 然而, 听到黄小飞的回答, 夜风却是面色大喜, 这不妥妥的败家目标嘛。 至于黄小飞拥有了斗战圣体以后, 是否会改变想法, 那都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黄小飞现在是这种想法, 那将斗战圣体给他绝对是败家。 真! 真的呀! 看到夜风此时, 那犹如盯上了猎物般的可怕眼神。 不知道为什么, 黄小飞忽然有点心慌。 我先给你们讲两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败家子, 手里有一万枚死亡剑翼碎片, 他就想将这些死亡剑翼碎片败光, 最后找到了一个极其讨厌剑修的胖子, 让对方拥有了极致的死亡剑翼。 听到这, 黄小飞和孟唐宇的目光却直接看向了夜风, 甚至都不用感觉, 他们认定夜风口中所说的那个败家子绝对就是他自己。 败光一万枚死亡剑翼碎片, 让一个极其讨厌剑修的人拥有了极致剑翼。 你是败家了, 但对那胖子而言简直就是杀人诛心啊。 咱们接着再讲第二个故事。 斗战圣体, 一种极其强大的战斗体质, 无视悟性和灵根, 也无需修炼功法和武技。 只要不断地进行生死战斗, 就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实力, 甚至可以在战斗中领悟出最适合自己的强大武技。 不仅如此, 拥有斗战圣体, 在战斗中受到的伤势越严重, 爆发出的力量就越加恐怖。 而如此恐怖的斗战圣体, 刚好在那个败家子手里, 但他得败家。 就想着将这个斗战圣体, 送给一个极其不喜欢冲锋, 陷阵亡命厮杀的人, 最好是那种逃跑一流的。 黄小飞越听越心慌, 听到最后, 他真想朝着叶峰大吼一声。 你特么直接念我名字得了。 而一旁的孟唐宇, 却是越听越激动。 虽然如此恐怖的体质, 他从未听说过, 但这可是叶峰说出来的, 他没有丝毫怀疑。 想到自家少主要是真得到了如此恐怖的斗战圣体, 只要想办法让少主拥有一颗不畏生死的战斗之心, 那未来的成就简直无法估量。 叶哥, 你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 不过, 我刚刚其实是开玩笑的, 我那么敬佩那些不畏生死, 勇于冲锋陷阵的修士,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贪生怕死, 惊痛于逃跑的无耻小人? 要不是我自身有着致命的缺陷, 我恨不得马上杀入天道战场, 来一场畅快淋漓的生死战斗。 黄小飞此时看向叶峰连忙辩解了起来, 唯恐叶峰真的将斗战圣体送给他, 哪怕斗战圣体强大至极, 但他不想要, 他也不想不断地经历生死战斗, 让自己一次次地感受到死亡, 他就想安安稳稳地当个顽固大少, 好好享受几十年的浪荡生活。 而一旁的孟唐宇听到这话, 气得恨不得一巴掌直接拍过去, 这等逆天机缘都送到你嘴边了, 你他妈还嫌弃起来了。 孟管家, 这个决定全交给你了, 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你想让小飞拥有斗战圣体, 那就将他带到我的客房吧。 注意到一旁焦急不已的孟唐宇, 叶峰直接将这个苦力活交给了对方。 孟管家, 不要, 我不要啊, 父亲要是知道我拥有这么一种强大体质, 绝对会逼着我天天去战斗的, 那样的日子会让我疯掉的。 看着一步步朝自己走来的孟唐宇, 黄小飞神色惶恐地哀求了起来。 放开我, 孟管家, 你快点放开我, 我不要斗战圣体啊。 叶峰站在二楼的走廊上, 看着满脸铁青的孟唐宇, 扛着疯狂挣扎的黄小飞朝楼上走来, 极其庆幸刚刚做出的决定, 不然这苦力活就是他的了。 客房呢? 不要, 不要啊。 黄小飞看着叶峰的手中, 出现了一枚散发着诡异力量的碎片, 整个人都要疯了, 但因为身体被孟唐宇死死按在原地, 根本就动弹不得。 一枚, 十枚, 五十枚, 不知道过了多久, 当黄小飞将一万枚斗战圣体碎片的力量全部融合后, 周身竟然泛起了一抹耀眼的精芒, 同时, 一股犹如来自荒谷的恐怖气息轰然爆发, 瞬间席卷整个城镇。 虽然那股恐怖的气息一闪即逝, 但却让整座城镇当中的所有人都在这一刻, 沉浸在了无尽的恐惧当中。 一片荒凉的空间, 大地早已被鲜血, 渲染成了血红色。 地面上到处都是残枝断骸的尸体, 有人类, 有妖兽, 还有不知名的生灵尸体。 不远处, 一座由无数尸体堆积而成的尸山之上, 站着一名浑身是血的男子正在仰天嘶吼, 身上那无数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仅仅是让人看到都不由心生胆寒。 就在此时, 一道撕裂苍穹般的空间裂缝猛然出现, 数不胜数的妖兽, 不知名生灵, 人族大军从空间裂缝当中疯狂涌现。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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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低沉却夹杂着兴奋的声音从男子的口中传出, 随着周身泛起耀眼的金色光芒, 男子拔出身旁插在尸山上满是鲜血的战刀, 直接朝着远处数不尽的敌人冲了过去。 随着男子的身影越来越远, 黄小飞的身影却越来越近地出现在了叶峰和孟唐宇两人的视线之中, 就像是两人亲眼见证了一代战神的传承。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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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两人从刚刚的幻境当中清醒过来后, 都开始大口大口地传起了粗气。 系统, 卧槽你大爷的, 你管这叫破体质? 叶峰此时也在心中对系统破口大骂了起来, 在他看来, 这斗战圣体都特么牛逼的起飞了。 斗战圣体, 好恐怖的斗战圣体, 如果少主不改变自己, 根本就不配拥有这斗战圣体。 孟唐宇死死地盯着黄小飞, 心中更是做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 咕咚! 而什么都不知道的黄小飞, 看着两人看向自己的可怕眼神, 却是让他猛吞口水, 大感不安。 叮! 奖励九瓶九阶阴阳迷宗振振齐星号三。 九瓶九阶阴阳迷宗振振齐释放一点灵力激活振齐, 可立即布下足以困住渡截境九重巅峰强者的阴阳迷宗阵, 持续时间十个小时, 一次性消耗品。 败家此振齐不处发败家奖励。 咦! 这奖励不错呀! 刚好想要赶到新魂宗, 还需三天的时间, 有了这振齐, 每天晚上就能好好睡觉, 完全不用担心会被打扰到了。 虽然这振齐放在别人手中绝对是强大的底牌之一, 但对于败家神豪叶峰而言,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动用这振齐, 已经是很给这九瓶九阶的振齐面子了。 叶哥, 已经完事了吗? 怎么我并没有什么感觉呢? 不过我可先说好, 不管这斗战胜体到底有多强大, 但埋没在我手里。 你可别怪我, 我说过我不要的。 再次活动了一下身体, 仍然没感觉到自己身体有什么异样的黄小飞, 此时连忙对叶峰说道。 不会的, 等咱们将叶绍送回宗门后, 我便会向会长申请亲自指导你, 以后我知道你的每一场战斗都将是生死战, 如果你不拼尽全力地跟我战斗, 我绝不留守, 如果你死了, 属下会去陪你。 听到这冰冷的声音, 叶峰和黄小飞都流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看向了面无表情的孟唐宇。 小飞, 自求多福吧, 孟管家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你也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两个刚当亲眼见证了什么。 拍了拍黄小飞的肩膀, 叶峰便直接离开了客房, 他理解孟唐宇做出的决定, 因为之前看到的那一幕, 真的太震撼人心了。 十分钟后, 孟唐宇带着叶峰和黄小飞离开城镇, 再次朝新魂宗的方向赶去。 一天时间转眼即逝, 随着叶幕降临, 因为没有在附近看到城镇, 只能找个宽敞的地方就地休息。 叶峰不知道在自己离开后, 孟唐宇对黄小飞说了什么, 但这一天的时间, 黄小飞却变得异常安静,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孟管家, 从现在开始就知道我吧。 就在叶峰躺在用零食搭建而成的零食床上, 准备休息的时候, 沉默了一整天的黄小飞终于说话了。 什么情况? 之前不还强烈抗拒呢吗? 这怎么才过了一天就变了? 看着一脸严肃的黄小飞, 叶峰忽然有一种对方将他斗战圣体骗走了的感觉。 但系统给出了奖励, 就足以证明将斗战圣体给了黄小飞的确属于败家行径。 所以叶峰现在非常好奇, 黄小飞到底是因为什么竟然做出了这种决定。 算了, 叶峰本来想动用窥探天机功能知晓这个秘密, 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如果什么都知道的话, 那就太没意思了。 砰, 砰, 砰。 看着两人手持战刀, 直接战斗在了一起, 叶峰随手拿出镇旗, 释放出一丝灵气, 将镇旗激活后, 看着直接飞到三人上空的黑色镇旗, 喃喃自语道, 你们打你们的, 我睡我的, 有镇旗在, 不会有人打扰到咱们的。 说着, 叶峰又拿出了一百颗九文雪餐单, 放到了一旁, 这才躺到临时床上睡了起来。 而三人不知道的是, 一名灰袍老者正在全宿朝他们所在的位置赶来, 不出意外, 几分钟后就将赶到他们所在的位置。 三分钟后, 住手! 当灰袍老者看到叨叨见血, 亡命战斗的黄小飞和孟唐宇两人后, 神色焦急地直接大喊了起来。 怎么回事? 这两个臭小子难道真如会长所言, 全都疯了? 看到两人听到自己的声音没有任何反应, 孟海峰带着不安连芒朝两人冲了过去。 阵法? 然而, 当孟海峰发现自己距离两人不足十米的时候, 不管怎么冲都无法靠近两人后, 猛然想到了什么, 目光直接看向了躺在临时床上, 熟睡的叶峰。 那个人应该就是会长所说的叶少吧? 如此年轻, 阵法造诣不可能达到如此高度, 那肯定就是动用了阵棋, 而且还是品级极高的阵棋, 否则根本不可能困得住我, 毕竟我可是有着度竭尽四重的强大修为。 孟唐宇, 快给我住手! 你是不是疯了? 就在这时, 黄小飞重伤倒地猛吐一口鲜血, 孟唐宇带着冰冷的神色, 手持战刀直接冲到对方身前斩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 孟海峰急得再次大喊了起来。 哄! 随着一声巨响, 看到黄小飞在最后关头, 用尽全力地侧转身体, 躲过这致命一击后, 孟海峰也是长长地松了口气, 而他后背上的道袍已经被冷汗浸透。 刚刚, 他的儿子竟然差点一刀砍死自家少主, 要不是黄小飞侥幸躲过, 想到这, 他已经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 震棋! 震棋到底在什么地方? 该死的, 我不懂正法啊! 而且还是如此高品级的震棋, 我根本找不到破解之法啊! 看到下方都已经成了血人的两人仍然在全力战斗, 孟海峰心急如焚, 但却根本无法解决眼前这道阵法屏障。 砰! 砰! 这时, 下方的黄小飞和孟唐宇两人终于历劫, 双双倒在了地上。 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而看到两人历劫地倒在地上, 在迷阵当中急得团团转的孟海峰也是终于松了口气。 干什么? 他们要干什么? 很快, 孟海峰就发现了异样, 明明都身受重创, 体力告捷的两人, 此时却都朝着叶峰所在的方向爬, 去。 坚定的眼神, 不屈的站也。 当孟海峰看到黄小飞此时的状态后, 却是浑身猛然一颤, 根本不敢相信这是他从小看到大的那个顽固少主。 那是, 血餐丹。 随着两人不断地爬着, 孟海峰的目光也朝着两人目光的位置看去, 一百颗被丝丝血气缠绕的血色丹药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面上。 足足用了两分钟的时间, 黄小飞和孟唐宇才爬到了血餐丹前, 两人没有任何犹豫, 各自拿过一颗血餐丹吞了下去。 恐怖的药效开始急速, 治愈着两人满是伤口的身体。 五分钟后, 黄小飞仅仅用了一颗酒纹血餐丹就完全恢复了过来。 而孟唐宇则是用了两颗血餐丹。 孟管家, 再战! 我已经感受到了一丝斗战胜体。 黄小飞此时满是战意地看着孟唐宇出声说道, 枪! 没有多余的废话, 孟唐宇手中的战刀发出一声脆响, 直接朝着黄小飞冲了过去。 疯了! 你们特么真的疯了! 看到两人凭借失传的血餐丹恢复了伤势后再次战斗在了一起, 孟海峰的心态彻底崩了。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七个小时? 天色微亮, 两人仍然在全力战斗。 在这五个小时的时间里, 他们又吞服了四次血餐丹。 而在此刻, 一丝微弱的金芒在黄小飞的身体上闪现, 不过因为阳光的出现, 却是将这微弱的金芒直接掩盖。 疯子! 败家子! 此时的孟海峰却是坐在距离两人十米外的地方不断地咒骂着。 就算是切磋战斗, 也不能刀刀致命啊。 只要有一个失误, 可真的会死人的。 而且, 就算身受重伤, 那也不能服用传说中的血餐丹啊。 毕竟可以治愈伤势的丹药还有很多种。 想到两人已经服用掉的十五颗血餐丹, 孟海峰感觉心都在滴血。 每一颗血餐丹可都是无价的呀。 如果孟海峰知道, 那些血餐丹全部都是传说中的酒闻丹药, 怕是此刻已经被气得昏过去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 叶峰也是从熟睡当中醒了过来, 看到仍然在战斗的两人, 也是感觉有些无趣。 嗯? 正当叶峰准备查看今天的败家产物时, 忽然看到不远处坐在地上骂骂咧咧的孟海峰, 这让他脸色微变。 暗道, 还好我昨天晚上动用了一面震旗。 查看了一下震旗, 还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 叶峰直接从系统空间又拿出一面震旗扔了出去, 目标正是那个不怀好意的挥袍老者孟海峰。 好了, 这震旗能困住那个老家伙十个小时, 凭借孟管家的速度, 十个小时后, 累死对方也追不上。 就算能追上, 老子就再给他一面震旗。 想到这, 叶峰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得意之色。 他看到我了。 看来, 这迷阵的效果很奇特, 外面的人可以看到迷阵当中的人。 而他身为震旗的操控者, 也可以看到外面的人, 就是不知道那两个家伙能不能看到我了。 看到叶峰刚刚注意到了自己, 孟海峰也是猜测起了这高品级迷阵的一些效果。 如此也好, 我倒要看看, 你这震旗还能支持多久? 一旦震旗的力量耗尽, 我倒要领教领教你的本事, 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将少主和我儿子都弄封掉的。 想到这, 孟海峰的注意力则是再次落在了激烈战斗中的黄小飞和孟唐宇身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 他并没有注意到叶峰在眨眼间朝他扔出了一面震旗。 好了, 别打了, 咱们抓紧赶路。 叶峰这时叫停了打斗的两人, 催促抓紧赶路。 孟管家, 赶路要紧, 咱们晚上再继续。 黄小飞这时战役不紧地出声说道, 而黄小飞和孟唐宇在震旗力量的影响下, 并没有看到外面等了大半个晚上的孟海峰。 想走? 看到孟唐宇寄出飞剑带着叶峰和黄小飞冲天起, 孟海峰冷笑一声, 同样寄出飞剑就想要直接阻截三人。 嗯? 然而, 当他冲出十余米后, 竟诡异地发现自己又出现在了最初的位置, 猛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困在了迷阵当中。 该死的, 是他。 此时, 孟海峰看向远去的三人, 刚好看到叶峰回过头朝着他竖起了一根中指。 啊! 感受到叶峰对自己的无尽羞辱, 孟海峰暴怒地释放出体内庞大的灵气, 开始朝着四周疯狂轰击, 试图能找到隐藏起来的阵旗。 两小时后, 耗费了体内大半灵力的孟海峰终于冷静了下来, 不再胡乱耗费灵力, 而是盘膝而坐, 吞浮一枚恢复灵力的丹药修炼了起来。 另一边, 你们这两个大傻子, 怕是都不知道, 我昨晚替你们挡下了仇敌吧? 想到那个灰袍老者, 用充满怒火的目光一直盯着黄小飞和孟唐宇, 叶峰认为那绝对是两人的仇敌, 毕竟一个传承了数千年的商会, 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怎么可能没有仇敌? 更别说黄小飞可是商会少主, 对手得知消息前来截杀不是一件极其正常的事吗? 今日败家产物, 九文穴餐单, 信号100000, 靠! 当叶峰查看到, 今日败家产物竟然是一万颗九文穴餐单后, 也是情不自禁地报了粗口, 之前奖励的一千颗, 现在还剩下三百多颗呢? 最主要的是, 这一万颗得今天败光才行, 想到之前三人各自吃了两百多颗就饱了的情况, 他感觉今天的败家产物有些棘手啊, 等等, 为什么一定要吃光? 我随便扔掉不行吗? 想到这, 叶峰直接对系统问道, 系统, 这九文八瓶血餐单可是失传单要, 我这一路上使劲地扔, 要么不被人发现, 最终被黄土掩埋, 就算被人捡到, 肯定也有很多不识货的, 没准还会被一些路过的小妖兽顺嘴吃了, 这应该属于败家行径吧? 叮! 符合败家行径, 足足过了十秒钟的时间, 系统的声音这才响了起来, 妥了! 听到系统的回答, 叶峰也是笑了起来, 只要系统承认这是败家行径, 那扔完就不需要再管了, 就算被拾货的人全部捡走也跟他没关系了, 咱们好像还没吃早饭吧? 听到叶峰的询问, 黄小飞和孟唐宇也都看了过去, 同时脸上流露出了一抹尴尬之色, 叶峰, 说,这是怪我们了, 之前没有考虑到可能会露宿野外, 黄小飞这时满含歉意地看着叶峰说道, 道歉干, 什么? 我就是提醒你们一下, 你们没有早饭, 可我有啊, 说着, 叶峰就掏出了一把又一把的酒蚊血餐单, 呃, 当两人看到叶峰手中的酒蚊血餐单后, 对视一眼, 脸上都流露出了一抹苦笑, 一点都不装逼地说, 他们两个真的有点吃够了, 哪怕酒蚊血餐单味道的确不错, 但前天才吃了两百多颗, 真的一次就吃够了, 起码短时间内真的不想再吃了, 而昨晚两人进行搏命厮杀, 但凡身上还有其他高品级的治愈类单药, 他们两个都绝对不会吃一颗酒蚊血餐单, 愣着干什么, 快吃啊, 看到两人愣在那里, 叶峰也是直接催促了起来, 三分钟后, 当两人都吃了三四十颗血餐单, 却发现叶峰并没有吃, 而是默默地看着他们两个吃, 梦堂宇不解地问道, 叶少, 你怎么不吃, 你们吃吧, 我不饿, 叶峰看着梦堂宇笑着解释道, 听到这话, 两人不断往嘴里涩血餐单的右手也是一顿, 对视一眼但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继续吃了起来, 终于, 当两人又吃了两百多颗后, 这才白手示意, 叶峰他们真的吃不下去了, 吃饱了就活动活动, 我这里还有九千多颗酒蚊血餐单, 梦管家你继续掌控飞剑赶路, 小飞, 你就负责在这一路上不断地将血餐单扔出去, 听到这话, 黄小飞连忙说道, 叶哥, 这样不好吧, 如果被人捡到, 很可能会影响到商会独家售卖血餐单的计划, 而且这些可都是酒蚊的血餐单啊, 小飞, 亏你还是商会少主, 怎么一点经商的头脑都没有, 哪怕这些都是酒蚊的血餐单, 但毕竟只有九千多颗, 而且用一颗便会少一颗, 放眼整个悬天大陆, 这点血餐单算什么, 别说我瞧不起你们商会, 我就是给了你们单方, 你们商会培养的炼丹师, 能炼制出酒蚊的血餐单吗? 就算能炼制出来, 有几个能买得起酒蚊的血餐单, 能够大量售卖的, 不还得是五蚊, 六蚊, 七蚊那种的血餐单, 而你们商会面向的, 可是整个悬天大陆, 只要, 有足够多的炼丹师, 每天售卖的血餐单, 得有多少, 十万克, 百万克? 听到叶峰的讯说, 黄小飞也是尴尬了起来, 正如叶峰所说, 以后他们商会每天售卖的血餐单, 都得几十上百万, 根本没必要在乎这九千多颗, 酒蚊又如何, 有几个能买得起的。 叶哥, 小飞受教了。 黄小飞态度诚恳地, 看向叶峰说道。 时间流逝, 当叶木再次降临, 黄小飞也终于将最后的血餐单扔了出去, 同时, 叶峰也顺利得到了一千败加点的奖励, 不过并没有特殊奖励。 一路上没有看到城镇, 三人只能再次在野外露宿一晚。 你们继续打吧。 叶峰这次却出奇地, 没有躺在搭建好的零食床上睡觉, 因为只剩下最后一面阴阳迷宗阵阵齐, 所以今天他准备守夜, 如果那个灰袍老者再敢追过来, 他反手就给对方直接扔出去。 你们这两个家伙, 老子为你们, 简直是操碎了心。 看着再次战斗在一起的黄小飞和孟唐宇, 叶峰感觉自己, 简直就是救世主转世, 不求名不徒利, 默默地守护着两人。 叶。 提醒宿主, 宿主您可以安心地去睡觉, 如果遇到危险, 败家护卫队会自行前来保护您的。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却忽然响了起来。 系统, 我是败家神豪, 但我不是废物, 什么都需要败家护卫队, 时间久了, 我会感觉自己一无是处的。 还有, 那些丹药罐子, 五级罐子, 灵草罐子什么的, 我早就可以利用那些来无限刷败家点。 可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做, 就是不想成为一个只知道刷败家点的机器。 上一世叶峰就是个加班狗, 现在的败家点跟上一世的工资有什么区别? 他不想再那么过活了, 他要在享受生活的同时顺便获得败家点。 就像玩游戏一样, 这一世他要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 而不是被游戏所掌控。 想到这, 叶峰也是苦笑了起来, 上一世加了一年的班, 好不容易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想着通宵干一晚上游戏, 然后第二天再美美地睡上一天, 谁曾想特么地就直接穿越到了这玄天大陆。 另一边, 随着阵旗的力量消失, 孟海峰强忍着心中的怒火, 凭借手中能够感知到 孟唐宇大概位置的血淋浴再次追了过去。 没一会, 脚踏飞溅的孟海峰却忽然朝下方地面快速飞去。 这, 这是九文血餐单? 看到周围起码有着十多颗九文血餐单, 甚至有一大半的血餐单都被摔得粉碎, 孟海峰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 败家? 真特么败家啊。 孟海峰已经想到, 这些血餐单绝对是叶峰扔的, 但他还是将所有完整的和粉碎的血餐单都小心翼翼地捡起, 并收进了空间戒指当中。 随后, 孟海峰没有驾驭飞剑冲天而起, 而是就保持着离地面一米的高度, 一边继续朝孟唐宇所在的方向追去, 一边释放出神识, 寻找着周围是否还有被扔掉的血餐单。 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当孟海峰发现自己已经找到的五百多颗完整的血餐单 以及两千多颗摔碎的血餐单后, 气得浑身都不受控制地抖动了起来。 哪怕这些传说中的血餐单本就是别人的, 但他根本不能接受这些血餐单被如此丢弃。 不再继续寻找, 孟海峰脚踏飞剑冲天而起,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孟唐宇所在的方向冲去。 麻木了, 找了整整三个小时, 甚至手里已经有了这么多完整和不完整的血餐单, 说句不好听的, 他现在对于血餐单的感觉也就那么回事了。 第二天清晨, 叶峰忽然从临时床上站了起来, 看着不远处仍然痴迷于薄命厮杀的两人, 叶峰却是迅速朝东面跑去, 动用了一次窥探天机功能, 叶峰知晓这个时候, 对方就快要追到这里了。 他不想因为这名敌人的出现而影响到黄小飞目前的修炼状态。 所以, 他准备在两人看不到的地方, 提前困住对方。 是你? 我儿, 当急速飞来的孟海峰看到下方站着的只有叶峰一人, 神色焦急地正准备询问自己儿子和少主在什么地方时, 却看到对方的手中忽然出现了一面黑色镇旗, 这让他脸色猛然大变。 去! 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叶峰直接将手中的镇旗扔了出去, 看到直接在一定范围内绕圈的灰袍老者, 叶峰流露出一抹得意之色, 再次朝对方竖起了一根中指, 极其嚣张地大喊道, 你个老王八蛋, 有种继续来追我们啊。 说完, 叶峰变头也不回地朝黄小飞和孟唐宇所在的方向跑去。 混蛋! 混蛋啊! 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 老夫此生必杀你! 看到叫嚣后直接离开的叶峰, 孟海风气的气血上冲, 一口即将喷出的鲜血愣是让他给咽了回去, 但脸色也瞬间苍白了一丝, 可眼中的杀意却是越加的森寒。 叶峰, 你干什么去了? 当叶峰回来后, 却发现两人已经结束了修炼, 这倒是让他有些惊奇问道, 今天这么快就结束了。 叶峰, 通过这两天晚上的疯狂厮杀战斗, 我已经彻底融合了1%的斗战圣体, 等彻底融合后, 我就可以真正发挥出斗战圣体的威力了。 听到叶峰的问话, 黄小天也是略显激动地解释了起来。 不愧是斗战圣体, 竟然需要以这种搏杀战斗的方式来进行融合, 彻底融合后才能彻底显露真正的威力。 听到这话的叶峰, 对于斗战圣体也是有了一个新的了解。 行了, 咱们继续赶路吧。 今天晚上就不要休息了, 不出意外的话, 明天一早就可以赶到新魂宗了。 想到后方还有一个强敌一直在追赶着他们, 而且手中也没有了阴阳迷宗阵阵齐, 叶峰准备全力赶路, 只要到了新魂宗, 对方要是还赶来, 他就让是血螳螂打的他妈都不认识他。 嗯? 听到叶峰这话, 孟唐宇和黄小飞也是一愣,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们可是知道, 叶峰对于晚上的睡眠可是极其在意的。 不过, 两人最后也没有询问原因, 叶峰既然做出了这个决定, 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再次踏上赶往新魂宗的路途, 叶峰也是查看起了今天的败家产物。 今日败家产物, 天极上品功法, 伏魔宝露, 咦? 当看到今天的败家产物后, 叶峰也是流露出了一抹惊奇之色, 因为这, 还是第一次出现功法类的败家产物, 而且上来就是天极上品, 这已经是玄天大陆最为顶级的功法了。 直接扔掉? 没新叶? 直接撕掉? 没创业? 忽然, 叶峰想到了什么, 直接看向一旁的黄小飞问道, 小飞, 你都好几天没上大号了吧? 叶少, 身为修士, 就算是很长一段时间不进食也没有关系, 而且, 就算进食了, 体内产生的杂质也可以利用灵力直接进化, 根本不需要像普通人那般上大号来排出体内杂质的。 听到这话, 一旁的孟唐宇则是笑着解释了起来。 是啊, 叶峰, 虽然我实力一般, 但这点能力还是有的。 黄小飞这时也是跟着说道, 不, 你没有那个能力。 听到两人的话, 叶峰却是盯着黄小飞直接说了这么一句, 干什么? 我有这个能力啊, 为什么飞说我没有? 卧槽, 叶峰你玩得这么变态吗? 猛然间, 黄小飞后面一紧,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猜想。 怎么办, 我要不要拒绝? 不行, 叶峰将如此强大的斗战胜体都给我。 难道这点委屈我都不能承受吗? 挣扎许久, 黄小飞咬了咬牙, 看向叶峰说道, 叶峰, 我想上大号了。 笑了? 叶峰听到这话竟然笑了。 而且那笑容好邪恶啊, 我特么快裂开了。 看到叶峰流露出的那种邪恶的笑容, 哪怕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黄小飞此时还是慌得一批。 去吧, 挤得用这个擦。 叶峰让孟唐宇朝地面落去后, 便将一本功法秘典直接塞进了黄小飞的手中。 嗯? 就这? 黄小飞看着手中泛黄的纸质书籍, 一时间也是愣住了, 这跟他想的不一样啊。 看到黄小飞直接跑到一块大岩石的后面, 叶峰感觉自己真的太有才了。 天机上品功法秘典用来当册纸, 就问谁有他败价。 岩石后, 正在大号的黄小飞也是极其的无语, 他都快忘了自己有多少年没大号过了。 无聊中, 黄小飞也是翻看起了手中泛黄的书籍。 虽然书籍的名字已经模糊地看不清了, 但里面的内容和图案却是很清楚。 这一看, 黄小飞的整个心神却彻底深陷其中, 整个人犹如进入了一种玄妙至极的意境当中。 这股气息是, 岩石不远处, 梦唐宇感受到这股奇异的波动, 却是瞬间惊在了原地。 顿悟之境, 这是进入顿悟才会散发出的奇异波动。 愚钝至极的少主, 竟然进入了传说中不弱于机缘的顿悟之境。 叶少, 你, 你当当给少主的书籍到底是什么? 震惊过后, 梦唐宇也是连忙看向叶峰询问了起来。 嗯? 看到有些不太正常的梦唐宇, 叶峰疑惑地解释道, 就是一本天极上品功法呀。 我寻思败价, 就想着让小飞当侧纸用了算了。 叶少, 大恩不言谢。 你总之, 用这种平常的方式, 给予我们莫大的机缘。 这些恩情, 我们必将铭记于心。 然而, 当叶峰听到梦唐宇说出, 如此莫名其妙的话后,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忽然有了一丝不安, 连忙追问道, 梦管家, 我不是很明白你在说什么。 叶少, 看来斗战圣体, 还有诸多妙用, 是我和少主还不知晓的呀。 虽然只融合了1%, 但你肯定知晓, 少主的悟性, 应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否则怎么会给他一本天极上品功法, 让他来顿悟? 顿悟? 顿悟天极上品功法? 卧槽! 反应过来的叶峰右拳, 迅速覆盖上浑厚的火灵力, 随后一拳猛然轰出, 由火灵力凝聚而成的火龙, 瞬间将那块巨石轰碎。 随着一声巨大轰响, 无数大小不一的碎石四处横飞, 而躲在岩石后, 正在蹲着大号顿悟的黄小飞, 也瞬间从顿悟之境中被惊醒。 黄小飞, 赶紧用我给你的功法秘点当厕纸。 看到显露出来的黄小飞后, 叶峰直接大声喊了, 起来, 猛逼! 黄小飞梦了, 一旁的梦唐鱼也梦了。 但黄小飞还是很快反应了过来, 直接撕扯手中的功法秘点当起了厕纸, 但每撕下来几张, 他的心都在滴血。 虽然顿悟的时间很短, 但他已经知晓了这个天级上品功法的名字, 伏魔宝露, 顶级功法。 片刻后, 当黄小飞拿着还剩下大半的功法秘点走回来后, 叶峰直接让对方将剩余的功法秘点全部撕碎。 叮! 今日败家产物败光失败, 扣出五万败家点。 听到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叶峰哭死的心都有了, 他现在就剩下六万多的败家点了, 一下子就扣掉了五万。 而且, 他感觉这幸亏是发现的走, 要是再被黄小飞顿悟一会, 扣出的败家点, 没准都会继续成倍的增加。 我明白了。 此时, 看着脸色越加难看起来的叶峰, 黄小飞脑海中猛地闪过一抹金光, 顿时茅色顿开明白了一切。 叶哥, 我错了。 你之前就说过, 拥有斗战圣体, 根本就不需要任何修炼功法和武技, 只需要不断的战斗, 就可以不断变强。 而武技也可以在一场场生死战斗当中领悟。 我的所有精力都应该用于战斗当中, 怎么能浪费在功法之上, 哪怕是顶级的天级上品功法。 这应该是你对我的一场考验吧? 对不起, 叶哥, 我让你失望了。 此时黄小飞满是愧疚地看着叶峰说道, 什么啊? 你他妈在这说什么呢? 什么对你的考验? 我就是想让你帮我拜个家啊。 你他妈能不能别在这给自己加戏啊? 听到黄小飞的话, 叶峰一口牢血, 差点没直接喷出来。 原来如此, 可笑我刚刚还对叶少你心生不满, 认为你坏了少主的机缘, 是我目光短浅了。 叶少, 你默默地为少主做着这一切, 我刚刚那对你心生不敬, 还希望你能够原谅。 这时, 一旁的梦堂雨也满是愧疚地说了起来。 你妈! 有你什么事啊? 非要硬给自己加点戏? 看着一旁的梦堂雨, 叶峰真的快被气疯了。 你们特么都有毛病吧? 我就想单纯地拜个家, 明明是电影, 你们特么愣是要加戏搞, 成连续剧? 走, 快走吧, 抓紧赶路。 不解释了, 看着入戏太深的两人, 叶峰已经彻底放弃了, 愿意咋想咋想吧? 老子不玩了, 你们自己玩吧。 祭出飞剑, 三人再次踏上了赶往新魂宗的路途。 少主, 叶少好像真的生气了, 恐怕叶少早就知道, 你的悟性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你怎么早没意识到这一点, 就算进入了传说中的顿物之境, 也应该强行醒过来的。 我不也是刚刚才反应过来吗? 现在叶少肯定还在气头上, 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叶少消气, 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听到两人低声窃窃私语, 一旁的叶峰早已满脸飞线。 大家挨得这么近, 你们窃窃私语有什么用? 真当我龙不成, 这话摆明了不就是说给我听了吗? 你们两个真的够了。 我不生气了, 咱们正常点行不行? 叶峰服了, 他敢保证, 自己要不说这么一句, 这俩货绝对能说一路。 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失望的。 有朝一日, 当我功成名就之时, 必将成为你手中的一柄利刃, 为你扫清前方的所有敌人。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黄小飞的眼中满是认真之色。 嗯? 听到这话, 看着一脸严肃认真的黄小飞, 叶峰直接说道, 不用, 我就想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你可别来打扰我的亲近日子。 叶哥, 不管你需不需要, 我都会拼命修炼, 同时将商会也要打造成 玄天大陆第一商会。 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叶哥需要, 我和我的商会, 必定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你的身边。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 哪怕是整个玄天大陆。 等等, 听到这, 叶峰看着一脸认真的黄小飞, 他现在只想说一句, 你特么给自己家的戏,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想到自己的二徒弟, 加戏成了天机格卧底, 想到大徒弟是万花谷谷主, 现在都不能算是小弟的黄小飞, 也要搞出什么玄天大陆第一商会。 这怎么搞得他好像, 真的在下一盘, 足以影响整个玄天大陆的棋局, 他就想安安静静地败个家啊。 你们特么到底要干什么? 希望他不是认真的。 看着一脸严肃认真的黄小飞, 叶峰也只能这么去想, 毕竟, 他也无法改变别人的想法。 十小时后, 临近傍晚, 我要杀了你, 我绝对要杀你了。 终于摆脱迷阵的孟海峰, 带着暴怒之色, 驾驭飞剑冲天而起, 渡结晶四重的恐怖气息, 肆无忌惮地全部爆发, 一路上让无数人提前避让, 没有一人胆敢招惹。 夜幕降临。 孟唐宇带着叶峰和黄小飞, 在夜色当中继续赶路。 而随着距离新魂宗越来越近, 黄小飞和孟唐宇两人, 也开始莫名地感受到了一股压力。 他们商会, 也不过是一个发展了数千年的商会。 他们不敢想象, 新魂宗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庞然大物。 第二天清晨, 当三人终于来到了新魂宗后, 黄小飞和孟唐宇两人直接傻在了原地。 说好的庞然大物呢? 眼前这个看着极其冷清的宗门, 真的是夜风的宗门。 夜风, 你还知道回来啊? 正在两人愣神之际, 骆千雪满是怒火的声音就从宗门内转了出来。 骆千雪, 白天红, 夏天宇, 冷无风, 罗凯以及五天骄等一众人很快就从宗门内走了出来。 夏天宇? 而黄小飞和孟唐宇的目光却直接落在了夏天宇的身上。 毕竟他们商会跟夏天宇的天宇拍卖行也是有着一些合作的。 当然, 他们两人虽然认识夏天宇, 但对方可不认识他们, 毕竟跟对方合作的事情都是由会长黄大海负责的。 可两人想不明白, 堂堂天宇拍卖行的幕后老板为什么会在眼前这个小小的宗门当中? 世尊, 他们怎么也在这? 走到满是怒意的骆千雪身前, 夜风指着五天交满是好奇的问道。 他们怎么会在这? 你回到本宗都干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没点必输吗? 夜风, 你可真是世尊的好弟子啊, 出去一趟, 不仅将本宗的五大核心弟子给拐了回来, 更是还带回了一头护宗妖兽, 甚至还顺便带回来一名长老。 看着一脸猛逼的夜风, 骆千雪咬牙切齿地说道。 等等, 骆千雪的目光忽然落在了不远处的黄小飞和孟堂宇两人身上, 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两人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是谁? 千万别跟我说, 他们也要加入宗门。 骆千雪这时, 盯着夜风, 直接质问了起来。 师尊, 他们并不准备加入咱们宗门。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陈海商会的少主黄小飞, 这位是陈海商会的大管家孟堂宇, 他们此次跟弟子回来, 主要是过来跟师尊你商讨一些生意上的事。 嗯? 听到夜风的话, 特别是看到夜风最后流露出的玩味笑意, 骆千雪总感觉这件事, 好像并没有听上去那么简单, 毕竟自己这个宗门才刚刚创立, 跟人家商会能有什么生意上的往来。 而站在后面的夏天宇, 听到两人的身份后, 却是流露出了一抹惊疑之色。 他虽然不认识两人, 但却认识陈海商会会长黄大海。 这小子就是夜风吗? 罗凯的目光此时却落在了夜风的身上, 甚至已经开始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讨好夜风, 从而可以在夜风手中得到一些子雷狂狮大妖精血。 二位, 我新魂宗创立还不足一个月, 而且你们也看到了, 目前门内弟子并不多, 最重要的是我们宗门贫困潦倒, 根本没有充足的财力给弟子购买修炼资源, 我看合作的事情就算了吧。 骆迁学此时走到黄小飞和孟唐宇两人身前, 神色冷漠地直接出声说道, 身为无极宗圣女, 哪怕平日里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修炼, 但他这一世的父亲毕竟是星极宗宗主, 哪怕是强大的星极宗也会跟一些商会, 拍卖行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 每个月都会在对方那里购买大量的修炼资源。 嗯? 潦倒,有叶峰这个败家子在, 你们宗门能贫困潦倒, 别的不说, 就之前扔掉的九千多颗九文雪餐丹, 其价值能够买到的修炼资源, 恐怕都够贵宗目前这些弟子, 十余年的消耗了吧。 骆宗主,我想你可能误会了, 我们此次前来并不是这个目的。 说着,黄小飞就将雪餐丹丹方的交易细节说了出来。 傻了, 骆迁学听完后, 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 雪餐丹丹丹方早已失传了的八品丹丹, 如果真能炼制出血餐丹, 而且还是独家售卖, 其中的利润根本无法想象。 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每天就靠着宗门什么都没有来拒绝前来败宗的人, 现在却告诉他以后新魂宗每个月都有一大笔零食入账。 师尊, 弟子身为您的清传大弟子, 整个宗门所有师兄弟的大师兄, 帮助宗门发展壮大, 本就是弟子的一份责任。 这时, 叶峰走了过来, 看着洛千雪一脸正气地说道, 甚至心中已经幻想着洛千雪接下来该如何夸赞他了, 毕竟放眼整个玄天大陆, 上哪能再找到他这样一个甘愿为宗门劳心劳财的大弟子。 看着叶峰那一副快快我的得意神色, 洛千雪气得满脸寒霜, 恨不得一巴掌直接将叶峰拍死。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这两个人前来绝对没有什么好事。 我就知道, 凡是跟叶峰这个孽徒沾边的事, 绝对不会是好事。 我不想发展宗门, 才能杜劫飞升上界去报仇啊。 洛千雪此时的心态彻底炸了。 叮。 提醒宿主, 灰袍老者将在三分钟后就将赶到新魂宗, 扣出一次今日窥探天际功能机会。 就在这时, 系统的提示音却是从叶峰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这是因为叶峰早就对系统下达了命令, 动用一次窥探天际的机会。 如果灰袍老者还敢再追来, 那就在即将追上他们的时候提醒他。 小显, 有一名灰袍老者一路追杀我们, 马上就要追到新魂宗了。 你提前过去祖劫, 先别杀他, 给我将他打的连他妈都不认识, 狠狠地揍。 叶峰这时对不远处化为人形的是血螳螂招了招手, 最后就下达了祖劫的命令。 小血遵命? 说完, 是血螳螂帅气地一甩手中的雨扇, 甚至还不忘瞟了一眼五天骄当中的夏天天和杜天月两女。 随后一袭白衣的是血螳螂一飞冲天, 几个呼吸间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什么啊? 尼玛的刚刚你是不是在耍帅? 看到刚刚是血螳螂, 那行云流水的耍帅, 叶峰都看猛逼了。 特么的, 你一个妖兽也开始给自己加戏了。 疯了, 叶峰感觉自己身边不管是人是妖, 都特么太不正常了。 众人一妖, 对, 就你正常。 你个丧心病狂的败家子, 新魂宗东南方向。 快了, 你们终于停下来休想, 老夫就不信你, 还有那种高品级的震气, 不杀你, 老夫就不是孟海峰。 察觉到孟唐宇终于不再快速移动, 孟海峰感觉自己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嗯? 就在这时, 急速飞行的孟海峰忽然停在了半空, 看着对面手持雨扇的一名白衣青年拦住了自己的去路, 直接出声道, 我不想杀你, 让开。 呵呵, 是血螳螂听到这话, 忍不住笑了起来说道, 区区度竭尽四重, 是谁给你的勇气, 胆敢一路追杀我的主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 听到对方直接说出了自己的修为, 这让孟海峰的脸色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 要知道, 他现在可没有释放出度竭尽四重的气息, 那就证明对方的实力远在他之上。 等等, 你的主人, 你是妖兽? 而很快, 孟海峰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看向对面的是血螳螂神色大变的惊呼出声。 哄, 是血螳螂朝着孟海峰伸出右手猛然一压, 一股窒息般的恐怖威压轰然落下, 就算是孟海峰早有提防, 但也扛不住这恐怖的气息威压, 直接在虚空跪了下去, 整个身体在这恐怖的威压下不断地颤抖, 根本反抗不了嘶吼。 我可是扛过两道天道雷洁的杜洁进九重巅峰大邀, 要是连你都收拾不了, 主人可是会生气的。 不过你放心, 主人暂时还不准备杀你, 等我先好好教训你一顿后, 会带着你前去见我的主人, 到时候, 你是生是死, 都将在我主人的一念之间。 说着, 是血螳螂眨眼间便出现在了孟海峰的身前, 蕴含恐怖蛮力的一拳, 直接朝着孟海峰的脸打了过去。 他记得很清楚, 叶峰的命令只有一个, 打得连对方妈都不认识, 那主攻区域必须是脸。 心魂踪呢。 黄小飞忽然察觉到传音玉佩有了反应, 连忙释放出一丝神石, 融进了传音玉佩当中。 父亲, 你说什么呢? 我们没有见到孟老啊。 什么? 孟老都追了我们三天了? 等一下, 你说孟老刚刚向你发出求救, 现在他快被打死了。 结束传音, 黄小飞神色焦急地看向叶峰问道, 叶峰, 这两天你可见过一名灰袍老者。 嗯? 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 这件事就不用感谢我了, 毕竟咱们现在也算是合作伙伴。 不过, 还是得提醒你们一下, 以后出来必须得保证自己的行踪不能被敌人知晓。 这次要不是我, 你们早就被那老头干死了。 你们两个是不知道, 那老头对你们的追杀, 简直就是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足足追了你们快三天了。 叶峰看着黄小飞神色平淡地笑着说道, 被我发现, 再不被我发现, 我们伤会的孟老就要被你玩死了。 而且, 你怎么就认为对方是来追杀我们的? 追了三天, 你怎么都不跟我们说一声? 这误会搞大了呀。 黄小飞此时真的要疯了, 他可以感受到叶峰绝对是好意, 可这是个误会啊。 叶哥, 你赶紧让之前派出去的那个人回来吧。 那个一直追杀我们的老者, 是孟管家的父亲, 他不是敌人啊。 想到此时的孟老微在旦夕, 黄小飞神色焦急地看向叶峰, 连忙解释了起来。 嗯? 孟管家的父亲? 卧槽! 听到黄小飞的话, 特别是看到对方那焦急不已的神色, 叶峰也是被惊到了, 脑袋都感觉嗡嗡作响, 戏耍了三天的老头, 竟然是孟唐宇的老爹? 追杀? 我父亲? 一旁的孟唐宇也梦了, 甚至一时间都没明白, 两人所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砰! 就在这时, 一道闷响声从不远处传来, 一名整张脸都肿成猪头的老者, 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一袭白衣, 手持雨扇的是血螳螂, 则是从空中缓缓落下, 将帅算是耍到了极致。 父亲! 孟唐宇看到老者, 哪怕对方是猪头, 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带着急切的神色连忙跑了过去。 而此时, 一旁的洛千雪, 夏天宇, 罗凯, 五天骄等一众人, 也都流露出了一种异样的目光, 看向了夜风。 两人的谈话, 他们可是都听得清清楚楚, 在结合现在的情况, 他们已经彻底明白了一切。 人家商会大管家的父亲追了三天, 你却将对方当成了敌人戏耍了三天, 现在更是让是血螳螂将对方做成了猪头, 正常人谁能干出这种事啊? 片刻后, 当黄小飞将来龙去脉, 跟孟海峰解释了一遍后, 孟海峰都快哭了, 感情他被误会成了敌人。 而人家戏耍他三天, 却是在默默地保护自家少主和自己的儿子, 他能怎么办? 这个委屈, 也只能自己默默地抗下了, 更别说, 他现在极其庆幸对方没有命令那头恐怖大妖, 直接杀了他, 那就死得就太特么憋屈了。 孟老, 真是对不住了, 可当时我醒过来后, 看着你坐在地上, 用一种满是怒火的眼神, 盯着正在切磋战斗的黄小飞和孟唐宇, 嘴里更是不断地在骂骂咧咧着什么, 正常人谁会是那种表现啊? 叶峰此时也是走到了孟海峰身前, 一脸尴尬地解释了起来。 嗯? 听到这话, 孟海峰也回忆起了双方第一次见面, 当时自己因为黄小飞和孟唐宇不要命的战斗方式, 和败家式的浪费久闻血参丹, 所以才满是怒火的不断咒骂, 可他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样, 直接让叶峰误会了自己。 孟老, 多年未见, 别来无恙啊。 这时, 夏天宇走了过来, 笑着跟孟海峰打了个招呼。 夏老板, 看到来人, 孟海峰也是吃了一惊, 以前他跟在会长身边可是见过对方不少次, 可他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在这里。 什么夏老板, 现在我已经不管拍卖行的事了, 现在我就是新魂中的一名长老而已, 劳累了一辈子, 也是时候找个地方养老了。 夏天宇看着孟海峰笑着解释道, 什么? 听到夏天宇的话, 孟海峰却是面色一惊, 他可不相信对方所说, 那就证明眼前这个新魂宗绝对不一般, 绝对有着能吸引对方的地方。 既然是你们商会, 想要跟我们宗门合作? 那我就当个中间人帮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新魂宗宗宗主洛千雪, 同时, 他也是星级宗宗宗主洛无名的掌上明珠。 这五位是星级宗的五大核心弟子, 他们代表着什么? 你应该非常清楚吧? 白天红, 星级宗长老, 罗凯, 星级宗宗主洛无名的多年老友, 目前也是新魂宗的长老。 他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宗门的护宗妖兽, 叶峰的战宠。 夏天宇看着孟海峰, 笑着将宗门这些人的情况,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其中也不免有炫耀的意思, 毕竟大家都是老相识, 他现在成了宗门长老, 自然得让对方知晓, 宗门的强大才行。 而站在后面的冷无风都快哭了, 随着不断有人加入宗门, 他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了, 他可是第二个加入宗门的弟子啊。 孟海峰此时早就听傻了, 谁能想到, 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宗门, 竟如此可怕。 哄, 就在这时, 一股冲天而起的黄泉剑意从远处传来, 这让孟海峰脸色再次大变, 他没想到, 这小小星魂宗竟然还有如此天资的剑修。 汪汪汪。 然而, 当一条小黄头带着兴奋的神色从远处跑来后, 孟海峰傻了, 一旁的黄小飞和孟唐宇也傻了。 一条狗竟然领悟到了极致的黄泉剑意, 这特么你敢信。 而其余众人看到跑过来的小黄狗, 面部肌肉都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但眼中都流露出了极其羡慕的神色, 不为别的, 就因为这小黄狗是叶峰养的。 而且, 叶峰有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这条狗吃。 狗子! 看到跑过来的小黄狗, 叶峰也是流露出了一抹笑意, 随手就拿出一枚剑星进阶碎片, 放到了小黄狗的额头之上。 而当众人看到叶峰手中的剑星进阶碎片后, 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却都流露出了一丝眼热, 因为他们知道, 叶峰能拿出来的东西, 特别是给小黄狗的东西, 就没有普通的东西。 哄! 随着小黄狗吸收了剑星进阶碎片的力量后, 一股恐怖的黄泉, 剑意从小黄狗体内冲天而起。 随着黄泉剑意节节攀升, 一道肉眼可见的黄色剑胚, 逐渐凝聚成形。 剑星之镜! 剑胚除形! 当众人看到那逐渐凝聚成形的剑胚后, 全部失声惊呼了起来。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叶峰手里的东西, 不可能有凡物。 想到最初, 叶峰可是将剑星进阶碎片拿出来炫耀过的, 当初他跟孟管家并不知晓, 这是什么宝物, 但能跟九夜回魂草, 金蚕星药石和不知名大妖精血放在一起的东西, 他们就猜测不是凡物, 可没想到竟如此恐怖, 可以让领悟到极致的剑意, 直接突破到剑星之境。 想到这, 黄小飞也流露出了一抹释然之色, 连斗战圣体这种逆天体质都能随手扔给自己, 那将这剑星进阶碎片给一条狗用又算得了什么? 呼! 不生气, 我不生气, 那本就是他的东西, 他愿意给谁用就给谁用, 我不生气。 虽然此时洛千学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 可他仍然越想越气, 甚至都快被气哭了, 那可是, 能将极致剑意, 直接突破到剑星之境的逆天宝物啊? 大祖老骆天行, 修炼了数百年, 也才修炼到剑星之境, 而且还是在天道战场当中, 得到了数次机缘的前提下。 特么的, 这臭小子, 之前在星际宗, 就将珍贵无比的大妖尸体, 分给无数宗门弟子烤肉吃, 我本以为那就是极限了, 可真没想到他手里竟然还有这种宝物, 而败家的方式, 简直亮瞎了, 我的双眼啊。 一, 旁的罗凯此时庆幸自己做出了这辈子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那就是, 跑到这里当了长老, 叶峰都能败家到如此程度, 就算是一条狗, 都能得到那么好的东西, 只要自己表现得够好, 还怕喝不到一点汤吗? 机操物六, 这都是小师弟的基本操作, 你们这些人怎么都像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看着被震惊到的众人, 五天交的大师兄陈浩宇, 此时却满不在乎地自语了起来, 有些东西, 他得好好问问自家少主和儿子, 其中就包括夏天与之前所说的交易。 说说吧, 你们私自代表商会跟新魂宗达成了什么交易, 千万别说跟雪参丹丹方有关, 虽然那小子的确有很不雪参丹, 甚至还是久闻的雪参丹, 但我仍不相信他真的有雪参丹丹方。 离开雪魂宗后, 孟海峰直接对两人质问了起来。 哄, 一股微弱, 但却让人感觉到压力的不屈战役从黄小飞的体内爆发了出来, 身上更是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筋芒, 这让一旁的孟海峰脸色巨变。 几分钟后, 叶格连这种逆天的斗战圣体都有, 区区雪参丹丹丹方又算得了什么? 黄小飞没有废话, 直接用逆天的斗战圣体向孟海峰证明, 他们自认为珍贵至极的雪参丹丹方在叶峰眼中如同废纸, 对方根本不屑于欺骗他们, 既然对方说雪参丹丹方是真的, 那就绝对是真的。 父亲, 你绝对想不到, 这斗战圣体远没有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么简单, 仅仅是刚融合了百分之一, 少主的悟性就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哪怕是天极上品功法, 那也是看一眼就能进入顿悟之境。 孟唐宇此时也是跟着补充道, 天极上品功法, 在哪? 听到这话, 孟海峰也是连忙追问了起来, 要知道, 就算是他们陈海商会目前最顶级的功法, 也不过是一本天极下品功法。 当策职解决大号了, 黄小飞看着一脸急切的孟海峰, 一脸得意地说道, 他感觉那绝对是自己这辈子做的最奢侈的一件事了。 什么? 听到这话, 孟海峰气得抬起右手就想直接打过去, 但猛地想到对方可是自家少主, 最终决定这一巴掌还是留给会长吧。 走吧, 如果雪参丹丹方是真的, 我会跟会长再次前来拜访新魂宗, 一成利润是不可能的, 对方给咱们商会面子, 但咱们可不能装着明白揣糊涂, 起码也要给对方两成或三成的利润才行。 新魂宗, 宗门大殿内。 师尊, 有什么事吗? 看到骆迁雪丹独江自己叫了过来, 特别是看到对方那不善的目光, 叶峰表示有一点慌, 但想了想, 自己这段时间好像也没远什么事啊。 我的清传大弟子, 我还真是小看了你啊。 你才离开宗门几天, 可你现在已经有了多少身份? 本宗第六位核心弟子, 本宗荣誉长老, 自创门户, 而且还将万花谷谷主收为了弟子。 清传大弟子, 长老, 士族! 你说, 你想让我喊你什么? 骆迁雪盯着叶峰强忍怒火地质问道。 嘿嘿, 叶峰听后也是尴尬一笑, 他没想到, 骆迁雪竟然这么快就将这些事情全部知晓了。 师尊, 弟子在这里向你保证, 我生是你的清传大弟子, 死也是你的清传大弟子, 我永远都是师尊的清传大弟子。 叶峰此时拍着胸脯, 神色真挚地大声喊道, 不过心中却在想着, 有机会得跟师尊培养培养感情了。 他可没说, 以后不能多一个道理的身份。 别看骆迁雪整天冷冰冰的, 但叶峰可知道自己这师尊, 就是刀子嘴斗俯心。 他相信, 只要自己默默地在背后帮助师尊壮大宗门, 总有一天, 肯定会将对方感动的。 谁叫他是败家神豪呢? 别的不多, 就零食多。 想到上一世看过的一部电影, 夏烛不喜欢钱, 但王多宇感动夏烛的每个瞬间, 虽然不知道叶峰此时在想什么, 但听到这话, 却还是让骆迁雪心中有一丝暖意, 不管收徒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但叶峰毕竟是他两世唯一的清传大弟子。 师尊, 我那个败家门就是说着玩的, 这件事应该是小师姑跟你说的吧? 那他没告诉你, 那个万花谷谷主, 其实是因为跟我打赌输了, 才把我为师的吗? 而且本宗的荣誉长老我, 并不想当的, 实在是架不住五大祖老妃要给我这么个身份。 看着骆迁雪没有说话, 叶峰也是再次解释了起来。 听到叶峰的解释, 骆迁雪也没想到, 这些事情当中, 还有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真如叶峰所说, 那这些的确怪不得叶峰, 长老身份是五大祖老印给的, 收万花谷谷主为徒是因为赌约, 这让他怎么继续生气? 好了, 这些事就算了。 大祖老之前联系过我一次, 让我提醒你一件事, 不管你手中还有多少极品灵精, 绝对不能再浪费一枚, 哪怕是尚品灵精都无所谓, 但极品灵精必须全部留好。 说到这, 骆迁雪故作神秘地继续说道, 你可知道, 在天道战场当中, 还有一个神秘的地方。 师尊, 莫非你说的是天道城? 我之前就去过了, 可惜我那个天道令, 只能让我在那里停留半天, 结果, 我却将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闲逛了, 等我充值了一波后, 就被直接传送出来了。 极品灵精? 天道战场当中的神秘地方? 听到这两个重要的信息点, 叶峰感觉骆迁雪想要说的就是天道城, 索性将自己去过天道城的情况说了出来。 而骆迁雪还想着掉一下叶峰的好奇心, 谁曾想, 对方不仅直接说出了天道城, 更是都去过了。 心态崩了? 骆迁雪此时的心态彻底崩了, 要知道天道城的消息, 还是他从大祖老那里得知的。 谁曾想自己这败, 家徒弟竟然都去过了, 他这师尊当的憋屈啊。 师尊, 那个天道城可好玩了, 我跟你说说。 接下来, 骆迁雪就像那好奇宝宝一样, 安静地听着叶峰讲述着科技化的天道城, 听得如痴如醉, 恨不得马上就想去天道城, 亲眼看看那些神奇的科技产物。 师尊放心, 等弟子过一段时间再去一趟天道战场, 一定会替师尊找到几个天道令的。 到时候, 弟子带师尊去天道城, 好好享受享受, 什么度捷径大楼, 都得过来战城一排给师尊端茶道水。 叶峰财大气粗地笑着说道。 听到这话, 骆迁雪再次看向叶峰的目光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可以感觉到这些话都是叶峰发自真心的, 在这一刻, 他感觉有这么一个什么都为他着想的败家徒弟, 反而是他的一种幸运。 变了, 师尊看我的眼神变了。 发现骆迁雪看向自己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叶峰心中大喜, 这不轻轻松松就将师徒的感情增进了一步。 猛地清醒过来的骆迁雪此时, 看着叶峰正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 想到自己刚刚的情绪, 脸色瞬间微红了起来, 直接挥手说道, 好了, 你先下去吧, 有关天道城的情况, 我会立即上报给大祖老的。 看着羞涩起来的骆迁雪, 叶峰知道不能操之过急, 点了点头就直接离开了宗门大殿。 叶峰,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宗门新加入的长老罗凯, 而且, 我是一名体修, 以后有什么苦力活, 尽管找我, 白老和下老年纪都大了, 没事就不要劳烦他们了, 万一把他们累坏就不好了。 罗凯早就在宗门大殿外等着了, 看到叶峰出来后, 连忙上前笑着介绍起了自己。 罗凯, 老夫就知道, 你此次前来没别什么好评。 就在这时, 白天红气急败坏的声音就从远处传来。 看着满寒怒火走来的白天红和夏天雨, 罗凯也是流露出了一抹尴尬之色, 谁能想到, 这辈子第一次在别人背后说坏话, 就被抓了个正正。 三位长老, 今天是没什么体力活了, 明天也得看情况。 这样, 要是有体力活我肯定会劳烦三位的。 如何? 看着剑拔弩张的三人, 叶峰也是连忙当起了合适楼, 毕竟三人到底是什么心思, 他也非常清楚, 无非就是想从自己手里得到点好东西而已。 哼, 听到叶峰这话, 白天红和夏天雨看着罗凯冷哼一声后, 这才转身朝远处走去。 而罗凯也是有些尴尬的, 朝叶峰笑了笑, 随后也朝远处走去。 干不尴尬不重要, 反正叶峰许诺了自己一个机会, 小师爹! 当叶峰回到住处, 五天交和冷无风也都带着兴奋的神色朝他冲了过来。 唉! 看着朝自己跑来的六人, 叶峰也是无奈叹了口气, 优秀的人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的存在。 小师爹, 没想到你出去几天, 实力竟然从气动镜九重巅峰突破到了助击镜九重巅峰, 看来在天道战场肯定得到了大纪元吧。 陈浩宇察觉到叶峰此时的境界, 也是大感意外地说道。 一旁的冷无风听到这话, 却是撇了撇嘴。 五天交没见识过叶峰犹如火箭般突突突的突破方式, 他可是亲眼见识过。 别说现在突破到了助击镜九重巅峰, 就算突破道度竭镜九重巅峰, 他都感觉不到意外。 而且, 他敢保证, 叶峰的实力突破绝对跟机缘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大师兄, 你突破的时候用了几分钟? 是不是从气动镜九重巅峰一路, 直接突破到了助击镜九重巅峰? 随着众人的到来, 冷无风感觉自己的存在感越来越低了, 终于熬到自己最亲爱的大师兄回来, 那必须得在大师兄身边找到存在感才行。 而五天交听到冷无风的话后, 全部都愣住了, 愣神过后便捂着肚子笑了起来, 看向冷无风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个大傻子。 无风师弟, 我可没有恶意, 不过你是不是练单练傻了? 就算叶峰小师弟非比寻常, 但也不可能直接从气动镜九重巅峰 一路突破到助击镜九重巅峰, 直接横跨了两个大境界, 那根本不可能的。 别说大境界了, 就算能直接突破两个小境界, 那都算是极其幸运的事了。 而且过后还得需要稳固境界, 更别说助击镜可是要打造灵连的, 如果是开辟灵海, 是修士的第一道关卡, 但打造灵连便是第二道关卡。 陈昊于此时也是对冷无风讲解了起来, 毕竟冷无风的实力只是熔灵镜九重巅峰, 还没有打造灵连冲击助击。 还是无风师弟, 你懂我啊? 你是不知道, 我当时一路从气洞镜九重巅峰突破到助击镜九重巅峰有多爽。 就是可惜了, 如此镇朔古今的突破场面, 没有人能够见证。 说到这, 叶峰也是想到了当时山洞中的那两具尸体, 最终也没说过那一幕被两具尸体见证了, 他感觉那简直是太丢人了。 而听到叶峰这话, 五天娇傻了。 冷无风的话, 他们可以不信, 但这话可是叶峰说的, 虽然大家接触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他们却知道一点, 那就是, 不管叶峰说什么, 绝对都是真的, 因为对方根本就没必要对他们说谎。 可如果是真的, 他们根本无法想象, 那境界突突突的恐怖一幕, 该有多么的震撼。 无风实力, 按理说, 你当时吃了那么多的酒温清悬丹, 体质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怎么还没有尝试冲击助击? 叶峰看向冷无风好奇地问道, 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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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听到叶峰的话, 五天娇却是直接冲到冷无风身边, 将他围了起来, 随后上下起手地释放出灵力, 查看起了冷无风的体质。 纯粹至极, 这就是五天交查看过后的唯一想法。 无风实力, 你, 你吃了多少酒温清悬丹? 清悬丹是极品的? 带着震惊之色, 陈浩宇看向冷无风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三瓶酒温清悬丹? 我也忘了吃了多少, 反正最后是吃到撑吃到土才结束。 也幸好我的实力是熔灵进九重巅峰, 刚好这三瓶, 清悬丹对我有效, 可以说这个机缘就是大师兄给我的。 冷无风一脸得意地看着五天交解释道。 天交又如何? 别的不说, 单凭自己的身体被无数颗九文青悬丹洗礼, 未来的成就就不一定比他们低。 羡慕了, 吃到撑吃到土, 如此败家行径的确符合小师弟的做事风格呀。 而且, 如果他们的身体能够洗礼到如此程度, 再加上他们的天资, 悟性, 灵根等等, 根本不敢想象自己的上限将会达到何种恐怖地步。 这一刻, 五天交再也没有人敢小看冷无风, 单凭这无杂质体质, 未来的成就就不一定比他们低。 大师兄, 本来我是想要冲击助激进的, 不过师尊让我等你回来再说, 毕竟助激造莲对于修饰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看到被震惊到的五天交, 冷无风这才看向叶峰解释了起来。 原来如此, 不过, 目前我手里倒是没有能帮助你的好东西, 你先暂且等等。 听完, 叶峰也明白了落千雪的意思, 不过目前他手里的东西, 的确没有能帮助到冷无风的, 只能先等等了。 羡慕了, 五天交听完两人的对话后, 羡慕的已经双眼发紫了。 冷无风的无杂质体质已经很恐怖了, 助激的时候如果再有叶峰帮忙, 那绝对会直接起飞的。 可以说, 有了叶峰这句承诺, 冷无风未来的成就绝对远超他们。 想到这, 五天交瞬间就难受了, 怎么他们助激的时候就没提前遇到叶峰呢? 那样的话, 他们的命运也将就此发生巨大的改变。 等等, 猛然间, 五天交想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 他们目前都是子辅境九重, 只有陈浩宇达到了子辅境九重巅峰, 接下来便是恋恋化神冲击原神境。 原神境也是修炼当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想到这, 特别是陈浩宇更是庆幸自己一直压制着修为, 没有贸然冲击原神境, 否则岂不是又错过了一场莫大机缘? 此时五天交再次看向叶峰, 感觉叶峰简直就是行走着的机缘宝库。 叮! 发布随机任务, 请宿主带领宗门师兄弟参加天阳宗举办的秘境宗门大比。 任务只有一个要求, 宿主必须获得大比第二名, 带领的宗门师兄弟不能获得第一名, 任务成功, 奖励大量败加点, 任务失败, 扣除大量败加点, 可拒绝。 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忽然从叶峰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逆境宗门大比, 还必须获得第二名。 听到系统发布的随机任务, 这其中怕是有些难度, 而不能让师兄弟获得第一名, 可能就是防止他卡爆克。 大师兄, 有一个天阳宗举办的秘境宗门大比, 你知道吗? 沉思片刻, 叶峰看向陈浩宇, 直接询问了起来, 如果他不知道, 那他就得去询问一下师尊落千雪了。 咦? 然而, 听到叶峰的问话, 陈浩宇却是流露出了一抹惊疑之色问道, 小师弟,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前几天, 的确有个自称是天阳宗的人送来邀请函, 目的就是邀请咱们新魂宗参加这个什么秘境宗门大比。 不过最后对方如何跟宗主商议的, 我就不清楚了, 反正宗主直接给拒绝了。 很快, 陈浩宇就将自己知道的情况都说了出来。 这样吗? 那我去问问师尊。 说着, 叶峰便再次朝宗门大殿方向赶去。 有事? 看到去而复返的叶峰, 洛千雪也是冷冰冰的, 直接出声问道。 师尊, 我听大师兄说前几天有个自称是天阳宗的人给咱们宗门送出了邀请函, 是有这么回事吗? 叶峰看着洛千雪开门见山的直接问道。 没错, 这天阳宗是附近唯一的一个一流宗门, 这次也是向周围数十个宗门发出了邀请函, 目的就是他们举办的秘境宗门大比。 不过, 凡是同意邀请的宗门, 必须拿出一定的修炼资源投放到天阳宗掌控的一个小型秘境当中, 而每个宗门也都有着人数限制, 到时候谁能在秘境当中获得多少修炼资源就看各自的本事了。 看似公平, 但那个小型秘境毕竟是天阳宗掌控的, 里面的环境、地形等等, 怕是都早已被他们自己宗门内的弟子熟记于心, 其余同意参加的宗门其实还是吃亏的, 到最后还是他们天阳宗会赚到。 洛千雪就好像看透了一切, 将有关这个秘境宗门大比的情况说了出来。 师尊, 弟子很想参加这个秘境宗门大比。 听后, 叶峰却是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不行, 咱们宗门贫困潦倒, 根本拿不出那些修炼资, 说到一半, 洛千雪却忽然发现叶峰竟逐渐兴奋了起来, 那盯着他的目光炽热无比, 就好像迫切地等待他接下来的话一般。 抓狂? 洛千雪的内心此事已经彻底抓狂了, 他竟然忘了自己这个清传大弟子, 可是个丧心病狂的败家子。 恐怕, 自己刚说完拿不出那些修炼资源, 对方就会拍着胸脯的说一句, 弟子友啊。 师尊, 你是不是拿不出那些修炼资源? 弟子友啊。 看着说到关键地方忽然停下的洛千雪, 叶峰也是急了, 顺着就将洛千雪接下来的话说了出来。 师尊, 这顿雾丹的药效你是知道的, 我手里现在也不多, 就拿出来五十克吧。 九叶回魂槽我现在倒是有一些, 就拿出来五十珠吧。 还有这个金蚕星药石就拿出来三块吧。 这个紫雷狂狮大妖精雪我手里有不少, 就拿出来一百滴吧。 看着叶峰拿出来的一众让他都眼红的宝贝, 洛千雪气的浑身都颤抖了起来, 自己这败家徒弟竟然准备将如此多的宝贝 当修炼资源拿去投放到秘境当中, 有这么败家的吗? 毫不夸张地说, 就算所有同意参加此次宗门大笔的宗门 拿出来的所有修炼资源, 恐怕都抵不上一滴紫雷狂狮大妖精雪。 师尊, 这些够不够? 叶峰此时看向洛千雪询问了起来, 这么一个败家机会他怎么能放过? 想到数十个宗门的弟子因为自己拿出来的这些好东西 彻底疯狂的场面, 叶峰也是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身为败家神豪, 自然是让越多, 得人见识到他的败家行径才算是实至名归。 哦! 洛千雪深深地吸了口气, 这才努力压下自己颤抖着的 想要一巴掌拍死叶峰的仙仙玉手, 直接开口道, 你将这些东西都上交宗门吧, 此次宗门大笔需要的修炼资源为诗会准备好的。 好, 你不是喜欢败家吗? 那我就全部将你的好东西都给充公, 我看你怎么败家。 想到这, 面色冰冷的洛千雪忽然笑了起来, 这笑容犹如冰川融化, 万目复苏, 迷人至极。 刷! 听到这话, 叶峰却是一挥手, 直接将地面上所有的东西都给收进了系统空间, 更是流露出了一抹警惕之色, 看向了洛千雪。 什么情况? 我让你上交宗门, 洛千雪脸上那得意的笑容也是瞬间僵硬了起来。 师尊, 弟子不能上交给宗门。 叶峰此时流露着坚定的神色, 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为什么? 洛千雪猛啊, 你这么败家, 甚至都给宗门弄来了一个长久的收入来源, 现在这点东西都不愿意上交宗门, 这不科学啊。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上交给宗门, 师尊绝对会将这些东西当宝贝一样供起来。 弟子是绝对不能允许这些破烂玩意占用宗门宝库的位置的, 必须得拜光才行。 别的不说, 就九夜回魂草。 师尊你要说拿去泡脚, 弟子绝对亲手奉上。 叶峰此时一脸认真地解释道, 你, 你, 听到叶峰这话, 洛千雪指着叶峰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如果叶峰真的全部上交, 他还真的会将这些宝贝全部都供起来, 谁曾想叶峰早已猜到了这一点。 好, 洛千雪一咬牙, 看向叶峰直接说道, 这些东西, 你不能拿过去, 既然你想参加那个宗门大笔, 其中需要的修炼资源我负责, 但你刚刚拿出来的那些东西, 必须都上交宗门, 想怎么拜光你说, 我按你说的做。 终于, 洛千雪做出了一个将改变他一生的决定, 与其让那些外人得到, 还不如在宗门败家, 让宗门的这些人享受到这波福利。 听到这话, 叶峰也是有些吃惊, 这可不像是他认识的那个师尊啊。 但很快, 叶峰就笑了起来, 只要洛千雪这次败家了, 那第二次还会远吗? 败家绝对是一件可以让人上瘾的行为方式。 很快, 叶峰便将之前收起来的东西, 又给全部拿了出来。 50颗顿物丹怎么用? 洛千雪指着顿物丹直接问道, 白老, 夏老, 罗长老, 五天骄, 冷无风, 是血螳螂和师尊, 你们各自分两颗, 剩下的28颗都给狗子, 这玩意本来就是我留着拿回来准备给他吃的。 听到叶峰的败家方式, 哪怕洛千雪早有了心理准备, 但仍然被气到了, 他们每人才两颗, 一条狗吃28颗。 而且, 什么叫本来就给狗子准备的, 合着他们是在跟狗抢单要吃。 呼! 尝出了口气, 洛千雪努力压下心中的怒火, 指着50株酒叶回魂草问道, 这些酒叶回魂草呢? 泡脚吧, 不管是诸位师兄弟, 还是长老们, 每天也挺累的, 晚上睡觉前拿酒叶回魂草泡泡脚, 剩下的28株我拿来给狗子洗个澡。 砰! 听到最后那句话, 洛千雪终于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脚下的地砖瞬间碎裂, 暴躁的灵力环绕周身, 可见他已经达到了爆发的边缘。 师尊, 要不还是将这些都投放到秘境里面去吧? 看着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洛千雪, 叶峰也是连忙提出了建议, 心中暗道, 看来还是高估了师尊的心理承受能力啊。 不用! 我感觉你的分配方式很好。 听到叶峰的提议, 洛千雪周身暴躁的灵气瞬间消散, 带着笑意看着叶峰继续问道, 这三块金蚕星钥匙呢? 这金蚕星钥匙不过就是用来锻造武器的灵矿而已。 我想用来锻造一些刀具, 平时用于咱们宗门后厨使用, 再锻造一些锄头什么的。 一个宗门怎么也得有一个灵草原不是? 看到洛千雪恢复了一些, 叶峰也是继续说着自己的想法。 切菜的刀具? 挖土的锄头? 人? 我人。 洛千雪强忍心中的怒火, 但想到足以对抗雷杰的金蚕星钥匙竟然要锻造成这些平常用的工具, 血压也是不断地升高。 他本以为自己应该能承受住叶峰的败家行径, 但现在看来, 他感觉太高估了自己, 也低估了叶峰丧心病狂的败家心理。 那最后这一百滴大妖精血呢? 最后一关了, 洛千雪不断地给自己打气, 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顶得住。 这一百滴大妖精血, 咱们可以。 正想着说将这些大妖精血用来浇花的时候, 叶峰却发现洛千雪正用一只可怕的眼神死死地盯着, 让他瞬间将接下来想说的话给憋了回去。 师尊第一次尝试败家, 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太差了, 慢慢来吧。 想到这, 叶峰看着死死盯着自己的洛千雪笑道, 这一百滴大妖精血, 咱们可以当成宗门奖励, 比如宗门弟子的境界得到巨大突破呀, 宗门长老为宗门做出巨大贡献啊等等, 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大妖精血, 师尊你看如何? 嗯? 听到叶峰对于大妖精血的使用方式, 洛千雪终于松了口气, 再次看向对方的眼神也和善了许多。 好, 就按照你所说的办。 洛千雪没有跟叶峰争论顿武丹, 酒夜回魂草和金蚕新药师的败家方式, 最后的大妖精血能得到合理的使用, 他感觉叶峰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他也不傻, 刚刚明显感觉到最后叶峰改变了大妖精血的败家方式。 白老, 通知所有人立即前来宗门大殿。 洛千雪此时对距离宗门大殿没多远的白老神是传音, 随后这才看向了叶峰继续问道, 之前的黄小飞和孟唐宇两人, 你们好像在一起好几天吧, 说说吧, 你又怎么败家了? 知晓叶峰每天都会败家一些好东西, 洛千雪此时也按耐不住自己那狂热的八卦之心, 也没怎么败家呀。 那个酒温血餐单, 我让他们两个吃到称吃, 倒吐, 恐怕短时间内, 他们是绝对不会再吃了。 听到这, 洛千雪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既然有了丹方, 就算很难炼制出酒温的, 无非就是药效差一点, 但毕竟都是写餐单, 吃到称吃到吐不算什么。 我有一本天极上品功法, 让黄小飞上大号当厕纸用了。 听到这, 洛千雪的嘴角终于忍不住抽搐了起来, 看向叶峰的眼神再次重燃怒火, 天极上品功法。 那可是天极上品功法呀, 就算是传承了数万年的星级宗, 洛千雪很快就平复了自己的心态, 毕竟天极上品功法也就是在玄天大陆属于好东西, 如果拿到上届也跟垃圾差不多。 对了, 我有个斗战圣体, 那个黄小飞之前就是个贪生怕死的顽固子弟, 我寻思败价就给他了。 虽然给他的时候很败价, 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小子开窍了, 也不算埋没了那斗战圣体。 什么? 听到斗战圣体四字, 洛千雪的脸色终于变了, 更是盯着一脸淡然的夜风, 狮声惊呼。 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是我知道的那个斗战圣体。 想到上届那个让无数大势力都感觉头疼的战斗疯子, 特别是他曾经可是亲眼见过那个战斗疯子, 前来挑战过他的师尊。 而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 便是对方那不屈的战役。 哪怕双腿和右臂全部断裂, 仅剩下的左手仍然手持低血的战刀, 支撑着自己绝不倒下, 眼中燃烧着无尽的战役, 就像一个绝对不会倒下的战神一般。 随着周身闪耀出耀眼的金芒, 断裂的双腿和右臂竟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全部恢复, 爆发出了更加恐怖的力量。 就算他的师尊比对方高出一个大境界, 随着战斗的持续, 最后净落了下风, 最终更是惨败对方之手。 不屈的战役, 越战越勇, 越接战斗, 仅仅是见证了那一场战斗, 哪怕众活一世, 那个战斗疯子的阴影仍然在影响着洛千雪。 什么不可能? 听到洛千雪说的话, 叶峰也发现了洛千雪的异样。 没什么? 对了, 你说的这个斗战圣体, 强大在什么地方? 洛千雪平复了一下情绪后, 这才看向叶峰继续问道, 也没什么强大的地方。 就是不需要修炼什么功法和武技, 只要不断地战斗, 就能不断变强。 在战斗当中, 还可以领悟最合适自己的武技。 对了, 这个体质越战越勇, 战斗时间越长, 受到的伤势越严重, 就可以爆发出远超于自身的强大力量。 想了一下, 叶峰便简单地将斗战圣体的情况说了一下。 傻了? 听完叶峰的话, 洛千雪直接傻在了原地。 一模一样。 叶峰所说的情况, 跟他在上界看到的那个战斗疯子的情况, 一模一样。 两个战斗疯子。 只要黄小飞没有半路折腰, 以后绝对可以飞升上剑, 那到时候, 上界可就有两个战斗疯子了。 甚至那个战斗疯子, 如果知道黄小飞的存在, 更是有可能收对方为徒。 叶峰, 斗战圣体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根本不知道斗战圣体到底有多么的强大, 虽然是你给出去的, 但如果可以的话, 尽可能地跟那个黄小飞拉好关系吧。 他未来的成就, 就算是到了上界, 都是极其恐怖的。 洛千雪, 此时已经没有心情去训斥叶峰, 将如此体质都败加出去了。 只想着, 叶峰能跟对方拉拢好关系, 也算是抱上了一个未来大佬的大粗腿。 拉拢什么关系? 我巴不得离那小子远点哪。 什么努力修炼, 还要将商会打造成第一商会, 到时候成为我手中的一柄利刃, 只要我一声令下, 他就会带着商会的所有力量第一时间来到我的身边。 师尊, 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 叶峰此时却一脸犯难地吐槽了起来。 法尔赛? 太尼玛法尔赛了。 想到刚刚自己竟然还要让叶峰去跟人家拉好关系, 谁曾想自己这败加弟子, 却早就将对方收为小弟了。 你刚想到第一层, 人家都站到大气层了。 骆千雪此刻忽然感觉心好嘞, 这师尊他当得苦啊。 宗主, 人都到齐了。 这时, 白天红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很快一众人就全部走进了宗门大殿当中。 宗主, 忽然将我们全部召集, 是出了什么事吗? 白天红看向神色有些不太对劲的骆千雪, 询问了起来。 师尊, 我忽然想上大号了,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 叶峰看到骆千雪的目光, 忽然看向了自己, 随便找了个借口, 就迅速跑出了宗门大殿。 这要是不脱身, 败家那些东西的活又是自己的事了, 他必须得让骆千雪, 亲自感受到败家的魅力才行。 看着直接跑出去的叶峰, 骆千雪也是一点脾气都没有, 骂也没有用, 打又舍不得打, 毕竟是自己的青传大弟子。 而且什么事都还想着他, 他能怎么办? 今天召集诸位过来,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败家。 嗯? 听到骆千雪这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 唯独趴在地上睡觉的小黄狗, 忽然睁开双眼站了起来, 眼中更是流露出了极其人性化的激动之色。 真不愧是那个败家自养的狗, 妥妥的败家狗啊。 看到小黄狗的异样, 骆千雪也是无奈苦笑了起来, 他们一群人在败家这方面, 竟然还比不上一条狗。 想到这, 骆千雪也是来了古镜, 一条狗都能这么败家, 他们凭什么不败家, 反正都是夜风买单。 这一刻, 骆千雪的心态再次发生了变化, 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看到那五十颗顿物丹了吗? 这丹药的效果不用我多说了吧? 每人自己过去拿两颗。 说完, 骆千雪第一个走过去, 拿走了两颗顿物丹。 其余人看到后, 对视一眼也都走上前, 拿走了属于自己的两颗顿物丹。 宗主, 这是在给我们发宗门福利吗? 这剩下的二十八颗怎么分配? 白天红看着还剩下的二十八颗顿物丹, 也是询问了起来, 想着是不是还能再拿两颗, 他可是知道顿物丹是个好东西。 什么怎么分配? 剩下的这些顿物丹都是小黄狗的。 骆千雪看向白天红笑着解释道, 汪汪汪。 小黄狗犹如能听懂人话一般, 听到骆千雪这话, 激动地叫唤了几声后, 就直接跑到丹药前大吃特吃了起来。 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小黄狗就将二十八颗顿物丹全部吃了下去, 随后直接闭上双眼, 趴在地上沉浸在了顿物之境当中, 一柄黄色剑胚逐渐从小黄狗的头顶上空浮现, 同时黄泉剑星的意境也随之轰然爆发, 瞬间席卷整个宗门大殿。 妈了! 此时众人看着正在顿物修炼黄泉剑星的小黄狗, 全部都妈了。 一条狗竟然在顿物黄泉剑星, 这你敢信? 别看了! 九叶回魂草, 每人两株, 剩余的也都是小黄狗的。 不过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领取的这两株九叶回魂草, 只能用来泡酒, 今天晚上泡一株, 明天晚上泡一株, 谁要是胆胆违背, 以后就不要想着从宗门获得任何宝贝了。 说完, 洛千雪再次带头拿走了两株九叶回魂草, 这一百滴大妖精雪将是宗门奖励物品, 凡是对宗门做出贡献就可以获取这大妖精雪, 这两天我会制定一系列的奖励方式。 说着, 洛千雪就直接将一百滴子雷狂狮大妖精写收了起来。 至于这三块金蚕心药石, 三块金蚕心药石找人去打造刀具, 锄头什么的。 当洛千雪带着金蚕心药石离开宗门大殿后, 众人也都兴奋了起来。 顿无丹虽然只有两颗, 但对于他们而言也极其珍贵了。 酒夜回魂草泡脚, 他们完全可以接受, 如此奢侈的吸胶水, 恐怕错过了这个机会, 这辈子都不可能遇到了。 众人的反应却是远远超乎了洛千雪的预料, 恐怕整个宗门也就只有洛千雪一个人 很难接受叶峰的败价行径了。 而众人当中最为兴奋的便是罗凯了, 他此次前来的目标正是大妖精雪, 现在终于看到了可以得到的希望, 他如何不兴奋? 希望他知晓, 我的想法不会疯掉吧? 洛千雪带着三块金蚕心药石离开了宗门, 准备找他的闺蜜帮忙炼制, 哪怕他的闺蜜只是七品炼器师, 但打造一些普通的刀具, 锄头什么的自然是没什么大问题。 小半天后, 洛千雪来到了紫凤城, 回想到上一次带着冷无风前来购买炼制丹药的一些灵草, 最后在拍卖行却成了叶峰口中的大冤种, 心情也是瞬间烦躁了起来, 要不是他的闺蜜在这里, 他绝对不会再来这里。 咦? 什么风给我们洛宗主吹过来了? 看到走进铁匠铺的洛千雪, 一名身穿黑色锻造服的女子也是放下手中沉重的铁锤, 看向洛千雪笑着调侃了起来。 潇潇, 这次来是想让你帮我打造点宗门需要的东西。 洛千雪无视对方的调侃,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这冷冰冰的性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改。 我敢说, 在这世上除了我和你父亲, 根本没有人可以忍受你这性格的。 楚潇潇对于自己这个性格冷漠的闺蜜也是深感无奈, 但谁让他性格火爆就想融化这座冰山呢? 不, 还有我的青传大弟子也可以忍受。 听到这话, 洛千雪的脑海中却忽然浮现出了叶峰的身影, 想到之前对方给自己的承诺, 想到对方为宗门所做的一切, 让他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一抹笑意。 青传大弟子, 还有, 说到青传大弟子, 他竟然笑了, 看到此时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洛千雪, 楚潇潇都惊呆了, 他认识洛千雪近十年了, 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再清楚不过了, 现在谁要是跟他说洛千雪跟那个青传大弟子, 没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打死他都不信。 千雪, 你上次带来购买灵草的那个冷无风, 不就是宗门普通弟子吗? 什么时候忽然多了一个青传大弟子, 这么大的事, 你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 楚潇潇故作生气地看着洛千雪, 出声质问了起来, 你也没问我呀。 好了, 不要总谈论我那个青传大弟子了, 他就是一个纯纯的败家子, 现在有没有时间, 胆紧帮我打造一些宗门后厨需要的刀具, 和打理林草原的锄头之类的工具。 洛千雪也不知道为什么, 胆觉到楚潇潇对夜风极其地上心后, 他就不想再跟对方多说半句。 看着有些不对劲的洛千雪, 楚潇潇摇了摇头说道, 我爷爷来了, 准备打造一柄非凡的武器, 所以需要我帮忙, 三天内恐怕我都没有时间。 有时间? 不就是打造一些普通的刀具, 锄托之类的铁器吗? 这时, 铁箱铺内门当中走出一名身材魁梧的白发老头, 看向洛千雪的眼神也满是慈祥之色。 楚爷爷好。 看到楚红山后, 洛千雪也是神态恭敬地喊了一声。 好, 好。 千雪啊, 那五个老不死的这几年, 身体可还硬吗? 楚红山看着洛千雪大笑地出声问道。 听到这话, 洛千雪则是苦笑了起来说道, 楚爷爷, 五大祖老的身体都挺好的。 小小, 你先帮千雪打造一些刀具, 锄托之类的铁器吧。 反正咱们铺子里别的不多, 就普通的铁矿多。 而且打造那些也花费不了多长时间。 听到楚红山的话, 洛千雪却是连忙说道, 楚爷爷, 虽然是一些普通的铁器, 但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我手里有一点灵矿, 想要掺杂在里面。 这有什么的? 直接拿出来吧, 我这就让潇潇帮你打造。 楚红山对于洛千雪也满是慈爱, 毕竟自己的孙女跟对方玩了近十年, 她也算是看着洛千雪长大的, 跟自己的亲孙女也没什么区别。 三抹金光忽然从洛千雪的手中一闪而过。 当楚红山和楚潇潇都瞪大了双眼, 死死盯着自己手中的三块金蚕心药时候, 洛千雪也是深感无奈。 她也不想败家, 但东西是自己徒弟的, 徒弟非要败家, 她这个师尊能有什么办法? 洛千雪, 你的意思是想将这三块金蚕心药石掺杂在铁器里面, 用熔炼了金蚕心药石的刀具在宗门后厨里面杀鸡宰压, 用熔炼了金蚕心药石的锄头开垦灵草原。 反应过来的楚潇潇仍然用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 看着洛千雪出声讯, 问了起来。 没错, 看着瞳孔再次瞪着滚圆的闺蜜, 洛千雪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奇怪, 明明我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难道这就是败家带来的快乐? 洛千雪此时满是疑惑地想到, 爷爷, 爷爷你要干什么呀? 就在洛千雪疑惑之时, 楚潇潇焦急的声音这才将她拉了回来, 看着被楚潇潇死拉住的楚红衫 以及对方手里拿着的菜刀, 洛千雪直接看猛了。 这什么情况? 这是要砍我? 想到这, 特别是看到楚红衫那满是怒火的眼神, 洛千雪都被吓得后退了两步, 从小到大,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楚红衫如此可怕的一面。 别拦着我, 你看我不去心急踪砍死那五个老王八蛋, 这就是他们细心叫导出来的宗门圣女, 那可是金蚕星药石啊, 就算是在天道战场都很难得到的灵矿啊, 就这三块金蚕星药石就足以让众多杜劫修士大打出手, 血流成河, 可他竟然要将如此珍贵的金蚕星药石掺杂在刀具和锄头里面, 老夫活了这么久, 还没见过如此败家的。 听到楚红衫这话, 洛千雪这才明白了过来, 流露出一抹苦笑解释道, 楚爷爷, 这事你就算去质问五大祖老也没用, 因为这三块金蚕星药石是心急中荣誉长老给我的, 而这么做也是对方吩咐的。 哄, 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至极的妖气威压轰然降临, 紧接着, 满是怒火的叶峰就冲进了铁匠铺大喊道, 谁敢伤我师尊? 师尊莫怕, 弟子来救你了。 看到洛千雪没有受伤, 叶峰也是松了口气。 而看到对面手持菜刀的老头, 叶峰直接一步跨出挡在了洛千雪的身前说道, 师尊, 你能不能让弟子省点心? 还好我在宗门无聊, 让小血带我来这紫凤城逛逛, 要不然, 你要出了什么事, 我可怎么办? 傻了。 此时铁匠铺内的洛千雪, 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叶峰, 洛千雪的心中流过一股暖流, 能收到如此弟子, 是他洛千雪的福气。 叶峰, 其实事情不是你, 但现在的情况还是要解释清楚的, 可还没等洛千雪说完, 叶峰就直接打断对一旁的是血堂王说道, 将师尊送出铁匠铺, 我不想让师尊见血。 哄, 洛千雪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股无法抵抗的力量直接推出了铁匠铺, 想要尝试进入铁匠铺, 却发现被一股庞大的妖力阻挡, 这让他心急如焚, 不是他担心楚潇潇和楚红山, 而是担心自己这宝贝徒弟, 虽然是血堂王扛过了两道天道雷杰, 但楚红山可是扛过了五道天道雷杰的杜杰进九重巅峰的大佬啊。 还见血, 谁见血都不一定啊, 铁匠铺呢? 叶峰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神态嚣张地看着对面的楚红山冷笑道, 你个老不死的竟然敢抢我师尊的东西, 甚至还想伤害我师尊, 谁特么给你的勇气? 你骂谁是老不死? 听到这话, 楚潇潇的火爆脾气瞬间上头, 指着叶峰就想大骂一场, 不过却被一旁的楚红山给拦了下来。 不错, 真是不错, 楚红山倒是没有丝毫怒意, 看着神态嚣张地叶峰反而满是赞赏之色。 爷爷, 他都这么骂你了, 你竟然还夸他? 一旁的楚潇潇听到自己爷爷这话, 气得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以后, 如果你也能收到这么一个好弟子, 遇到危险, 能不顾自身安危挡在你的身前。 他骂我我也高兴。 楚红山看着满脸怒气的楚潇潇, 笑着解释道。 而听到这话, 楚潇潇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虽然对面这个神态嚣张的家伙, 让他极其不爽, 但想到对方可是自己闺蜜的青传大弟子, 能有这么一个青传大弟子, 他也为自己闺蜜而感到高兴。 想到这, 楚潇潇的怒气也是瞬间消退, 再次看向叶峰倒也不再觉得那么让他生念。 小家伙, 我承认你身边这头画型的妖兽很强, 但他也应该很清楚, 如果真打起来, 他并不是我的对手。 楚红山这时看向叶峰满是好奇地说道, 他很好奇对方的底气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听到这话, 是血螳螂笑了, 甚至看向楚红山的眼神当中, 还显露出了一丝幸灾乐祸。 他真的很想告诉对方, 如果老老实实地被他修理一顿, 主人一高兴, 没准还能放了你, 但真要惹出那身穿金色战甲的大恐怖, 你就真的死定了。 敢不敢打个赌, 你全力对我出手, 但却伤不了我丝毫。 叶峰看着对方满是挑衅地说道, 哦。 楚红山听到这话, 反而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一步跨出, 蕴含恐怖蛮力的右拳带着破空之声, 直接朝叶峰打了过去。 身为练气师, 身为体修, 对于身体力量的掌控, 他早已达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 他自信, 这一拳可以在距离叶峰额头一厘米的地方收住。 三米? 两米? 一米? 当楚红山的右拳距离叶峰不足一米的时候, 一股窒息般的恐怖威压, 瞬间笼罩整个铁匠铺, 也让楚红山瞬间静止在了原地。 哈哈, 这一次终于轮到我出来了。 随着一道空间裂缝在众人的视线中凭空出现, 一名神色癫狂, 眼神阴冷的独臂男子从中走了出来。 狂躁? 是血? 癫狂? 当众人看到从空间裂缝当中走出来的独臂男子后, 一股莫名的不安瞬间弥漫每个人的心头。 独臂? 身材消瘦? 面色阴冷? 手持血色细剑的右手不断地颤抖着, 疯癫的眼神不断地扫视着铁匠铺内的众人。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便是疯子。 无主, 是否立即将整座城的人全部杀光? 扫视许久后, 独臂男子朝着夜风单膝跪下, 声音当中带着无尽的兴奋, 出声询问道。 哄, 听到这话, 别说其他人了, 就算是夜风都浑身猛地一颤。 你是来保护我的, 还是来屠城呢? 不管是夜, 风还是其余人, 没有人怀疑独臂男子刚刚所说的话, 没有原因, 就是一种莫名的直觉。 只要夜风轻轻地点点头, 对方绝对会直接屠城。 就是你想伤害无主, 放心, 我不会直接杀了你的。 我会将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削下来, 我会将你打造成一副最完美的骨架, 只留一个脑袋, 让你再一点一点地将自己的肉全部吃掉。 看到夜风没下达命令, 独臂男子则是转头看向了楚红衫, 流露出一副兴奋的神色, 说出了一番让所有人不寒而栗的话。 卧槽, 这种疯子也是败家护卫军里的。 夜风也是被吓到了, 他怎么都没想到败家护卫队里竟然还有这种疯子。 不要, 我们不是敌人, 我是你师尊的闺蜜好友, 他是我爷爷, 我们根本就没有伤害你师尊的意思, 这都是误会, 不信, 你可以去问问你师尊。 此刻, 就算是性格火爆, 大大咧咧的楚潇潇也已经被吓哭了, 看着对面那个疯子, 他唯恐慢一秒解释, 对方就会直接对自己爷爷出手。 嗯? 听到这话的夜风也是一愣, 看着被吓哭的楚潇潇, 夜风想了想, 直接对一旁的是血螳螂说道, 出去问问师尊是不是真的, 记得不要让师尊进来。 是, 主人, 转身朝铁匠铺外走去的是血螳螂, 此时的双腿却是在不断地打战, 眼中更是充满了无尽的惊恐, 如果当初他遇到的, 不是那个满身正气的金甲大汉, 而是眼前这个疯子, 想到这, 他甚至不敢再继续想下去了, 现在的他只有庆幸, 庆幸当初没有遇到这个恐怖的疯子。 宗主大人, 里面的那个女子, 说是你的闺蜜好友, 她们之前对你也并没有恶意, 是真的吗? 听到声音, 看到一袭白衣的是血螳螂, 从铁匠铺中走了出来, 落千雪却是面露疑惑之色, 因为他发现, 是血螳螂的双腿竟然在不住地打战, 而脸色也极其地不正常, 就好像遇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事情一般。 里面发生了什么? 你应该不是楚爷爷的对手吧? 看着极其不正常的是血螳螂, 落千雪却是直接反问了起来, 不过依据楚爷爷也算是给出了答案。 宗主, 你还是不要知道了, 不然我怕你晚上做噩梦。 是血螳螂灵智极高, 自然从楚爷爷这三个字眼上, 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说了这么一句, 让落千雪摸不着头脑的话后, 就再次转身走进了铁匠铺中。 主人, 宗主称呼这个老者为楚爷爷, 咱们可能真的误会了。 嗡。 就在是血螳螂刚刚说完, 就发现那独臂男子, 直接用一种极其阴冷的目光看向了他。 在这一刻, 他犹如深陷冰枯, 整个身体都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 吴主, 不管是不是误会, 他胆敢对您出手, 就该死。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但现在连一点血都没有见到。 独臂男子直接起身满事不甘地看向叶峰劝说道。 嗯? 听到这话, 叶峰的脸色却是逐渐难看了起来。 他感觉眼前这个败家护卫队有一种威胁他的意思。 系统, 败家护卫队的成员不老实该怎么办? 还有, 败家护卫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叶峰此时直接对系统询问了起来。 丁。 杀无赦。 系统无法向宿主解释败家护卫队情况。 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 一股莫名的力量从他体内涌现。 在这一刻, 他感觉对方的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自己可以随手抹杀掉眼前这个败家护卫队成员。 你在叫我做事? 砰。 随着叶峰的话音落下, 独臂男子直接双膝跪地, 地面更是出现了蜘蛛网般的裂痕, 延伸周围四五米远。 屋主, 属下不敢! 感受到这股掌控自己生死的力量出现后, 独臂男子神色惶恐地连忙向叶峰解释道, 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跟我来。 说着, 叶峰便直接朝铁降铺内门走去。 进入内门房间内, 叶峰看向跟进来的独臂男子直接问道, 说说败家护卫队的情况。 屋主, 败家护卫队成员目前只有十人。 想要成为败家护卫队成员, 需要经过层层选拨, 考核内容也是五花八门。 不仅如此, 就算是成为了败家护卫队成员, 每个一段时间也要继续进行考核, 如果考核失败, 就会直接被驱逐出败家护卫队。 而败家护卫队所有成员的任务只有一个, 守护无主, 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 断臂男子不知道叶峰为何会问出这么一个问题, 但还是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 今天我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下次再敢忤逆我的命令, 我会直接将你抹杀。 回去吧。 疼。 听到叶峰的话, 断臂男子再次跪倒在地感谢叶峰不杀之恩, 随后便直接撕开一道空间裂缝走了进去。 有意思, 我还以为败家护卫队都是那个金甲壮汉的情况。 可现在看来, 恐怕败家护卫队的每名成员都性格迥异, 这样可就有意思多了。 想到这, 叶峰也是直接走出了内屋, 毕竟外面还有一个误会需要解决。 看到只有叶峰一个人从内屋当中走出, 楚红山和楚潇潇也是松了口气, 实在是那个疯癫的独臂男子给了他们太大的心理压力。 嗯? 然而, 当楚红山和楚潇潇看到叶峰直接拿出五块金蚕心钥石放到了一旁的锻造台后, 直接就梦了, 完全搞不懂叶峰这是什么意思。 二位, 刚刚都是误会, 只要你们忘了刚刚的一切, 这五块金蚕心钥石就都是你们的了。 不管两人跟洛千雪是什么关系, 但只要不是有血缘的关系, 比如小石孤落瑶瑶, 叶峰还真不会太惯着。 而想要解决之前的误会, 那败价就行了。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接近千雪? 你有什么目的? 如果你不说清楚, 之前的事我是一定会告诉他的。 还没等楚红山说话, 楚潇潇就率先出生, 实在是叶峰的太不正常了, 这不得不让他怀疑对方接近自己闺蜜的目的。 而一旁的楚红山听到这话却是摇了摇头, 意识到自己的孙女还是太年轻了。 爷爷, 你干什么呢? 然而, 当楚潇潇看到自己的爷爷, 竟然默默地走过去将五块金蚕心钥匙收了起来, 急得直接大喊了起来。 不管他是什么人, 就算你会加害千雪, 他都不会去伤害千雪。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愚钝的孙女? 记住, 刚刚这段时间咱们就在商讨如何锻造那些刀具和锄头, 记住了吗? 听到楚潇潇的喊声, 楚红山面露威严直接训斥道。 可, 楚潇潇还想在争辩什么? 结果被楚红山一个眼神直接将后面的话给憋了回去。 爷爷,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楚潇潇满是不甘地说道。 臭小子, 别以为这样就吃定谷奶奶了。 接下来, 我也去千雪的宗门, 我就天天盯着你, 我就不幸发现不了你的秘密,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伤害到千雪的。 怒视着叶峰, 楚潇潇也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砰, 外面一直在尝试地落千雪发现, 是血螳螂的妖力终于消失, 猛地推开铁浆铺的大门冲了进来, 看到里面的几人都安然无恙, 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就这么一会, 他在外面都快急死了。 你们刚刚都在干什么? 骆千雪扫视了一圈, 最终将目光落在了 自己这个一点都不消停的败家徒弟身上, 并询问了起来。 世尊, 误会, 刚刚都是误会。 都怪小血, 说察觉到你有危险, 结果就发生了刚刚的一幕。 那什么? 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看到骆千雪盯着自己, 夜风神色尴尬地解释了一下后, 就带着是血螳螂迅速离开了铁匠铺。 觉得,夜风和是血螳螂, 楚红山也是有些羡慕了起来, 别管夜风到底是什么人, 身上有着怎样的秘密, 但要是有这么一个人, 守护在自己孙女身边, 他做梦都能乐性。 对了, 你之前说这三块金蚕心钥匙, 是星级宗荣誉长老给你的。 我怎么不知道, 星级宗还有这么一位长老?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楚红山也是直接转移了话题, 省得骆千雪再问他,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问这个问题, 楚红山也是想借机多了解点情况, 他很好奇夜风手中,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金蚕心钥匙? 这个, 其实我这个清传大弟子, 就是星级宗的荣誉长老, 而且是五大祖老一同认可的。 而我手中的三块金蚕心钥匙, 也是他给我的。 嗯? 听到这话, 楚红山和楚潇潇两人对视一眼, 眼中满是猛逼之色。 夜风是你的清传大弟子, 你是星级宗宗主洛无名的女儿, 更是星级宗的圣女。 然后你的清传大弟子, 现在又是星级宗的荣誉长老, 你们肯定这么会玩吗? 千雪, 那你岂不是也得喊他一声夜长老? 楚潇潇双眼瞪圆地看着骆千雪问道, 苦笑? 听到楚潇潇这问话, 骆千雪也是苦笑了起来, 岂止是夜长老? 喊他一声, 失足, 你们不得疯掉? 不可能吧? 然而, 楚红山此时却眉头微皱地说道, 我可是非常了解那五个老家伙的, 他们不可能干出如此荒唐的事来, 是不是你这清传大弟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败家? 很败家? 非常败家? 听到骆千雪接连三个不断加强一件事的形容, 楚红山和楚潇潇的脑门上都挂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败家还能败出来一个荣誉大长老来, 他给星级宗贡献了一亿极品灵精, 更是豪言让星级宗将护宗大阵永久开启, 用没了他就继续给, 要是宗门不败家, 他也就没有了败家的机会。 至于叶峰还给了星级宗加强版的九星剑阵, 这已经属于宗门秘星了, 哪怕关系再好, 他此时也肯定不会说出来的。 原来如此, 一亿枚极品灵石对于你们星级宗虽然不算什么, 但也算是一笔很大的, 就在楚红山自顾自说着的时候, 一旁的楚潇潇忽然拽了拽他的衣角说道, 爷爷, 不是一亿枚极品灵石, 是一亿枚极品灵精, 是灵精。 傻了。 听到楚潇潇对于灵精的着重提醒后, 楚红山直接傻在了原地。 一亿枚极品灵精, 一亿枚极品灵精, 败光了接着给。 就连金蚕星药石都以如此丧心病狂的败家方式用来败家。 想到这些, 楚红山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看向骆千雪,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千雪, 楚爷爷从小带你如亲孙女一样, 现在楚爷爷老了, 想去你的宗门当个长老, 你不会拒绝吧? 楚红山的想法很简单, 他的炼气之道早已停滞十年之久, 想要突破目前的瓶颈, 需要庞大的灵石, 珍贵的灵矿, 毕竟不管是炼丹师, 炼气师, 还是俘虏师等等, 都是极其烧钱的, 而现在知晓了叶峰的一些情况, 他感觉这是一个机会。 而听到楚红山的话后, 骆千雪也是, 流露出了一抹苦笑。 又来了, 宗门又要来人了, 虽然来的不是弟子, 但这么源源不断地增加宗门长老, 也不是个事啊。 千雪, 你看你的宗门才刚刚创立没多久, 恐怕除了白天红妹家伙, 也就没有能震场子的强者了吧, 虽然我是去养老的, 但如果你的宗门有事, 楚爷爷这些年积累的人脉, 还是能发挥点作用的。 看到骆千雪没什么反应, 楚红山一咬牙, 直接压上了自己最为重要的筹码。 一个顶级的九品炼气师, 百年来积累的人脉, 可是极其恐怖的。 楚爷爷, 既然你想来, 那就来吧。 不过日后宗门有炼气需要的话, 就要劳烦您了。 来吧。 一个也是来, 两个也是来。 骆千雪也知道, 楚红山前来宗门的目的, 绝对跟叶峰有关。 他现在也算是破罐子破摔了, 反正宗门是消停不了了, 索性就看看自己, 这败家大弟子, 到底能将宗门祸祸成什么样。 而一旁的楚潇潇愣神过后, 却是笑了起来, 本来他还在想, 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借口加入骆千雪的宗门, 现在自己的爷爷都加入宗门了, 他自然也得跟着过去。 那些人是谁, 竟然敢如此肆无忌惮地释放出灵力波动, 就不怕招惹到惹不起的人吗? 你个气动静三重的垃圾懂个屁, 没看到他们身上穿着的衣袍上印有静月二字吗? 这可是静月山庄的人, 而且绝对是山庄最顶尖的一批强者, 真不知道到底是谁惹到了静月山庄, 竟然能够让静月山庄内的所有强者清朝出洞。 据说静月山庄庄主张树峰前段时间成功扛过了第一道天道雷洁, 实力远超一般的杜结镜九重巅峰强者, 真不知道是谁招惹到了他。 土峰城内无数民众看着上空数十名静月山庄的强者, 以如此霸道的方式横穿城镇, 也都开始低声议论了起来。 全速前进! 不出意外, 明日一早就可以追上杀害我儿子的人, 敢杀我赵树峰的儿子, 不管他是什么人, 我都要他死。 赵树峰杀气冲天地朝所有山庄强者大声喊道, 小写, 好无聊啊。 这破城镇也没什么意思。 离开铁江铺的叶峰在紫凤城闲逛了一会, 感觉真不如天道成有意思, 起码那里有很多让他熟悉的娱乐性科技产物。 这, 听到这话, 是血螳螂也是苦笑了起来, 因为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接这话。 不管是人类还是妖兽, 每天别说舒服地睡觉了, 毕竟修饰和妖兽其实都是不需要睡觉的, 更是将睡觉的时间都拿来修炼, 哪怕是这样, 都感觉一天的时间不够用。 哪里会有人说无聊的, 无聊你倒是修炼啊, 整天也不修炼, 满脑子都是怎么败价, 你这让我怎么接? 主人, 城北那里有一片自由交易区, 要不咱们去那看看, 没准还能遇到什么好东西。 不知道怎么接, 是血螳螂也只能应接, 见识到了之前出现的那个疯子, 他是真担心自己一个表现不好, 叶峰就会将那个疯子弄出来修理自己。 你怎么知道? 听到这话, 叶峰也是带着疑惑的眼神, 看向了是血螳螂。 要知道, 两人闲逛了半天, 可是一直都在城南区和城西区。 主人, 在你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曾带着冷乌峰前来这里购买过一批灵草。 是血螳螂连忙解释道, 原来如此, 那咱们就过去看看吧, 简不简陋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看看有没有败价的机会。 说着, 叶峰便直接朝城北方向走去, 都过来看看了, 刚刚进了一批货, 全部都是从天道战场中的遗迹获得的, 绝对有你们想要的宝贝。 来自第三重天道战场中的灵草, 就剩下十三株了, 错过可就真的错过了。 没有名字的功法, 五级秘点全部产自天道战场, 对自己有自信的可以过来看看。 刚刚来到城北靠近城门这片区域, 叶峰就听到了这一阵阵嘈杂的叫卖声, 巴掌大小的破旧炉顶, 只剩下半截的青色战刀, 装在能够阻止灵气散发出来的特殊盒子里的不知名灵草, 满是污渍的破旧道袍。 来到那刚从天道战场遗迹中进了批货的摊位前, 看着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 叶峰感觉自己就算是再败家, 也绝对不会买这些东西。 第二个摊位, 第三个摊位, 当叶峰来到第十八个摊位前, 却是停下了脚步。 叮! 发现天道令! 叮! 发布随机任务, 成功买下藏有天道令的陈旧令牌, 任务成功, 奖励一百败加点, 任务失败, 扣除一百败加点, 可拒绝。 听到脑海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叶峰的目光, 也是直接落在了摊位上的一块巴掌大小, 且满是泥土的陈旧令牌上。 外表看上去, 就是一块有普通灵矿打造的破令牌, 但里面, 却藏着珍贵至极的天道令, 如果不是有系统的提醒, 就算是叶峰, 也根本发现不了。 摊位主人, 是一名身穿黑色道袍的中年男子, 此时他也注意到了叶峰的目光, 一直盯着摊位上卖了十天, 都没有卖出去的破令牌上, 这让他不由一喜, 但, 绝今天算是遇到冤大头了, 毕竟, 就算你再喜欢, 那也不能表现得如此明显, 摊位上这些东西, 可都没有明码标价, 多少零食还不是他说的算, 但叶峰根本就不在意这些, 他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 成功买下这块藏有天道令的破旧令牌, 至于花多少零食, 无所谓。 摊主, 这块令牌怎么卖? 叶峰看向中年男子, 直接开门见山地问道, 这位少爷, 还是你有眼光, 这块令牌, 可是我摊位上最好的东西, 当初为了得到这块令牌, 我可是差点就死在了天道站, 还没等男子说完, 叶峰就不耐烦地直接打断再次问道, 怎么卖? 少爷好爽, 一口价, 三百万低品零食, 中年男子竖起三根手指, 直接说出了价格。 嗯? 然而, 当中年男子看到叶峰听到这个价格后, 眉头瞬间紧锁了起来, 这让他也是有些不安, 按照自己开价还是开得太高了, 毕竟这块破令牌他已经卖了十天, 就算是五十万枚低品零食都没人买。 少爷, 虽然价格有些高, 但这绝对是好东西啊。 中年男子此时也是再次胡乱吹嘘了一番, 随后就做好了接下来跟叶峰讨价还价的准备。 便宜, 太便宜了。 叶峰随手扔出一枚装有三百万低品零食的空间戒指, 而是血螳螂也是个懂事的螳螂, 直接替叶峰将那块令牌拿了过来, 这就买了, 不应该讨价还价吗? 中年男子看着手中的空间戒指, 整个人都傻住了,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价格会被对方砍到五十万低品零食的准备, 谁曾想对方既然连价都不还, 直接就给买了。 难受?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卖出了高价, 但中年男子此时心里却异常的难受, 总有一种卖便宜了的感觉。 少爷, 交易已经完成, 东西也已经是你的了。 我不想知道这块令牌有什么值钱的地方, 但能不能跟我偷个底, 我卖亏了多少? 不甘心的中年男子看向叶峰, 询问了起来, 当然, 对方是否会回答他, 他也不敢保证。 嗯? 听到摊主的问话, 叶峰也是一愣, 想了想说道, 怎么说呢? 这东西对我有用, 别说三百万低品零食, 就算是三百万几品零食, 我也会二话不说, 直接买下来。 说完, 叶峰就带着是血糖狼朝远处走去。 不! 当叶峰走远后, 中年男子越想越难受, 最后一口老血, 直接喷溅而出, 看似赚了二百五十万低品零食, 感觉自己受不了这个委屈。 想到这, 脸色略显苍白的中年男子, 立即收摊, 看了一眼叶峰离开的方向, 眼中更是流露出了一抹杀意。 杀意? 主人, 咱们好像被那家伙盯上了, 虽然已经离开数百米, 但对方此时不加掩饰释放出的杀意, 还是被是血糖狼察觉到了。 真的? 嗯? 看到叶峰此时流露出的兴奋神色, 是血糖狼猛了。 虽然对方只是个子府进八重的垃圾, 但被人盯上不应该生气吗? 怎么你还兴奋起来了? 这才是我心中的那个玄幻世界啊。 身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人心怎能善良? 终于遇到个对我剑裁起杀心的人了, 不然我这个败家神豪当的, 简直是太失败了。 叶峰此时兴奋无比地想到, 走, 赶紧走, 找个酒楼开一间上等的客房, 咱们等他来抢。 对于第一个敢对自己起杀心想夺财的人, 叶峰准备给对方背上一份大礼, 他感觉自己败家神豪的身份, 终于要得到认可了。 连个对你抢劫的人都没有, 怎么能配得上败家神豪的身份? 所以, 他准备先给对方送上一份大礼, 以表敬意, 然后再干掉对方。 至于在第二重天道战场中, 当李飞离开后, 自己遇到的那些想杀他的人, 那可不是想杀他夺财, 只是想单纯地杀他。 李小明, 你确定对方手里, 真的有三百万极品零食? 一名脸上有一道刀疤的壮汉, 跟着中年摊主来到了叶峰所在的酒楼, 在进入酒楼前, 还是跟对方再次确认了起来。 胡老大, 他手里绝对有三百万极品零食, 甚至我感觉还不止。 而且, 那个破令牌绝对藏有什么秘密, 就算将那个令牌抢回来也算是大赚一笔。 李小明此时也是蛊惑了起来, 但想到要分给对方的六成利益, 心中却略显不甘。 如果不是他看不透跟在叶峰身边的那名白衣青年的实力, 这种好事, 他怎么会找别人? 你最好不要骗我, 如果这一趟得不到什么好处, 那可就别怪我对你, 不客气了。 刀疤壮汉阴冷地看了一眼李小明, 这才大步走进了酒楼。 主人, 这, 过分了吧? 二楼客房内, 是血螳螂看着摆得整整齐齐的两千枚低品零精, 脸上也是挂满了黑线。 败家就算了, 可别人都要抢劫你了, 甚至还起了杀心? 你竟然准备了如此多的低品零精要送给对方, 本螳螂愿称你为败家界的天花板。 过分? 要不是戏? 你不懂? 叶峰很想说, 这可是他跟系统距离力争才得到的, 就这他都感觉少, 毕竟是第一次被人抢劫, 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这个家伙还真是够幸运的, 本来是过来抢劫的, 结果直接白拿两千枚低品零精开心地离开, 这可是相当于二十万几品零食了。 是血螳螂, 此时也是有些羡慕地说道, 想什么呢? 他过来抢劫我, 一会你给我盯紧了, 等他拿到这些低品零精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出手干掉他。 听到是血螳螂的话, 叶峰犹如看傻子一样看着对方直接说道, 卧槽, 还能这么玩? 听完叶峰的话, 是血螳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甚至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被刷新了。 此时是血螳螂再次看向叶峰的目光, 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后谁再说自己的主人就是一个单纯的败家子, 他绝对跟对方拼命。 一个单纯的败家子能玩得这么滑? 记住啊, 必须得等对方将这些低品零精全部拿走才能动手, 这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叶峰担心是血螳螂会出现差错, 也是再次提醒了一遍。 听听, 这特么说的是人话吗? 将对方玩弄在鼓掌之间, 竟然还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可怕, 太可怕了, 是血螳螂感觉之前看到的那个断臂疯子已经够变态的了, 但他现在感觉叶峰更加变态, 就是这间客房吧?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的询问声从屋外响了起来。 主人, 来了两个人, 新来的这个有着原神镜七重的实力, 应该是那个贪主找的帮手。 是血螳螂很快便将外面的情况说了出来。 进来吧, 门没关。 听到是血螳螂的话, 叶峰带着一抹兴奋之色, 直接对门外的两人出声喊道。 知, 房门被轻易地推开, 当李小明和胡老大看着客房内摆得整整齐齐的两千枚低品零精, 特别是坐在低品零精后面, 看着两人面带兴奋之色的叶峰, 两人脸色瞬间大变。 我知道二位的来意, 你们肯打劫我? 那就是看得起我。 这是两千枚低品零精, 还希望二位不要嫌弃。 叶峰看着两人笑着说道, 怒了。 听到这话, 不管是李小明还是胡老大都心生怒意。 够了, 我们是来打劫的。 你在这打发要饭的呢? 区区两千枚低品零精就想将我们打发了。 我们要的可不只是这些, 而是三百万几品零食。 李小明率先看向叶峰大声怒斥了起来, 毕竟他对胡老大的承诺可是三百万几品零食, 而这区区两千枚低品零精也不过才至二十万几品零食而已, 其中差了足足两百八十万。 这要是惹怒了胡老大, 他自己都危险了。 系统, 我特么说什么了? 就说这点零精不够不够? 现在好了, 我堂堂败家神豪被特么打劫的嫌弃了。 你说这是怎么办吗? 听到李小明的怒斥, 叶峰也满是怒火的对系统怒斥了起来, 明明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愣是变成了不堪回首的回忆, 堂堂败家神豪被打劫的嫌弃了, 简直就没有比这更丢脸的事了。 哄, 就在叶峰怒斥系统的话音落下, 一股恐怖的气息轰然降临, 随着一旁的空间被撕裂出一条口子, 身穿金甲, 手持金色战刀的金甲壮汉从中直接走了出来。 呼, 而看到出来的是老熟人金甲壮汉后, 一旁的是血螳螂也是松了口气, 他是真的不想再看到那个让人感觉到压抑和恐惧的独臂疯子了。 什么情况? 我还没遇到危险的啊, 你出来干什么来了? 看着出现的败家护卫军, 叶峰也是左眼瞪右眼, 一脸的猛逼。 刷! 随着一道金色刀器一闪而过, 对面还没反应过来的李小明和胡老大直接被湮灭一惊。 什么情况? 看着金甲壮汉出来一刀抹杀了两人后, 又直接离开, 这是真将叶峰给看傻了。 叮! 宿主身为败家神豪, 第一次被打劫的意义非比寻常, 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在入到您的败家成长历程当中。 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忽然从叶峰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听到系统的话, 叶峰的面部肌肉都不受控制地抽出了起来。 他刚刚质问系统, 脑子里已经想过了无数种可能, 但他是真没想到系统玩得这么骚啊。 一旁的是血螳螂也是一连忙。 虽然他很想问问叶峰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看到叶峰黑着脸将地面上摆好的两千枚低品灵精都收了起来, 非常识相地闭上了嘴巴。 走吧, 回宗门。 叶峰彻底失去了闲丸的心情, 直接对一旁的是血螳螂说道。 叮! 因为系统计算失误, 特补偿宿主十万败家点, 奖励九屏九街, 千语剑阵阵齐星号一百, 奖励九龙焚天顶星号一。 就在叶峰带着闷气走出酒楼后, 系统的声音再次从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叶峰也是笑了起来, 生气归生气, 但谁会跟奖励过不去。 坐在化为本体的是血螳螂身上, 叶峰也是查看起了系统补偿的奖励。 千语剑阵, 开启阵法后, 可汇聚阵法笼罩范围内的天地灵气凝聚成千道语剑, 自主攻击阵法内的一切生灵。 九龙焚天顶, 顶内蕴含九道魔龙魂, 炼万千灵草, 焚天地灵气, 成无上神担。 这九瓶九阶的千语剑阵阵气, 应该是一个强大杀阵。 而且足足给了我一百面, 我得想想, 怎么才能将这些阵气败掉。 至于这九龙焚天顶, 系统给出的信息太少了, 而且我对于炼丹师需要的这种顶炉也不是很懂, 但这东西应该非常不错, 回去问问无风失地。 随着天色逐渐暗淡, 叶峰和嗜血螳螂终于回到了宗门。 咦? 炼舞场那边怎么这么热闹? 正朝住处走去的叶峰路过那门练舞场, 发现那边不断传来一道道喊声, 带着疑惑的神色准备过去一探究竟。 5G在于实战, 就算你物资非凡, 在战斗中不能将5G发挥到极致, 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全部都给我全力战斗。 刚刚来到练舞场, 白天红的怒斥声就传进了叶峰的耳中。 卧槽, 这他们什么情况? 看着已经被练成狗的五天骄和冷无风, 又看了看面带威严之色, 下天雨蕴寒凌厉的一脚猛然吓他, 一块半米高的方形土块突破而出。 叶峰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出去一趟累坏了吧? 快坐下休息一会。 说着, 下天雨就抱着方形土块走了过来, 然后将土块放到了叶峰的身后。 凉啊, 这土块刚从地底拿出来, 凉坏了肚子怎么办? 说着, 白天红将右手放到土块之上, 火灵力疯狂涌现, 开始快速给冰凉的土块进行加热。 而叶峰倒是对两人的操作习以为常, 因为在下天雨刚来宗门的时候, 这种场面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当时可是将落千雪, 落无名和冷无风筋的构呛。 那么的, 这么内卷吗? 看到这一幕的罗凯, 却是看傻了眼。 为了能讨好叶峰, 他是真没想到, 白天红和夏天雨竟然能做到如此程度。 好, 这可是你们逼我的,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身为体修的大力金刚掌。 嗯? 看着一把将自己从土块上推开的罗凯, 叶峰也是一愣。 我做得好好的, 你推我干什么? 罗凯这家伙疯了吧? 不想办法讨好叶峰这个财神爷, 反而再作死。 看到这一幕的白天红和夏天雨, 也是流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大家都是宗门弟子, 凭什么小师弟就有特殊待遇? 要说公平公正, 还得看罗凯长老啊。 五天交此时也是有着自己的想法, 实在是他们跟叶峰的待遇天差地别, 让他们有一种是被宗门捡来的感觉。 但只有冷无风感觉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毕竟他可是第一批进入宗门的, 就后面来的夏天雨和罗凯, 哪个不是冲着叶峰来的, 这点他非常清楚。 砰,砰,砰。 就在这时, 罗凯以手画刀, 随着他的手刀画为残影, 不断轰击在土块上, 一道道闷响声也随之响起, 土石横飞, 画面怪异至极。 十五秒后, 当一个精致的土椅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后, 所有人都瞬间傻了眼。 叶峰, 快坐快坐。 罗凯笑着将一脸猛逼的叶峰按在了土椅上, 一只色, 都在这愣着干什么? 我们三大长老不惜, 浪费自己珍贵的时间来亲自指导, 你们修行, 你们还不乐意了, 赶紧给我回去继续对练。 紧接着, 罗凯就直接朝五天骄和冷无风大声训斥了起来。 说者无意, 听者有信。 系统, 那一百面千语剑阵阵齐, 威力能不能调控? 叶峰想到, 如果千语剑阵阵齐的威力可以调控, 那不刚好可以用来帮助五位师兄师姐和无风师弟修炼, 我的败家? 五天骄, 冷无风, 你了不起, 你无私, 你败家, 可你别他妈祸祸我们啊, 叮, 可以调控, 如果不是宿主使用, 其他人需要低血认主才能完全掌控阵齐的力量。 每面阵齐不管释放的威力如何, 持续时间都是十小时。 成了, 听到系统的回答, 叶峰也是激动的猛拍大腿, 他越加感觉自己就是为败家而生的。 而看到激动的猛拍大腿的叶峰, 众人的脸上也满是问候, 完全不知道叶峰为什么会忽然激动起来。 三位长老, 刚刚我也看到了师兄们的对练, 我感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说着, 叶峰的手中便出现了一面阵齐, 再次出声说道, 这是一面九平九阶的杀阵阵齐, 而且还可以调控杀阵的威力, 用这杀阵来磨练师兄们的实战经验和5G掌控就最适合不过了。 疯了, 你败家我们忍了, 但你能不能当个人啊? 用足以抹杀杜杰阵九重巅峰强者的杀阵来磨练我们。 你是想玩死我们吧? 败家也得有个限度吧? 你丧心病狂啊。 五天交和冷无风此刻彻底疯了, 本想着叶峰来了, 能将他们从水深火热的困境当中拯救出去。 谁曾想叶峰不紧不救, 还猛天了一把火, 这谁扛得住啊? 叶峰, 这, 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 此时罗凯也是面不抽搐地询问了起来, 毕竟他才杜杰阵四重, 白天红和夏天宇才渡洁净三重, 毫不夸张地说, 阵气一旦被激活, 这杀阵灭他们三人一百个来回都够了。 罗凯长老, 小了, 你格局小了呀。 他们可都是宗门的未来, 只要能让他们变得更强,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都是值得的。 听到罗凯的问话, 叶峰一本正经地开口解释道, 呵呵。 罗凯听后面部, 僵硬地干笑了两声, 竟是一时间无法反驳。 罢了, 反正就一面正旗, 败家就败家吧。 最后罗凯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跟一个败家子争论, 你能争论出什么? 这就是咱们的命。 索性只有一面正旗, 小师弟也算是够照顾咱们的了, 硬抗吧。 一旁的陈浩宇也是苦笑地, 对其余四小天骄和冷无风安慰了起来, 毕竟除了硬抗他们, 还能怎么办? 对了, 这正旗不管释放多强的威力, 都只能维持十个小时的时间。 说着, 叶峰直接将剩余的九十九面千语剑阵阵旗, 全部都给拿了出来, 直接说道, 罗凯长老, 这些阵旗就全部交给你了, 以后每天就算是用上两面阵旗, 也足够五十天用的了。 死! 当众人看到叶峰又拿出九十九面阵旗后, 全部都倒吸了口凉气。 这可是九平九阶的阵旗啊, 就算是顶级的阵法师, 想要制作一面如此等级的阵旗, 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结果你一拿就是一百面, 你特么在这搞批发呢? 败家? 太特么败家了。 哪怕早就知道叶峰败家, 但就冲着一百面顶级的阵旗, 众人对叶峰的败家也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宗主, 你快来吧, 圣女之宗门我们是真带不下去了, 你快带我们回去吧。 当众人还在震惊这一百面阵旗的时候, 陈浩宇已经悄悄地走到一旁, 拿出传音玉佩联系起了洛无名, 一百面九平九阶的沙阵阵旗, 这特么谁能扛得住? 他现在已经不想着能从小师弟叶峰手中得到什么好东西了, 他现在只想快点逃离这里, 这次拿出这种沙阵阵旗, 鬼知道下次还会拿出什么来折磨他们。 嗯? 远在星级中的洛无名听到这话也是流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不明白陈浩宇到底经历了什么, 竟然这么迫切地想要重回星级宗。 大师兄, 以后监督其他人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就在这时, 叶峰忽然走到了陈浩宇的身边, 直接将二十颗盾物丹塞进了他的手中。 这, 陈浩宇神色挣扎地看着手中的二十颗盾物丹, 最终咬了咬牙, 直接切断了传音玉佩, 看向叶峰拍着胸脯保证道, 小师弟, 这点小事你就交给大师兄吧。 还想跑? 现在宗门本来就没几个人, 你们要是再跑了, 我得什么时候才能帮师尊将宗门壮大起来。 看着不再准备逃跑的陈浩宇, 叶峰也是得意地笑了起来, 要不是是写螳螂刚刚提醒他, 没准还真让几位师兄师姐给跑了。 另一边, 远在心急中的洛无明看到忽然被切断的传音玉佩, 一脸猛逼地自语道, 这什么情况? 我到底去不去接你们回来啊? 不行。 陈浩宇身为大师兄, 为人稳重, 如果不是真有什么事, 绝对不可能向他发来求救的, 但在自己女儿的宗门当中, 肯定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想到这, 洛无明直接朝后山飞去, 他感觉这件事有必要跟大祖佬说一声, 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去一趟新魂宗了。 回想到之前五大祖佬就算是乞讨都内卷到了极致, 他在想, 这次过去, 自己要不要也学习一下五大祖佬, 身披破衣, 手持破碗地蹲在夜峰的房屋外乞讨一波。 什么?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早点说? 然而, 当洛无明来到后山说明来意后, 看到五大祖佬立即回了一趟自己的闭关洞府, 等出来后, 却将破衣, 不只是洛无明看傻了, 一直在这里傻等的碧刚也已经看傻了。 诸位, 你们也知道碧刚来咱们宗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就是想见见夜峰, 这次五大核心弟子有事, 我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刚好可以带他过去见见夜峰, 你们该不会跟我抢吧? 看着同样想争夺这次机会的其余四大祖佬, 洛天行率先说出了自己要去的理由。 卑鄙, 无耻, 不要脸, 老鹰狗, 四大祖佬听到这话, 心中都直接大骂了起来, 前些天碧刚就说准备离开, 你死活不让人家走, 感情你是在这等着因我们呢? 哎, 一旁的洛无明看到这场面, 无奈地叹了口气, 直接转身离开了后山, 可笑他还想着能借此机会去一趟新魂宗, 但他是真没想到, 五大祖佬竟然也在等这么一个顺理成章的机会。 片刻后, 当洛天行带着胜利的笑容和碧刚冲天而起, 迅速朝宗门外飞去的时候, 下方的四大祖佬羡慕得双眼发子, 要不是必须得有人留守宗门, 以防其他敌对宗门前来突袭, 他们恨不得马上追上去, 要不咱们去找洛无明商量商量, 将护宗大阵重启开启, 那样咱们就不必留守在这里了。 五族老楚云山此时有些不甘的出声提议道, 算了, 这次就便宜大哥吧。 如果不是碧刚这次过来, 咱们还真不知道天道城的存在, 更不知道极品灵精在天道城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二族老将好语说完, 就直接朝自己的闭关洞府走去, 其余三大族老听后也都叹了口气, 随后都走进了各自的闭关洞府当中。 老洛, 如果没出现这个意外情况, 你还想留我到什么时候? 飞往星魂宗的路上, 碧刚也是看向洛天行, 直接问了起来。 这几天他还在疑惑, 为什么洛天行死活不让他离开? 谁曾想, 原因竟如此荒诞? 当然是一直留着你了, 反正你回去也是在深山坡院子里待着, 哪里有在我这里舒服? 啊, 听到这话, 碧刚也是无法反驳, 的确在这里, 没事跟五大族老喝喝酒, 吹嘘一下天道成的情况, 远比自己回去一个人呆着有意思得多。 那你能跟我解释一下, 你现在这乞丐装扮是几个意思吗? 碧刚看着手拿破碗, 身穿破衣的洛无明, 问出了心中的另一个疑惑。 他实在是无法理解, 五大族老这等身份的强者, 为什么要将自己装扮成乞丐? 乞丐装扮? 你懂个屁啊! 我问你, 这几天我给你点的精神香, 效果怎么样? 骆天行看向碧刚直接问道, 怎么样? 从你给我点过第一根精神香开始, 我哪天没求你多给我几根, 那效果对我而言都极其恐怖啊。 听到精神香, 碧刚也是瞬间来了精神, 我告诉你, 那精神香就是我靠这一身装扮 从叶峰那小子手里讨来的, 怎么? 你感觉很丢人? 骆天行似笑非笑地看着碧刚再次问道, 还有吗? 嗯? 听到碧刚这问话, 骆天行疑惑不解地反问道, 什么还有吗? 卧槽! 别抢, 别抢了, 我他妈就这一套。 新魂纵。 大师兄, 还是你对我好啊。 看着远处在沙阵当中苦苦支撑的五天骄, 冷无风感动得都快哭了。 无风师弟, 你想多了, 我把你叫过来, 就是想问点事, 一会你也得进沙阵里面。 看着感动不已的冷无风, 叶峰感觉长痛不如短痛, 应该早点让对方知晓这个情况。 而听到这话的冷无风直接神情呆滞地傻在了原地。 大师兄, 你想问我的事不会是和炼丹有关吧? 愣神过后, 冷无风看着叶峰直接问道, 没错, 我想问的事情的确和炼丹有关。 随着叶峰的话音落下, 不远处的夏天雨瞬间出现在了两人的身前, 看向冷无风说道, 他们都在沙阵当中磨炼, 你也赶紧去吧, 我担心你不是能很好地回答叶峰的问题, 所以这里就交给我吧, 毕竟我可是一名酒品炼丹师。 大师兄, 冷无风没想到半路会杀出个程咬精, 虽然早晚都要回沙阵当中, 但还是想能拖一会试一会。 去吧。 叶峰拍了拍冷无风的肩膀, 随后便带着夏天雨朝练武场外走去。 砰。 来到夏天雨居住的长老院落, 叶峰直接就将酒龙坟天顶 从系统空间当中取了出来, 沉重的炉顶砸在地面上 也是发出了一道巨大的声响。 炉顶? 看到叶峰直接拿出了一个炉顶, 夏天雨也是有些惊奇, 毕竟他知道叶峰可不是一名炼丹师。 通体黑色的炉顶, 外炉壁上有着酒道栩栩如生的红色龙纹。 因为是叶峰拿出来的炉顶, 夏天雨也是在不断地仔细查看, 唯恐会露下什么。 他可不相信这炉顶会是一个普通的炉顶。 但足足查看了许久, 夏天雨仍然没有发现这炉顶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那就是外炉壁上那酒道栩栩如生的龙纹。 叶峰? 这炉顶诗? 查看无果, 夏天雨也只能看向叶峰询问了起来。 炼万千灵草, 焚天地灵气, 成无上神诞。 叶峰自然也是不懂炉顶了, 那就只能将系统介绍说了出来。 嗯? 哈哈。 听到叶峰的话, 夏天雨先是一愣, 随后却是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解释道, 叶峰, 你是真不懂炉顶啊。 炉顶分为天地玄黄四个级别, 不同于功法和武技, 炉顶的天地玄黄没有下中上三品的分级。 想要炼制出高品级的丹药, 就必须有对应的高等级炉顶。 打个比方, 如果我只有黄级顶炉, 炼制一品到三品丹药并无问题, 但如果炼制四品丹药, 我释放的火焰强度就会增大, 否则根本无法熔炼四品的灵草, 但结果就是, 顶炉根本承受不住, 最终直接炸炉。 听到这, 叶峰倒是没有打断, 而是继续听着夏天雨的讲解。 想炼万千灵草, 其中肯定有高品级灵草吧, 那必须得是天级炉炉才行。 而放眼整个玄天大陆, 天级炉顶不超过五个, 就算是我现在拥有的地级炉顶, 还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才得到的。 焚天地灵气, 就更是笑话了。 我曾在天地战场中, 偶然得到过一本单刀秘典, 其中就记载了一些炉顶的信息, 别说焚天地灵气了, 仅仅是吞天地灵气, 融入炉顶, 强行增强丹药的药效, 都需要顶铃才行, 可我就从未听说过顶铃, 就算是天级炉顶都没有。 何为神丹? 识文便是神丹, 哪怕是异品。 而且, 神丹成, 丹结落, 这在玄幻大陆也只是传说罢了。 听到夏天宇详细的解释后, 夜, 风也终于明白对方为什么笑了, 因为自己所说的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夏长老, 我要说这破玩意可能是超越天级的炉顶。 你信不信? 夜风拍了拍看似普通的九龙坟天顶, 直接出声问道。 嗯? 等等, 九道龙文? 哥么的, 这九道龙文该不会就是鼎灵吧? 听到夜风的话, 夏天宇再次愣神, 但很快就朝炉顶外壁上的九道栩栩如生的龙文看去。 好, 好, 好。 随着夜风的一丝灵力融入九龙坟天顶, 一道道响彻天地的龙银声瞬间响起。 一道道窒息般的无上龙威瞬间笼罩整座新魂风, 九道浑身燃烧着红色烈焰的百丈魔龙冲天而起, 无尽的红色火焰从九大魔龙的体内爆发, 瞬间将天空渲染成了一片火红。 火海坟天? 不管是夏天宇, 还是练武场上的众人, 此刻看到空中那一片坟灭着空间的恐怖火海, 脑海都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这四个字。 这不可能。 宗门大殿外, 骆千雪看着空中在火海当中肆意咆哮的九道百丈魔龙, 眼中充满了无尽的惊恐之色。 龙魂? 更别说,骆千雪感受到这九道魔龙魂释放出的龙威, 感觉比上界宗门老祖宗的鼎灵都要恐怖万分。 回来吧。 叶峰这时猛地将放在顶炉上的右手抽了回来, 脸色也变得苍白无比。 心惊道, 特么的这炉顶牛逼是牛逼, 可也太吃灵力了, 我体内那么庞大的灵力, 这么会竟然就被吞噬一空。 而随着叶峰不再供应灵力, 空中在火海当中肆意咆哮的九大魔龙魂 瞬间将周围的无尽火海都收回体内, 最后化为一道道红色流光, 重新回到了九龙魂天顶的炉壁之上。 这玩意太吃灵力了, 但该说不说, 这九道魔龙魂鼎灵还挺猛的, 以后烧烤可就省事了。 身为败家神豪, 叶峰是绝对不可能用他来炼丹的, 物尽其用可不符合败家的本质。 而一旁的夏天宇听到这话, 更是惊得眼珠子都快爆了, 这妖牛逼的鼎灵你竟然想让来烧烤, 落千雪那满含暴怒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 这就是刚刚释放出鼎灵的炉顶。 一袭白裙的落千雪从空中缓缓落, 目光直接落在了叶峰身旁的九龙焚天顶上。 嗯? 当落千雪尝试释放出灵力想要激活炉顶上的鼎灵, 却发现炉顶没有任何的反应。 低血刃珠, 你已经成了这炉顶的主人。 想到一个可能, 落千雪看向叶峰的目光中充满了震惊。 拥有鼎灵的炉顶跟平常的炉顶可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就算是玄天大陆的天际炉顶, 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低血认主, 但拥有鼎灵的炉顶。 你想要低血认主, 就必须得到鼎灵的认可才行。 可叶峰是什么实力, 不过驻基进九重巅峰而已。 就算体内的灵连恐怖异常又如何, 毫不夸张地说, 就眼前这个炉顶拿到上界, 他所在的无极圣地老祖宗都不一定能认主成功。 别说炼丹了, 只要能掌控这炉顶内的九道魔龙鼎灵, 在这玄天大陆就是横着走的存在。 是啊, 已经认主了, 师尊你是不知道, 这破玩意老吃灵力了, 就刚刚那么一下子, 窝体内的灵力就被吞噬一镜。 破玩意? 老吃灵力了? 你他妈知不知道, 就刚刚你所能掌控的那点时间里, 那九道恐怖的魔龙鼎灵就能将星魂宗灭个十来遍? 行走的大杀妾? 此时骆千雪看着叶峰, 满脑子就只有这一个想法。 就算是扛过九道天道雷洁的强者来了, 叶峰也能凭借着恐怖的炉顶将对方直接抹杀。 嗯? 骆千雪发现, 一旁的夏天宇忽然拽了拽他的衣角, 带着不解之色问道, 夏长老, 有什么事吗? 宗主, 你快管管他吧。 你这个败家大弟子, 以后准备用那强大的魔魂鼎灵来烧烤。 那魔龙鼎灵的魔烟都能分别空间了, 他竟然想用来烤肉, 不能让他这么败家下去了。 夏天宇此时义愤填膺的大声说道。 听到这话, 骆千雪的面部瞬间抽出了起来。 如此颅鼎, 就算是放到上界都会引起一场腥风血雨, 自己这个败家弟子竟然想用来烤肉。 这要是被自己上界的老祖宗知道, 那不得直接被气晕过去。 他知道叶峰败家甚至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可现在他才发现, 自己仍然低估了对方败家的底线。 叶峰, 你可知道, 凭借这个颅鼎, 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在玄天大陆横着走了。 深吸了口气, 骆千雪努力堆出一抹笑意, 看向叶峰劝说了起来。 人是铁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慌, 我对横着走没兴趣, 我只想吃烤肉。 叶峰毫不听劝地直接说道。 叶峰, 这炉顶乃无上至宝, 可炼制任何品级丹药, 可抹杀任何敌人, 只要你好好利用它, 你的未来将不可限量。 听到叶峰这话, 骆千雪强忍怒火地再次劝说道。 我只会用它击杀妖兽, 因为妖兽肉好吃, 人肉不好吃, 我想吃刺刺冒油的烤肉。 刷! 随着一抹白色的剑光闪过, 骆千雪的手中已然出现了一柄锋利, 且细长的雪白长剑。 宗主, 不能啊宗主, 再怎么说它, 也是你的清传大弟子啊。 夏天宇此时死死地拉住了彻底暴走的骆千雪。 夏长老, 你快点放开我, 你看我不砍了阵地图。 骆千雪神色暴怒地想要挣脱夏天宇的拉扯, 看向叶峰的眼中充斥着无尽的怒火。 他感觉再这么下去, 还没等他飞升上界报仇, 就得先被这个败家弟子活活气死。 师尊, 夏长老,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啊。 叶峰看着不断拉扯的两人, 略显无奈地收起九龙坟天顶, 便离开了夏天宇的怨落。 他可不相信, 骆千雪真的会砍他。 那不过是一个更年期的女人, 再发泄着自己毫无理由的怨气罢了。 要是骆千雪, 知道叶峰此时的想法, 绝对会不顾一切地挣脱夏天宇的拉扯, 直接一箭斩支, 再大骂一句神特么的更年期, 发泄毫无理由的怨气。 老娘被气成这样, 你心里没点逼数吗? 回到住处, 看着天色逐渐暗淡了下来, 叶峰将九龙坟天顶从系统空间当中取出, 随手扔到了怨落后, 就直接进屋休息了起来。 叶峰可不知道, 有一大队人马正在朝新魂宗赶来, 不出意外明日一早就会降临新魂宗, 也不知道李飞那家伙怎么样了, 这些天应该回到自己宗门了吧。 躺在床上, 叶峰也是莫名地想起了天道战场当中遇到的那个胖子李飞, 随后猛地摇了摇头, 暗骂自己在即将睡觉的时候怎么能想那死胖子呢, 应该想七仙女才对。 天火剑, 玄烟宗, 宗门大殿。 李飞那肥瘦的身躯跪在殿内, 根本不敢抬头看向上方站着的中年男子。 师尊, 弟子知错了。 许久后, 李飞终于扛不住这种精神压力, 率先出声认错。 哼, 孙天佑听后却是冷哼一声, 看着下面跪着的李飞强压怒火地训斥道, 私自前往天道战场。 你可还将我这个师尊放在眼里。 而且, 这竟然还不是第一次, 要不是这次被我发现, 你还要瞒我多久。 想到这, 孙天佑看着自己这宝贝徒弟, 恨不得一巴掌直接抽过去。 叶峰恐怕也不会想到, 李飞这个天道战场的熟客, 竟然一直都在背着宗门师尊私自前往。 师尊, 弟子知错了。 听到孙天佑的训斥, 李飞也是不敢辩解嘶吼, 只能用认错来平息师尊的怒火。 从今天开始, 再没有突破到驻基境之前, 不准你再踏出宗门半步。 哈哈。 就在这时, 一名身上散发着一股无形剑气的老者, 来到了宗门大殿当中大笑道, 是哪位剑道道友前来拜访我宣言, 还没等说完。 当老者发现, 不经意释放着死亡剑意的人 竟然是宗主的清传弟子李飞后, 整个人直接傻在了原地。 极致的死亡剑意, 随时都有可能突破到死亡剑心之境的人, 竟然是李飞。 猛啊。 老者梦了, 他真想抓住李飞, 大声问上一句, 老夫也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 你他妈什么时候成剑修了? 大祖老, 你怎么来了? 什么剑道道友? 没有人来拜访咱们宗门啊。 孙天佑满是疑惑地, 看向老者询问了起来。 你他妈知道个屁, 让这臭小子自己说。 王成山听到孙天佑的问话, 气得直接大骂了起来, 再次看向李飞的目光中更是满含怒火。 从小到大, 他可是没少劝说李飞成为一名强大的剑修。 然而李飞每次都是一句话, 就算是打死他, 他都不会成为剑修的。 谁曾想, 竟然暗地里走上了剑修之道, 更是感悟了极其稀少且强大的死亡剑意。 这他妈不明摆着看不起他, 认为他没有资格指导吗? 哭了。 李飞此时哭死的心都有了, 他没想到自己已经极力地压制死亡剑意了, 但还是被大祖佬发现了。 李飞, 说, 到底怎么回事? 无缘无故被大祖佬一顿臭骂, 孙天佑气急败坏地直接朝李飞大喊了起来。 哄, 事已至此, 李飞也不再藏着噎着了, 极致的死亡剑意直接从他体内轰然爆发, 瞬间席卷整个宗门大殿。 傻了。 感受到这股极致的死亡剑意, 孙天佑整个人直接傻在了原地。 你, 你他妈不是最讨厌剑修的吗? 反应过来后, 孙天佑也是一脸猛逼地看向李飞大声询问了起来。 师尊, 大祖佬, 你们听我解释啊。 我在第二重天道战场遇到个败家子, 丧心病狂的败家子。 他手里有一万枚死亡剑意碎片, 但他不想正常使用, 就想着败家。 得知我最讨厌剑修后, 直接就将所有的死亡剑意碎片用在了我的身上。 也就拉着大号的时间, 我就直接拥有了极致的死亡剑意。 这不怪我啊, 都是他印给我的, 我真没想要啊。 听完李飞的话, 孙天佑和王承山的脸上瞬间挂满了黑线。 拉着大号的时间, 就拥有了极致的死亡剑意。 回想到自己当初感悟天言剑意, 在努力、天赋、机缘缺一不可的前提下, 足足用了六十年的时间, 才将天言剑意感悟到了极致。 结果却被别人用拉着大号的时间直接追平, 他忽然感觉心好痛。 特别是看到, 李飞此时那一副极其委屈的神色, 王承山那手持长剑的右手, 都不受控制地抖动了起来, 恨不得直接给李飞来上两剑, 然后再大骂一声, 你他妈还委屈上了? 呼! 努力让自己的心态平静下来后, 王承山一脸严肃地看向李飞问道, 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 大祖老, 我已经想好了, 以后我尽可能地屏蔽掉所有跟剑有关的事物, 这样等时间久了, 我也就彻底忘了体内的死亡剑意了。 听到王承山的问话, 李飞也是一脸认真的回答道, 世尊, 世尊救我呀! 我不想跟着大祖老修炼剑道, 我会疯掉的呀。 听到李飞的叫喊声, 孙天又不为所动, 看着王承山, 犹如拖着死狗一样, 将李飞拖出了宗门大殿, 脸上不由流露出一抹笑意, 喃喃自语道, 我这不成器的弟子终于要崛起了。 叶哥, 胖子我被你坑死了! 被拖着走的李飞, 此时心态是真的炸了。 心急踪! 阿帖! 睡梦中, 叶峰忽然打了个喷嚏, 迷迷糊糊地骂道, 谁他妈想我呢? 我的七仙女啊! 第二天一早, 叶峰起床后, 习惯性地查看了今天的败家产物。 今日败家产物, 天极卢顶星号时, 那你? 当叶峰看到今日败家产物后, 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这破玩意, 怎么败家? 我记得下长老之前说过, 放眼整个玄天大陆, 天极卢顶都不足五个。 那我得好好研究研究了。 回想到夏天宇之前说过的话, 叶峰也是陷入了沉思。 砰! 就在叶峰刚刚陷入沉思的时候, 房门忽然被人一脚猛力踹开, 满是怒火的落千雪, 进入房屋, 怒视着床上的叶峰质问道, 那个卢顶你就随便扔到院子里了。 师尊, 不过就是个破丹卢而已。 难道我还要将他供起来吗? 看到暴怒不已的落千雪, 叶峰也是深感无奈, 本以为之前让他败光一些顿武丹, 酒夜回魂草, 金蚕星药十等东西能让他的思想觉悟提高一。 现在看来, 任重而道远啊。 这种级别的卢顶供起来有毛病。 听到叶峰这话, 落千雪真的要疯了, 之前不管怎么败家, 那也都是玄天大陆上的一些珍贵物品, 放到上界也都不算什么, 可这九龙坟天顶就算是放到上界那也是至宝啊。 师尊, 先别管外面那个破丹卢了。 如果, 我是说如果我有十个天际卢顶的话, 你说该怎么败家才好? 身为败家神豪, 自然是想招法的败家各种物资才算是合格的, 单纯地直接砸碎十个天际卢顶, 叶峰感觉太没心意了。 想着问问落千雪, 没准就能从对方的话里产生一些灵感。 如果, 如果你妹啊, 真当老娘第一天认识你, 只要是你问的东西, 哪次你最后没拿出来败家? 师尊, 师尊你干什么去? 跟弟子说说呀, 弟子愚钝, 还请师尊点误啊。 看着冷着脸直接转身离开的落千雪, 叶峰也是一脸猛逼的连忙追问了起来, 谁曾想落千雪的脚步再次加快, 等他冲出房屋后, 哪里还能看到落千雪的身影? 不管了, 这败家徒弟愿意怎么败家就怎么败家吧? 老娘我受够了, 以后眼不见心不烦, 离开的落千雪也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既然管不了, 那他愿意怎么败家就怎么败家吧, 省得自己天天憋一肚子气。 等等, 夏长老, 不行, 不管找什么借口, 我都不能让夏长老今天留在宗门, 不然真要看到叶峰败家十个天际炉顶, 他恐怕真的扛不住啊。 想到夏天宇时常擦拭, 陪伴了他数十年的那个地际炉顶, 这要看到叶峰准备败家十个天际炉顶, 那打击绝对是毁灭级的。 想到这, 落千雪直接转身朝夏天宇的院落住处走去。 片刻后, 外出购买灵草? 宗主, 不是前天才购买了一批灵草吗? 目前, 宗门就我和冷无风两个炼丹师, 那些灵草足够他用半个月的了。 听到落千雪的来意, 夏天宇却是不解地反问了起来, 他感觉今天的落千雪有点不对劲啊。 那就出去买点灵矿。 可我是炼丹师, 灵矿又不懂, 这你应该找出长老啊。 那就出去买点日常用的丹药。 宗主, 我怎么感觉你就是想让我离开宗门呢? 听到这, 夏天宇终于察觉到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看向落千雪直接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嗯, 听到夏天宇的询问, 落千雪一时间也是沉默了下来, 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合理地解释这个问题。 天亮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叶峰那小子又要败家了吧? 宗主, 那小子今天要货货的东西是不是跟我有关? 你放心, 我扛得住。 说完, 夏天宇就带着好奇的神色离开院落, 直接朝叶峰的住处走去。 他倒要看看叶峰惊天霍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竟然能让宗主不断地劝说他离开宗门。 问题是你真的扛不住啊? 看着离开的夏天宇, 落千雪也满是担心地苦笑了起来。 天急如顶, 在悬天大陆, 对于任何一名炼丹师都拥有致命的吸引力。 另一边, 叶峰此时正拿着一把掺杂了金蚕心钥匙的锄头 在院落里挖着土坑。 住手! 随着夏天宇的一声大喝, 叶峰手上的动作也是停了下来。 叶峰, 这种体力活哪是你这种年轻小伙干的, 交给老夫吧。 跑进院落的夏天宇说着, 就一把将叶峰手中的锄头抢了过来, 立即就进入到了工作模式。 这, 看着坑吃坑吃卖力挖坑的夏天宇, 叶峰的脸色也是略显尴尬了起来, 宗门里任何一个长老过来都行, 但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夏天宇了, 他怕对方一会扛不住会疯掉。 叶峰, 你挖坑干什么呀? 挖了一会后, 汗流加倍的夏天宇看了看土坑已经有近两米深, 这才向叶峰询问了起来。 夏长老, 你为什么不动用灵力? 没有回答夏天宇的问题, 叶峰没有回答却是反问了一个问题。 用灵力挖坑那还叫体力活吗? 正好, 我也当锻炼身体了。 夏天宇笑着解释了起来, 随后再次问道, 对了, 你挖坑干什么呀? 夏长老, 你先出来。 叶峰感觉深度也够了, 当夏天宇从土坑里跳出来后, 叶峰随手就从系统空间当中拿出一个天极炉顶扔进了坑里。 这, 这是, 夏天宇连忙趴下身子仔细查看起了炉顶。 当他发现这竟然是一个天极炉顶后, 抬头看向叶峰的目光当中充满了震惊之色。 天极炉顶, 整个悬天大陆也找不出五个来啊。 这一刻, 夏天宇终于明白落千雪, 为什么要让他今天离开宗门了? 这东西要是霍霍起来, 他真不一定能抗住啊。 叶峰, 你, 你打算拿着炉顶做什么? 慌了。 此时的夏天宇是真的慌了, 毕竟叶峰那丧心病狂的败家习惯可是宗门人尽皆知的。 这个坑其实是毛坑? 这个炉顶, 我准备拿来当容器。 叶峰此时也是一脸得意地解释了起来, 放眼整个悬天大陆, 谁能豪横到用天极炉顶当毛坑的容器? 叶峰? 老夫今天跟你拼了。 正当夏天宇即将暴走的时候, 一身如雪的落千雪从天而降, 直接死死地拉住了暴走的夏天宇, 同时连忙喊道, 夏长老, 不能啊夏长老, 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的清传大弟子啊。 宗主, 你快点放开我, 你看我不打死这个败家子。 一旁的叶峰看到这熟悉的一幕, 一脸猛逼的自语道, 你们两个在这给我重复剧情呢? 师尊, 夏长老,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呀。 现在就剩下毛屋了, 过会我让无风失地来弄, 你们可别动我的毛坑啊, 这以后就是我私人专用的毛坑了。 说完, 叶峰也不理会两人的反应, 直接转身便离开了院落, 他得想想剩下的九个天际如顶怎么用。 丧心病狂, 丧心病狂啊, 竟然连你无风失地都不放过。 你能不能当个人啊? 当夏天宇和落千雪, 听到叶峰竟然准备让冷无风前来搭建毛屋后, 瞬间都, 疯了。 五天骄不行, 楚潇潇不行, 其余几位长老不行, 是雪螳螂不行? 偏偏要让身为炼丹师的冷无风过来。 你特么, 这是要将宗门仅有的两名炼丹师赶尽杀绝啊。 宗主, 你看看, 你看看他都被你灌成什么样了, 刚刚你就不应该拦我。 脸色气得胀红的, 夏天宇直接对落千雪埋怨了起来。 夏长老, 我昨天就想教训他, 都怪你非要拦着我。 落千雪此时似笑非笑地看着夏天宇解释道, 嗯? 听到这话后, 夏天宇也是一愣, 想到刚刚落千雪从天而降, 瞳孔逐渐扩张地问道, 你在这一直守着我呢? 我感觉夏长老应该扛不住, 这不是怕你出什么意外吗? 说完, 落千雪就笑着冲天而起,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夏天宇一人在风中独自凌乱。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暴音来得太特么快了, 快得, 让我措手不及啊。 看了一眼土坑里的天极炉顶, 夏天宇感觉自己的心都在滴血, 这要是给他, 他都能当祖宗一样供起来, 现在却被叶峰用来当毛坑的容器。 暴天天物, 暴天天物啊。 夏天宇无奈叹了口气, 虽然心中万分不舍, 但东西是叶峰的, 他也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此时, 叶峰却已经来到了夏天宇的院落住处。 砰, 将一个天极炉顶放在了院落当中后, 叶峰喃喃自语道, 师尊, 你可知道, 弟子为了帮你壮大宗门付出了多少, 这天极炉顶给了夏长老, 绝对可以更进一步, 也算是宗门实力的一种提升吧。 随后叶峰便直接转身离开, 一个也是扣, 两个也是扣, 他准备给冷无峰也送去一个, 毕竟有十个, 送两个扣出的败加点, 他应该可以顶得住。 十分钟后, 当夏天宇看到不远处迈着嚣张的步伐, 朝这边走来的冷无峰, 却是摇头苦笑道, 这傻小子, 恐怕还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吧。 夏长老, 你也是过来帮叶峰大师兄搭建毛屋的吗? 当冷无峰来到院落看到夏天宇后, 也是好奇地询问了起来。 不是, 我是过来挖毛坑的。 去吧, 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大师兄这个毛屋可不简单。 夏天宇看着傻乎乎的冷无峰也是叹了口气, 但还是提醒了一下对方。 是啊, 天极卢顶竟然用来当毛坑容器, 大师兄简直是败家界的天花板。 说着, 冷无峰就准备过去搭建围绕毛坑的毛屋。 等等, 你, 你知道那个天极卢顶, 夏天宇此时却是将冷无峰给拦了下来。 不对劲, 这不对劲啊。 冷无峰知道用天极卢顶当毛坑容器, 但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很不对劲啊。 知道啊, 这破玩意, 大师兄刚刚还送了我一个, 直接让我扔院子里当水缸了。 虽然发现夏天宇的神色有些不太对劲, 但冷无峰还是解释了起来, 甚至说到将天极卢顶当水缸的时候, 脸上更是流露出了一抹得意之色。 误了, 看开了, 冷无峰经历重重打击, 现在彻底看开了, 管他什么东西, 跟着大师兄一块败家就完了。 夏长老, 夏长老, 你怎么了? 看到夏天宇听到自己的话后, 喘着粗气瘫倒在地上, 冷无峰也是连忙上前关切不已地询问了起来。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跟在你大师兄身边, 你也学坏了, 败家, 败家呀。 走, 赶紧离开我的视线, 不然我怕控制不住一巴掌拍死你个败家跟进分子。 夏天宇指着冷无峰大骂了起来。 呼, 当冷无峰过去搭建茅屋时, 夏天宇也是缓了半天才缓过起来, 他刚刚差一点就被直接气晕过去了。 宗门就两个炼丹师, 送了冷无峰却不送他, 这特么不是明目张胆的搞贫富差距吗? 走了走了, 眼不见心不烦, 我就该听宗主的劝说, 今天就不该留在宗门当中。 从地上站起身后, 夏天宇神色落寞地直接离开了院落, 他需要回住处一个人静静。 咦? 片刻后, 当夏天宇发现楚红山竟然在他的院落当中, 这倒是让他有些不解。 夏张王, 这, 这可是天极炉顶啊! 你, 你竟然就这么随便扔在院子里了? 看到夏天宇回来后, 一直观摩天极炉顶的楚红山也是满脸吃惊地询问了起来。 天极炉顶? 什么天极炉顶? 听到楚红山的话, 夏天宇却是一脸猛逼, 但当他看到院落当中倒着的天极炉顶后, 一股感动涌上行头, 心中激动道, 这个臭小子, 真特么会玩。 夏张老, 咱们能不能商量个事? 我一直都想亲手打造出一个天极炉顶, 但奈何大陆上那几个天极炉顶都产自天道战场, 并且都已经是有主之物。 就算我想研究, 也没办法研究。 但现在有了你这个炉顶, 只要给我一些时间, 我绝对可以发现其中的奥妙。 说到最后, 楚红山已经带上了一丝恳求, 他毕竟是扛过了五道天道雷杰的杜杰镜九重巅峰强者, 如果不是天极炉顶, 他也绝对不会拉下面子来恳求只有杜杰镜三重的夏天宇。 大家都是宗门长老, 夏天宇自然不会拒绝。 但, 他可是知道楚红山是个怎样的存在, 毫不夸张地说, 要不是齐聚新魂宗, 那绝对是自己仰望的大佬级人物, 可就是这样的人物, 现在竟然放下身段摆出了如此姿态, 说实话, 之前说过的一句话。 楚长老, 就这破玩意, 你想研究, 直接拿走便是, 要不然, 我也是准备放在院落里当水缸用的。 爽! 看着楚红山那瞪得如同同龄龄一般的双眼, 夏天宇心里那叫一个爽, 区区一个天极如顶, 算个屁啊。 在这一刻, 夏天宇也误了, 他感受到了败家带来的精神享受, 可笑之前还想着自己要是有一个就当祖宗一样供起来。 傻了! 楚红山听到这话, 直接就傻在了原地。 听到天极如顶对于一个炼丹师而言有多么的重要。 可对方刚刚说什么? 破玩意? 准备当水缸?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宗门。 夏长老, 谢了! 说着, 楚红山扛起天极如顶就离开了夏天宇的院落住处。 不行, 我得赶紧回去, 搭建毛巫这种体力活怎么能是冷无风那种小年轻能干得了的? 夏天宇这时猛然想到了什么, 转身就朝叶峰的院落住处跑去。 叫上潇潇一同来研究研究, 现在看来, 来到这宗门果然是没错的。 看着扛在肩上的天极如顶, 楚红山也是激动不已。 他感觉只要能将这天极如顶研究透彻, 他的炼气之道绝对就能更上一层楼。 嗯? 路过冷无风的院落后, 楚红山却是又退了回来。 特么的, 这宗门里的人到底都赋予到了什么程度? 一个三品炼丹师都特么拿天极如顶当水缸了。 走进院落, 看到院落里装满水的天极如顶, 又看了看自己肩上的天极如顶, 楚红山忽然感觉这天极如顶瞬间就不香了。 就算自己研究透了又如何, 就算成功打造出来又如何, 被别人拿去当水缸吗? 楚红山已经不去想, 这宗门里为什么会有两个天极如顶了。 他只感觉自己一生的追求瞬间变得廉价无比。 没有再去找楚潇潇, 楚红山扛着天极如顶直接离开了那门居住区。 他感觉还是自己先研究研究吧, 研究天极如顶好像也就那么回事了。 这, 这是。 然而, 楚红山在半路却看到了坐在地上沉思的叶峰, 但看到叶峰身前摆成一排的七个天极如顶, 他真的要疯了。 这他妈是天极如顶, 不是烂大街的大白菜。 你他妈在这搞批发呢。 同时, 楚红山也明白了过来, 不管是夏天雨, 还是冷无风院落中的天极如顶, 恐怕都是从叶峰那得到的。 砰。 楚红山走过去后, 将肩上扛着的天极如顶放在地面后, 这才看向一脸愁容的叶峰问道, 叶峰, 你在这干什么呢? 楚长老? 看到楚红山, 叶峰眼前猛然一亮, 天极如顶也算是炼器产物。 那身为顶级炼器师的楚红山, 就很有可能给他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想法。 楚长老, 你说该如何使用这些天极顶炉, 才算是败家? 叶峰看向楚红山, 直接开口问道, 如何使用才败家? 你刚刚在那个人愁眉苦脸的, 就是在想着。 一脸黑线的楚红山, 看着叶峰直接说道, 如果是败家的话, 恐怕我就无能为力了, 毕竟我只是一个炼器师, 只会打造武器, 防具而已。 听到这话, 叶峰眼中猛地闪过一抹金光, 看着楚红山大笑道, 楚长老, 你实在是太过谦虚了, 论败家还得是你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说什么了? 你特别想到什么了? 你确定咱们是在一个频道上吗? 选一个。 叶峰指着前面的一排天极如顶, 直接说道, 选什么? 你也要送我一个? 可我特别是一个炼器师, 要这炼丹的炉顶干什么? 难道要举着炉顶去战斗? 等等, 想到这, 楚红山又想了想自己刚刚说的话, 再次看向一脸激动的叶峰, 就像看怪物一般, 这特别是一个人的正常思维吗? 叶峰, 我刚刚的话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在阐述我的职业能力。 楚红山此时也是看向叶峰, 连忙解释了起来, 这天极顶炉重不重? 重! 这天极顶炉的防御强不强? 强! 竟可攻退可守, 这不就是一个攻守兼备的顶级武器吗? 听到这, 楚红山整个人都要疯了, 这特别是一回事吗? 呼! 伸出了口气, 楚红山努力放平自己的心态, 看向叶峰再次解释道, 就算你说得对, 可如此沉重的天极炉顶, 也就是我这种体修能像大铁锤一样使用, 如果是其他人动用灵力去操控, 将会得不偿失。 楚长老, 如果你拼尽全力, 多久可以轰碎这天极炉顶? 没有回答楚红山的问题, 叶峰反而是又问了一个问题, 多久都轰不碎? 天极炉顶到底是何种灵矿 轰过何种炼器手法打造而成都无人知晓?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可以将其轰碎, 但目前以我的实力, 那是绝对轰不碎的。 说到这, 楚红山好像明白了过来, 看向叶峰也是流露出了一抹苦笑, 用天极炉顶当贴身防具, 也就你这个败家子, 能想得出来啊? 看着扛走两个天极炉顶的楚红山, 叶峰也是立即将其余的六个天极炉顶收了起来, 转身就朝白天红的住处跑去。 楚长老, 你这是? 看着肩膀上各扛一个天极炉顶的楚红山找到了这里, 夏天宇也是流露出了一抹不解的神色。 我说你怎么没在自己的院落, 原来是跑这来了。 叶峰送了一个给我, 这个还你。 说着, 楚红山就将其中的一个天极炉顶扔在了地上。 送你了? 你一个炼器师要这玩意干什么? 如果需要研究的话, 我这个就可以让你研究啊。 夏天宇听后, 急急不解地问了一嘴。 这天极炉顶尖不可摧, 更是沉重无比。 竟可攻退可守, 用来战斗不是正合适。 说完, 楚红山就走进了刚刚搭建好的茅屋, 不是他想要方便, 只是单纯地想要看看两人搭建的茅屋。 这。 然而, 当楚红山看到茅屋当中的茅坑里, 放着一个天极炉顶后, 气得差点没直接背过气去, 更是后悔自己为什么非要进来看一眼。 水刚忍了, 战斗武器忍了, 但这个茅坑容器, 他是真忍不了了。 去特么的毕生所愿, 老子这辈子要是打造一个天极炉顶, 老子就不是人。 骂骂咧咧从茅屋中走出来后, 楚红山都没有跟夏天宇和冷无风打招呼, 直接就扛起天极炉顶走了。 而这也将夏天宇和冷无风看呆了。 我们身为炼丹师, 我们还没生气呢。 你个炼气师还特么气上了。 宗门大殿内, 洛千雪, 白天红, 罗凯, 是血螳螂, 小黄狗, 三人一妖一狗, 看着个自身前的天极炉顶都梦了。 叶峰, 这是什么级别的炉顶?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终于, 洛千雪还是率先看向一脸笑意的叶峰, 询问了起来。 师尊, 这是天极炉顶, 坚不可摧。 你们一人一个, 以后要是战斗起来, 直接把这玩意往身前一放, 谁特么都打不到你们。 天极炉顶, 玄天大陆不超过五个的天极炉顶, 你特么哪来这么多? 还有, 你刚刚说什么? 炉子炉顶你让我们当盾牌用? 疯了。 听到叶峰的话后, 洛千雪, 白天红和罗凯都疯了。 呼, 呼, 呼。 就在这时, 一阵阵呼啸声忽然响起, 众人转头看去, 就见是血螳螂手持进两米高的天极炉顶耍了起来。 主人, 这东西的重量可以啊, 再加上, 我妖兽的蛮力, 绝对一顶一个小朋友啊。 是血螳螂可不管这是什么天极炉顶, 妖兽本就以强悍肉身为本, 这东西, 简直就是量身为他打造的武器, 还特么能这么玩啊。 几人听到是血螳螂的话后, 这才意识到, 这坚不可摧的天极炉顶, 远不止盾牌那么简单。 等一下, 别的我先不问, 这东西, 你给狗子干什么? 缓了缓, 洛千雪看向叶峰直接问道, 汪汪汪。 然而, 还没等叶峰说话, 小黄狗就好像听懂了洛千雪的话一般, 叫唤了几声后, 就直接跳进了炉顶当中。 师尊, 你看这炉顶当的狗窝不挺好吗? 而且, 狗子也挺喜欢的。 再说了, 这狗子不是已经进化成妖兽了吗? 以后强大起来后, 没准就能叼着这炉顶替咱们外出征战了。 听到叶峰的话, 三人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了一个画面。 一头高大威猛的妖狗叼着天极炉顶, 释放着强大的黄泉剑椅, 努力将这可怕的画面甩出脑外。 行了, 这就已经九个了, 剩下最后一个我留着, 到时候让夏天雨和冷无风也拿着这玩意当盾牌用, 这肯定不会扣我败家点了。 叶峰可不知道几人此时的想法, 至于小黄狗, 他本意就是拉过来凑数的, 什么以后叼着炉顶出去战斗都是他胡编的。 新魂宗的人都给我听好了, 立即将杀害我儿子的人交出来, 否则, 今日我静月山庄就灭你满门。 就在这时, 一道夹杂着无尽杀意的叫嚣声, 瞬间响彻整个新魂宗。 静月山庄, 当真是好大的口气, 今天就拿你们给这天极炉顶开个婚。 带着一抹冷笑, 楚红山拖着天极炉顶就朝宗门外走去。 无风, 你在这里好好待着, 胆敢来新魂宗闹事, 真是找死。 右手加持庞大的灵力, 夏天雨也拖着一旁的天极炉顶朝宗门外走去, 这破完一塌, 可是已经不当回事了。 所有人跟我出宗迎敌? 他没想到这么快又有人前来宗门闹事。 师尊, 带顶! 正当骆千雪带着白天红和罗凯准备走出大殿的时候, 叶峰的声音却是从一旁响了起来。 庄主, 就这破宗门, 不如咱们直接杀进去算了。 是啊庄主, 只要杀害少庄主的人在里面, 咱们直接把这破宗门里的人都杀光不就行了。 一旁的两名山庄强者此时直接对庄主张树峰提议道, 你们真以为我会放过这个破宗门里的其他人吗? 我要先逼他们交出杀害我儿子的人, 然后让他们在恐惧当中享受死亡的到来。 张树峰神色阴冷地出声说道, 庄主你看, 忽然, 随着一名山庄强者的声音响起, 众人也全部都朝宗门的方向看了过去。 哈哈, 笑不活了, 这破宗门里的人都特么神经病吧? 竟然一人托个大顶? 我看他们就不该叫新魂宗, 应该改名叫大顶宗。 不行了, 这帮神经病快特么笑死我了, 他们是想以这种方式降低我的战斗力吗? 听到周围人的大笑嘲讽, 张树峰却是忽然怒喝道, 够了, 都给我住嘴。 一个? 两个? 此时的张树峰, 却是神色凝重地看着对面的, 一名身材健硕的老者, 和一名一细白衣的青年。 他在这两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张树峰, 今天不管你因何来, 但凡是敢挑衅我新魂宗的人, 死, 今天就算是石神风来了, 也就不了你。 楚红山此时上前一步, 盯着张树峰直接说道, 邓。 听到这话, 张树峰脸色狂变, 看向楚红山大惊道, 你是? 老夫楚红山? 就算是石神风, 也还欠老夫三个人情, 今天谁来了都不好使, 老夫说道, 哄。 随着楚红山话音落下, 恐怖的气息瞬间从体内轰然爆发, 仅仅是气息微压, 便让张树峰, 以及一众山庄强者, 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楚红山? 他竟然是楚红山, 可他特么, 怎么会在这么一个破宗门里? 石神风大人不是说他不会加入任何势力吗? 疯了, 张树峰此时整个人都疯掉了, 单单一个楚红山就足以将他们全部抹杀。 楚老, 你听我解释, 我儿子被人所杀, 我也是通过追踪子母虫才来到了这里, 我真不是想要与贵宗为敌啊。 然而, 听到张树峰的解释, 楚红山却是忍不住地大笑了起来说道, 张树峰, 你就算找借口, 也找个差不多的借口, 真当老夫, 不知道你有多宠溺你那废物儿子, 别说你那废物儿子身边没有强者保护, 我们宗门只有两个弟子, 一个熔林进九重巅峰, 一个筑基进九重巅峰, 他们可能杀得了你儿子吗? 说完, 楚红山直接看向骆千雪, 以及其余几位长老, 和是写唐王问道, 你们可有人杀了一个青年, 看到众人全部摇头, 楚红山面色一冷, 转头看向张树峰再次说道, 我看你就是带着山庄强者, 刚好路过这里, 随便找个借口, 想要屠灭我新魂宗弄点钱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静岳山庄是个什么货色, 动手, 楚红山也不再废话, 除了骆千雪, 其余人都手持锯顶朝对面的静岳山庄的人冲了过去, 哄, 是血螳螂此时也化为本体, 恐怖的妖气威压, 再次让静岳山庄的人站立大减, 砰, 当最开始说, 这破宗门都是神经病的山庄强者, 看到身旁的人被罗凯用大顶直接拍碎了脑袋后, 整个人都特么吓尿了, 他活了数十年, 做梦都没有想到炼丹师用来炼丹的炉顶, 还特么能这么玩, 站在宗门门, 前的骆千雪看着宗门内几大掌老手持锯顶, 将一个个来敌活活砸死, 看得那叫一个头皮发麻, 看得那叫一个心惊肉跳, 以后谁要是敢跟我说炼丹师的炉顶, 只能用来炼丹, 老娘特么抡起炉顶, 直接叫他做人, 看着眼前的一幕, 骆千雪感觉自己的认知都被刷新了, 哪怕是再上届, 也没有这么玩的呀, 卧槽, 这特么跟拍黄瓜一样, 战斗画面绝了呀, 就在这时, 叶峰的惊呼声忽然从一旁响了起来, 听到这声音, 转头看到一脸兴奋的叶峰, 骆千雪的面部也是不受控制地抽出了起来, 这战斗画面也就你这个败家子能想得出来, 师尊, 这帮人真的是来寻找沙子仇人的吗? 叶峰这时忽然想到, 自己之前在野外那个山洞里看到的两具尸体, 也是随口问了起来, 不过是个可笑的借口罢了, 听到这话, 骆千雪满是不屑地说道, 这种借口简直可笑, 那应该跟我没关系了, 叶峰心中暗自想到, 叶, 请诉主动用一次窥探天机功能机会, 查询此事是否跟你有关, 然而, 许久都没有出生的系统, 此时却忽然想了起来, 查询? 查你妹啊, 你提醒的都这么明显了, 真当我是傻子, 师尊, 他们好像是来找我的, 邓, 看到最后的张树峰被楚红山一个大顶直接拍死, 骆千雪正准备转身朝宗门内走去, 结果听到叶峰这话, 眼神瞬间瞪得滚圆, 眼中更是充斥着无尽的猛逼之色, 找你的, 你特么把人家儿子杀了, 人家不是无故前来挑衅, 是真的来找杀子仇人呢, 骂了, 骆千雪此时整个人都骂了, 败价还不够你玩, 还得招惹点敌人, 让我们也活动活动身子骨, 你怎么杀的, 对方怎么招惹你了, 反应过来的骆千雪也是好奇地问了起来, 虽然叶峰败家, 但他并不认为叶峰会无故杀人, 我不知道啊, 我睡觉了, 等我睡醒, 他们就死了, 叶峰耸了耸肩, 一脸无奈地解释道, 睡死了, 你把人家儿子给睡死了, 然后人家过来报仇, 又给人家连锅端了, 宗主, 全部都解决掉了, 这静岳山庄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咱们也算是承恶扬善了, 就在骆千雪还处于震惊当中时, 楚红山带着其余几位长老已经结束战斗走了回来, 这静岳山庄胡乱找个借口, 就想胡作非为, 可惜他们这次踢到了铁板, 有诸位长老在, 何人敢犯我心魂踪, 叶峰这时也是对几位长老吹捧了起来, 爽, 几人听到叶峰的吹捧, 心里那叫一个爽, 这可不是一般人的吹捧, 这可是来自败家子的吹捧, 从加入宗门到现在, 他们除了一直被对方打击, 什么时候得到过一句夸奖, 这一刻, 几人的心中甚至都产生了一个相同的想法, 那就是让敌人来得更猛烈些吧, 飘了, 一个败家子就这么随便夸你们一句, 你们就都飘了, 看着几位长老吹叶峰一句夸奖而兴奋的神色, 骆千雪真的要疯了, 师尊当的没成就感, 宗主现在当的也特么没成就感了, 等等, 这逆徒刚刚说什么, 静岳山庄胡乱找个借口就想胡作为非, 不是你他妈把人家儿子给睡死的吗, 想到这, 骆千雪猛地看向了一脸笑意的叶峰, 合着你就告诉我一个人真相, 这帮人死得真憋屈, 最后看了一眼不远处都被大顶拍成肉泥的静岳山庄的众人尸体, 骆千雪也没有拆穿叶峰, 拖着大顶就朝宗门内走去, 师尊, 那个秘境宗门大比什么时候开始啊, 你帮我们报名了吗, 看到骆千雪离开, 叶峰忽然想到了宗门大比的任务, 连芒朝骆千雪询问了起来, 天阳宗举办的秘境宗门大比会在七天后开始, 我已经跟对方联系过了, 到时候带着你们和修炼资源提前一天过去就行了, 说到这, 骆千雪想了想再次出声道, 对了, 你在几位长老当中选择一位负责带队吧, 到时候我就不跟过去了, 看来宗门长老多也并不算是一件坏事, 不用我带队, 这些时间就可以用于修炼了, 骆千雪此时感觉到宗门有这些强大的长老, 好像也还不错, 系统, 使用一次窥探天际功能, 茶茶师尊天天都忙什么呢? 看到离开的骆千雪, 叶峰也是直接对系统发出了指令, 虽然他整天都在忙着败家, 但他也发现骆千雪好多时候都看不到人影。